韩逸绝没有想到,这位刘家之主,竟然如此狠毒,如此决绝。 但是转念一想,重新审视刘恒这个人,便又觉得这是意料之内。 刘恒能冒着极大的风险,暗中联络那十二位杰修,本就是胆子极大,敢于殊死一搏之人。 当他从杰杀韩逸那一战逃回道福城后,准备躲起来时,才骤然反应过来, 不管是韩逸赢了,还是杰修赢了,都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他留在道福城,只有死路一条。 既然如此,唯一的路,便是逃顿离开道福城了。 于是干脆一步做二步休,抛弃刘家,一个人暗中潜入罗府,轻易杀死重伤的罗志光, 在泄愤般打杀其他恰好赶到的人,才一解心头愤懑,逃顿而去。 这,便是韩逸重新推断的,发生在刘恒身上的事情。 可如今刘恒逃顿,甚至还上了大前通缉名单,茫茫人海, 其中无影,即使有心为罗云州报仇,却也不知从何追寻。 不对,韩逸抬起的脚突然收了回去。 不对,刘恒杀罗志光,仅仅只是泄愤吗? 可他不会不知道,杀死罗家的人,必定迎来大前的追杀。 不,不是,按照罗家的说法。 当时刘恒暗杀罗志光后,恰好罗师兄踏入罗志光的房间,撞见刘恒杀人,惊呼之下,才引来更多的人。 刘恒想逃,罗师兄下意识阻拦,才被杀死。 这说明,刘恒可能并非纯粹是杀人泄愤,而是专门奔着罗志光而去的。 暗杀之后,本想离开,却被撞见,为了不引来大前官方的人,只好快速杀人逃顿。 而且,以大前的雄厚实力,不可能让刘恒轻易逃走。 至今六天都找不到刘恒下落。 刘恒,躲起来了,可他又能躲到哪里去? 竟然连大前的人都找不出来。 寒义双眸突然闪过一道寒光,灵田。 一切都是因为罗家的灵田而起,刘恒联合结修,截杀罗志光是为了灵田。 后来的三家裁决也是为了灵田。 那么,他潜入罗府,杀死罗志光,会不会就是为了灵田? 如此看来,灵田中肯定有更大的秘密,让刘恒不惜以身涉险。 谋划这一切,最后更是潜入罗府,强杀罗志光。 如今,他躲起来了,最大的可能之一,便是躲在灵田。 寒义念头转动,瞬间理清了这条暗线,虽是猜测,但为了给罗云洲报仇,他也愿意前往一探。 他眼眸中杀气浮尘,浮袖离去,直奔罗家灵田。 如果刘恒只是杀死罗志光,并未杀死罗云洲,寒义可以不管,这是罗家家仇。 但现在罗云洲死在道福城,死在刘恒身上,那这仇,算他一份,又恰好自己推测出刘恒的藏身位置,自然要出手,为罗云洲报仇。 罗家灵田并不是在城外,而是在道福城内。 道福城虽非洛峰郡内大城,但其占地面积同样巨大,足有40多平方公里。 罗府位于XC区,而罗家灵田则在北城区的异域,这里常年有阵法笼罩。 寒义并未急着进去,而是在灵田外,伺机而动,足足观察了两天,才摸清楚了阵法开启的关键。 在第三天时,利用罗家人开启阵法的间隙,潜如其中。 他并不是不能直接找罗云洲的大哥罗武洲,也就是如今新的罗家之主,但如此一来,容易打草惊蛇,误了事情,反而不妥。 他潜入笼罩灵田的阵法后,悄然在灵田区域详细巡视,想要找出刘恒,却发现并未有一丝刘恒的踪迹。 两天之后,寒义隐藏于灵田的某一处,用龟西术将自身气息降到最低,不引起注意。 难道我的推断错了?灵田并不是关键,其中,还另有隐情。 刘恒并非潜入罗家灵田,而是真的逃亡城外,成了节修。 再盯两天,如果真的没有一丝踪迹,那便离去。 寒义盘夕而坐,心无旁骛,趁机修炼龟西术。 月色高洁,秋云飘逸。 青灰洒落,灵田摇曳。 盘作者的寒义,突然睁开眼睛,爆出惊天寒芒。 来了! 果然在此。 他并未即刻起身,而是神念激荡,杀意暗藏。 在距离他两百米的地方,灵田最中央位置,突然有一道亮光,从虚空中跳跃而出,显化此间。 接着,灵光扩大,变成一扇火红色的光门。 一道人影,从光门中猎切着走出来,其身后的光门,刹那间重聚一点,消失不见,仿佛刚才那一幕是幻觉。 只有从光门中走出的这道人影,才是真实。 这人,赫然便是刘家之主,刘恒。 只是他此刻的状态非常诡异,衣袍碎裂,披头散发,眼神茫然,没有焦距。 最主要的是,其一张原来只有四十来岁的脸,此刻却异常苍老,褶皱密布,仿佛九十多岁的老人般。 而其手中,紧紧握着一块黑铁片,因为握得太紧,连手指都发白。 不,不,不,怎么会这样?我的仙缘呢?我的助肌仙缘呢? 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会赢,一定会赢的。 他眼中的茫然,转瞬化为疯狂,疯狂压榨着身体中稀薄的法力,涌入手中的黑色令牌内,但令牌却一动不动,丝毫未有变化。 这般癫狂的行为,以至于他都未曾发现,一柄黑色长剑,借着摇曳灵田的遮掩,急速掠至一道人影,紧随其后。 剑在前,人在后,杀鸡已尽,骤然爆发。 谁? 刘恒艰难转身,映入他眼眸的,是一道有黑的死亡光芒。 光芒一闪,仿佛在月色下,涂上一条笔直的黑痕,随着这条黑痕的滑下,一颗头颅冲天起。 这一次,韩逸杀意瞬间,成瘾斩头。 成瘾归来,寄落腰间。 韩逸走前,看着田地中的无头尸身,脸色不再平静,眼神难免多了一丝感伤,伤感中五味杂陈。 罗师兄,师弟我为你报仇了。 安息,走好。 韩逸并未停留多久,这里是罗家林田,当才自己虽然爆发得快,但也是有些动静,引来罗家的人总归不好解释。 他走上前,看向刘恒死不明目的头颅,背后寒毛陡然一炸。 这张脸,他认得出来,确实是刘恒,但却仿佛经历过岁月之力的催化,异常苍老,韩逸心头陡然生出一股寒意。 定了定神,他才走上去,将刘恒身上的储物带收起,又看到刘恒手中紧握着的黑铁片,不免好奇,将黑铁片拿起。 凑近细看,才发现,这并非黑铁片,而是一块巴掌大小的黑铁令牌。 令牌看上去平平无奇,重量和寻常铁片相类,令牌两边,各有一个字。 一个碎,一个竹,碎竹,还是竹碎?能让刘恒紧握手中,必定不简单,这难道就是林田的秘密? 结合刚才那扇光门的情况,这令牌是钥匙,在此地,用它开启光门。 而刘恒身上的诡异变化,一定是在光门中经历的。 含义谨慎地对待手掌心的这块黑色令牌,不敢探入一丝法力,生怕引起某种反应。 他想着是等回到玄天宗,再研究它。 可当他想要将黑色令牌放入储物袋时,却愣在原地,这令牌,竟然和曾经的乾坤袋一样,收不进储物袋。 收不进储物袋,这说明这令牌绝对不同凡响,是个宝贝。 随着此想法,含义准备先将令牌收起来,贴身放好。 可下一刻,含义脸色大变。 手中的黑色令牌,碎,逐二字,骤然闪过一道神秘的火红色光芒。 随着这道光芒的闪烁,含义更是发现,自己身体中的法力不受控制地朝着令牌中涌去。 换句话说,这神秘令牌在吸收自己的法力。 这种吸收,如具金吞水,只是短短一吸,便将自己一身法力,吸收了八成以上,让含义整个人惊骇的魂飞天外。 但他也并非优柔寡断之人,察觉到狂吸自己法力的令牌,无法甩掉后,迅速拔剑,就要将手掌直接斩下。 断掌了,还能活命,不断掌,自己要被吸收人干。 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 这一刻的含义几乎是不假思索,便做出了选择。 可是,就在他另一只手握在成瘾剑时,那疯狂吸收法力的黑色令牌,突兀地停滞下来。 含义本能地将这块诡异的令牌甩出去。 下一刻,甩出去的令牌悬浮在半空中,那道火红色的光芒再次浮现, 以刹那不到的时间勾勒出一座火红如烛火般的光门。 一股恐怖的神秘犀利,作用在警惕万分的含义身上, 其暴退的身形更是不由自主地被牵引着,落入光门中。 令牌随其身后,进入光门。 光门刹那,向中间汇聚,聚成一点,轻轻一跳, 仿佛跳入另一个时空,失去踪迹。 说起来,两次光门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还不到一分钟。 当罗家守卫林田的修士赶来时, 只看到一具尸体出现在林田上, 查看之下,发现竟是死去的刘衡。 而且此刻刘衡那头颅,明显情况诡异, 这修士吓得惊呼,迅速顿出林田,禀报罗家。 周围的空间,急速变幻,转瞬变光明大作,稳定下来。 寒义稳住翻滚的身形时,成影剑跃然而起, 横于身前,四柄封魔匕首,出现在头顶,指向四侧。 但周围静悄悄,并无异常,不过,他并不敢掉以轻心。 刚才那黑色令牌,竟然自动狂吸自己的法力, 让他措手不及,才中了招。 足足警惕了三夕,剑再无危险, 他才将封魔匕首收起来,但成影剑依旧拿在手中。 他定了定神,便发现此刻自己,正站在一座府邸之前。 他看向两侧和身后,发现此刻自己, 站在府邸前方的小广场上,小心翼翼探查了一番。 寒义才发现,这个小广场,大概有个四五百平米左右。 小广场内侧,那座府邸并不算大,粗略估算, 也就是和他庭院差不多大。 这个小广场,建于一座山崖边,广场之外, 便是深不见底的山崖,云雾缭绕。 比青龙峰的青龙崖,看上去还要险峻。 寒义抬头,透过云海,看向极远处,云雾迷蒙中, 其他仙山若隐若现,山上同样有类似的府邸。 黑色令牌,究竟为何物? 将我带来此地,又是为什么? 寒义脸色凝重不减,但此刻连黑色令牌都不见了, 就算是要查验,都做不到。 既然带我来此,后续又要我做什么? 刘恒之前能进来,又能回去? 那我也一定可以。 不过他进来一趟,才短短几天, 却仿佛过去了很多年,我绝对要谨慎再谨慎。 寒义并不心灰,而是瞬间便想通这里面的关键, 自己实力比刘恒还强, 只要满足某一个因素便能重启光门,回到道福城。 他再次探查周围一圈,发现并无出路, 只好走向府邸。 府邸不大,一扇古铜色大门紧闭着。 寒义并未走向铜门, 而是在府邸两侧的墙壁上, 欲使着成影剑轻轻触碰, 发现并无异常, 加大力度,依旧毫无变化, 最后全力一击, 依旧未能留下一丝痕迹。 这间府邸的围墙至少在硬度上, 成影剑无法撼动。 寒义弹出一点灵光, 灵虚指落在墙壁上, 声音不小, 但依旧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想不走寻常路, 从府邸两侧的围墙突进去, 已是不可能。 寒义走到铜门处, 用同样的办法试验, 还是没有丝毫痕迹留下。 他想了想, 走上前去, 单手帖子铜门上, 往里面推, 依旧一动不动。 但下一刻, 他愣住了, 一个宏大的声音响彻在他脑海。 外来者, 请通过先府考核。 考核内容为, 击败一尊黄金先世。 考核次数, 十次。 考核失败, 寿元四十。 考核成功, 继承第109号先府。 寒义悚然一惊, 谨慎地暴退十几米。 却在他暴退的同时, 铜门上突然浮现一点灵光, 灵光落在地上, 便为一位身穿黄色战袍的魁梧修士。 寒义再退, 以致广场边缘警惕异常, 法器在手, 已经做好了厮杀准备。 只是让他诧异的是, 那位身高超过两米, 在寒义所见修士中, 属于最高的黄袍魁梧修士, 仿佛傀儡般, 一动不动。 黄金仙士? 这是天宫造物? 寒义慢慢上前, 警惕绕着黄金仙士转动。 当他靠近十米之内时, 那一动不动的黄金仙士, 无神的眼眸中, 突然闪过一丝灵光。 接着, 其手中, 一束火焰顺发而出, 这是一道火属性法术, 和灵虚纸类似, 但是速度更快, 只是眨眼间, 便到了寒义身前。 索性寒义早有准备, 一道火炖术已经准备妥当。 砰! 火炖消散, 而那束火焰的速度减弱了一半, 却并熄灭, 已经奔着寒义而来。 寒义成引剑掠出, 将之斩灭当场。 但虽然火焰消散, 寒义却满脸凝重。 这么强? 凝重的同时, 他脚步后退, 跨出十米之外, 那顺发一道火属性法术的黄金仙士, 又恢复了一动不动的姿态。 果然, 这绝对是天宫造物。 所谓天宫造物, 也是修仙百亿的一种, 以夺天之能, 造创世之物。 只不过这种技能, 太难, 太难又是与天道相争, 一遭天前, 以至于修炼的人太过稀少, 在如今的修仙界, 已经没有一个宗门专精于此, 有的只是灵星的功法流传。 寒义没想到, 自己还能见到这样的天宫造物。 下一刻, 脑海中那宏伟的声音再次响起。 第一次考核失败, 剩余次数, 九次。 寒义悚然一惊, 十次机会, 竟然消耗了一次。 也就是说, 只要同这尊黄金仙士斗法, 而且不是将这黄金仙士击败, 就判我失败, 消耗考核次数。 刚才我是踏入大概十米之内, 这意味着, 只要跨过那个距离, 便相当于我进入考核区域, 考核默认开启。 不, 应该不止, 如果我在远处攻击, 应当也算, 这个漏洞, 出考核的人, 绝对不会想不到, 不可侥幸再浪费一次机会了。 而十次之后, 如果还没有将黄金仙士击败, 便算我考核失败, 失败惩罚, 是寿元, 四十, 也就是扣掉四十年寿命。 想到这里, 寒义悚然一惊, 他突然回想起, 在罗家林田上, 杀死刘恒的情况。 当时刘恒那张诡异的脸, 苍老的不似人脸, 和几日前见到的刘恒, 完全不同。 此刻再回想, 应当是刘恒也经过了这样的考核, 不过, 他失败了, 耗光了十次考核次数, 失败后被剥夺寿元, 才导致其出去后, 壮弱疯狂, 被寒义一剑, 轻易杀死。 想通了这一点, 寒义深吸一口气, 一退再退, 退到广场边缘, 接近山崖。 不可轻易挑战, 每一次的考核机会都极其珍贵, 再不能浪费了。 寒义盘膝, 背对着山崖, 面对着古铜门和门口那尊一动不动的黄金仙士坐下, 干脆闭上眼, 足足过了三天, 才重新站起来。 感受着体内法力充盈, 寒义眼眸金光闪烁, 内心却盘算起来。 赢, 是必须赢的, 拼了命也要硬。 如果输了, 寒义少掉四十年, 那我的先徒, 必定直接中断。 寒义的较少, 不仅仅关乎到寒义。 寒义此刻三十四岁, 他如果失败了, 便是七十四岁, 而七十四岁的身体, 和三十四岁的身体, 活力完全不同, 三十四岁的身体, 如果修炼到炼器九层, 需要九年的时间, 那七十四岁的身体, 可能便需要二十九年, 三十九年, 甚至更久。 这一点, 他就算是拼了命, 也寸步不让。 次数只有九次, 每一次的机会都无比珍贵, 务必把握, 每一次都需要全力以赴。 如此, 才算做到极限。 好, 这一次, 全力以赴。 下定决心, 寒义深吸一口气, 前往迈步走去, 未到十米范围, 便双指一并, 成瘾渐略出, 轻轻一颤, 但红色光芒浮现渐深, 直奔黄金现实。 咻! 成瘾剑化为流光, 拖叶着淡红色焰火, 刺向黄金现实。 却见黄金现实, 猛地抬头, 一拳轰出, 炽热地全芒, 化为实质, 撞上成瘾剑。 当! 成瘾剑倒退而回, 虽然未曾损坏, 但却让寒义双目一凸, 心头惊骇一闪而过。 不过, 他并未停下动作, 而是收回成瘾剑之后, 再次御使四柄匕首, 疯狂穿梭, 将黄金现实周围的空间, 彻底变为沙阵。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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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黄金现实虽然看上去魁梧, 而且是天功造武, 但却一点也不笨拙, 甚至比寒义的反应, 更要快上一倍不止。 这尊黄金现实, 不知以何等材料铸造, 竟然毫不畏惧封魔匕首, 以全汉之, 完全不落下风。 不远处的寒义, 骤然发动你灵虚指, 而且是最大限度的灵虚指, 两成的法力, 控制着封魔匕首, 将黄金现实困在原地。 八成的法力, 全部用灵虚指施展出来, 疯狂飙射, 灵雨如梭, 只是短短一息, 便弹出几百道灵虚指, 将体内法力几乎耗尽一空。 随后, 放弃封魔匕首, 将剩下的全部法力, 预使着成瘾剑施展离火剑绝, 破开空气。 速度快得当成瘾剑逼近黄金现实时, 才发出滞后的阴暴声。 咻! 恐怖的灵能风暴, 在黄金, 现实周围疯狂爆发。 砰! 一只泛着古铜色的拳头, 穿过灵能风暴, 一拳轰在权力一击的成瘾剑上。 这只拳头的主人, 暴退七八米。 而成瘾剑则是倒飞而回, 神面细于其上的寒意, 受到反振之力, 只觉得喉咙一甜, 喷出一口血。 寒意暴退, 重新回到广场边缘, 才止住身形, 身体跌落坐下。 第二次考核失败, 剩余次数八次。 风波散去, 寒意看着退出去七八米的黄金纤士, 脸色骇然。 此刻的黄金纤士, 身上的黄色战袍已经被毁掉, 露出一身通体黑色的躯干, 躯干没有一丝血肉的成分, 不知用何种材料制作而成, 却是天工造物。 在黑色外表上, 有着刚才封魔匕首的道道划痕, 也有灵虚指落下的焦黑涂剂。 而其一双手臂, 一只和躯干一样, 依旧是黑色。 而另一只则化为古铜色, 这是刚才和成隐剑硬碰硬的那一只。 强, 太强了。 这身体, 可硬汉成隐剑, 封魔匕首, 和灵虚指, 单论防御, 绝对是筑基以下无敌的存在。 而且, 这黄金仙士刚才还漏了一手活属性法术, 还是顺发, 这第二次考核并未出现, 证明他还游刃有余。 这考核, 也太过变态。 难道要我修炼到住基期, 再来和他厮杀? 寒义脸色难看至极, 稍微恢复了下法力, 他才轻轻招手, 将散落四周的匕首, 和被轰飞的成隐剑收回来。 查看了一下, 成隐剑和封魔匕首都未损坏, 让他松了一口气。 我的技能还是太弱了, 手段也太单薄, 等出去了, 一定要弥补这一点。 寒义总结, 然后开始修炼。 七天后, 体内法力完全恢复过来。 再来, 寒义这一次又扑了过去, 封魔匕首化为杀阵, 先缠住黄金现实。 接着, 这一次他并未施展灵须止, 而是眼中绿色一闪, 手中已是出现了一张灵符, 阴雷符。 这是他最后一张阴雷符, 之前买的两张, 一张用在了道夫城之外的杰修身上。 第一次全力以赴未用上, 这第二次尝试, 寒义的杀手锏, 便是这张灵符。 法力涌入, 黑色光芒一闪, 阴雷符无火自燃, 瞬间燃烧为灰烬, 寒义持伏的手臂, 往前一挥, 指向黄金现实。 只见黄金现实, 其原本平静无神的眼眸中, 骤然间闪烁过一道红色光芒。 寒义心头在跳。 下一刻, 眼眸中闪烁着红色光芒的黄金现实, 突然张嘴一吐, 吐出一口红色吐息。 这一口吐息瞬间变化, 勾勒出一座一人多高的仙山虚影, 这虚影如同一幅图, 瞬间展开。 几乎在寒义激活阴雷符, 指向他的下一刹那, 仙山虚影图便挡在了他面前。 哼! 虚空一声雷鸣乍响, 那幅吐息变化的仙山虚影图, 也化为飞灰。 寒义万万没想到, 阴雷符竟然被挡下来了, 还是以这种自己从未见识过的方式。 但他眼中立色一闪, 既然已出手, 便绝不浪费这次机会。 成影剑再出, 砰! 实习后, 第三次考核失败, 剩余次数, 七次。 寒义退回到广场边缘, 喘息不断。 而古铜色大门前, 那尊黄金仙士依旧站立, 其身上的划痕更多, 但寒义却丝毫没看到 破开其身躯的办法。 或许, 按照这等战术, 寒义就算是硬攻十次, 都攻不破这尊黄金仙士的防御, 也说不定。 这点, 寒义不敢赌。 九天后, 寒义恢复过来, 并调整好状态, 接着, 便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件法器。 这是一把金色的缩形法器, 未发动时可持于手中。 极品法器, 金光缩。 这一次, 寒义打算动用这柄从未使用过的法器。 极品法器的剂链并不容易, 但寒义只是一次性使用, 并无需完全剂链。 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它便完成最基础的剂链, 算是能操纵这柄法器。 寒义眼眸凝重, 手持金光缩, 轻身术施展, 速度极快, 便逼近十米。 接着, 毫无犹豫, 直接寄出手中金光缩。 光芒一闪, 金光缩跃起, 形态变化, 游进倒洞, 划出一道金色划痕, 一声音爆, 隔空炸裂。 刷! 十米之巨的黄金仙世, 眼眸一抬, 眼中的红色光芒再次浮现, 它张嘴狂喝一声, 身体骤然跃起。 这是寒义第一次看到黄金仙世爆合出声, 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主动出击, 不由的内心凛然。 下一刻, 跃起的黄金仙世, 其双手呈格挡之势, 将化为金色流光的金光缩挡住。 接着, 一声乍响, 轰然而起。 黄金仙世被金光缩直接轰落, 狠狠砸在广场中。 可经过黄金仙世这疯狂一挡, 金光缩的速度已经降了一半, 对金光缩来说, 速度便意味着威力。 而砸落广场的黄金仙世, 在下一个刹那, 已经重新站起, 双拳疯狂轰出。 一拳快过一拳, 只一刹那, 便形成漫天拳影。 砰砰砰, 继续往下轰落的金光缩, 和拳影相持, 建设出金色火焰般的灵能。 哼! 金光缩发出最后一击, 接着便往后抛飞, 掉落广场, 滑出去一小段距离, 差点掉落山崖。 同时, 漫天拳影陡然消散, 黄金仙世身体被压着暴退出去十几米, 才彻底停下来。 其身上, 又浓郁的热气蒸腾而起, 仿佛一台机器过在了一半。 第四次考核失败, 剩余次数, 六次。 含义将金光缩收回来, 内心少见得有些气馁。 这黄金仙世简直是全能的机器。 没错, 这黄金仙世看上去像一个修士, 但实际上它只是天工造物, 说机器也并没有错。 身体由不知名的材料铸造而成, 这种材料堪比极品法器所用的材料。 可能吐习变化成仙山虚途可挡阴雷浮, 能硬抗金光缩, 甚至能对轰。 只有朱姬七来了, 大概才能吻赢。 韩义叹了一口气, 召回所有法器, 坐在广场边缘, 定定地看着远处一动不动的黄金仙世。 如今, 所有手段都用上了, 依旧未能击败黄金仙世。 还有六次机会, 没有把握, 绝对不能再尝试。 看来, 只能熬了。 韩义转过身来, 眺望广场外的云海, 从此处往外看, 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座仙山, 也至少有三里之距, 只看到那座仙山上, 有一座同样的府邸。 那个声音说的是考核通过后, 继承109号仙府, 也就是, 如果猜测没错, 这里的仙山府邸, 至少有109座。 四,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将这些一律放下, 韩义开始盘点接下来的计划。 对, 他当然不会放弃, 只不过, 需要熬一熬罢了。 境界提升到练齐八层, 或者预剑术再提升一个层次, 甚至, 技能和境界都需要提升, 才能赢。 不, 不对, 不应该考虑那么周全, 我如今最强的手段, 并不是成影剑, 也不是封魔匕首, 也不是预剑术, 而是极品法器, 金光缩。 从刚才的三次试验看, 只有施展金光缩, 才明显看出那尊黄金仙是认真对待。 那么, 将金光缩计炼到极致, 接着, 再突破炼齐八层, 进阶再上一个台阶, 再尝试着破开齐防御。 如此, 才是最快最稳妥的取胜之路, 定下策略。 寒义便不再犹豫, 拿出灵石, 开始修炼。 幸好在此之前, 他服用了改善根骨的血骨灵花, 根骨滋质, 足足提高了三倍左右。 根骨的改善, 让他的修炼速度, 已经追上了罗云周这等拥有三灵根的真灵根修饰。 困于此地, 非他所愿。 但尝试了几次, 所有手段进出, 都无法击败黄金仙是, 只好想办法再突破一层了。 幸好这考核任务并未规定时间, 不知道宗门如今又是怎样的一番场景。 寒义压下心中的诸多念头, 深吸一口气, 一心一意修炼。 云海飘渺, 仙山显宗。 府邸前, 山崖边, 一位身穿寻常道袍的修士, 盘坐修行。 恒日永存, 无夜无暗。 岁月如梭, 光阴流痕。 寒义睁开眼, 眼前的淡红色虚幻面板, 不知不觉, 已经焕然一新。 姓名, 寒义。 寿命, 37135。 境界, 炼气八层, 1%。 功法, 火刚玄弓, 入微11斜杠100。 技能, 炼丹术, 炉火纯青49100。 灵虚指, 炉火纯青74100。 预剑术, 炉火纯青71100。 青参术, 炉火纯青99100。 火盾术, 炉火纯青24斜杠100。 龟西术, 炉火纯青28斜杠100。 离火剑绝, 融会贯通9100。 旺气术, 登堂入室29斜杠100。 制服术, 出窥门径29斜杠100。 两年半, 将近三年的时间, 终于,终于, 炼气八层了。 韩逸站起来, 周围一圈临时灰烬, 随风而散。 一股属于炼气八层的气息, 轰然直上, 搅动云海, 但却瞬间收回。 不行, 越到关键时刻, 越不能急, 刚晋升炼气八层, 还需要稳固境界。 不过, 这次的晋升, 比我预料中的, 要快上一年左右。 韩逸将目光, 落在熟练度面板上的功法一栏。 他一直以为功法的熟练度, 对境界的作用, 微乎其微。 从炼气二层开始, 到炼气六层, 都是如此。 踏入炼气七层, 更换了火刚玄弓后, 也并未察觉有多明显。 但在一年半前, 当火刚玄弓从精通, 推进到入微之后, 他修炼的时候, 明显发觉, 速度比之前快上三分。 这是他第一次明显察觉到, 功法对境界的促进作用。 原本按照估算, 含逸服用血骨灵花后, 修炼半年, 进度从29斜杠100, 提升到43100, 提升了14斜杠100, 按照平均算, 从43100提升到100斜杠100, 需要五倍, 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加上修炼是越到后期越难, 大概要到六倍多, 也就是三年多的时间。 但是, 但火刚玄弓进阶道入微之后, 修炼的速度明显提高, 这才让他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 完成了进阶。 不过, 这一次突破, 竟然没有天魔降临, 此地到底是何处? 难道连天魔都不能进来? 寒逸内心浮现疑惑, 方才他突破, 虽然服用了标准品质的辟邪单, 但在突破到炼气八层的过程中, 竟然发现, 周围并未有以前突破那种, 天魔迷迷诱惑之音。 这个疑惑也就在寒逸心中过了一遍, 便被他丢在脑后。 管他呢, 反正顺利突破了即可, 没有天魔更好, 以免出意外。 接下来, 寒逸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稳固炼气八层的修为, 然后便开始祭炼金光梭。 这一次的祭炼并不是最基础最表层的祭炼, 而是将金光梭当作自己的核心法器, 进行祭炼。 神念包裹, 法力度入, 足足过了半年, 寒逸才将这柄极拼法器, 祭炼到他目前所能到达的极限。 而此时, 熟练度面板中显示他已经38岁, 进入此神秘之地, 也已经有三年多了。 时隔三年多, 寒逸重新走向古铜色大门外, 那一动不动的黄金显示。 这三年多, 这尊天宫造物完全如一尊傀儡般, 停在原地, 仿佛死物, 只有寒逸知道, 这东西一旦动起来, 未能惊天动地。 寒逸越走越快, 跨过一半距离后, 身体骤然越起, 手中的金光梭轻轻一抛, 便从天而起, 幻化为一道金光, 接着俯冲而下。 在金光梭之后, 一圈金色的光芒抖动, 连空间都震动起来, 只不过金光梭速度太快, 此刻暴鸣的声音并未传开。 那已经静默三年之久的黄金显示, 骤然抬头, 浑身气息, 从无到有, 急速攀升, 继而。 哄! 其身形一跃而起, 双臂泛着古铜色光芒, 呈格挡之姿, 朝着金光梭压迫而去。 这一幕, 和三年前, 几乎一致。 但是, 下一刻, 半空中的寒意, 眼中绿色再闪, 神念疯狂涌出, 甚至一丝血迹, 从嘴角流下而不自觉。 同一时刻, 金光梭的速度, 在撞上黄金显示前一瞬, 竟往上再提升了一倍。 哄! 咔嚓! 金属折断的声音, 骤然响起。 恐怖的金色流光, 奇速不减, 从天而降。 如果时间放慢一千倍, 便能发现, 在流光前方, 黄金仙是那双格挡的古铜色手臂, 在骤然接触的瞬间, 便已经浮现密密麻麻的裂缝, 接着, 又往下塌陷, 在火力全开的金光梭之下, 瞬间裂成古铜色碎片。 在碎片之中, 还掺杂着一些半固态的神秘物质。 轰隆隆, 流光一闪。 金光梭轰击在广场上, 其上微能爆发, 金光大作, 甚至将半空中拼尽全力, 体内法力空荡荡, 使海神念激进被榨干的寒意先飞出去。 等它在几十米之外, 艰难地挣扎着站起来, 定眼看去, 顿时瞳孔猛缩, 脸色骇然。 只见, 广场之上, 那胸口被冻穿的黄金仙世, 直挺挺地站起来, 其破碎的胸口, 微微蠕动着, 周围飞溅的碎片中, 有些半固态的物质, 牵引着所有碎片, 悬浮着朝着它胸口汇聚而去。 两只被金光缩轰碎成断肢的手臂, 同样如此。 只短短不到十息的时间, 便已经恢复成一尊完整体型的黄金仙世。 这不可能。 寒意惊呼出声, 脸色聚变的同时, 连声音都有些扭曲。 眼前这一幕, 让自己的所有努力都化为飞灰。 这尊黄金仙世, 竟是不死之身。 这, 这踏马还怎么挖? 寒意内心破天荒地浮现一丝绝望。 咦, 不, 不对, 没有考核失败的提醒。 就在此时, 恢复了完整体型的黄金卫士, 镜子朝着府邸古铜色大门走去, 然后化为一点灵光, 落入古铜色大门上, 消失不见。 接着, 那道宏伟的声音, 再次出现。 恭喜通过考核, 成为第109号仙府之主。 接下来, 可选择, 退出仙庭, 或者, 踏上仙路。 警告, 仙府之主境界低微, 踏上仙路存活几率只有万一亿一分之一。 脑海中的声音让寒意的脸色更是难看。 万一亿一分之一, 这不就是死路一条吗? 这还有什么可选择的? 这还有什么可选择的? 自己找死, 才会选择踏上什么鬼仙路, 这一听就危险重重。 寒意是恨不得立刻离开,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再心头默念。 选择退出仙庭, 虽然不知道仙庭是什么, 但他照念便是, 等出了这个鬼地方, 这一切都和自己没关系。 话音刚落, 一块黑色令牌从虚无中跳出, 瞬间勾勒出一扇红色的光门。 寒意想了想, 还是选择相信, 便准备踏进去, 但却感受到了一股阻力。 他瞬间明白, 这是需要通信之证, 也就是眼前这块黑色令牌, 才可通信。 他也不犹豫, 伸手抓住黑色令牌, 再次踏入, 这一次再无阻拦。 熟悉的空间变换感再次出现, 但只是转眼, 便眼前一亮。 抬头四顾, 月色皎洁, 灵田翠绿。 寒意念头一转, 便已经知道自己出现在何地。 还是三年前的地方, 罗家灵田。 他转身看去, 身后的淡红色光芒, 已经急速缩小, 化为光点散去。 摊开手, 黑色令牌静静放置着, 并无丝毫神意。 仿佛这三年, 只是一个梦, 一个危险却又奇幻的梦。 但寒意知道, 那神秘之地中的一切, 都是真实发生的。 因为熟练度面板, 绝对不会骗自己。 寿命, 38135。 境界, 练齐八层, 八一百。 尝试了小半个月, 又修炼了两年半, 接着稳固修为三个月, 又继练金光缩半年, 足足三年多。 这三年多, 换来一个神秘之地的仙辅之主, 还有境界的提升, 从本质上, 含义不紧不亏, 反而赚大了。 但是, 这种走钢丝的凶险, 他并不想再经历一次, 在外界, 他一样能突破境界。 而那个莫名其妙的仙辅之主, 目前来看, 看不出有何用。 神秘和未知, 很多时候意味着麻烦。 寒意最怕的, 便是麻烦。 寒意本来想丢掉黑色令牌, 但就要甩出去的手微微一顿, 想了想, 又收起来。 接着, 便迅速闪身, 消失在原地, 寻了个地方, 盘坐调膝, 一夜过去, 白天时, 寒意顿出灵田, 不在豆流城内, 直接离开道福城, 赶往铜城。 让寒意想不到的是, 在半路上, 他竟然又遇到了天意宗的修士, 那位冷酷青年赵梨。 只不过, 此刻的赵梨显得狼狈不已, 脸上的冷酷再维持不住。 他在逃窜。 寒意转身就走, 涉及到赵梨的事情, 他一秒钟都不想参与。 寒道友, 请留步。 我身后有杰修, 请速速助我斩杀杰修。 我师尊下山前告诉我, 下山后我有一杰, 但最终可逢凶化吉, 其原因便是我遇上了一位境界比我低, 但实力比我强的修士, 这话, 要应验在寒道友身上。 寒意听到这话, 跑得更快了。 信他的标点符号, 今天他都不信寒。 只不过, 有其他杰修从寒意前方包围而来, 将寒意当成是赵梨的铜火, 催动法器, 变化出巨大锋利的锋刃, 切割开空间, 朝着寒意杀来。 寒意想都不想, 抬手便是一剑。 音爆刚起之时, 成影剑刷的一下, 已经破开锋刃, 将半空中, 一剑顶炉状的法器, 连同催动法器的修士, 拦腰截断。 成影归翘, 寒意如风, 青参树在这一刻, 从炉火纯青九九一百, 正式突破到下一个层次。 青参树, 登峰造极百分之一。 登峰造极的青参树, 让寒意一步迈出, 竟然跨过两百米之距。 只是弹指之间, 双脚看似缓慢, 实则飞快, 已是十几步迈出, 瞬间将身后, 不管是天意宗照理, 还是维杀照理的结修, 统统甩掉。 这一次, 寒意真觉得, 从道福城到铜城, 这条直达的路, 和自己八字相冲。 只好换一条稍微远一点的路, 换路后, 再无波折, 顺利抵达铜城。 到了铜城, 找到玄火丹铺, 亮出内门身份, 打听仙剑行程, 接着, 交钱, 登剑, 启程, 一路再无阻碍。 十天后, 寒意望着近在咫尺的玄丹山脉, 内心五味杂陈, 百感焦急。 这是自己离开玄丹宗最久的一次了。 这一趟下山, 本以为时间在两个月左右, 没想到一拖就是三年多。 而且, 发生了很多事情, 罗家灵田, 罗云洲之死, 杰修兰路, 神秘之地, 黄金仙世, 仙府之主。 罗云收敛心思, 放到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上。 按照宗门之前, 颁布的新政规定, 帝宝每年的三次登斗法开, 自己还没完成。 斗法积分, 每三年结算一次, 少于十分的内门弟子, 要被侵退到外风去, 自己也没完成。 韩亦三年多位归宗, 他猜测自己的庭院, 估计要被没收了。 但是没关系, 自己此刻已经提升到炼器八层, 按照他对自己实力的估计, 杀炼器八层, 如土狗杀鸡, 对上炼器九层, 只要不是巅峰之境, 杀之不难。 就算是面对炼器巅峰, 都有一战之力, 谁赢谁输, 尚未可知。 而遇上像韩虚小纳等, 能硬汉助击修士的传奇炼器, 则是稍训一筹, 但即使不敌, 也可从容退走。 总而言之, 炼器期内, 自己再不怕谁, 自己全力出手, 地榜之中, 争个前三十, 应该不成问题。 这前三十, 面对的, 可不是十年前的玄丹宗弟子, 而是经历过魔窟, 血神宗交战, 动天试炼等各种魔力, 战斗力极大提升的 强悍炼器巅峰。 片刻后, 韩亦登上青龙峰, 走向自己的庭院, 让他诧异的是, 自家庭院, 并未一主, 还是属于自己, 神念触发, 院门打开, 韩亦踏入其中, 庭院中和三年多前并无变化。 是谁出面, 将自己的庭院保留了下来吗? 韩亦第一个念头, 想到的当然是玄丹宗宗主袁顺, 他在此之前几次找到自己, 应该对自己的实力有所猜测, 知道自己藏桌, 但并未揭穿。 第二个念头, 想到的是白婉清, 白婉清是罗云洲的师父, 罗云洲死在道福城, 白婉清在这之后, 应当也以知晓其死讯。 而罗云洲是和自己一起下山, 白婉清调查之后, 发现自己失踪, 出面将自己这庭院保留下来, 这种可能虽小, 但也不能排除。 第三个, 那便是地榜发生了自己不知道的新变化, 比如政策改变之类的。 但不管如何, 自己庭院并未被收回, 这是韩依乐意见到的。 稍微修整了一番, 将那块黑色仙斧令牌, 用一个玉盒装着, 放在庭院近室内隐蔽位置, 韩依便出门, 赶往青龙宫。 于情于理, 他都需要第一时间前往拜见白婉清。 第二次见到白婉清, 白婉清还是那副惊艳模样。 双眸有神, 银记盘发, 脸上五官, 惊艳绝伦。 只不过和第一次不同, 第一次见到白婉清, 白婉清并未起身。 而这一次拜见, 白婉清站在青龙宫的一处电缆处, 眺望云海。 韩依打亮了对方一眼, 发现白婉清的身高, 比楚经末矮一些, 大概一米六八左右。 悬袍贴身, 身材和容貌一样, 都属惊艳, 甚至单从身材上, 比燕儒还要更胜三分。 云州之死, 我在三年前已经知道了。 白婉清的语气, 听起来带着几分伤感, 他名下的弟子, 有接近十位, 每一位弟子, 和他都有真正的师徒之名。 按广义道理的定义, 师徒也在其内, 罗云州之死, 他伤心, 自是难免。 不过, 这三年, 你去哪了? 白婉清并未转头, 随意问道。 韩义公身, 弟子被困于一处阵法, 历经三年多, 才在近期突破至炼器八层, 得以脱困。 韩义并未将神秘之地全盘拖出, 而只是说自己被困阵法。 白婉清点头, 罗云州留在玄丹宗的魂灯熄灭, 死讯传来时, 他去了一趟道福城, 查了一番, 但却发现韩义失踪, 以助击之能, 也无法追寻。 他只好归宗, 询问宗门, 专门放置内门弟子魂灯所在, 得知韩义魂灯并未熄灭, 便猜测韩义可能是得了先缘, 也可能被困某地。 不管哪一种, 韩义都还没死。 敢问白长老, 我的庭院, 可是您出手留下来的? 韩义问道, 白婉清点点头, 宗内虽有心症, 但对于一些外出, 可能被困或者遭遇危险, 但魂灯未灭的弟子, 还是会保留其庭院的。 果然如此, 韩义猜得没错。 韩义拱手道谢, 多谢白长老。 白婉清白白手, 我只不过将你的信息报了上去, 并未出力, 无需谢我。 对了, 你的境界提升不慢, 这几年天地人三榜单变化很大, 更是衍生出很多有趣的东西, 有时间多关注关注。 一味地闭关修行, 并不可取。 去吧。 韩义道谢告退, 出了青龙宫, 脸上若有所思。 天地人三榜单的变化, 连白婉清都关注不已。 看来, 自己这三年确实错过了不少。 他被勾起兴趣, 往豆法风走去。 等到了豆法风, 韩义顿时差点认不出来。 此刻的豆法风, 不再是三年前的豆法风, 其面积足足扩大了三倍不止, 对修士来说, 宜山自然不在话下。 而风顶上, 原本只有一个豆法台, 如今, 却多了两个, 三个豆法台, 呈脊脚之势。 豆法台上, 三场豆法, 正在进行。 豆法台下, 上百人, 学习为官。 豆法台外围, 更是建立了一圈房屋阁楼, 零次制笔, 悬火, 悬仙单铺赫然在列, 含义还看到九龙商铺的招牌, 挂在一间阁楼上。 而在豆法风的入风口处, 三块巨大的牌匾, 耸立于此。 天榜, 地榜, 人榜。 天榜第一, 青龙风, 火凤道人。 天榜第二, 朱雀风, 凌雅。 天榜三十九, 青龙风, 百婉青。 天榜六十九, 鲸亭风, 游屋。 含义看着天榜, 发现这张榜单, 只有排名, 所在那封和名字, 并未有其他信息。 天榜总共八十三位, 应该是将玄丹宗所有铸鸡七, 修饰牌上榜单了。 而且, 他在这榜单上, 还看到了三年多前, 一人挑战众多练器巅峰的游巫, 时隔三年, 他已经晋升铸鸡七, 更是位列天榜第六十九, 堪称惊艳。 这种榜单, 列得真清楚啊, 所有长老都上榜了, 天榜第一, 火凤道人, 这位可是传说。 接着, 他又看向第二榜单, 地榜。 地榜的榜单, 并未将所有内门弟子都排上去, 只是排列了前三百。 前一百只有一位练器八层, 其他的都是练器九层以上, 前三百有十三位练器七层。 韩逸在第二十八位, 看到一位熟人, 何凤迪在第二百七十八, 看到燕儒的名字。 接着, 他又看了人榜, 人榜同样排出前三百, 其中还有几位熟悉的名字, 但郑海却没上榜。 韩逸看了天地人三榜后, 便走到斗法台附近, 三座斗法台, 此刻只剩下两座, 有人在斗法, 另外一座, 一位穿着灰袍的外门弟子, 盘坐在斗法台上, 等待别人的挑战。 和三年多相比, 如今的斗法风上, 用焕然一新来形容, 恰如其分。 韩逸观看了两场斗法, 一场是两位练弃八层, 一场是两位练弃六层, 都让他眼前一亮。 他们的斗法, 和多年前相比, 已经是发生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心正这把火, 真是持续性, 而且越烧越旺了。 不过, 这把火, 和我的关系不大。 韩逸摇摇头, 转身下风, 天地人三绑, 是心正之一, 被韩逸用卷起来三个字概括。 而这种卷, 目前来看, 对他并没有造成影响。 看完大边样的斗法风, 韩逸回到青龙峰, 踏入庭院中, 将十几个储物袋拿出来。 其中, 有六个炼器九层的储物袋, 他暂时不想浪费时间, 去专门抹掉神念禁止。 其中, 包括道福城之外, 十二节修的四个, 包括万腰山池, 长挤的灵体双修青年, 还包括在道福城罗家灵田内, 得到的刘恒储物袋。 剩下的, 都是炼器八层的储物袋, 包括多年前在天青城得到的一个, 包括在万腰山脉得到的三个, 还包括这一次十二节修的八个。 韩逸先是将十二节修的储物袋, 禁制破开, 整理其中东西。 这些储物袋内, 零食并不多, 少的只有几千下品零食, 多的也只有两百多中品零食, 还有各种杂物, 下品零服, 镇盘, 传弓玉盘等。 但积少成多, 韩逸并不贪心。 整理好后, 他又破开万腰山脉得到的三个炼器八层修饰的储物袋, 其中, 输哪个手持银铃扇的修饰, 最为富有。 其储物袋中, 除了多达七百多中品零食之外, 竟还有另一件上品法器, 这是一件金色弧状法器, 让韩逸心情大好。 在这之后, 他破开最后一个储物袋, 也就是金光梭的主人, 在天青城所杀的那位炼器八层修饰。 拥有极拼法器的炼器漆, 他目前遇到的只有这一位才有, 韩逸猜测其储物袋内必定有大惊喜。 果然, 破开镜之后, 韩逸神念一扫储物袋, 顿时吸了一口气, 双眼更是金光暴涨。 零食, 一大堆零食, 而且, 竟然都是中品零食, 整整接近两千块, 这, 这简直是巨款啊。 除了零食之外, 还有诸多灵符, 灭神符, 而且还是两张。 四, 韩逸脸色震惊。 在这个储物袋中, 除了中品, 上品的灵符外, 还有两张一阶极品灵符, 灭神符。 灭神符, 发动时不如阴雷符声势浩大, 反而无声无息, 只针对神魂, 一击之下, 对方神魂俱灭, 比阴雷符还要恐怖。 韩逸没想到, 天青城那阴冷青年储物袋中, 竟然还有灭神符, 如果当初他用出来, 自己估计得生死盗销, 再无生还可能。 想到这里, 韩逸心头一记, 幸好自己当时够果断, 不然后果难料。 韩逸将两张灭神符, 郑重地放入自己储物袋中, 这可是杀器和底牌, 关键时刻, 可以保命的。 接下来, 韩逸又看向储物袋中的法器, 眼睛顿时被一件银色的法器吸引住了。 这法器是一件银色的镜子, 和银光珠, 银灵扇一样的银系列上品法器。 韩逸查看了一番, 才郑重地将之收入储物袋, 这一件, 等有空要研究一番。 破开这十几个储物袋的禁止, 足足花了韩逸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而整理好后, 韩逸并未和以往一样, 前往九龙商铺将法器卖给何方威, 因为他从这十几个储物袋中得到了大量的灵石, 足以支撑他修炼到住基期, 根本就不愁灵石, 何必卖掉法器。 另外一个原因, 则是韩逸在经过神秘之地后, 察觉到自己身上有一个很严重的短板。 那就是, 手段太过淡薄, 法器太过单一。 满打满算, 他也就是一门御剑术, 一门灵虚纸, 还有封魔匕首, 呈引剑, 再加上一个压轴性质的金光缩。 除此之外, 便需要借助灵符, 才能增强战斗力。 这在面对一些炼气八层, 或者寻常九层, 乃至滋身九层时, 无往而不利, 一杀一个准。 但在面对炼气巅峰, 乃至炼气传奇, 也就是俗称的半部铸鸡时, 便显得有些手段薄弱了。 韩逸觉得, 那罗家灵田上神秘之地的黄金纤士, 绝对属于半部铸鸡的层次, 甚至可能隐藏实力, 堪比寻常的铸鸡漆修饰。 虽然用金光缩, 击败了那黄金纤士, 但如果再遇上一位传奇炼气, 比如血神宗的血神子韩虚小, 他也不可能站着等寒一攻击, 而不还手。 这, 便是他对神秘之地的总结之一, 自己的手段薄弱, 仍需加强, 既炼多几件法器, 关键时刻, 甚至可以通过自爆争取时间或者重创对方。 另外一个思考便是技能, 目前自己的技能, 一方面是威力还需增强, 需要将灵虚止和预见术其中之一, 尽快突破到登峰造极之境。 另外一方面, 则是还需要席练更多的技能, 防御技能只有一门火盾术, 实在是太过偏科, 需要再席练一门, 而龟西术有了, 但还缺少一门脸西术。 在玄丹宗内, 无需脸西术, 但是到了外面, 特别是道福城走一趟, 让韩逸知道脸西术的重要性, 如果自己脸西前行, 便不会被劫修发现, 也就没后来的事情了。 果然, 修炼到更高的层次, 便会觉得更缺时间了。 境界上, 短时间无法再突破了, 先放一放, 先专门干技能熟练肚仙, 但也不能急, 还是要一步步来, 规划好, 不能乱。 韩逸深吸一口气, 开始选择最重要的一件, 那便是修炼灵虚指, 这一门技能的进度, 比预见术快, 而且, 本身修炼的难度, 便比预见术低, 含逸选择以致为突破口。 外界, 天地人三绑, 风云变幻, 先到真容。 庭院, 含逸心无旁骛, 灵虚指, 预见术, 济炼法器, 修行脸西术, 修行防御法术。 闲暇之余, 他会独自一人, 站于青龙崖, 或眺望, 或饮酒, 或沉思, 或盘坐。 第一年, 每个月还会找一天时间, 前往斗法峰, 打听宗门发生了什么大事, 关注宗门的新政落实情况, 登斗法台, 轻易击败某位练器八层弟子, 完成斗法新政任务。 第二年开始, 出门的次数变得更少了, 第三年, 就只出去了一次。 转瞬, 三年已过。 此时, 韩逸已至41岁, 距离他穿越, 已经足足20年。 距离魔窟之战, 已经16年。 距离玄丹宗和血神宗摩擦交战, 已经有12年。 距离新政颁布, 也过了8年。 青龙峰, 庭院内。 韩逸盘坐锁灵镇内, 手指滑动, 游走于身体的一道黑影, 随着手指的滑动, 不断发出破空的轻快声, 见光犹如闪电, 见不到见身, 止于幻影。 某个时刻, 穿梭身侧的剑光, 骤然消失不见, 不, 不是消失不见, 而是速度太快, 导致韩逸在此刻, 无法控制住。 哄! 剑光刹那间, 刺穿锁灵镇, 轰在后院之内, 整个庭院抖了一抖, 庭院的镇法, 更是剧烈摇晃, 灵光闪烁不停。 成了! 韩逸猛地站起来, 脸上大喜。 御剑术这块硬骨头, 终于突破了。 韩逸轻轻一招手, 深深插入地下的成影剑, 便羞得一声腾空, 落回剑鞘。 接着, 他看向眼前淡红色的熟练度面板。 姓名, 韩逸。 寿命, 41135。 境界, 炼气八层, 28100。 功法, 火刚玄弓, 入微39100。 技能, 炼丹术, 炉火纯青49100。 灵虚指, 登峰造极3100。 御剑术, 登峰造极1%。 青身术, 登峰造极4100。 火盾术, 炉火纯青89100。 龟西术, 炉火纯青28斜杠100。 离火剑爵, 炉火纯青18斜杠100。 旺气术, 登堂入室35100。 脸西术, 登堂入室9100。 封墙术, 登堂入室4100。 制服术, 出窥门径29斜杠100。 这三年, 寒义虽然想要平衡各项技能的修炼, 但到头来, 还是无法兼顾到。 他先是将灵虚指炼到登峰造极之境, 又加修了一门辅助性法术脸西术, 还有一门防御性法术, 蜂墙术。 寒义的主灵根是火灵根, 而火生风, 火灵根的人, 修炼蜂属性的法术, 也挺合适, 比修炼其他比如金属性法术, 木属性法术要容易不少, 这也是他选择这一门风墙术的原因。 但直到三年后的此刻, 他才将御剑术从炉火纯青推进到登峰造极。 御剑术突破后的这威力, 让他也吓了一跳。 技能越到后面, 越难, 每一点进度都不容易, 但如果突破了, 其威力也必将指数级增长。 寒义此刻心情大好, 时隔半年后, 再一次出门。 而这一次出门, 他同样是赶往窦法峰。 这几年, 窦法峰又经过几次扩大, 已经不像是一座山峰, 反而开始演化为宗门内 一处特殊性质的地方。 外门, 内峰, 甚至长老, 都聚集于此。 可当这一次, 他登上窦法峰时, 便听到所有人都在讨论一件事。 洞天试炼, 时隔十二年, 再次开启。 这一次的试炼名额, 依旧是一百名, 这一百名, 选取一个月后, 地榜排名前一百的内门弟子。 而在这一个月, 内门弟子都快疯了, 特别是那些一百名左右的弟子。 前一百的, 要保住自己的名额, 一百名之外的, 要拼命多赢几场, 挤掉别人, 让自己进入前一百。 这种激烈的竞争, 表现在此刻的斗法峰, 便是如火如荼的激斗。 一百名额, 这其中, 十二年前去过的人, 应当不守, 但宗门并未去重。 而是让所有地榜弟子竞争, 这才是公平。 如果我出一半的实力, 上榜绝无问题, 只不过, 去玉金山圣地, 不如待在玄丹宗修行。 韩义摇摇头, 并未有一点心思, 想要掺和到这件事中, 即使他内心对玉金山圣地, 也确实非常感兴趣。 仙道漫漫, 不应计较一事得失。 韩义转头, 往赤阳方式而去。 时隔多年, 他再次踏入赤阳方式。 这一次来, 是将之前储物袋中 开出来的一些低阶法器 和不知名的灵药灵药灵物卖掉, 再买多几张灵符。 其实, 韩义不是没想过自己制服, 只是他最缺的就是时间, 而制服术的提升 和炼丹术一样 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他等不起。 再加上自己身上临时充裕, 何不直接买? 道友, 多年未见, 可是闭关修行去了。 看到韩义, 何方威眼前一亮, 虽然韩义依旧戴着屏蔽气息的面具, 但他还是一眼便认出韩义来。 韩义点点头, 并未细说, 而是将法器拿了出来。 何掌柜, 今日来主要是卖法器和买灵符。 听到韩义这话, 何方威双眸亮度大涨。 这道友每一次卖法器买灵符, 都让九龙商铺赚得不少, 怎能不让他欢喜? 血魂翻, 金顶盘。 诸多法器都是韩义挑剩下的, 实在是他不可能用上的像帆类、散类、顶类。 而且大多数都是下瓶法器, 中瓶的只有几件。 他将自己有可能用上的法器, 比如说剑器、刀器等都留了下来, 不管是下瓶还是中瓶, 关键时刻, 可以通过预剑术直接引爆这些法器, 阻挡敌人。 一番盘点, 何方威报价, 韩义接受。 接着, 何方威眼巴巴盯着韩义, 可韩义摆摆手, 就这么多, 没有了。 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何方威有些不确定, 韩义拿出来的法器虽多, 但品质都是比较低的。 不对, 还有这十来个储物袋, 也一并卖了吧。 韩义又拿出十几个储物袋, 这些储物袋, 主要是道福城外那一伙杰修留下的。 何方威刚亮起的眼光, 又平淡了下去。 看他神情遗憾, 韩义没好气地说道, 道友, 我又不是杰修, 哪可能每一次都有那么好的法器卖给你? 何方威瞥了韩义一眼, 翻了翻白眼。 不是杰修, 更胜杰修。 身上这么多法器, 藏着这么多储物袋, 连杰修遇到你, 估计都得都被你杰杀了。 何方威不知道的是, 他正好猜对了。 一番结算后, 韩义加了些零食, 又买了零符, 这一次并不买多, 而是买最适合自己的。 盾行符, 护体符, 阴雷符, 加上储物袋中, 之前开储物袋得到的两张灭神符, 韩义觉得够用了。 对了, 道友, 你这里可提供鉴定法器的符。 韩义又想到储物袋中, 还有一件银色的镜子, 便将之拿了出来。 何方威点点头, 看到镜子后, 眼睛一亮。 银庄镜? 不错, 应当是银庄镜。 何方威鉴定了一番, 确定此镜子, 其名为银庄镜。 何掌柜, 这可是之前你说的银系列法器之一。 韩义最想要确定的是这一点。 何方威点点头, 没错, 这是出自南斗神宫的银系列上品法器。 道友莫不是潜入南斗神宫, 把银系列打包搬走了。 韩义摇头轻笑, 收回镜子, 这一件, 他并不想卖, 只是确认一番。 何方威脸色遗憾, 银系列啊, 多好的顶尖上品法器啊。 道友如果哪一天需要卖掉它, 请务必选择酒龙商铺, 我保证只收手续费, 不赚道友额外的钱, 至于这次鉴定, 便不收到有钱了。 韩义自然乐意少给钱, 随口答应下来, 双方交易这么多了, 信任关系很牢固了。 韩义临走前, 突然又想到什么, 从储物袋中拿出了 裂成极快的黑色圆珠。 这两颗圆珠是当初道福城外, 那位兄弟节修发动的攻击, 那一道擦肩而过的黑色光芒, 差点让自己阴沟里翻船。 何掌柜, 帮忙再鉴定一番这件破碎的法器。 何方威拿起黑色圆珠碎片瞧了瞧, 原本平静的脸色渐渐凝重起来。 道友, 此物是从何得到? 含义眉头一挑, 何掌柜, 此物有何讲究? 老朽并未见过这种法器, 不过, 道士曾在某本古籍上见过, 此法器叫子母灭神珠, 乃是一次性法器。 不过, 这种法器属于邪修的法器, 因为炼制子母灭神珠需要用活人生计, 有为天理, 老朽也是第一次见到。 何方威摇了摇头, 显然对这种法器并不感兴趣, 甚至有些厌恶。 含义将破碎圆珠收起来, 邪修的法器, 而且有为天和, 他也不可能去修复。 谢过何方威, 他便离开赤阳方氏, 走下赤阳风, 走上青龙风时, 微微一顿。 在青龙崖边, 一道熟悉的身影, 在韩义抬头的时候, 平静地看了他一眼, 又转过去头, 跳往云海。 韩义内心一跳, 但并无担忧, 恭敬得走上去。 袁顺, 玄丹宗宗主, 袁顺。 此刻的他, 依旧是一袭白衣, 身上并未任何法器, 看上去如同寻常凡人一般, 但其周围十米, 无风无云, 静密地仿佛一处切割出来的一空间。 韩义, 拜见宗主大人。 韩义恭敬拜见, 心中又猜测到底是什么事情, 能够让袁顺找上门来。 算上这次, 已经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发现血神宗内奸, 第二次是从万腰山脉归来后, 这两次都有迹可循。 这一次, 也就是第三次, 却并无任何千兆。 第二次洞天试炼, 名额是一百人, 但在第一次洞天试炼之后, 宗门便多了个提议, 除了这一百名之外, 欲多些名额, 由每个太上长老推举一位实力不够, 但潜力高的弟子。 袁顺开门见山, 直接点名主题, 说完这一句, 他微微叹了一口气。 宗门太大, 想要做到公平无私, 绝不可能, 这一点, 我也理解。 本来, 归于我的这个名额, 是要给油污的, 但他进步神速, 甚至已在前几年仙道筑基, 便空出来一个名额。 袁顺转身, 视线落在寒意身上。 炼气八层, 静渐马马虎虎, 不过, 能杀死那么多血神宗修士, 连银系列法器, 都拿出了好几件, 你的实力, 应当不弱于寻常九层。 这个机会, 给你, 也算合适, 去见识见识一番, 渐渐天下传奇炼气修士, 也很值得。 一个月后, 来斗法风。 袁顺语速不快, 但却没有给寒意丝毫反悔的机会, 说完之后, 便转身离开, 这一次, 不是穿梭云海, 而是走向青龙宫, 想必还有其他事情。 寒意站在原地, 看着袁顺离去, 功身道谢。 抬起头来后, 他脸色略显复杂, 其中, 有惊有喜。 他惊得是, 袁顺竟然知道他在方式中的交易, 从而推断出, 他杀了血神宗好些修士, 也推断出, 他的境界大概在资深炼气左右。 前半截猜测没错, 但袁顺却不知道, 寒意的实力, 在炼气七层时, 便能强杀资深九层了。 而在突破到炼气八层, 既能跨入登峰造极之后, 虽未验证过, 但他自信, 绝不逊色于炼气巅峰, 甚至可以和寒虚小这等传奇炼气, 掰掰手腕。 这是他的理论性猜测, 并未验证, 因为迄今为止, 除了斗法台上观看炼气巅峰的斗法外, 寒意并未同炼气巅峰, 及其以上的传奇炼气, 真正交上手。 银还是输, 只有交上手了才知道。 而喜的是, 他竟然可以不参加排位, 便直接获得一个洞天试炼的名额, 简直是天上掉线饼了。 寒意并不是不想去参加洞天试炼, 只不过衡量利弊后, 争取名额需要地榜前一百, 他不想花这么多时间, 而且还需暴露自己太多实力。 如此一来, 代价太大, 他才放弃。 自从多年前, 他发现血神宗内间之后, 他便告诫自己, 在玄丹宗内不可高调, 枪打出头鸟, 他并不想要当那一只鸟。 但是, 如果无需地榜排名, 直接将名额给到他, 那他肯定愿意, 这是白简的好处。 何况, 洞天试炼从第一次看并未有危险, 都活着回来了, 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寒意回到庭院后, 也没什么准备的, 继续修炼。 灵虚指, 玉剑术, 青森术已经突破到了登峰造极, 短时间, 甚至寒意估计, 在助击期前, 他是不可能再将这三个技能, 推进一个大层次了。 这一次, 他修炼的是火盾术, 这一门防御性火属性法术, 在多次厮杀中, 都提供了强大的防御能力, 重要性不弱于登峰造极的几门技能。 修炼火盾术的同时他, 他也更关注于境界的推进。 自从服用了血骨灵花, 又将火刚玄弓, 提升到入微的层次后, 寒意的修炼速度, 并没有比炼气七层慢上多少。 这里的速度, 指的是进度的提升。 在炼气七层时, 他闭关两年半, 将四三一百, 提升到了一百斜杠一百。 这其中, 前半段比较慢, 后半段随着功法的入微, 才提升起来。 而从道福城回到青龙峰后, 他修炼三年, 其中, 折算下来,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用于境界的提升。 而这一年的提升, 从八一百提升到二十八斜杠一百, 相当于提上了百分之二十的进度。 从这些数据看, 他炼气八层之后, 修炼的速度, 总体上, 不弱于炼气七层时, 如果全力以赴, 将全部时间都用于推进境界, 只需要四年, 便能晋升炼气九层。 这个速度, 超乎寒义的意料。 真, 先倒可欺。 如果没有血骨菱花, 没有入微级功法的加持, 他原本预料中, 足足需要十五年到二十年, 才可能从炼气八层, 晋升炼气九层, 这还是在灵脉滋润, 临时管购的情况下。 一个月后, 寒义收拾妥当, 背负成影剑, 赶往斗法峰。 今日, 第二批弟子, 启程前往玉金山圣地, 进行动天试炼。 到了斗法峰, 不仅没有往日的喧嚣热闹, 反而有些冷清, 只是几十个弟子, 零散着坐在四周。 含义询问了一位, 看上去有些高冷的炼气九层师兄, 才知道, 这一趟, 只允许地榜前一百的人, 进入斗法峰, 其他弟子, 都在各自内外峰, 通过幻仙境观看。 这位师弟, 你如此面生, 为何之前从未见过? 这位脸色高冷的师兄, 疑惑道, 含义拱手, 我不尝到斗法峰来, 师兄觉得我面生, 也是正常。 我叫含义, 师兄怎么称呼? 我叫冯静宇, 高冷师兄背负双手。 含义记得这个名字, 他是地榜第六十八的一位师兄, 一位资深的炼气九层。 虽然含义到斗法峰的次数不多, 但基本上该了解该知道的, 他都已经知晓。 地榜前一百的内门弟子中, 前两位都是超过了巅峰九层, 达到传奇炼气的境界。 除此之外, 前三十的人也都是炼气巅峰, 前八十都是资深九层, 八十往后, 除了一位天赋极佳的炼气八层外, 其他都是炼气九层。 冯师兄, 你参加过上一届冻天试炼吗? 含义趁着还有机会, 便开口问道。 这位名字叫冯静宇, 脸色高冷的师兄, 摇了摇头。 我运气好, 并没有参加上次冻天试炼。 运气好。 韩义诧异道, 没参加, 竟然是运气好。 冯静宇瞥了一眼韩义, 看韩义只是炼气八层, 但能在今日登上斗法风, 并不寻常, 便也没有自持身份, 解释道, 师弟果然不尝到斗法风来。 你可知道, 上一届冻天试炼的一百人, 如今还在炼气九层的有多少。 他这问题, 并不是等着韩义回答, 并未停顿, 镜子说道, 只有四十人。 说到这里, 他脸色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巨异。 这四十人中, 有六位完成仙道助击, 晋升助击七修士, 有十三位晋升助击失败, 其中六位死于天魔节下, 七位境界倒退, 退为直视或者管视, 剩下的二十一人留在地榜, 这二十一人, 其境界都是炼气巅峰, 及其以上的修士。 韩义浑身一震, 满打满算, 上一次洞天试炼, 也不过是十一年, 当初的百人, 几乎便是玄丹宗最优秀的炼气七弟子, 竟然死了六成。 韩义还想问, 却见这位高冷的师兄, 自顾解释道, 有宗门修士统计过, 这死去的六十人, 其中死在万腰山脉的有二十七人, 其他的三十三人都死于各种原因, 比如下山后遭截修截杀的, 比如走火入魔的。 韩义心头猛的一跳, 这么看, 这冻天试炼, 有点不祥啊。 冯静宇还想要再说, 便看到一位修士, 从天而降。 是福是伯, 他眼眸中有神光闪烁, 落在降落的这位金丹七修士身上, 闪过羡慕之色。 金丹七修士啊, 我不知何时才能修炼至金丹七。 韩义也终于明白了, 这位看似高冷的师兄, 实际上, 是个画楼。 他抬头, 看着降落斗法台的金丹七修士, 破破觉得有些眼熟。 幸福! 韩义脸色一动, 他想起来了, 在他刚穿越没多久, 还在小林虚风的时候, 那时候的小林虚风风主, 还是范莫, 隔壁的小谷剑风风主, 受到天魔倾体, 屠灭小谷剑风, 并引外风阵法, 轰碎小林虚风, 祸害小林虚风, 出现的一位金丹七修士, 和此刻, 这位修士, 其气质, 便对得上。 而且, 九龙商铺的靠山, 我调查过, 便是幸福的太上长老, 说的应该便是这位。 这位福姓金丹七太上长老, 可是大名鼎鼎。 从这位太上长老降临后, 冯静宇便强迫自己闭上嘴, 想要留个好印象, 不仅仅是他, 周围其他修士, 同样静默不语。 片刻后, 韩义还看到一位熟人, 踏上斗法风。 何凤迪。 何凤迪看到韩义站在众人中间, 眼神诧异, 微微一闪, 但并未多问, 只是朝着韩义点头致意, 韩义同样如此。 片刻后, 又有两位金丹七修士出现, 随着众多弟子的稻齐, 站在斗法台上, 一位陌生的太上长老, 大手一挥, 便在他面前出现一件法宝, 他倾托着法宝, 双手一引, 向上一抛。 法宝升空, 瞬息之间, 献出原形, 这是一艘仙舟, 比杜厄仙舟的等级还要高, 其速度更快, 防御更强。 念到名字的弟子, 走上前来, 登杜节仙舟。 众人显然没想到登仙舟前, 还要点名, 不由地微微一愣, 但那一位金丹七太上长老, 已经开始念名字。 韩义也绝对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个仪式, 未免有些太过刻意, 太过没必要。 以金丹七修士的神念, 只是一扫, 便觉得知道谁在名单上, 谁不在名单上, 又何必要点名, 这纯粹是浪费时间。 但他转念一想, 便瞬间明白了, 这并不说做给他们看的, 而是做给此刻通过 换仙境观看的内外风, 上十万弟子看的。 这是一个仪式, 就和多年前, 第一届动天试炼这些弟子归来后, 他那时候在小林须风 通过换仙境观看一样。 说为了鼓励也好, 为了提升士气也罢。 地榜第一, 白虎风, 耕长虚。 地榜第二, 青龙风, 安心。 地榜第三, 地榜第二十八, 白虎风, 何凤迪。 地榜第六十八, 鲸亭风, 冯敬雨。 地榜第一百, 祝荣风, 林显达。 念到这里, 其宏伟磅礴的声音便停下了, 这位太上长老扫了一样, 站在斗法台下一百位弟子, 和站在外围九位并未点到名的弟子。 好了, 走。 这位金丹七修士大手一挥, 站在下方, 包括地榜前摆, 包括其他九位未念到名字的弟子, 瞬间拔地而起, 冲向高空。 恰此时, 杜杰仙舟落下一道金色光芒, 光芒一扫, 便将众人接引到仙舟上。 另外两位太上长老, 同样升空, 落入仙舟。 哼! 仙舟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破开云海, 化为一道流光, 刹那消失在斗法风上。 眼前的空间, 微微变幻, 稳定下来时。 韩义看向周围, 这一趟, 总共是一百零九位炼气七弟子, 还有三位金丹七太上长老, 并未有助击七, 长老随对。 你叫韩义? 一个声音, 在自己身侧响起, 韩义寻声看去, 躬身行礼, 拜见太上长老, 我叫韩义。 身旁, 赫然站着刚才念名字的太上长老。 这是一位看上去年龄不小的修士, 身材并不魁梧, 反而显得有些平庸, 脸上容貌看上去, 以至古兮之年, 显出一丝苍老。 老夫妇玄絮, 原宗主让我这一趟, 照看着你一点, 你有事情, 都可以来寻我。 不过, 你只是炼气八层, 实力不强, 进入朝真太虚天, 可参与一族厮杀, 但无需参加夺令, 免得浪费时间。 傅玄絮说完, 便走向远处, 去询问另外的弟子。 韩义道谢, 抬起头来后, 脸色思索。 夺令? 未等韩义思索更多, 身旁一个高冷的声音, 传了进来。 韩师殿, 你不是这一次的地榜百名修士, 你是怎么上仙舟的? 问话的, 自然是刚认识不久的高冷修士冯敬宇。 抱歉, 冯师兄, 这涉及到宗门的秘密, 树诗地不能告知。 韩义抱歉说道, 指了指几十米之外的傅玄絮, 事意不是自己不能说, 而是这涉及到高层。 冯敬宇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我明白了, 你是傅师伯的清卷? 韩义脸皮一跳, 冯师兄你误会了, 我和傅师伯并无关系。 韩义算是明白了, 这位外表高冷, 实力够强的师兄, 不仅仅是个话牢, 而且在理解事情的角度上略显奇葩。 神踏马清卷。 不过, 虽然角度奇葩, 但大体方向却是猜对了。 多出来的这九人中, 除了自己之外, 其他人都和金丹七太上长老有关系。 或师徒或亲属, 才能争取到这个难得的机会。 只有宗主元顺, 原本归属他的这个名额, 是要给游巫的。 但游巫在前几年晋升筑基期, 脱离弟子身份, 韩义才得到这样的机会。 对了, 冯师兄, 你可知道, 我们前往的洞天, 究竟试炼的是什么内容? 韩义见冯敬宇饶有兴致, 不由得内心移动, 问起洞天试炼的内容。 这个, 我倒是知道一些。 其实兄你认识吧, 地榜第九, 他就在那边, 这是他第二次洞天试炼, 每次我问他, 关于洞天试炼的问题, 他都会莫如深, 不肯多说。 而前几天地榜前一百名单正式确定后, 他终于肯说了, 既然你都上了仙周, 也是要参加试炼的, 这一部分信息告知你, 也无妨。 韩师弟可知道, 何为洞天? 洞天? 韩义皱眉, 洞天, 按我的理解, 便是一方小世界, 不知这样的理解可对。 冯静宇先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齐师兄说, 洞天, 确实是一方小世界, 不过, 更准确的说法, 应该是, 它是一方晋升失败, 或者孕育不彻底的世界。 还有一个说法, 我们所在的修仙界, 属大千世界, 而洞天世界, 则是属小千世界, 理论上, 如果这一方小千世界, 继续完善下去, 便会变化为, 和我们如今修仙界相同的大千世界。 而玉金山圣地的朝真太虚天, 便是这样的一方小千世界。 玉金山圣地, 占有了朝真太虚天之后, 花了漫长的时间, 改造这一座小千世界, 并建立了太虚幻境, 太虚幻境, 和太虚天相连, 拥有神秘莫测的伟丽。 而我们, 前往的地方, 实际上, 便是太虚幻境, 以幻境之伟丽, 在太虚幻境中, 塑造相同的身躯, 太虚体, 神魂进入太虚体, 借之进入洞天世界, 除了法器之外, 神念, 技能, 通通和现实世界, 一般无二。 如此, 即使死在洞天世界中, 也是太虚体死亡, 神魂回归太虚幻境, 重新演化太虚体, 可重新进入洞天世界。 如此, 相当于我们在洞天世界中, 是不死之身。 寒义心头一惊, 原来如此。 在十二年前, 第一届洞天试炼的时候, 他便听说, 进入洞天世界后, 规则不同, 修饰拥有不死之躯, 原来是如此这番。 冯敬宇见寒义感兴趣, 并未停下, 而是继续到。 而洞天世界, 也就是朝真太虚天内, 是处于类似于我们这个修仙界 上古时代的时期, 那是百族共存的岁月。 当然, 朝真太虚天并未真的演化为大千世界, 其内的一族也只有四个, 魔族、妖族、 义族、 隐族。 魔族、妖族、 义族、 隐族。 寒义眉头一挑, 这些义族他在藏书阁看到过, 可都是上古强族。 没错, 朝真太虚天中只有这四族。 不对, 这说法也不准确, 应该是除了人族外, 存在着这四个一族。 而我们通过太虚幻境, 以太虚体进入真正的洞天后, 每个人的降临位置都是基本固定的, 复活后降临的地点会在以往降临地的附近。 至于进去后还需要了解什么? 其师兄只说, 进去了自然知道, 会得到指引。 冯敬宇一口气解释完, 说到这里又看向寒义, 与气爪儿严肃。 其他的都是旁之末节。 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夺令。 夺令, 夺取太虚令碎片。 在朝真太虚天, 夺得太虚令碎片, 好处多多。 这等好处, 得到了碎片, 能兑换提升物性、 根骨, 体质的惊天灵物, 你说厉害不? 寒义内心一阵。 他前不久才借助血骨灵花, 将根骨提升三倍左右。 没想到在这里, 竟然又听到这样的话。 根骨都能提升。 冯敬宇眼中有羡慕, 有乌师兄, 你应该知道吧。 听说, 他就是上一届动天试炼中, 抢到了太虚令碎片, 在动天中, 兑换了惊天奇物, 将自己的体质, 改造成极其强悍的火属性体质, 其修炼, 才一日千里。 而且拥有, 这种体质的人, 杀招恐怖, 越接而战, 轻而易举。 你想想, 连体质都能改造, 根骨, 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 韩毅眼中思索不停, 太虚令, 之前傅玄旭说到的夺令, 应该就是夺取太虚令的意思。 韩毅心头一动, 就要开口询问太虚令的详情, 却见冯敬宇神秘一笑, 凑够来低声说道, 对了, 韩师弟应该不知道, 这朝真太虚天, 还有一则有趣的传闻, 传闻, 朝真太虚天, 是玉金山圣地, 从太虚宗祖地附近寻得的, 玉金山几宗化神大能, 施展惊天仙法, 将朝真太虚天, 挪移到玉金山, 这一过程中, 极其隐蔽, 太虚宗并未发觉。 可随后, 朝真太虚天这一座洞天的存在传开, 太虚宗宗主亲上玉金山, 却被轰了出来。 太虚宗可是大前三大宗之一, 而玉金山圣地, 更是两大圣地之一, 拥有化神大能, 坐镇的天下大势力, 吻压太虚宗一头。 那时候, 整个修仙界都以为太虚宗要拼命了, 毕竟那座洞天, 可是从太虚宗祖地寻到的, 而且, 其名字, 更是名为朝真太虚天, 和太虚宗是一脉相承。 可接下来, 太虚宗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完全掩旗息鼓了下来。 当然, 这其中, 所有大势力都猜测, 应该是暗地里发生了某些事情, 才平息了此事。 说到这里, 冯静宇似乎也发现自己说多了, 暴露了自己画牢的本质, 赶紧闭上嘴巴, 挺起腰板, 恢复高冷的模样。 冯师兄, 你懂得真多, 含义恭维一番,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他还想要问, 关于太虚令的事情, 却没想到冯静宇脸色恢复了高冷, 紧闭嘴巴, 不肯再透露一个字, 看来冯静宇知道自己这缺点, 再说多话, 万一将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抖出来, 后果难料。 在以往, 又不是没发生过此等事情。 韩义见其模样, 也不为难他, 只好先作罢。 他扫了周围一圈, 见大部分弟子, 都在打坐修炼, 只有少数在交谈, 还有一些, 在眺望仙洲两侧急速倒退的山河。 韩义看到何凤迪的身影, 但见其在打坐, 并未上前打扰。 同样寻了个地方, 调膝打坐, 耐心修炼。 玄丹山脉横跨太白, 南洋, 洛峰三郡, 玄丹宗山门所在, 是南洋郡。 从南洋郡启程, 跨过洛峰, 淮北, 江州, 安都, 临府五郡, 便到抵达蜀州和乾州的交界处, 接着, 跨过交界地域, 踏入乾州, 再往东南方位而去, 横跨大半个乾州, 方可抵达玉金山圣地。 即使以渡劫仙州这等中品法宝, 全速前行, 毫不停留, 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漫长的时间, 光是催动这艘仙州, 所花费的上品零食, 便让寻常金丹七修士, 都瞠目结舌。 更别说, 到了玉金山圣地, 需要购买更贵重的109个名额。 上一趟洞天失恋的代价, 让玄丹宗都颇为伤筋动骨, 时隔12年, 才敢重启第二件。 一个月后, 仙州停顿下来, 傅玄旭和苏长空从仙州宗飞起, 往前顿去, 足足半个时辰后, 两人才重新回来, 仙州继续启程。 寒义猜测, 他们应该是去同玉金山的人交涉。 又过了一个时辰, 仙州再停。 三位带队的金丹七太上长老, 站在仙州之上, 转身看向此行的所有弟子, 眼神严肃。 这一趟路途中, 寒义也从冯敬宇的口中, 得知了这三位金丹七修士的名字。 竹领队的人是傅玄旭, 这个寒义知道, 仙州启程的时候, 傅玄旭还亲自找上寒义, 点名袁顺托付一事。 两位傅领队, 一位是福沧海, 一位是苏长空, 前方便是此行的终点。 傅玄旭脸色肃木, 一股威严的气势, 从其身上散发出来, 扩散到整个仙州, 所有弟子都陡然一惊, 随着凛然。 含义同样如此, 洞天试炼即将开始, 相信你们之中, 有些人已经从上一届 洞天试炼的人中 得到了试炼的方式。 那么, 我再重复一遍, 太虚令便是你们这一趟的主要目的。 你们这些人中, 能得到太虚令碎片的人 少之又少, 甚至可能一个都没有, 但没关系, 争夺太虚令的过程中 就是厮杀的过程, 这个过程会很惨烈, 但惨烈的厮杀 会让你们的战斗力 短时间内快速上升, 这是先缘。 含义宁神静听, 发现傅玄旭解释的 大体上和冯静宇解释的差不多, 只不过细枝末节上 更加详尽。 好了, 具体的, 进入太虚幻境后, 会有人指引, 你们都会知晓。 现在, 跟我来。 傅玄旭衣袖一挥, 众人便觉得身体一轻, 飘飘然飞起来, 跟着傅玄旭往下降落。 降落之地, 出乎寒义意料的, 竟然不是仙山宫殿之类的, 而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湖泊边缘。 以寒义的眼力, 就算是相隔两三里之外, 他都能看得秋毫分明, 可隔着这个湖泊, 他眺望对岸, 却紧紧看到模糊的某些建筑, 可见这湖泊有多大。 众人降落后, 太上长老苏长空, 双手一翻, 半空中出现109道悬浮的光团, 光团虚幻, 约莫拳头大小, 其上流转一闪而过的神秘残景, 看得并不清晰。 这是朝真印记。 拥有朝真印记, 踏入玉京湖, 你们便能抵达太虚幻境, 进了太虚幻境, 该做什么? 你们自然知晓。 朝真印记只有一年有效期, 一年之后, 不管你们怎么样都会被驱逐出来。 现在, 去吧。 苏长空说这些话, 视线落在这一百多人身上, 眼眸中, 殷切又期待。 而浮沧海和傅玄旭同样站于一侧, 并未言语, 三人这一趟虽以傅玄旭为主, 但自有分工。 既然苏长空都这么说了, 众人未见犹豫, 伸手抓住眼前的神秘光团。 韩义同样如此, 光团入手, 有一丝温热, 接着便直接融入身体中, 消失不见。 韩义一惊, 但见周围的其他人, 同样如此, 便也放下心来。 朝真印记 随着朝真印记融入身体, 站得位置距离巨湖, 也就是玉金湖更近的弟子, 一步迈出, 踏入玉金湖中。 而让韩义觉得神奇的, 踏入玉金湖的那位师兄, 并未坠入湖中, 而是身体一闪, 直接消失在眼前, 连气息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随着第一位师兄的踏入, 第二位, 第三位, 同样毫不犹豫, 接连踏入玉金湖。 轮到韩义, 他一步迈出, 进入巨湖的范围内时, 眼前光影一闪, 自己便已经出现在一处, 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神秘空间内。 这是一个大小100平左右的神秘空间, 空间不大, 上下左右都是柔和的光芒。 神秘空间中, 只有一个光门, 光门虚幻, 仿佛随时都可能消散盘。 韩义谨慎地退后两步, 却在下一刻, 之前握住朝真印记的手中, 一个虚幻的光团浮现。 朝真印记, 当朝真印记从手臂中飘出后, 瞬间拉伸, 延展, 瞬息之间便变化出一具躯体。 退后几步的韩义, 虽然有所准备, 还是依旧免不了惊讶。 因为此刻由朝真印记变化而出的躯体, 赫然是他自己, 一模一样, 除了腰间并未寄见之外, 简直就和照镜子一样。 不, 不对, 那双眸子并没有一丝神采。 这就是太虚体。 未等韩义猜测, 一道信息陡然浮现心头, 朝真, 太虚体, 小事件。 消化完信息, 韩义眼中浮现明雾。 原来如此, 这便是进入洞天世界不死的根源。 冯静宇的解释终究只是言语, 略显苍白。 而踏入太虚幻境后, 韩义才真身感受到, 自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踏入洞天中。 在多年前, 第一届洞天试炼的时候, 他便听到传闻, 进入洞天的修士, 拥有不死之身。 而且, 当初出发的一百位弟子, 也都安然无恙地回到宗门。 这说明, 洞天试炼是没有危险的。 实际上, 也是如此。 太虚幻境, 设置在玉京湖内, 而太虚幻境连接着朝真太虚洞天, 这就相当于, 玉京湖是洞天的入口。 而玉京湖, 在玉京山圣地中, 地位特殊, 其周围, 绝对有不少高阶修士坐镇。 之前他们降落, 看似并无人阻拦, 但实际上, 肯定被无数人看在眼底。 而进入太虚幻境的条件是, 拥有朝真印记的修饰。 本质上, 玉丹宗向玉京山购买试炼名额, 购买的便是朝真印记。 而进入太虚幻境后, 朝真印记会生成和宿主同样的躯体, 一模一样的灵根, 一模一样的法力, 就连所掌握的技能也都如此。 这一具躯体便是太虚体。 宿主可以将自己神魂转移到太虚体中, 再通过太虚幻境的光门, 正式进入洞天。 在洞天中死亡, 只是太虚体的消亡, 神魂并不会被磨灭, 而是重新回到太虚幻境, 重新凝聚一具太虚体。 也就是说, 在朝真印记有效期内, 太虚体是可以无限生成的。 这也意味着, 在洞天试炼中, 它们拥有不死之躯。 等印记的有效期一过, 朝真印记消失, 太虚体自然不复存在, 宿主的本体 也会被排挤出太虚幻境, 回到玉京湖边。 这便是洞天试炼中不死的真相。 了解其中原因, 寒义心中一动, 便觉得视线一幻, 看到的竟然是 记着成影剑的自己。 而对面这具本体, 无声站着, 周围的时空仿佛凝固了一般, 眼睛睁大, 没有神采。 寒义顿时觉得, 莫名的甚人。 他意念一动, 回到本体, 盘膝坐下, 闭上眼睛, 接着, 又再转移到太虚体中, 看安置妥当, 并未立刻踏入光门, 而是心头一动, 试着召唤熟练度面板。 下一刻, 淡红色的面板, 刷的一下出现, 太虚体的脸上, 露出一丝惊喜。 熟练度面板, 竟然真的能出现在太虚体上。 这说明两点, 第一点是我的这个金手指, 要比太虚幻境更加高级, 才能显露出来, 而不是被太虚幻境的规则覆盖。 第二点, 熟练度面板, 绑定的是我的神魂, 而不是躯体。 寒义目光一闪, 总结出这两点后, 便不再犹豫, 转身踏入光门。 眼前再次变换, 再出现时, 砰。 一个黑影迎面来, 直直撞击在自己脸上, 随着轻微的咔嚓声, 一股剧痛随之响起。 鼻梁断了。 寒义内心一寒, 往后暴退, 没等他看清, 撞断自己鼻梁的黑影究竟是何物, 便察觉身后又有恐怖的压迫感传来。 他浑身法力涌动, 一道蜂墙树已经出现在身后。 砰。 蜂墙树瞬间碎裂, 化为狂风慢卷。 但借此短暂的时间缓冲, 寒义得以组织法术。 一道火盾树彻底成形, 挡在转身而来的自己身前。 撞断了自己的鼻梁, 又轰碎了蜂墙树的黑影, 直直撞在火焰盾牌上。 盾牌碎裂, 火光震散, 黑影被反震地退出去七八米, 撞翻了一处石屋, 不到一息, 便又重新摇摇晃晃站起来, 咆哮一声。 声音如蛮兽, 隔着几十米, 腥臭气息扑面而来。 而寒义, 借着震退这黑影, 扫了四周一眼。 大体看清周围的场景, 此间已经是杀戮场。 回过头来, 寒义也看清刚才撞断自己鼻梁的黑影, 究竟是什么? 那赫然是高达三米, 浑身漆黑的魔族。 虽然对进入洞天世界, 可能遇见妖族, 魔族, 异族, 隐族有所准备, 但一进来就碰到魔族, 寒义依旧内心一跳, 他总觉得有什么不不对劲。 不是说进入洞天世界, 有人指引, 自然知晓, 应该怎么做的吗? 但此刻, 以容不得他分心在思考这些, 他视线死死落在眼前的魔族身上。 黑魔族? 这种魔族, 含义在藏书阁的书籍上看过。 不同于朝真太虚天, 玉衡界在上古时代, 同样是百族灵力, 人族, 神族, 妖族, 灵族, 魔族, 不同于人族修法力, 妖族炼妖力, 魔族, 修炼的是魔区。 其实, 说起来, 人族中最初始的体修, 其修炼的方式便是模仿魔族。 而此刻, 周围无数浑身漆黑的魔族, 正同不断闪烁出现的修士, 互相厮杀, 或者, 更准确的是, 无数修士, 围攻这处魔族部落。 含义回过头来, 看向前方。 真! 一道金色刀器一闪而过, 被火盾树震飞的黑魔族, 瞬间伸手一触, 三米高的巨区轰然倒下。 一位青年修士快速掠过, 手持金色长刀, 速度如电, 冲向深处。 下一刻, 这位青年修士便正面迎上了一位身高在四米多高的黑魔族。 进风一扫, 含义只觉得黑色光芒一闪, 那位持刀修士便已经被一巴掌拍了出去, 其手中刚亮起的金色刀光, 也在这一掌下熄灭当场。 含义悚然一惊, 身体后退几步, 那四米之巨的黑魔族仰天咆哮, 却在此时一道蓝光闪过, 其头颅冲天而起。 这蓝光是一柄剑, 一柄藤越雀跃, 散发出蓝色光芒的剑, 隔着很远, 含义甚至能从这柄剑上感受到一股兴奋高涨的战役。 这是一柄零剑。 含义寻剑看去, 一味冷酷的修士, 踩着另一柄零剑, 欲空而至, 轻轻招手, 便将杀死黑魔族的零剑, 召回身后。 剑仙! 含义内心震动, 踩着零剑的剑仙, 零空投下来一眼, 眼光如剑, 虚空陡然一亮, 接着收回视线, 零剑破空疏忽远去。 竟然遇到了一位剑仙。 不过, 不是说最好不要戴法器的吗? 这剑仙竟然带着两柄零剑? 这说明, 这两柄零剑不重要。 还是说, 这剑仙自认为实力高超, 不认为自己会死在洞天中。 含义隐约觉得这两点都不对, 周围的修士不是被杀, 便是杀死黑魔族。 而那些杀死黑魔族的, 都脸色激动地朝着深处快速掠去。 含义抬头眺望, 便看到众多修士, 包括之前那位剑仙所去的方向上, 一道光柱, 冲天而上, 屹立不倒。 光柱? 难道那就是太虚令? 能让这些修士如此激动的, 应该只有太虚令。 含义在冯静语口中得知, 太虚令能兑换灵物, 那些灵物中, 甚至有改善根骨的灵物后, 便打定主意。 这一趟, 一定全力以赴。 他虽然以血骨灵花提升了资质, 但也就是相当于罗云周那等寻常内门弟子。 正常情况下, 修炼到炼气巅峰不难, 甚至助击期, 也有很大可能, 但侥幸净升注击期后, 便会受根骨影响, 很难再进一步了。 途中, 他也遇到了一位黑魔族, 这是一位和之前一样, 三米多高的黑魔族。 韩逸念头一动, 撑开一张火焰盾牌, 黑魔族一拳砸中盾牌, 盾牌破碎, 也震得这位魔族倒退三米。 两次测试都一样, 这么说, 三米多高的黑魔族, 其攻击性相当于资深九层修饰。 试试防御性如何? 韩逸双指一柄, 却微微一愣, 习惯使然, 他都差点忘了自己的匕首和成影剑, 都留在太虚幻境了, 进入洞天的只是一具太虚体。 没了这两剑法器, 自己的攻击力大打折扣, 只剩灵虚指能用。 不过, 灵虚指也已经突破到登峰造极, 按照他的测算, 其威力堪比练弃巾巅峰修饰的一击。 这些念头只是脑海中盘旋而过, 并止之后, 顺势往前一弹, 两道灵光弹射而出, 落在刚退了几步的黑魔族身上。 砰! 黑魔族身上陡然爆发两道火光, 其原本退后的身躯, 在灵能爆炸中, 亮呛着又倒退了几步, 一条手臂上鲜血淋漓。 1. 浩墙的魔躯, 不愧是以修炼魔躯为主的一族, 修饰和其相比, 完全没有可比性。 好! 黑魔受伤, 咆哮一声, 其一双漆黑毛子, 已是怒疾, 不管不顾, 朝着寒义扑来, 一股血腥恶臭, 扑面而至。 寒义不敢大意, 虽然这具身体是太虚体, 可以随时在太虚幻境中复活, 但他隐约觉得, 没那么简单, 能不死, 自然最好。 他身体一抖, 刹那间已是消失在原地, 黑魔族的拳头, 从寒义原来的地方轰过, 却只是捞了个残影。 下一刻, 十道灵虚指, 从黑魔族身后落下, 如十道箭矢, 手尾相衔接, 扎入黑魔族胸口中。 防御这么强, 那就一点破免。 第一道灵虚指, 破开表皮, 第二道灵虚指, 飞溅血肉, 第三道灵虚指, 炸开筋膜, 第四道灵虚指, 点燃内脏。 一阵连续的爆炸声后, 原地只剩下一具, 胸口被破开一个洞的黑魔族尸体。 寒义脸色转过去, 看向周围的其他厮杀, 愈发凝重。 按照魔族的记载, 魔区越高, 体型越大的魔族, 实力便跳跃时增强, 三米的魔族, 防御都这么强, 刚才那四米之高, 被剑线一剑所杀的魔族, 岂不是连寻常练器巅峰修事遇到了, 都不一定杀的了。 寒义觉得有这等可能, 但此刻, 想这些徒劳, 便迅速跟随着其他修饰的气息, 朝前方冲去。 片刻后, 到了一座高达三十多米左右的石头宫殿, 宫殿看上去和精致完全不搭边, 甚至有点随意, 宫殿用无数巨石垒成, 整体呈黑褐色, 表面上涂着各种诡异的血色符号, 隐约能看出来是在像某位魔神祭祀。 一道约莫水桶粗细的光柱, 从宫殿的顶部连接天穹, 一眼看不到顶。 在石头宫殿顶部, 一块变换着颜色的虚幻令牌, 悬浮于光柱之中, 沉浮不定, 仿佛随时碎裂般。 看上去, 那令牌便是所谓的太虚令了。 寒义收回视线, 看向四周, 此刻, 四位修士各处四方, 正围着这间巨石宫殿。 其中, 有两位修士身处空中, 最是令人瞩目, 寒义眺望, 心头一跳。 这两位修士, 一个便是之前遇到的, 玉石两柄, 蓝色零剑的剑仙。 第二位, 是一位盘坐在虚空的青年, 青年身前, 树立着九感一尺高的战骑, 九感战骑的旗帜, 呈九色。 地面上的两位, 则是一位手持长脊, 一位手握血色长剑。 看清那手持长脊的修士, 寒义心头在跳, 那长脊之上的气息和自己曾经得到的一柄法器很像。 按照九龙商铺和方威的说法, 那长脊之上有大前仙国的国运气息。 这四位修士身上的气息都如鸢如海。 寒义双眸泛起, 但金色光芒, 凝视着它们, 接着又移动视线, 落在周围感到此处, 和自己一样落在外围的其他人身上。 好强, 都好强。 前面那四位修士, 从气息上看, 远远超出炼气期, 可还没到铸鸡期, 和玄丹宗地榜前二的两位修士一致, 应当是传奇炼气修士无疑。 而能感到此地的其他人, 最弱的都是资深九层和巅峰炼气, 其中, 七层以上是巅峰炼气修士。 太虚令已彻底凝聚出, 开始吧。 沙仓七部组长之后, 在各凭本市夺太虚令碎片。 开口说话的, 是盘坐虚空, 身前插着九感九色战旗的修士。 话音刚落, 一声低沉的咆哮, 从石头宫殿中传来, 透着苍茫和粗犯的原始气息。 宫殿打开, 一尊身躯足足有六米高的黑魔族, 从祖庙中走出来, 每一步踩在地上都发出震动声。 其嘴里还念叨着古魔语言, 刚才韩逸以为的咆哮, 实际上只不过是他的低语。 韩逸转眼看去, 淡金色的眼眸顿时一疼, 不由得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接着, 在睁开眼时, 他便不敢再以往气数探查了。 强, 非常强大。 这黑魔族苍漆不足长, 身高刚达到六米的魔族, 其身上的气息绝对超过了炼气漆的范畴。 在他踏出的时候, 围在石头宫殿的四位传奇炼气, 巨兜脸色一变。 不好, 他突破了, 杀。 脚踏零件的剑仙, 脸色大变得同时, 已经一柄零件, 快如闪电, 甚至在他话音未落之前, 便已经穿梭出去, 杀意凝聚, 流光一闪。 恰此时, 踏出石屋的黑魔族组长, 看向众人人族修士, 两颗如灯笼般大小的漆黑眼眸, 闪过一丝莫名的辟逆之色, 接着, 快如闪电, 一拳轰出。 这一刻的时间, 仿佛停滞了一般, 寒意发现, 思维能动弹, 但身体, 却动弹不了。 而在视线中, 其他人同样如此。 半空中的剑仙, 那一柄先刺杀而出的灵剑, 光芒刚腾空而起, 便被这一拳轰中, 蓝光折断, 一声哀鸣响起, 接着, 黑色的拳头, 轰中剑仙, 将至凌空, 爆成一团血雾。 快, 如果说以杀, 那位最短时间衡量, 练气器修士, 可以在刹那间, 完成十道攻击, 那么, 这黑魔族舱, 七步的族长, 便能在刹那间, 轰出二十拳。 含义此刻的思维, 陡然浮现大恐怖, 可他的身体没法动。 不仅仅是他, 就连围在最前方的四位传奇练气, 除了被凌空打爆的那位剑仙, 其他三人都动不了。 下一刹那, 时间恢复正常? 不, 说恢复并不准确, 只是说, 众人才反应过来。 哄! 同时, 这一拳的声音, 才传开, 拳速太快, 音爆声和剑仙 被凌空打爆的声音, 同时响起, 不分先后。 逃! 含义这句, 天须体本能地转身就逃, 神魂中传来的大恐怖, 并未消散, 反而急速攀升, 仿佛无止境地突破, 一个又一个顶点。 那一步走出石头宫殿的黑魔族, 苍旗部族长, 凌空一拳打爆剑仙后, 画拳为掌, 一掌横拍而过, 将一柄, 破空而至的血色长剑拍飞, 接着, 猛地往下一拍, 速度未减, 拍在玉石血剑的传奇练器身上, 直接将其拍在地上。 噗! 这一幕, 让刚转过半个头的韩义看在眼中, 内心的惊骇, 已经如滔天巨浪般, 翻滚涌现。 噗! 一拳打爆剑仙, 一掌拍死另一位传奇修士, 接着, 仰天咆哮。 韩义无法形容, 这一道咆哮声的恐怖, 因为在听到这咆哮的那一刹那, 他便只觉得脑海一阵剧痛, 接着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同时, 一股恐怖的波动, 扫过自己的身躯。 碎裂,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在这股波动之下, 开始碎裂成无数碎片, 一股短暂, 却深刻的剧痛, 瞬间袭来, 在意识消散前, 深深扎入他的神魂。 一吼之威, 恐怖如斯,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韩义惊叫一声, 猛地跳起来, 看清自己身处太虚幻影, 并且身上并未破碎, 才稍稍放心下来。 在他面前, 一个拳头大小的虚幻光团, 静静悬浮着, 朝针印记, 他只需要自己念头一动, 这个印记, 便会重新演变出, 一具太虚体出来, 供他重新踏入洞天世界中使用。 他并未急着再次附体, 而是在盘坐下来, 这时候他才发现额头上满脸的冷汗, 经济未散。 死了, 真的死了, 这种感觉就像真的一样。 在朝针太虚天中, 死了, 虽然仅仅是太虚体死去, 但死亡瞬间, 鸣刻在神魂深处的记忆, 还是会被带到本体中来。 死亡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韩义脸色凝重, 心头有些乱, 深吸一口气后, 开始梳理自己的遭遇。 首先, 以太虚体进入洞天中, 如果被杀, 神魂重新回到太虚幻境, 可以重聚太虚体, 但是在洞天中的遭遇, 会反馈到本体中, 包括死亡的感觉。 突然, 韩义内心一颤, 他突然想到一种可能, 那便是, 如果在洞天中, 被人控制着, 连死亡都做不到, 那便无法神魂回归太虚幻境。 而是可能被折磨整整一年, 或者被控制着当傀儡, 一年后, 朝真印记失去效能, 才神魂回来。 而经过一年的囚禁或者折磨, 或者被荡成法术的试验品, 受尽折磨, 那就是地狱般的灾难了。 所以, 绝对不能被活抓, 如果察觉到有被活捉的可能, 即刻自爆, 先死为尽。 除了这一点外, 寒意又浮现两点疑问。 第一点, 他是白板进入洞天中, 武器不带。 而他看到在洞天中, 那几位传奇练器, 可都是有着法器的, 不管是灵剑, 还是战骑, 或者是长脊和血剑, 在寒意的旺气数之下, 都有不弱于自己身上金光缩的威能。 极平法器, 那几件法器, 都是极平法器。 难道这其中, 有什么隐情不成? 不, 不对, 傅玄旭说的是, 如果带了法器, 陨落在洞天世界中, 法器不会归回。 那么, 是否这些带法器进来的修饰, 有能够让法器回归的办法? 要不然, 那位陨落的剑仙, 他两柄零剑, 岂不是都丢失了? 那剑仙的战礼, 十去齐七, 岂不是亏大发了? 第二点, 则是在此之前, 不管是冯敬宇, 还是傅玄旭, 都说降临到洞天世界的第一次, 会有人指引。 解答疑问, 但他一进入洞天世界, 便差点被黑魔一拳轰死, 完全不一样, 肯定是哪里出了遗漏? 韩逸将这两点疑惑暂且放下, 准备等进入洞天中, 再寻机会了解。 他念头一动, 视线转移, 神魂已经落入太虚体中。 这一次, 他并未立刻转身, 踏入光门通道, 而是从本体储物袋中, 拿了两柄法器, 一柄下品剑器, 一柄中品剑器, 这是他在几年前, 道夫城外劫修, 身上得到的。 中品剑器, 七星剑, 下品剑器, 韩逐剑。 本来他打算将这些全卖掉, 可后来又有想法, 这类剑器, 适合关键时刻将之引爆, 为自己争取时间, 或者给敌人制造麻烦, 他纯粹是将之荡一次性消耗品使用。 没想到这种情况下, 竟然能用上。 这一次, 韩逸随身携带, 一方面是增强战斗力, 一方面是这些法器, 即使医师, 对他来说也无关紧要, 不至于伤筋动骨。 韩逸手持两柄剑器, 转身踏入光门中, 光影流转, 斗转心仪。 这一次, 韩逸学乖了。 为等空间变换结束, 便施展法术, 封墙术, 在自己四周, 铸造起四堵厚重无形的封墙, 而且, 手中法力以而不发, 随时准备激发。 可下一刻, 韩逸看清这一次的环境后, 便先撤掉封墙术, 又将法力收回。 这一次, 自己出现在一处原始部落中, 周围走动的都是穿着兽皮的部落人类, 显得极其原始。 这应该就是傅玄旭所说的 人族原始部落。 如果得到了太虚令, 可以找到这个部落的屋, 换取宝物。 突然, 在十几米之外, 一位修士突然从无到有, 骤然出现, 韩逸凝神看去, 发现其身上的白色衣袍, 自己并不认得。 而这种突然出现的方式, 看上去诡异得很, 可周围经过的原始部落的人, 却已是司空见惯, 眼中未有一丝波澜。 如此看, 方才我应当也是如此出现的。 韩逸这才知道, 从太虚幻境进入洞天的时候, 就是如此简单粗暴。 这位出现的修士, 是一位看上去和自己年纪相仿的青年, 一袭白袍, 玉面俊朗, 高官竖发, 手中一柄银剑, 显得气宇轩昂, 超凡脱俗。 道友可是要前往黑魔族的仓步族, 可否同行, 我愿支付带路费用。 持剑青年, 朝韩逸拱拱手, 询问道, 对方当面, 韩逸并不方便直接用旺气术观测之, 这是不礼貌的做法, 容易引起冲突。 韩逸摆摆手, 我也是刚来。 请问道友, 黑魔族仓步族究竟是什么意思? 韩逸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他知道黑魔族是魔族的一只, 但却不知道其他信息, 好不容易逮住个修士, 得赶紧问。 对方显然也没想到, 韩逸竟然连这两点常识都不知道, 不由的脸色诧异莫名。 道友, 你竟然连仓步族都不知道? 那魔族十二只你, 总该知道吧。 见韩逸摇头, 这修士脸上的诧异更深, 但转瞬又露出了然之色。 我知道了, 你第一次进入朝真太虚天? 奇怪, 屋没有跟你解释吗? 罢了, 那只能去这个部落屋那里购买地图了, 贵点就贵点, 也没办法。 韩逸心头一动, 在下韩逸, 来自玄丹宗, 敢问道友如何称呼。 玄丹宗? 那可是蜀州的宗门, 道友竟然来自蜀州, 怪不得对这里的情况不甚了解。 我叫佐烈, 乃是乾州白玉楼的真传。 说到白玉楼, 这位修士脸上闪过一丝骄傲之色, 显然他为身为白玉楼而骄傲。 韩逸闪过在藏书阁上看过的, 关于大前各大宗门的简单介绍, 其中之一便有白玉楼。 白玉楼同样是大宗门, 而且是乾州范围内除了两圣第三大宗之外, 五个拥有元英七修士的宗门之一。 而且, 白玉楼的弟子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那便是男俊女艳, 这种俊秀和艳丽, 是在修士中还一眼就可分辨出来的那种。 原来是白玉楼真传, 怪不得左道有气质如此不凡, 失敬失敬。 韩逸逝时送上一番漂亮话, 左列含蓄一笑, 玉面浮风, 韩师帝见笑了。 走, 一起前去, 我们两人同行, 只需购买一份地图即可, 还能节省点零食。 他们的速度并不快, 在路上, 韩逸也旁推侧敲, 得到了更多情报。 相比较从蜀州跨越大半的大前而来的玄丹宗, 白玉楼属于前州的本土宗门, 对朝真太虚天了解得更多, 更全面。 从左列口中, 韩逸知道了朝真太虚天中关于魔族的大体信息。 在这个小千世界, 魔族有十二支, 地、 雪、 火、 黑、 鹅、 巨、 鹰、 水、 地、 金、 风、 盐。 其中, 地魔族统率其他魔族, 是魔族正统, 而黑魔族在魔族十二支中排位第四。 而在黑魔族这一支魔族中, 又分八部族, 井、 鱼、 翼、 地、 叶、 灯、 苍、 旗。 苍部族排位第七, 又称苍七部。 其实, 其他玄丹宗的弟子对洞天世界都了解得比较多, 只有含义比较特殊, 他是在一个月前才得知对洞天世界了解得相对有限。 其他弟子在地榜前一百名额确定后, 便通过第一届进入洞天世界的师兄探知到很详尽的信息。 其他太上长老安排的额外名额也都有各自的渠道, 探查到消息。 只有含义是袁顺安排的, 袁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告知含义太过详尽的信息。 而且, 袁顺对含义属于放养, 而不是惊养, 在他看来, 含义想要知道的到了洞天世界自然清晰。 至于在仙周路途中, 含义向冯静宇打听, 也都是一问一答, 后来冯静宇还担心自己大嘴巴, 把玄丹宗自家的隐秘说出去, 闭口不谈, 并未将他知道的都吐出来。 到了傅玄旭, 更是以为含义这一趟, 境界太低, 实力再强, 也绝不可能有滋身九层的战斗力, 自然说的并不多。 最最重要的是正常进入洞天后, 会有原始部落屋的指引, 就算是有什么不清楚的, 也能得到解答。 如此, 才导致含义踏进洞天世界后, 有点两眼一抹黑的感觉。 此刻, 才终于从白玉楼左裂的口中, 知道了更多的信息。 太虚光柱落于苍七部祖庙, 太虚令即将出世, 周围魔族区域的修饰, 都在往这里赶。 如果去得晚了, 连见到太虚令的机会都没有。 哦, 我差点忘了, 你是第一次进来, 太虚令你总该知道吧? 韩义这一次迅速点头, 他自然知道太虚令。 左裂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道友如果连太虚令都不知道, 他就有点怀疑, 韩义是不是别有意图了。 片刻后, 左裂带着韩义, 走向这处原始部落最中心的位置, 奇怪的是, 一路上, 原始部落的人, 对他们都见怪不怪, 没有一丝好奇或者恐惧的情绪流露。 四世看出韩义的诧异, 左裂解释道, 像我们这样的降临修士, 他们见得多了, 自然不会大惊小怪。 到了, 走吧。 左裂带着韩义, 准备踏入一个门口, 挂着一个木牌, 牌子上写着两个扭扭曲曲, 他并看不懂的字。 这是屋牌, 这上面两个字叫赤芒, 这也是这个人族原始部落的名字, 这是赤芒部落。 而挂着这个牌子的地方, 便是屋的住处, 每一座原始部落的屋, 其名字都是部落的名字, 这里面的屋, 其名就叫赤芒。 如果你迷路了, 或者你想要到哪里去, 或者得到了太虚令, 要置换宝物, 都可以到屋这里来交易。 韩义好奇地跟着左裂掀开帘子, 走了进去, 屋里显得有些昏暗, 一位面容沧桑的老人坐在屋子中间, 一进入屋内, 左裂熟练地开口。 我需要前往黑魔族苍旗部的地图, 那位面容苍老的屋, 抬起头来, 昏花的眼睛露出神采, 十二块中品零食。 左裂皱了皱眉头, 我记得这样的地图, 无需这么贵才对。 乌青笑了一声, 笑声沙哑, 接着说道, 太虚光柱落于苍旗部, 周围所有降临者都往那边去, 这买卖自然涨价, 请道友多多理解。 左裂眉头舒缓, 不再废话, 双手一翻, 从储物袋中拿出来六块零食, 放于桌面。 接着, 他看向韩逸, 韩逸明白其意思, 可他并未带储物袋进来, 身上连一块零食都没有, 只好摇头。 左裂眉头皱了皱, 又从储物袋中拿出六块中品零食, 凑够十二块。 乌笑眯眯地将零食收好, 才递过去一张兽皮。 对了, 如果得到太虚令碎片, 可以来我这里交易, 零雾, 绝对让你们惊喜。 乌对着走出屋子的左裂和韩逸说道, 走出屋的房间左裂摇了摇头, 现在的屋有一些越来越贪婪了, 这都要涨价。 对了, 韩道友, 你身上怎么连一块零食都没有? 韩逸恰好借机询问, 左道友, 我刚想说此事, 按照动天规则, 太虚体陨落在动天世界, 太虚体身上的东西, 不是都会遗留在这里吗? 为何左道友敢带着储物袋, 就不怕陨落后遗失吗? 左裂定定地看着韩逸, 脸色古怪。 韩道友, 你有所不知, 朝真印记, 不仅仅能给我们本身留下印记, 还能给储物袋留下印记, 甚至连法器都能留下印记。 我这个储物袋, 有了朝真印记, 就算是我陨落了, 它也会和我一样, 重归太虚幻境, 不会遗留在动天世界的。 怪不得韩道友没有零食, 原来如此。 罢了, 这六块零食, 就全当是我资助韩道友的。 韩逸恍然大悟, 自己从来没想到, 朝真印记还能用于除了修饰之外的外物身上, 看来, 那些用法器的修饰, 应该都是给自己储物袋加多了一个朝真印记, 而像那位被黑魔族打爆的剑仙, 则是可能给每一柄零件都留了一个朝真印记。 真奢侈。 而玄丹宗众人, 每个人只有一个朝真印记, 并没有多余到能分配给储物袋, 自然是不建议弟子将法器带入洞天世界中。 归根结底, 一个字, 穷。 而且, 傅玄旭和其他人之所以没提到这一点, 也是知道, 只要试炼的弟子进入洞天世界, 自然会发现这个不算秘密的答案。 韩逸沉默下来, 在沉默中又有新的疑惑, 玄丹宗毕竟是以炼丹为主业的宗门, 按理来说, 应当是不差钱的主, 怎么没想着为参加洞天试炼的弟子多购买一个朝真印记? 如此一来, 带着储物袋进来, 法器齐全, 战斗力至少翻倍。 难道玄丹宗没钱了? 还是有其他引擎? 韩逸从这十几年的宗门发展中, 隐约察觉以上两点原因都有。 离开原始部落前, 左裂脸色突然严肃到, 韩道有, 虽然我们同行, 但到了黑魔族仓部族, 则是各凭本事, 绝不留情。 这是朝真太虚天中降临者的规则, 你需明白这一点。 韩逸点头, 表示明白, 他现在也搞清楚了, 在洞天世界, 降临者, 又称外来者, 指的是他们这些从玉衡界进来的修士, 这些修士, 有一种默契, 在面对异族时, 不会内讧, 等杀了异族, 争夺太虚令时, 再各凭本事。 他第一次降临时, 在苍七部祖庙外, 那四位传奇练器, 联手准备攻入祖庙, 也表明上面的这种默契。 不过, 韩逸对这种情况同样疑惑难消, 只不过现在左列带着他, 他不便询问, 对了, 我是炼器巅峰级的修为, 韩师弟是什么修为, 如果半途遇到魔族, 我等也好配合一番。 左列问道, 刚才他降临时, 距离韩逸太近, 同韩逸一样, 并不好直接用法术探查, 一方面是探测可能不准, 一方面则是这是无理冒犯的行为。 我出入炼器八层。 韩逸解释道, 好, 韩道友能进入洞天世界, 即使是炼器九层, 也实力不弱, 我们配合。 嗯, 不对, 韩师弟刚才说是炼器八层。 左列的脚步突然顿住, 转身看向韩逸, 眼中有些疑惑, 方才自己听错了。 左道友, 我确实只是炼器八层, 你并未听错。 韩逸拱手, 脸色平静, 他并没有说自己技能多强, 就算是炼器巅峰都不拒, 如果有法器, 就连传奇炼器都敢一战。 左列皱着眉, 盯着韩逸, 片刻后才舒缓开眉头, 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韩道友应该是玄丹宗的 某位金丹七修士的子嗣, 方才有机会 获得进入洞天世界的机会。 韩逸? 不仅仅冯静宇如此猜想, 就连左列都有同样的想法。 韩逸这时候都要怀疑 是不是想法和其他人不一样了。 山林茂盛, 参天巨树, 拔地而起, 连天穷都遮蔽掉。 两道人影穿梭于山林之中, 身形如电。 刷! 两道身影突然停了下来, 其中, 一位玉面俊朗的青年 拿着一张兽皮, 青年手中弹出一点灵光, 灵光落于兽皮之上。 兽皮上, 那绘制着的地图 便由二维图案, 瞬间隆起拉伸, 转化为三维虚影。 我们如今在这里, 按照距离, 赶到苍七部只要一炷香的时间。 不久前, 重降临者围攻苍七部, 可谓料到苍七部组长突破, 围攻失败。 接下来, 会有更多的降临者, 更多的传奇炼气和巅峰炼气修饰赶到。 太虚令还悬浮在太虚光柱中, 只有杀了苍部族的最强者, 太虚光柱破碎。 太虚令才会崩碎成碎片, 散落四周。 去得晚了, 如果苍七部的组长被杀, 太虚令碎片绝对被抢夺一空。 走! 两人重新启程, 过了一炷香, 在穿梭过一片密集的树林后, 便只觉得眼前一亮, 前方不再有参天大树, 而是一处平坦的山地。 山地辽阔, 依着一道高耸入云的山壁而建。 山地上, 无数大小不一, 高低起伏的石屋, 点缀其上, 含义在第一次降临的时候, 见识过这种石屋, 这是黑魔族的石屋。 到了, 好在赶上了, 维莎还没开始。 左猎抬头眺望, 眼中一喜。 时机未到, 我们先在这里等等。 左猎也不嫌弃, 直接盘膝坐在山林边缘, 面对苍七部。 上一次维莎苍七部, 有四位传奇练器出手, 可惜, 他们运气不好, 恰好遇到苍七部那尊黑魔突破, 四人被当场打死两个, 周围的其他巅峰练器, 更是死了一大片, 能逃走的, 实不存三。 如此, 消息才传开。 这一次, 光是我暗中打听到的, 至少有十二位传奇练器赶来, 就算是那尊黑魔再如何了得, 都得死。 寒义随着盘坐, 隔着两米, 听到左猎的话, 心头一动。 左道友, 上次我降临的时候, 便是众多道友围杀黑魔族的时候, 那时候确实有四位传奇练器, 不知你可认识他们。 寒义的本意, 是想认识下那几位传奇练器。 可左猎却转过头来, 不解地问道, 你上次直接降临到黑魔族? 没错, 那是我第一次降临, 可有问题。 左猎眉头一皱, 第一次降临, 就降临到魔族区域。 怪不得寒道友对洞天世界不甚了解, 原来如此。 你可真是太倒霉了。 左猎一番解释, 寒义才瞬间知道自己有多倒霉。 一般情况下, 降临者会降落于人族原始部落中, 然后有赶知第一次降临者气息的乌, 赶来负责解释关于洞天世界的一切。 这也是傅玄旭说, 进了洞天世界, 自然有人告知的原因。 乌告知的内容, 包括太虚令, 太虚光柱, 兑换, 地图, 降临等事项。 然而傅玄旭没想到的是, 寒义第一次降临的地方, 是在黑魔族, 自然没有乌, 而他第二次降临, 虽然正常了, 降临在了赤芒部落, 但太虚体, 已有洞天世界的气息, 赤芒部落的乌, 自然没把它当成首次降临者。 误打误撞之下, 寒义一无所知。 幸好遇到刚降临而来的左恋, 才了解, 要不然, 蒙在鼓里, 还不知道要闹多少乌龙。 寒义摇头失笑。 霍福湘西啊, 上次虽然降临在黑魔族部落, 但也参与了那场恐怖大战, 也不算毫无所获。 左师兄, 上次我见一位剑仙, 玉使两柄零剑, 还有一位可凌空而坐, 身前插着九杆战旗的修士, 地面上有一位 手持流金色长脊的修士, 和一位手持血色常见的修士, 我关他们都是传奇练气。 这些人, 你可认的。 寒义的脸上浮现一丝 不易察觉的战意, 但随即摇摇头。 如果他成瘾剑在手, 风魔匕首傍身, 机会合适, 他倒是会出手, 掂量一下自己如今的战力。 但如今, 他只拿了一柄中品剑气, 还有一柄下品剑气, 实力上, 可以说打了五折, 对上传奇练气, 自然没有赢的一丝可能, 何必自讨没趣。 寒道友并非前周修士, 对他们自然不甚了解。 剑仙洋裕, 并非大前仙国之人, 道友应该也猜到了, 他来自剑衙。 说到剑衙, 左裂一脸严肃, 寒义同样脸色一肃。 修仙界有这么一句话, 天下剑仙出剑衙, 意思很简单, 整个修仙界的剑仙, 大部分都来自剑衙。 剑衙并不是一处山崖, 而是一个宗门, 一个拥有化神七剑仙, 实力比一般圣地 都要强大的天下顶尖宗门。 其位置, 不在大前, 也不在大秦, 也不在新生先国大雍, 而在极北之地。 寒义在此之前, 便怀疑离宗外出的楚经末, 是去了剑衙。 至于另一位, 盘坐虚空, 身前有九色战旗的修士, 是灵战宗的修士, 叫谢金山。 那一套九色战旗, 是极平法器。 更可怕的是, 每一杆战旗, 单独拎出来, 同样是极平法器。 灵战宗, 同样是拥有 元英七修士坐镇的宗门, 仅次于大前三大宗。 大前宗门, 在三大宗之下, 有七座拥有元英七修士坐镇, 但和三大宗相去甚远的宗门。 其中, 前周五个, 灵战宗, 白玉楼是其二, 蜀洲两个, 天一宗也在列。 至于另两位, 我猜测, 一位是大前安国宫的长孙, 安景, 一位是南斗神宫的浮幽。 寒一内心明白, 那持长己修士, 应该是大前安国宫长孙安景, 而那位手持血色长剑的, 应当是南斗神宫的浮幽, 至于那一柄血色长剑, 极有可能便是南斗神宫的极平岩系列法器之一。 剑牙, 灵战宗, 大前安国宫, 南斗神宫。 这可都是大势力啊。 寒一内心战意悄然攀爬, 这一趟出来, 至少让他眼界大开啊。 他突然回想起来, 一个月前, 在青龙峰上见到宗主元顺, 当时元顺, 便是说他实力马马虎虎, 出来见识见识, 天下传奇炼气也好。 看来, 这才是元顺的目的, 元顺也觉得, 以寒一炼气八层的修为, 进入洞天世界, 争夺太虚令的话, 实在是太过勉强, 但进入洞天世界一趟, 至少能看懂, 天下众多传奇, 炼气修士, 提前开拓眼界。 寒一将中品剑气拿出来, 这是一柄剑身泛着淡银色光芒的长剑, 剑身之上, 两个字烙印其上, 七星。 中品剑气, 七星剑。 中品剑气, 七星剑。 这柄剑气, 是寒一得自道福城外十二节修中的, 一位炼气九层, 当时因雷浮轰下, 崩飞这柄剑气, 并未将其损毁。 其品阶, 比当初寒一在九龙商铺购买的无影剑, 要略逊色一筹, 但剑术的威力, 也从两方面衡量, 一方面自然是剑气本身的强弱, 另一方面, 则是预剑之人的修为技能等因素综合。 自从预剑术突破到登峰造极之后, 寒一还为全力预剑, 同他人一战, 这一次正有机会。 而且, 神魂赋于太虚体, 没有死亡之余, 他可放手一搏。 如果在拥有不死之身之后, 寒一还畏畏缩缩, 连拼一把都不敢, 那还修个屁的仙啊。 最最重要的一点, 是太虚令疑似可以换取提升根骨的灵物, 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 即使是暴露全部实力, 也在所不惜。 天上, 三颗烈日高悬, 当烈日西斜, 炽热的光热稍微微弱了些时, 左猎猛地站起来, 来了。 恰此时, 一声剑银声, 从几公里之外的山林中冲天起, 随着剑银声而起的, 是一尊站在一柄金色长剑上的白衣修饰。 不是杨玉, 是球影。 左猎沉生说道, 寒一也看清了, 这位剑仙, 并非之前遇到的那位, 而是第二位剑仙。 在蜀州, 剑仙可是传说, 没想到踏入洞天世界后, 竟然短短的时间内遇到了两位, 真是大开眼界。 球影和杨玉虽然同出剑鸭, 但听说两人并不对付, 这一下有好戏看了。 果然, 左猎话音刚落, 另一道剑银, 在两人的另一侧爆发, 同第一尊剑仙的剑银声摇摇相对, 战意盎然。 这一次战于灵剑上的, 正是寒一第一次降临时, 见到的那位剑仙。 但此刻两位剑仙都知道, 此时并非内斗之时, 剑一刚起, 便又迅速收了回来, 只不过两道剑仙的身影, 越来越快, 往苍七部深处冲去。 同一时刻, 围拢着苍七部的山林中, 一道接着一道身影, 踏出山林, 各施手段, 朝着苍七部闪烁而去。 其中, 寒一还见到那位名叫来自林战宗, 拥有九杆战旗的谢金山, 他这一次, 同样是身处半空, 脚踏两杆战旗, 速度并不比那两位剑仙慢多少。 除他之外, 大前安国公长孙安景, 南斗神宫浮忧, 还有另外七八位不知名的修士, 同样处于第一行列, 速度极快。 寒一估计, 自己全力施展登峰造极的青森术, 才能同他们并肩。 走吧。 十二位传奇炼器都到齐了, 几乎是黑魔族这一区域的所有传奇炼器了, 如果这一战打不下来, 接下来, 赶来的传奇会越来越多, 不仅仅是黑魔族, 就连魔族其他十一只地狱所在的传奇, 都会聚集于此。 到那时候, 就连炼器巅峰的修士, 再无可能掺和进去, 别想抢到一块太虚令碎片了。 左列往前踏出一步, 突然身形一顿, 转身看向寒义。 寒道有, 每一次太虚光柱出现, 抢夺太虚令的厮杀都很激烈。 即使最后不能抢到, 但参与进去, 也不枉此行。 嗯, 至于寒道有你, 境界太低, 自行保重。 说完, 左列脉步, 身形一晃, 便已经到了几十米之外, 再闪烁, 已经消失在众多各师手段的修士中。 两人的同降, 到此为止。 寒义也并未跟随, 而是眺望穿着各式各样衣袍的修士, 眼眸中战意高涨。 就在此时, 一声呼唤从不远处传来, 寒师帝? 寒义转身看去是白虎风的何凤迪。 何师兄, 何凤迪并未靠近, 而是朝寒义拱了拱手, 镜子冲向山地。 到了这一步, 便是各凭本事。 寒义终于动了, 一步跨出身后的山林, 急速后退, 无声无息, 甚至连风声都未惊动, 寒义已是跨过百米。 他的眼中, 只有那略向极深处的传奇练气。 吼! 恰此时, 山地之内, 无数吼叫声接连响起, 惊天动地, 山崩地裂。 黑魔, 无数的魔族, 从山地深处涌现。 人, 魔, 自古不两立, 就算没有太虚令, 平日里也是敌对厮杀。 砰! 一尊身高四位的黑魔, 双手如蒲团, 将一位闪烁身形, 却差了一丝的修饰, 拍成血魔, 那修饰手中的刀器, 看在黑魔身上, 只是多了一道刚破开皮肉的伤痕, 而且, 这道伤痕,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强大的魔躯, 防御力爆表, 其恢复力, 同样骇然。 恰此时, 一道银色弯月, 轻轻一按, 按入黑魔的身躯中, 透体而过, 黑魔列为两半, 无声跌落。 这道银月, 只是一道刀光, 持刀之人, 是一位女修, 而且, 这女修, 还是一位少女模样。 和少女的体型不相称的是, 其手中拖着一柄比她本人还要巨大, 还要高的巨刀。 巨刀银色, 单手推在地上, 并不显沉重, 但不管是何等材质的地面, 都仿佛豆腐般, 轻易被切开。 麻烦了, 连玉金山的圣女也来了。 冲在更前面的左列, 突然脸色微微一变, 说起剑仙, 她只是凝重, 却未变色, 但此刻, 看到这拖刀少女, 却色变, 而且, 其前冲的身形, 悄然偏离了这位女修前进的路线, 显然, 左列对其异常忌惮。 玉金山的圣女, 一道声音, 从左列身侧响起, 差点让紧张的左列抡起法器, 但下一刹那, 她听出了这是韩义的声音。 韩道友, 你的速度? 在之前, 从赤芒部落, 一路寻着地图, 来到苍旗部所在地时, 左列心中认为, 以韩义练起八层的修为, 速度上绝对快不了, 而且时间还很充裕, 才放慢速度, 顾着韩义。 没想到, 此刻韩义施展的速度, 竟然比自己丝毫不满。 韩义只是刚好闪身经过此地, 听到左列的声音, 才疑惑出声, 但想到此刻并非细问的好时机, 便只是拱了拱手, 身形一晃, 已是在网上提了提速度。 韩道, 什么? 速度还能更快? 左列陡然一惊, 韩义这漠然提速, 已经比自己全速, 还要快上三分, 甚至追得上那些传奇练气, 只比那两位剑仙, 和脚踏战棋的灵战宗修士, 慢上一筹。 这, 这家伙该不会隐藏了修为吧? 难道我被骗了? 左列突然浮现一丝疑惑, 但脑海浮现同韩义同行这一路的点滴, 韩义的不知情确实不似作假, 难道这家伙说的是真的, 他真的是炼气八层? 有速度快过炼气巅峰的炼气八层? 离谱, 未免太过离谱, 但此刻正处战场, 左列并未细想, 反正这一趟下来, 自己并未有任何损失。 而几十米之外, 那一位拖刀少女, 投来一道锐利如刀的目光, 左列心头一跳, 路线在偏移了十几米。 玉金山的圣女, 十六岁, 传奇炼气, 天灵根, 整个前周修仙界的人都知道, 这玉金山圣女, 未来绝对是修仙界至强修士之一, 至少, 金丹期, 甚至原因期, 绝无问题。 最主要的是, 这女修, 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杀神。 挨得尽了, 被一刀砍了, 也只能咬牙刃了。 另一边, 寒意突进的速度越来越快, 甚至追上了一些速度较慢的传奇修士。 突然, 她猛的一跃, 闪过一道快的连影子都看不清的残影, 说是残影并不准确, 应当说是一尊黑魔的手臂。 这尊黑魔, 身高四米, 体型恐怖, 漆黑的皮肤裸露在外, 闪烁着忧寒光芒。 哦! 黑魔的眼眸中, 魔性深重, 杀意翻滚, 死死盯着寒意, 显然, 她已然盯上了寒意。 寒意深吸一口气, 按照魔族的修炼体系, 身躯越高, 实力越强, 三米的魔族, 她掂量过, 杀过, 四米的, 她遇到过, 但却被剑仙一剑斩杀, 此时, 恰好如上一位。 就当是检验下自己的实力好了, 如果连这尊黑魔都无法杀死, 那进入了核心圈, 同传奇炼气竞争, 也休想得到太虚令。 杀! 寒意身形一晃, 便已经出现在黑魔身后, 手中食指连弹, 十道灵光闪耀着迸射而出, 落在黑魔身后。 灵虚指爆发。 灯风造极的灵虚指, 每一道灵光的威力, 都比炉火纯青的时候, 强大了十倍不止。 虽然是同样体量的灵气压缩而成, 但压缩方式更为复杂, 更为精妙。 就好比是核弹一样, 一公斤的核弹和一公斤的泥土, 其产生的威力, 简直如天欠之别, 而寒意的灵虚指, 其构造, 精妙到极致, 产生的威能, 指数倍增长。 哄! 黑魔亮呛着往前扑出, 其后背, 火光弥漫, 只不过其手臂, 往身后一抹, 便将火光都抹平, 只不过抹平了火光, 却也双手染上黑色的魔血。 这一击, 让黑魔愤怒咆哮。 可寒意也看得清楚, 这血迹只不过是表皮伤, 实际上对黑魔并未造成多大的伤害。 果然, 四米高的黑魔比三米高的黑魔, 其防御力强大了不止一倍。 寒意心头凛然, 但也知道了黑魔的弱点。 杀! 七星剑默然动了。 星光一闪, 剑光腾空, 骤然一闪, 便已是出现在亮呛着退出去几步, 又转身过来, 朝寒意怒目而视的黑魔背后。 接着, 七星剑速度再提, 剑体周围出现了一圈淡红色的光运。 离火剑绝。 速度再提的七星剑, 已经超过了炼气巅峰修饰的反应速度。 更别说, 防御力虽恐怖, 但速度比炼气巅峰修饰的反应速度, 还要慢上几分的黑魔。 扑施, 抬起头来, 准备一拳朝寒意轰来的黑魔, 陡然一将, 一抹剑光, 透体而出, 这道剑光, 在透体而出, 并未停歇, 而是以几乎瞬移的速度, 再次折返, 从黑魔胸口被破开的相同位置, 再次洞穿而过。 不过, 魔躯被洞穿的黑魔, 其眼中, 却并无死意, 也并未畏惧, 他只是凝笑着轰出一拳。 这一拳, 自然比不上当初在祖庙时, 仓不足组长的那一拳, 但寒意也觉得, 进风狂扑而来, 心头的警惕, 疯狂大作。 好在他也有准备, 火盾术, 封强术, 相互叠加。 砰, 砰, 火盾术, 封强术, 接连破碎, 这一下子, 却是出乎寒意的意料之外。 在未等他反应, 漆黑拳头斜裹着一股巨力, 撞击在寒意胸口, 将它撞飞出去几十米, 撞在一座石屋上, 一口血液喷出。 都受了这么重的伤, 攻击性还这么强? 寒意燃血的脸色, 浮现一丝狠色, 神念分化。 刚从黑魔背后钻出的七星剑, 骤然狂颤, 接着, 旋转着斜着腾空, 在猛的斜斧而落。 黑魔猛地抬头, 轰出的拳头, 往上一拍, 就要把这柄碍式的长剑拍飞, 他在以往, 也拍飞过多次这种人族法器。 不过, 这一次的七星剑, 恰在落下时, 却猛地一拐弯, 朝着寒意而去。 黑魔怒急, 视线下移, 看向寒意, 映入其漆黑眼眸的, 却是另外一柄剑气。 下屏法器, 寒逐剑。 寒意分化的神念, 七成作用于这一次带进来的第二柄剑气上, 寒逐剑。 电光火石之间, 寒逐剑直直插入黑魔的眼眸中, 刺穿黑魔眼珠, 饶适以黑魔的忍耐程度, 都忍不住狂暴吼叫。 寒逐剑毕竟只是下屏法器, 而且并未剂炼多身, 只是最为基础的剂炼, 这一剑的威力并未多强, 刺穿眼珠便已是极限。 但好在寒意并未想要以此剑, 洞穿黑魔的头颅, 在刺穿眼珠, 剑柄被黑魔手臂抓住时。 几十米之外的寒意, 脸色绿色一闪。 爆! 刺穿黑魔眼珠的寒逐剑, 在一瞬间爆炸开, 虽是下屏法器, 但其自爆的威力并不弱, 而且, 还是在黑魔最为脆弱的眼睛中自爆。 哄! 黑魔一声惨叫。 未完, 那折返向自己的七星剑, 已是拖曳着淡红色剑光, 以快若奔雷之势, 从黑魔炸开的眼睛中, 洞穿而过, 斜插入地, 狂震不已。 黑魔的身躯, 陡然一僵, 接着, 轰然倒地, 其一只巨大的手掌中, 还握着自爆的寒竹剑碎片。 寒意吐了吐血沫, 缓缓走过去, 手指一摇, 将地面上停止震动的七星剑收回来, 剑气落入手中, 寒意还看到七星剑上, 已是浮现一丝裂缝。 刚才洞穿黑魔的胸口, 和从眼珠穿透, 将其脑袋绞成一团江湖的一剑, 让这柄中品剑气都快承受不住。 这还是寒意以灵虚指和寒竹剑开路, 先炸开防御的情况下。 可见, 这魔区有多恐怖。 寒意先将七星剑收入后背剑翘, 接着, 看向倒地的黑魔。 幸好这一次带了两柄剑气, 要不然, 还真不一定能杀得了他。 这四米的黑魔, 其实力, 应当和炼气巅峰相当, 只不过其防御, 却夸张到离谱, 就算是炼气巅峰的修士遇到了, 也只有几位联手, 才能破开防御, 将之杀死。 另外, 我就剩一柄七星剑了, 这一趟, 估计够呛。 寒意并未交集, 只是觉得遗憾。 要是能将封魔匕首, 或者成影剑带进来, 这一战, 他不会如此被动。 四米高的魔族都这么难杀, 那六米的仓步族组长, 十几位传奇炼气, 即使是围杀, 真的可以杀得死吗? 寒意突然浮现疑惑, 但他并未畏惧。 在此洞天世界, 所有人都很狂热, 大抵和他们以太虚体进入此间, 间接拥有不死之身, 有直接关系。 如果是在外面, 生死面前, 所有修士都得掂量着点, 而不是向此刻, 前仆后继, 汗不畏死。 这, 应该也是朝真太虚天的意义之一, 让所有进入洞天的修士, 有此等机会, 在疯狂斗法, 战斗中, 一次次试错, 提升战斗技巧。 汗逸转身, 迅速朝着深处冲去, 在距离他三百米之外, 和凤狄棱在原地, 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他看到了什么? 炼器八层的汗逸, 一人杀死, 一尊身高四米的黑魔? 这是什么概念? 他可是第二次进入朝真太虚天, 早就知道, 四米的黑魔相当于人类的巅峰炼器修士, 而且, 单从防御力上, 更是远远凌驾于人族修士。 一般是三到四位炼器巅峰修士, 围杀一尊四米魔族。 他也是前几年, 才踏足炼器巅峰, 也见识过上一届动天试炼时, 玄丹宗巅峰炼器师兄, 围杀一尊四米高魔族的惨烈, 自然知道这样的魔族有多难杀。 他最开始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但韩义的气息确实和以往一样, 而且, 刚才从山林的时候, 韩义还朝他致意打招呼, 断然不可能有错。 怪不得他有资格得到洞天名额, 藏得够深啊, 就是不知道败在哪一尊太上长老名下。 想到这里, 他更是不由地想起, 连剑仙楚经末都在白虎方室外, 邀请韩义参加万腰山同行, 楚经末应当知道韩义的身份。 当初自己等人, 是看在楚经末的份上, 才让韩义加入来。 看来当时的情况, 韩义应该是有实力, 有信心在万腰山脉中独行。 和凤迪一番脑补之后, 便快速收敛心思, 有心朝着韩义追上去, 但其速度, 较之韩义, 要慢上很多, 发现这一点, 他也吸了追赶的心思, 边战边突。 另一边, 韩义在杀死一尊四米黑魔后, 速度提到了急速, 不再理会周围的黑魔扑杀, 都是以轻生术甩掉, 一心一意, 往里面突。 片刻后, 他便抵达了苍七部的祖庙, 熟悉的一幕, 映入眼前。 不过, 此刻, 在祖庙前的厮杀, 已经开启。 六米黑魔, 苍七部组长, 此时不再是空手, 而是手持一柄巨大的石斧, 石斧原石, 骑上一股骇然的魔气流转, 仿佛连空间都能压他。 不是十二位传奇炼器, 而是十六位。 韩义倒吸一口冷气, 只觉得胸口中一股战意, 压抑得厉害。 十六位传奇炼器, 交错纵横, 正在围杀仓部族组长, 那位突破到六米高的黑魔。 不过, 韩义出现的瞬间, 已经有一位传奇炼器, 被仓部族的组长, 当场砍爆。 而众多传奇炼器, 也借着其出手的这一剑戏, 无数光芒, 轰落其身, 将其胸口, 轰得黑血飙飞, 显然已是受伤。 那是安师兄。 不过, 安师兄的武器, 竟然带了进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 韩义在这些传奇炼器中, 还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 那是玄丹宗排在地榜第二, 青龙峰的师兄, 安心。 玄丹宗地榜前二, 都是传奇炼器, 安心排于第二, 只逊色于地榜第一, 白虎峰的耕长须。 而安心此刻手持一剑极拼法器, 这是一剑极其特殊的法器, 棋盘, 棋盘中有十八般武器虚影, 以灵指勾连, 将武器虚影拉出来, 虚影画针, 每一剑画针的武器, 都不亚于一般极拼法器。 韩逸只是一扫而过, 便将视线从祖庙前方收回, 但金色的毛子扫过周围。 周围的修士更多, 已经占着上百位, 每一位都是炼器巅峰的修士。 韩逸念头一转, 便已明白, 能突破那么多黑魔, 到这里的, 当然是炼器巅峰及其以上的修士, 如果只是资深炼器, 连三米高的黑魔都对付不了, 再苍七步便是寸步难行。 好! 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声, 震动天地, 将三尊围攻的传奇炼器震伤, 震退, 六米高的黑魔眼中杀气攀升, 一股透露着森炎魔气的苍茫气息, 从其身躯中散发出来。 盘坐虚空, 身前只剩下三杆战棋的谢金山, 眼中爆出寒芒。 他要拼了, 杀! 所有传奇修士, 陡然狂震, 知晓已到关键时刻, 就连周围原本围观的上百位炼器巅峰, 都汗不为死地往前冲。 只要这尊黑魔一死, 太虚光柱破碎, 太虚令便会崩碎, 此刻不冲, 便再没有了机会。 恰此时, 如从高空上看, 便能看到, 在仓步祖祖庙前, 手持一柄石斧的六米黑魔, 陡然将石斧插在地上, 接着, 仰天咆哮, 其双眸中, 弥漫出两道深邃如晕的光芒。 接着, 一道恐怖的虚影, 从其身体漂浮起来, 这虚影, 身高十米, 恍若魔神。 虚影一出现, 便狂吼一声, 接着, 直接虚空捏爆两位倒霉的传奇炼器, 再把起石斧横扫而过, 将一大片炼器巅峰修士, 拦腰截断。 这虚影虽强, 但围攻的众多修士, 也知道召唤虚影的魔族, 已是陨落在即, 疯狂爆发, 无数杀招, 落于仓步族黑魔身上。 轰隆隆。 恐怖的暴鸣声, 直接将黑魔淹没, 光合热在一刹那达到了极致, 坠落, 压缩, 爆发。 只有那一处黑褐色巨石垒成的宫殿, 却仿佛处于另外的时空般, 屹立不倒。 在光芒爆开的同一瞬, 那巨石宫殿上, 那一道通天光柱, 陡然消散。 悬浮于石头宫殿之上, 在太虚光柱消散时, 便献出本体的太虚令, 分裂成几十道碎片, 朝着四方, 飙射而去。 而另一边, 随着众人前冲的寒意, 青森树已经攀升到了极致。 他只觉得眼前一花, 一道红色的光芒在头顶闪过, 这道光芒, 甚至比神念还要快, 连神念都来不及捕捉, 便消失在天际。 下一刹那, 轰隆隆。 恐怖的爆炸声, 才滞后般爆发。 在爆炸声中, 那一具魔神虚影已经消散, 就连六米黑魔都已经爆开化成血物。 而维沙尔上, 首当其冲的, 便是维沙尔制的众多传奇炼器。 有三位, 当场爆开成血末, 血末再化为虚无, 其法器, 随之消失。 而剩下的传奇, 有受伤的, 也有为防御惊人, 为受伤的。 除此之外, 周围上百位扑杀过去的巅峰炼器, 更是在一瞬间, 便有一大片, 其身体化为虚无, 直接湮灭掉。 只有约莫三十多位, 才得以存活, 但也受伤不清。 寒意疯狂地将火盾术和风墙术叠加, 足足叠加了六层, 速度上才跟不上狂暴冲击的摧毁, 胸口一阵剧痛, 被直接轰飞。 但借着这肩不容发的反应时间, 寒意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在被轰中的那一刹那, 朝着刚才从给自己眼前一闪而过的红色光芒的方向倒飞而去。 那红光, 毫无疑问, 便是太虚令的碎片。 同一时刻, 黑魔自爆的中心位置, 勉强挡住了黑魔自爆, 不断有修士, 腾出手来, 阻拦碎片。 有修士竖起七杆战棋, 战棋成林阵, 将两块太虚令碎片裹住。 有剑仙, 御史灵剑, 披落碎片, 碎片落入其手。 有修士, 御史困底法器, 将碎片困住, 收入囊中。 同时, 有更多的修士, 从中间朝外面闪烁追去, 先是传奇练气, 再是练气巅峰。 这一切, 寒意并未关注。 他此刻全部的心神, 都在那块从自己头顶一闪而过的红色流光。 不到半夕的时间, 寒意便追上了那块逐渐坠落的红色流光, 伸手一抓, 将之抓在手中。 未等他看清, 他的身体已是翻滚着砸落地面, 脸色一白, 一口鲜血喷出。 寒意丝毫不在意吐血, 眼睛死死落在手中。 此刻的手中, 在那红色光芒被抓住时, 便献出其本体。 这是一块红色的碎片, 碎片棱角不规则, 大概半个巴掌大小。 碎片冰冷, 没有一丝重量。 这就是太虚令? 不对, 准确地说, 应该是太虚令碎片。 就在此时, 一道掠空声从身侧传来, 寒意身体一闪, 立于三米之外, 冷眼看了过去。 太虚令留下, 留你一命。 一位御史长剑的修士, 将长剑收回, 悬浮于身前, 眼神中杀气满溢, 贪婪显露。 寒意明白, 这是属于下半场, 上半场杀黑魔, 抱太虚令碎片。 而下半场, 则是左裂口中的, 各凭本事抢夺了。 这其中, 修士之间的抢夺, 便是正系。 郭噪 寒意眼中杀气一闪, 双指一并。 这一次带入洞天世界的中品剑气, 七星剑已是羞的一声, 腾空而起。 对方也是修炼的御剑术。 剑寒意御剑而起, 对方眼中杀气和轻蔑浮现。 这位资深炼气, 并未看到祖庙附近的大爆炸, 而是刚好摆脱了一位黑魔, 赶到中途, 便看到寒意手握一块碎片, 吐血战起。 而从极远处的大爆炸猜测, 加上太虚光柱消散, 他不难猜出, 寒意只是走了狗屎运, 恰好在这里捡到了一块飞散的太虚令碎片。 他同样欲使长剑, 杀向寒意, 不过, 他的长剑只是刚射出十米, 便无力为继。 一道淡红色的光芒, 以他预见的速度的十倍, 快地超过他神念的反应, 从其额头位置, 洞穿而过, 其眼眸瞬间无神, 身躯在倒下到一半的时候, 化为虚无, 消失在原地。 那柄极飞出去十米的长剑, 失去主人, 在寒意一米前, 斜插入地。 寒意将七星剑召回, 走上前去, 发现这位想要拦住自己的修士, 其长剑竟然没有消散, 便将之捡起来。 斗法中, 瞬息万变, 法器自然无法收回储无带, 这也是风险之一。 寒意遇到的, 不是剑仙, 就是三大宗的传奇练器, 要不就是左列这等拥有原因期, 坐镇的大宗门, 这些宗门的底蕴, 比玄丹宗强大了太多, 自然舍得给宗门弟子购买更多的朝真印记。 而这一次, 这位想要杀自己的资深九层, 却只是来自和玄丹宗差不多级别的宗门, 身上自然不可能奢侈到, 给法器也来上一枚朝真印记。 可惜, 这同样是一柄中品法器。 寒意检查了下, 有些遗憾, 但能缴获一柄中品法器, 也是极大的收获, 这柄剑器, 关键时刻, 能直接丢出去引爆, 也算是手段之一。 将剑器收起, 他抬头扫了一遍四周, 这里已是是仓部族中间位置, 周围灵星散落着黑魔尸体, 刚才那些落在黑魔身上的恐怖法术所形成的爆炸, 直接将它轰飞出去, 接近两公里。 咻! 寒意抬头, 便看到两道零件腾空而过, 朝更外的区域追去。 是那两位来自剑牙的剑仙。 寒意内心一灵, 如果此刻他对上了剑仙, 绝对是死死无生, 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清楚, 没了衬手的法器, 遇上了传奇练器就是死, 如果遇上了巅峰练器, 胜负要打过才知道。 修饰厮杀, 又不是以境界就能定生死的, 而是需要考虑技能, 环境, 心态, 法器等因素。 走! 寒意不做他想, 迅速朝外冲去, 等踏入山林, 回到赤芒部落, 便能以太虚令碎片, 兑换宝物了。 一想到那些宝物中, 还可能有提升根骨资质的灵物, 寒意便内心一热。 经过血骨灵花后, 但凡有可能涉及到根骨的, 他拼尽全力, 也要搏一搏。 哄! 周围的厮杀, 开始从仙魔转移到修饰之间。 虚于, 寒意已至山林边缘, 踏入山林前, 他转身, 看向仓部族, 此刻, 修饰之间互相杀伐, 已到了惨烈的地步。 在寒意转身看去的短短瞬间, 有修饰意外获得一块太虚令碎片, 还未等他狂喜浮现, 无数狂暴的灵光, 便落在他身躯上, 将其直接湮灭。 而不管是什么攻击, 太虚令碎片, 都仿佛处于另外的空间, 丝毫不受影响。 在这等恐怖的战斗中, 连滋身九层都无法插手, 只有炼气巅峰, 才有获得碎片的一线机会。 寒意看到左列手握一块太虚令碎片, 脸色狂喜, 就要往嘴里送, 不过, 刹那之间, 一道血色渐光, 从其胸口洞窜而过, 他脸色金木, 刹那间化为虚无消散。 一位满脸杀气的青年, 将其手中的太虚令碎片夺过之后, 放入怀内, 一脸激动。 难抖神功的浮忧? 准备踏入山林的寒意, 内心移动。 看左列这动作, 太虚令碎片, 还能直接吞浮? 这是什么操作? 寒意并未立刻吞浮, 而是转身冲入山林中, 在了解更多关于太虚令的信息前, 他并不打算吞浮, 万一吞浮提升的不是根骨, 连后悔都来不及。 其实, 从祖庙前, 仓部族黑魔族长爆开, 寒意的速度 便已是极快, 他的轻身术不受法器的影响, 速度提升到极致, 只比那两位剑仙弱上一筹, 比其他传奇练器, 还要快上一线。 当他抓住太虚令碎片, 落地时, 不过三溪, 他用半溪杀死意图 抢夺碎片的修士, 再以轻身术冲向山林, 十里公里的距离, 躲避过意图拦截他的其他修士, 只花了不到二十溪。 当他到达山林边缘, 往后眺望, 看到一公里外佐猎被杀, 距离大爆炸, 也才过了一分钟不到。 回头之前, 他看到那夺去了太虚令碎片的 南斗神功修士浮游, 猛地抬头, 朝他看来。 寒意不再犹豫, 转身踏入山林中。 就在此时, 哄, 一道恐怖的杀意, 从天而降, 一刹那间, 寒意仿置身于浓烈道将自己淹没的煞气之中。 这种煞气, 不同于血骨灵花的那种先天属性煞气, 而是属于冰煞之气。 所谓冰煞, 是从千军万马, 冰江冲锋中, 魔力而出的煞气。 这种煞气, 是后天煞气, 但论威力, 要比先天煞气更强, 更猛烈。 一杆战旗, 笼罩下。 寒意本能抬头, 映入瞳孔时, 原本只有不到一尺长的战旗, 不过十分之一刹那, 距离自己头顶三米左右时, 已是长到七米多高, 乍一看, 遮天蔽日。 一位青年修士, 欲战旗而来, 眼眸中, 战意冲销。 寒意仿佛看到了百万将士, 不畏生死, 冲锋陷阵, 气吞山河的壮阔场面。 林战宗, 传奇炼气, 谢金山。 谢金山未有一丝言语, 战旗一卷, 便要将寒意裹住, 然后以冰煞之力, 炼化为虚无, 太虚令碎片自然可落入他手。 在电光火石之间, 寒意念头跳转, 以知道自己被传奇, 炼气锁定气息。 他不知道林战宗的谢金山, 为何知道自己身上有太虚令碎片, 但此时并非考虑这些的时候, 这时候想的应当是如何脱困。 不, 如果是其他传奇, 寒意还能凭借轻身术脱困, 但这位林战宗的修士可欲战旗而飞行, 速度丝毫不比那两位剑仙漫上分毫, 自己再怎么逃, 都逃不走。 既然如此, 那便斗一把。 真! 一道剑光亮起, 七星剑疯狂爆发, 速度一提再提, 只是刚一发动便已逼近急速, 但红色光运刚起, 便撞上那迎风而长至七米多高的战旗。 这柄战旗, 是青色战旗。 青红相撞, 战旗只是轻轻一顿, 便继续横压而来。 而这柄中品剑气七星剑, 被无声弹了回来。 咔嚓! 原本在之前杀死黑魔时, 七星剑便已经出现了一道极小的裂缝, 在此刻, 这道裂缝极速扩大。 寒意眼中利色一闪, 神念涌出, 狂加于七星剑。 爆!爆!爆! 被弹射而来的七星剑, 以更快的速度扑向战旗, 一道亮光闪烁而起。 哄! 红光漫天, 战旗终于受阻, 猛地一颤。 高空中站立的青年修士, 脸色微微一变。 不是寒意这一击让他变色, 而是他原本出现计算得很好, 丝毫不给寒意反应的时间, 但寒意果断至极, 七星剑自爆, 为自己争夺到了极其短暂的时间。 他猛地将手中的太虚令碎片 吞入腹中, 让他惊奇的是太虚令碎片, 入嘴便消失于无形, 仿佛刚才塞进去的只是一团空气。 既然左裂可以吞服太虚令, 那么他也想试试, 反正面对这位传奇练起, 他也逃不掉。 哼! 谢金山怒急, 青色战旗一卷, 便将引爆了七星剑, 受到反震, 速度上已经来不及提速离开的寒意卷去。 哼! 战旗所过之处, 连山林巨树都消融一空, 只有一些剑气的碎片, 刷刷落下。 觉得有机可乘, 刚逼近寒意百米之内的南斗神功浮忧, 剑战局已落, 战旗之下, 再无太虚令碎片, 看向谢金山, 脸色杀意一闪, 但此刻不是意气用事之时, 便迅速从另一侧冲入山林, 追着太虚令碎片而去。 凌空而立的谢金山, 轻轻一挥手, 那遮天蔽日的巨大战旗, 疏忽缩小, 落入手中。 陌生的炼气修士, 八层。 有意思。 他怒意咒消, 收起战旗后, 扫过一圈, 眼眸中有煞气浮现, 转身朝着山林深处, 迅速追去。 寒意猛地张开眼, 这一次有了心理准备, 比第一次好太多了, 虽然有心计, 但只是一闪而过, 便被寒意压了下来。 死得多了, 便也习惯了。 寒意先是检查本体, 并未有任何异常, 接着便抬头, 看向悬浮在半空中的朝真印记。 咦? 寒意轻一声, 因为此刻的朝真印记,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颜色。 之前的虚幻光团, 不断转变颜色, 并未有定型。 而此刻, 朝真印记只呈现出红色。 唯一的可能, 便是太虚令碎片了。 完整的太虚令, 和朝真印记一样, 都不断变换颜色。 而太虚令碎裂落入我的手中时, 却呈现出实体。 而且, 颜色也固定下来, 是红色。 我死了之后, 朝真印记也固定在红色, 这里面, 绝对有直接的联系。 寒意念头一动, 朝真印记瞬间变换为一具太虚体, 接着, 神魂转移, 寒意以太虚体的角度查看了一番, 却依旧毫无所获。 罢了, 等进入洞天世界, 找到原始部落的屋, 自然知晓。 可惜了我的两柄剑气, 还有新得到的那一柄剑气。 不过, 这一趟得到太虚令碎片, 数大赚。 寒意稍微总结了一遍, 对洞天世界的了解越来越深, 接着, 又从储物带中拿出来一柄剑气, 这是第二柄中品剑气, 他储物带中中品的剑气, 本来就只有两柄, 一柄是七星剑, 上次在洞天世界中自爆了, 这是第二柄, 名为赤霞剑。 背负剑气, 寒意转身, 走入光门之中, 消失在太虚幻境。 眼前空间变换, 这一次, 寒意同样未曾放松警惕, 但再无第一次降临时的意外出现, 这一次, 依旧降临在赤芒部落中。 就在寒意出现的时候, 在他身侧, 七米之外, 又突然出现了一位修士。 寒意上次明白, 这种突然出现便是玉衡界的修士从太虚幻境中降临而来。 这位新出现的修士只是看了寒意一样, 脸色冷漠, 周身煞气弥漫, 便直直朝着赤芒部落最中心屋所在的石屋走去。 寒意也没自讨没趣, 并未上前打招呼。 这一次, 寒意并未急着去找屋, 而是在赤芒部落中闲逛起来。 赤芒部落不小, 占据了一小片山谷, 山谷平地上一座座石屋, 以不规整的形式建立而起。 寒意一路走去, 见到了几百名原始部落的人, 这些人穿着原始的兽皮。 而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童, 这些原始人身上都绘制着无数神秘的诡异符文, 符文大多灰白色, 手臂, 胸口, 脸上, 脖子, 形状不一, 显得很原始和古老。 他在一座看上去像是训练场的边缘筑停看去, 三十几位成年原始人正在训练, 而他们训练的方式同样原始, 举起巨石, 抡起石柱, 挥动石棍。 只不过, 这些实质武器并未寻常的石头, 看上去材质不凡, 只是外边和寻常石头颜色类似罢了。 寒意想起, 在仓步组组庙外, 那位身高突破六米的黑魔族组长, 其手中的武器便是石斧, 不免对这种实质武器多了些兴趣。 寒道友, 可是对他们的训练方式有兴趣。 一个声音从二十几米外出来, 一位熟人迈步走来。 白玉楼, 左链, 含一点点头, 这种武器绝对有可取之处, 如果能得到, 对战力肯定有增幅。 但他在仓步组见过太多的降临者, 这些修士手中的武器都是修仙界的武器, 并未有这个世界的武器, 很显然, 这其中绝对有自己不知道的原因。 朝真太虚天是一座小千世界, 规则不完整, 这里还处于类似于玉衡界上古时代。 这里的人族以部落为势力, 他们信奉原始的乌神, 看到他们身上那些诡异的符纹媒, 那些符纹改造着他们的肉体, 让他们的肉体中有乌神的力量。 这是原始部落能够在异族肆虐的原始社会生存下来的主要原因。 恰在此时, 站在训练场上, 一位身高只有一米七出头的原始人, 抱贺一声, 身上的灰白色符纹, 亮起几道, 他一拳轰出, 便将一块三米多高的巨石轰碎。 碎石爆射向四面八方, 含义轻轻一抹, 密集的风汇聚于身前, 这是一道不完整的风墙。 扑扑扑! 碎石如子弹, 爆射在风墙之上, 甚至有几块突破了风墙, 跌落到他脚边。 含义内心一惊, 这一拳的威力, 只比黑魔族那些三米多高的黑魔弱了一筹, 从威力上至少有出入炼器九层的实力了。 这么强? 含义眼前一亮。 而站在含义身侧的左裂, 明白含义的想法, 每一个进入洞天世界的降临者, 其实都或多或少有过相同的想法, 那就是, 学习洞天世界这种增强肉体力量的巫术, 不过, 最终都被这正式行不通。 含道友, 你别想太多, 这种巫术, 只有在朝真太虚天中才有效, 到了玉衡界, 完全就是涂鸦, 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 学了这种巫术后, 会被同化, 回归玉衡界, 原来的修为都可能跌落, 得不偿失, 你万万不可偿试。 含义收回视线, 心想也是, 如果真的能借鉴, 早就在玉衡界传开了。 他回过头来, 左道友, 我在仓部族看到你, 差点就将太虚令碎片吞入腹中, 这太虚令, 竟然还能服用? 含义的朝真印记, 变红了, 他要搞清楚这里面的秘密所在。 见含义提到这里, 左裂脸色变得铁青, 瞬间有种玉面炎螺的错觉。 那该死的浮忧, 等老子晋升传奇, 对患上那一件法器, 一定要给他好看。 呼! 左裂平复了下怒气, 接着并未直接回答韩义的问题。 韩道友, 你真的只是炼器八层? 韩义认真地点点头, 他确实是货真价实的炼器八层, 不过他知道左裂要问的是什么。 没错, 我确实是炼器八层, 只不过我的法术, 有一些特殊, 能发挥超过自身境界的极限。 左裂恍然, 他也觉得只有这一个可能, 这时候他才回答韩义的问题。 看来, 你真的对洞天世界不甚了解。 太虚令是朝真太虚天的规则显化, 而其出现本身就有一定的规则。 当某个区域的异族中, 有人突破了不应该突破的境界时, 便会有太虚关柱显化于异族区域, 降临者杀了该异族, 太虚关柱便会消散, 孕育于其中的太虚令破碎。 破碎之后的太虚令可以吞服, 一旦吞服, 便会将太虚令和自己的朝真印记绑定, 当凝聚太虚体, 神魂降临后便能提高修士的。 做到这里, 左裂的脸色一阵遗憾, 悟性。 悟性? 不是说能提高修士的根骨吗? 含义疑惑。 没错, 提升的是悟性。 太虚令乃是朝真太虚天的规则显化, 直接吞服后, 融入神魂便可以提高神魂的悟性。 至于寒道友说的根骨, 单纯吞服太虚令并无法做到, 但可以将太虚令拿到原始部落的污去兑换, 确实可以兑换能提高根骨的灵物。 只不过寒道友连储物带都没有, 就算是兑换了此等灵物, 也拿不出去, 拿不出去, 你的本体便无法服用。 如果只是直接在洞天世界中服用, 提高的也是太虚体的根骨, 出去了或者陨落了, 下一次复制的太虚体便会恢复原来的根骨。 含义恍然, 简单说就是太虚令碎片, 绑定的是神魂, 所以含义用太虚体也能消化。 而根骨的灵物作用在身体中才能其效果, 那么就必须将灵物带到外界给本体服用。 如果太虚体服用了, 只作用在太虚体上, 如果死在洞天世界, 回到太虚幻境, 复制的本体依旧是原来的根骨, 和太虚体服用下的灵物, 丝毫没有关系。 说来说去, 含义缺少一个朝真印记。 左道友可有朝真印记吗? 含义目光炯炯盯着左列。 左列摇头, 没有, 朝真印记何等珍贵, 只有大宗门才舍得买。 我也是立了功, 才从楼内得到了两枚朝真印记。 对了, 洞天世界中, 如果说谁有朝真印记, 那么乌肯定有, 在乌的口中, 他们将朝真印记叫做本源之气。 不过, 在洞天世界的朝真印记更昂贵, 丝毫不亚于太虚令碎片。 道友如果想从屋那里购买朝真印记, 估计够呛。 含义眉头一皱, 突然想到什么? 那如果已经吞浮, 进入身体中, 和神魂绑定的太虚令碎片, 还可以取出来吗? 左列突然脸色一僵。 韩道友真是思路新奇, 正常人用了太虚令碎片, 提高了悟性, 怎么可能还会吐出来? 这个问题, 我倒是真的没想过。 不过, 去找物询问一番, 便知晓了。 没错, 刚才韩义想到的, 便是将自己神魂中的太虚令碎片取出来。 悟性。 他要悟性干什么? 熟练度面板, 干的便是悟性, 而且, 还能无限提升。 如果单论悟性, 含义借助熟练度面板, 展现出来的悟性, 相信整个修仙界, 无人能比。 这是他的自信, 也是对熟练度面板的信心。 如果能取出来, 他绝对会取出来。 然后, 将储物袋带进来, 再想办法, 抢到太虚令碎片, 购买提升根骨的灵物。 而且, 等离开了太虚幻境, 还能将朝真印记卖掉, 这一枚印记, 绝对价值连城, 或者, 等自己下次再来, 还能多称一个名额。 其实, 如果乌能取太虚令碎片, 含义也不是没考虑过, 直接卖给乌, 然后兑换改善提升根骨的灵物, 再交给熟悉的人, 带出洞天。 比如之前在苍旗部遇见的青龙峰安心, 厮杀之中, 含义见到他, 可是带了法器进来, 他怀疑, 安心也通过某种方式, 将储物袋带了进来。 如此, 自己将灵物交由他保管, 等出了洞天世界, 回到玉衡界, 再找他拿回来。 这样的方式, 他只是在脑海中转了一遍, 便立刻抛弃。 在这等惊天灵物前, 人性最是经不起考验。 所以, 留给含义的, 其实就是两个选择, 要不直接以太虚令碎片提升悟性, 要不, 想办法搞一个储物袋出来, 然后才有其他的后续。 悟性对他丝毫没用, 他理所当然选择第二个。 观察含义的脸色变化, 左裂眼神顿时一变。 韩道友, 你该不会真的抢到了一枚太虚令吧? 他这会儿的眼神, 当然不是变得危险, 而是变得震惊无比。 你说你练七八层, 技能够强, 擅长身法, 跑得比我快, 我也就认了。 你还说你抢到了一块碎片, 还有没有天理了? 走, 我们去找屋, 到了你就知道了。 韩义一刻都不停, 迅速朝着屋所在的石屋跑去。 到了石屋前, 发现有好几个修士正在等候, 看到韩义, 这些人脸色冷漠, 看到韩义后面的左裂, 便有了些颜色, 点头致意。 韩义并未流露情绪, 寻了个地方, 盘坐等候。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 这期间, 从屋子中出来的人, 有人欢喜, 有人遗憾, 有人激动, 但都没有发生恶行事件。 左道友, 不知道这个部落屋的实力如果, 为什么没有人直接出手, 硬抢过来? 韩义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如果可以, 他一定会出手, 将朝真印记和改善根谷的灵物, 都抢走。 但看石屋外面的修士, 排队进入, 丝毫没有动手的打算。 而且, 如果真的能动手, 这些原始部落的屋早就灭绝了。 左裂听到韩义的话, 脸色一变。 韩道友, 你可别做糊涂事, 万万不可呀。 在朝真太虚天的规则之一, 便是降临者只能和原始部落交易, 而不能发生冲突, 一旦发生冲突, 修士的朝真印记便会直接碎裂, 神魂回归太虚幻境, 太虚幻境的那一枚朝真印记也会消失无踪。 这是自取灭亡的下场。 韩义之前总觉得, 这个洞天世界有一种济世熟悉感。 这种熟悉感越来越强烈, 到此刻, 在佐烈解释不能和乌起冲突后, 才终于浮出水面。 韩义恍然大悟。 这个洞天世界的机制, 非常像上辈子的网游。 修士, 也就是降临者, 是玩家。 原始部落和异族是NPC, 太虚光柱是宝箱, 宝箱出事, 众人推塔, 宝箱碎了, 爆出宝物, 也就是太虚令碎片后, 众多玩家抢夺, 抢来后能提升自己的悟性, 还能找NPC交易。 如果殴打NPC, 会被全服通告, 甚至被取消账号。 这不妥妥的网游模式。 韩义都快怀疑, 改造这座洞天世界的玉金山大能, 是不是也是同他一样穿越而来的。 不消片刻, 轮到韩义, 左列随他进去, 他也没什么避讳的。 见到屋, 韩义见其虽脸色苍老, 但此刻却挂着笑意。 这种笑意, 韩义再熟悉不过, 和九龙商铺的何方威如出一辙, 属于商人的笑意。 还没等韩义说话, 乌却盯着韩义, 眼神闪过一丝火热, 旋即又转为遗憾之色。 可惜了, 太可惜了, 一大块本源之气啊, 就这么糟蹋了, 鱼不可及啊。 韩义并未生气, 这会儿他只当乌是NPC。 乌, 我想要将神魂中的太虚令碎片取出来, 同你兑换一枚本源之气。 站在韩义身旁的左列, 眼中的羡慕止不住, 在刚才韩义直奔这里, 他便知道, 韩义肯定是得到了太虚令碎片了。 不知道是运气好, 还是靠实力抢到的, 左列猜测是第二个, 当时韩义速度超过他, 突入到最核心区域, 如果实力差, 早就被灭掉了, 怎么可能抢到太虚令碎片? 他现在是越来越看不懂这位道友了。 来自蜀州的寻常金丹七炼丹宗门, 境界只有炼气八层, 对动天世界的规则都两眼一抹黑, 完全不清楚, 速度超快, 比炼气巅峰还要快上一筹, 实力未知, 但显然不必自己弱, 对悟性毫不在意, 非常关注提升根骨的灵悟。 这样的标签,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仿佛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让人捉摸不透。 乌病为立刻答应韩义的请求, 而是掐了个法印, 接着念念叨叨起来, 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才猛地张开眼。 其苍老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金色光芒。 巫神说, 可行。 韩义一听, 脸色大喜。 接着, 乌颤颤巍微地站起来, 拿出一个圆盘状的石器, 走进韩义, 将肢贴在韩义额头之上, 韩义也没啥好怕的, 他现在就当这巫是个NPC, 自己又不死, 和拒之友。 又是一番念念叨叨, 就在韩义觉得 有什么更神奇的仪式时, 乌将石盘收了回来, 苍老的面容上喜悦浮现。 好,好。 接着, 他将石盘收起来, 从脚底边拿出一个石盒, 一脸肉疼地打开, 从石盒中拿出一块 鹅卵石大小的灰白石头, 将之地给韩义。 怎么用? 韩义接过石头, 石头轻变得仿佛没有一丝重量, 连温度都没有, 要不是亲眼看着石头存在, 仅凭借触觉 韩义都无法发现这石头的存在。 他看向乌, 乌闭上眼睛, 仿佛不忍见到自己的宝物 被使用了一般。 韩义又转头看向左裂, 左裂摇摇头, 这种情况,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贴在额头, 乌的声音传来。 韩义再不犹豫, 直接将之按在额头处, 实质的石头, 一碰到额头, 便仿佛一滴水, 融入湖泊般, 丝毫没有引发任何波澜, 便消失不见。 韩义放下手, 并未觉得有任何变化。 你们可以出去了, 下一位。 韩义也不生气, 和一个NPC有什么可生气的? 他拉开帘子, 走出石屋, 左裂随在身后。 我知道了, 朝真印记和神魂绑定, 我此刻在洞天世界中 以炼气的手段, 感知不到神魂深处的变化, 自然没法取出来。 我得死一次, 回到太虚幻境, 才能看到多出来的那一枚朝真印记。 就这么干。 没等左裂说话, 韩义将身后的剑气摘下, 塞给左裂。 左道友暂时帮我保管这柄剑气。 接着, 没等左裂反对, 直接一巴掌排在自己印堂穴上。 砰, 碎裂的尸体化为虚无, 一旁的左裂撑目结舌。 是个狠人? 这一次的死亡, 韩义准备得更充分, 甚至都察觉不到痛觉, 因为死得太快。 而且, 他心中对动天世界的死亡, 有了新的认识, 这就是玩家的角色复活。 他睁开眼, 未检查自己的情况, 而是看向悬浮着的朝真印记, 继而脸色一喜。 上次得到太虚令碎片, 固定成红色的朝真印记, 此刻又恢复成变换不定的颜色光团, 而在这光团旁边, 有另外一个小上一半左右的光团悬浮着。 这个光团, 除了大小不同之外, 和相邻的朝真印记, 有同样的形态。 果然, 两个朝真印记了。 准确的是, 一个是朝真印记, 一个是本源之气, 不过, 两者的本质都是一样。 韩义从储物袋中, 拿出另一个备用的空储物袋, 然后想了想, 只将七柄封魔匕首, 成影剑, 灵符, 和一些灵石装了进去。 接着神念一动, 那颗多出来的小光团便飘向自己, 接着, 落在特地准备的储物袋上, 光团消失不见。 下一刻, 韩义抬起头, 原来的朝真印记, 瞬间变化为太虚体, 神魂转移, 太虚体接过储物袋, 挂在腰间, 一步迈进光门。 刹那光影流转, 眨眼间, 已是另一片天地, 看清周遭, 韩义放下警惕, 这一次, 同样降临在赤芒部落, 只不过, 不是之前的位置, 偏差不过一公里左右。 韩义并未立刻去找走了, 而是看向腰间的储物袋, 神念一动, 一柄黑色长剑, 落入手中。 成影剑。 接着, 六柄匕首, 接连出现, 落于周身, 悬浮于空中, 如众星拱月般, 护卫于韩义身侧。 韩义脸色一喜, 这两件法器, 终于随着自己进来了, 如此一来, 自己实力, 至少恢复到九成, 少了极拼法器金光缩, 总归是差一点。 而从炼器七层, 晋升炼器八层后, 韩义能同时预使的风魔匕首, 已经由原来的四柄, 变为如今的六柄, 韩义随手将第七柄匕首带进来, 以备不时之需。 如此, 就算是在队上传奇炼器, 也可搏一搏。 韩义内心有所衡量, 传奇炼器, 每一位都惯以传奇, 便是因为每一位都走出了自己的路, 拥有自己的意志和信念, 甚至对上寻常铸鸡漆, 都能硬喊一二。 就在此时, 一道冥冥之中的声音, 直接在神魂深处响起, 欲经太虚令, 落于地魔城。 十个字, 每个字都仿佛沉重地 能将韩义的神魂压它, 十字之后, 它猛地站起, 浑身颤抖, 片刻后才完全恢复过来。 欲经太虚令, 落于地魔城。 太虚令和欲经太虚令, 有何区别? 这个地魔城, 看名字, 应该是魔族十二之中, 最强的那一只地魔所见的城。 之前从佐猎口中得知, 这个世界四大异族中的魔族, 有十二只。 地魔、 蟹魔、 火魔、 黑魔、 恶魔、 巨魔、 阴魔、 水魔、 地魔、 金魔、 蜂魔、 岩魔。 其中, 其他十一只尊地魔为主脉。 下一刻, 一道身影从虚无中踏出, 出现在此, 其脸色振奋, 朝着乌所在的石屋冲去。 在赤芒部落的另一边, 有一道狂暴的声音, 轰然升起。 玉京太虚令, 玉京太虚令啊, 有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 这一次, 定要夺得太虚令碎片, 助一等先机。 这道声音, 磅礴浩瀚, 连虚空都震动不休, 含义同样一惊。 这是哪一位传奇炼器, 之前在黑魔族祖庙时, 那十六位传奇炼器中, 并未见到此人。 含义也察觉到, 刚才那道声音中提到的 玉京太虚令绝对不同寻常, 能冠以玉京二字, 表明其性质特殊, 毕竟, 这座洞天世界, 可是玉京山圣地所有。 含义将封魔匕首收起来, 背着成影剑, 快速朝屋的石屋掠去。 片刻后, 屋的石屋前, 黑压压一大片人。 含义看到左列在外围, 便迅速凑过去, 左列见到含义, 眼中的激动似要跃出。 含道友, 千载难逢啊, 千载难逢啊, 玉京太虚令, 这可是玉京太虚令啊, 几百年才有一次的机会, 上一次玉京太虚令出现, 看楼内古书记载, 已是三百年前, 如能得到一小块碎片, 我这悟性, 必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定要拼命, 一定要拼命啊。 以炼气巅峰修士, 此刻激动得恍然不似, 一味沉着冷静的修士, 实属让含义动容。 他也有如此激动的时候, 当初得知, 血骨菱花可以提升根骨, 他也是在近视中来回踱步, 无心安坐。 这种感觉, 韩义理解, 他这时候对所谓的 玉京太虚令更加好奇了, 佐烈深吸了几口气, 才彻底冷静下来。 一番解释下, 韩义才明白, 何谓玉京太虚令? 这本质上也是太虚令的一种, 不过, 这种特殊的太虚令, 几百年才会出现一次, 每一次出现, 都会引起全部降临者的狂热抢夺。 玉京太虚令, 每一次出世, 都是久没一起出现。 而不同于寻常太虚令, 玉京太虚令并不会破碎, 它是这个洞天世界最坚硬的东西。 而且, 玉京太虚令, 虽然也可以同屋进行交易, 但却没有人会如此浪费, 因为玉京太虚令, 带到外界后, 可以交给玉京山圣地, 换取一个机会, 一个可获得以一等先机助机的机会。 一等先机, 韩义内心猛的一颤。 炼气期修士, 晋升助机期, 会先到助机, 而助什么样的先机, 会对助机期以后的修炼, 产生极大的影响。 甚至可以说, 大部分原因期修士, 在先到助机时, 都是助的一等先机。 韩义没想到, 这一次的太虚令, 竟然如此特殊, 确实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但他并未如其他人一样激动。 对他来说, 此刻考虑先到助机, 为时上走。 而且, 就算他得到了玉京太虚令, 也不可能真的带出去, 给到玉京山, 换取助一等先机的机会。 要知道, 他此时还是练齐八层, 就算是速度在提高, 没有十年, 不可能晋升助机期, 而一旦他拥有助一等先机的机会, 走漏风生, 那同玄丹宗敌对的血神宗, 绝对会出动更强的修士, 将他灭杀。 就算他躲在玄丹宗内, 都不一定安全。 而且, 可能不只是血神宗, 就连其他蜀州或者乾州的宗门, 都可能逼迫他, 将此等机会让出来, 到时候, 玄丹宗也不一定顶得住压力。 何必将自己架在烈火上烤呢? 韩义的想法很简单, 不管是玉京太虚令, 还是寻常太虚令, 抢到了, 立马找原始部落的屋, 换取能改善根谷的灵物, 让自己的资质进一步变强, 缩短和添交修士的差距。 自己实力尚渴, 但还不够, 仍需低调。 左列将之前韩义交给他的剑气, 还给韩义, 然后便要走进屋所在的石屋。 不过, 已经有一位修士从石屋内走出来, 手持一张地图。 朗生说道, 诸位道友, 我已经拿到了地魔城的地图, 我等组队前去如何? 只需要五十中品零食, 便能乘坐我万仙格的人先及先舟, 速度快, 无需担忧偏离路线。 再者, 人多一起, 如果遇到异族, 也可联手杀之, 避免走到一半, 被杀死后, 又降临在此, 徒坐无用功的麻烦。 这位走出来的修士, 是一位在修士中, 体型罕见的胖修士。 寻常修士, 不管境界如何, 到了练气中期以上, 对身体的掌控力度, 已经算是随心所欲, 不可能还存在肥胖这一种特性。 如果练气后期的修士, 其体型还肥胖,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 他故意的, 另一种, 这是一种特殊的体质。 只不过, 含义并未听闻过, 有什么体质, 以肥胖为外表特征, 那只剩下第一种可能, 这修士的体型, 是他故意保留的。 左列悄然说道, 是万仙阁的楚庆官。 万仙楼是大前的一个商行, 号称万千仙宝, 皆可买到, 古称万仙阁。 外界传闻, 万仙楼的背后靠山, 乃是某一位弟子。 弟子? 韩义有点听得不清楚, 弟子, 帝尊的某一位子嗣, 左列陈生说道, 韩义浑身一震, 这万仙阁, 竟然涉及到了大前某一位弟子, 实在是恐怖。 韩义算是见识到了, 走, 我们一起去, 楚庆官说得对, 组队前往地魔城最佳, 而且还可乘坐万仙阁的人, 先及非洲, 从价格上, 确实不贵, 如果自己前去, 确实可能出现各种问题, 特别是如果半路上被杀, 耽误了这一趟, 后悔都来不及。 不过, 组队的同时, 也得警惕其他人, 万一有人暗中下手, 那就看谁的本事大了。 韩义却有些犹豫, 欲经太虚令虽好, 但难度肯定更高, 毕竟按照左列的说法, 这涉及到一等先机的机缘, 众多传奇练气, 必将汇聚抢夺。 如此一来, 如果赤芒部落周围, 其他一族有太虚光柱降临, 那对自己来说, 是绝佳的机会。 反正不管是欲经太虚令, 还是寻常太虚令碎片, 它都是想要卖给乌, 兑换能提升根骨的灵物, 何必舍尽求远, 徒增难度呢? 但自己能想到, 周围的其他人, 绝对也能轻易发现这个漏洞。 一番询问后, 韩义才知道, 果然另有蹊跷。 在欲经太虚令出世期间, 整个世界, 其他寻常异族部落的太虚光柱, 便不会降临。 只有欲经太虚令被抢夺后, 才会恢复正常。 简单说, 这是为了让所有的降临者, 能够全部集结, 去灭杀整个洞天世界最强的一族。 韩义恍然, 如果将普通异族部落的夺令任务, 比作施下副本, 那异族部落的最强者, 就是寻常小boss。 而夺取欲经太虚令, 便是最终副本, 那里的异族最强者, 便是最终boss。 搞明白这一点, 韩义也没办法, 只好决定, 跟随众人前往地磨城了。 片刻后, 两人交了零食, 便等候在附近, 到了第二天, 楚庆官才告知所有人, 一起出发。 这一趟, 他拉了上百位修士, 其中并无传奇练器, 每一位传奇练器, 都选择了独行, 如同孤狼一般。 楚庆官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件缩小版的仙舟, 轻轻一抛, 仙舟迎风而涨, 化为上百米的巨大仙舟, 悬浮在距离地面 三米高的半空中。 他率先跳上仙舟, 其他人紧随之。 登上仙舟后, 楚庆官便控制着仙舟启程, 虽然速度缓慢, 但在加速之后, 逐渐逼近巅峰练器修士的 全力奔跑。 而韩逸在登上仙舟后, 突然浮现一道 自己一直觉得不对劲的问题, 他转身看向一旁 跳往原始世界 苍茫景象的左练。 左道友, 我在进入洞天世界后, 便隐约觉得 这里不对劲, 但之前一时想不起来。 方才, 那个不对劲的念头, 才骤然浮现。 韩逸的脸色并未凝重, 因为他猜测 自己这个疑问 也许只是自己并不知道。 而对其他熟悉 洞天世界的来说, 已然是常识。 这个洞天世界, 为何只有炼器七修士, 而无助机七, 金丹七等修士? 而且, 我们前去的地魔城, 听名字应该是 魔族主卖地魔的主城, 那样的主城, 相当于是这个洞天世界, 实力最强的魔族 所占据的主城, 其中, 绝对不乏 更强大的魔族, 就凭我们这些炼器七修士, 去了, 岂不是送死? 这个疑惑, 韩逸之前内心中一直有, 只是总不经意地遗忘, 到此刻, 坐上仙舟, 随众人前往地魔城, 才突然浮现出来。 果然, 左列只是笑笑。 韩道友, 首先你要知道, 这里, 可是经过改造的小千世界, 这个世界的规则, 已经和预恒界, 和寻常的修仙界不同, 这里的规则, 除了用改造来形容之外, 我觉得, 用另外两个字来形容, 更合适。 那就是, 限制。 这是一个被改造之后, 用来试炼的小千世界, 而且, 试炼的对象, 只限炼器七, 你没发现, 遇到的所有修饰, 都是炼器七, 并未见到助击七修饰吗? 那是因为, 这个世界, 限制了助击七, 凡是助击七以上, 不可入内。 这是对人族修饰的限制, 而对异族同样有限制, 只不过, 对异族的限制, 是体型, 用魔族来举例, 这个洞天世界, 只允许魔族拥有最高十米的魔区, 到达十米之后, 魔区便绝无可能突破这等限制, 除了这魔族的实力, 比那位掌控着朝真太虚天的化神大能还要强, 这, 显然是不可能的。 寒义眉头一挑, 十米? 我之前参与黑魔族仓步族, 抢夺太虚令, 仓步族的族长, 已拥有六米的魔区, 而其魔区, 已是碾压传奇练器, 要不是十几位传奇练器联工, 单独一对一的话, 谁上谁死? 如果是十米的魔区, 即使是传奇修饰再多, 也无济于事吧。 寒义还以为左列会反驳, 但没想到这一次, 左列却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不过, 不知道什么原因, 十米的魔族, 已有几千年不曾出现过了。 但是, 寒道友, 不管魔族有多强, 这一次可是玉京太虚令, 难度高点也不为过。 楼内古书记载, 三百年前, 玉京太虚令落于荒影山脉, 那是影族的老巢, 七百年前, 玉京太虚令落于古妖海内, 古妖一幕, 翻天倒海, 再往上数, 每一次玉京太虚令的出现, 都和四大异族有关。 古书猜测, 这是想要以玉京太虚令为影, 借助整个洞天世界的炼气修饰, 收割最强的异族, 维持洞天的平衡。 因为太虚令的诞生原因便是如此, 太虚光柱只会降临于那些即将突破的异族部落中, 降临者以太虚光柱为目标, 杀死异族部落中的致强者, 太虚光柱破碎, 太虚令碎片四散, 众人抢夺。 玉京太虚令虽然更为高级, 但原理同等。 不过, 不管如何, 能遇上玉京太虚令出世, 是我被修饰, 最大的先缘机遇。 韩道友, 见证无数传奇汇聚的机会, 即将来临。 不仅仅是洞天世界原本的传奇修饰, 此刻, 在大前仙国, 绝对有更多的传奇修饰, 感知, 这将是一场空前盛大的盛会。 从赤芒部落, 到地魔城, 按照楚清关的估算, 应该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这还是因为, 它动用了仁仙及非洲, 速度比之寻常巅峰, 炼气快上一筹的前期下, 如果是在地面上赶路, 至少需要一个多月, 才能赶到地魔城。 当然, 赤芒部落, 从地理位置上相对靠西, 而地魔城, 位于世界的东部, 所以从赤芒部落赶路, 要比其他部落的漫上不少。 韩义并未浪费时间, 而是趁此机会, 盘坐在仙洲之上, 修行起来。 途中, 仙洲还遇到了袭击, 袭击仙洲的是一群长有翅膀, 脸上有三只眼, 浑身皮肤灰褐色的异族。 异族善用神功, 而且天生可飞行, 异常难缠。 众人身处半空, 只能远攻, 将异族逼退, 然后快速驾舟离开。 四大异族中, 异族最是难缠, 只有剑仙这等可靠 零剑法器飞行的修饰, 才能占据主动。 韩义默然, 内心盘算着, 如果自己遇上了, 该怎么杀死一族, 御剑术, 匕首, 还是引诱之靠近? 魏国? 时间过得飞快, 半个月一闪而过。 万仙阁的仙洲, 在一处山林中停了下来。 楚庆关将仙洲收入储物带, 摊开巨大的兽皮, 灵光闪烁, 落入兽皮中, 兽皮上绘制的山川河流, 便从二维, 巨像为三维。 众道友, 且看, 我们如今在这里。 楚庆关一直某个位置, 接着在指向第二个位置, 这里便是地魔城所在的位置。 两地之间不到十里之地, 这块区域, 按照这份地图的标示, 有无数魔族巡逻守卫, 仙洲太过惹眼, 并不安全, 只可从地面过去。 诸位, 我们的路途便到此为止, 后会有期。 楚庆关朝着众人拱了拱手, 便快速朝着某个方向闪烁离开, 其看上去肥胖的身体, 丝毫不影响其练气巅峰级的速度。 韩道友, 可要同行? 左列目光一闪, 看向逐渐散开的上百位修士。 这些修士, 一半左右是练气巅峰级, 其他的也都有滋身九层的修为。 韩一点点头, 他自己走的话, 也自认为安全得很, 但有左列这个向导, 不懂得可以问, 更何他意。 走! 左列刷的一下, 快速朝着某个方位冲去。 山林寂静, 寿候忽远忽近, 上百位修士, 散入期间, 如同鱼苗洒落大海, 哪有再遇的可能? 而且, 这时候大部分人都关心地魔城, 对暗中杀死其他修士, 虽然也有兴趣, 但这其中, 地魔城和杀死他人的主次, 还是分得清的。 路途中, 寒义还遇到了魔族的另一只, 地魔。 地魔极其特殊, 这是生存于地下的魔族, 其天生便能御土而行, 最是适合当巡逻护卫, 这尊地魔三米多高, 发现寒义两人后, 被左列和寒义联手杀死。 在左列面前, 寒义没在藏桌, 因为没必要, 一柄成影剑, 破开防御极强的地魔魔蛆, 洞穿其头颅, 让左列对寒义的战斗力, 又有更直接的认识。 一天后, 寒义和左列站在一处山头, 朝着远方眺望。 远处, 隔着重重山雾, 有一座巨城盘踞群山之中, 巨城雄伟, 坐落群山, 却高于群山, 苍茫岁月气息, 笼罩着巨城。 这是一座从古远时代屹立至今的巨城, 它是魔族历史的见证者。 再见到这座巨城的第一眼, 寒义便大为震动。 如果不是这个洞天世界被改造, 从规则上, 魔族被限制住了。 这座巨城中, 在漫长的时间内, 必定会诞生惊天动地, 堪比化神七人族修饰的魔族。 地魔城是魔族的主城, 城内魔族十二只的强者汇聚, 别说六米多高, 这一次, 更强的魔族都可能出现。 而这一次, 不再是像上次载仓不足一样, 只有十几位传奇练器, 而是数倍, 乃至数十倍的传奇练器。 左裂脸色闪过羡慕之色, 他距离传奇, 还有一小段距离, 知道这个特殊境界的修饰, 实力有多强。 在白玉楼中, 巅峰练器是真传, 而传奇练器, 则已经享有长老之位, 等同铸鸡修饰。 大前官方做过统计, 整个大前先国, 前州, 蜀州, 三十三郡, 两圣地, 三大宗, 以及无数大小宗门, 传奇练器的数量, 在一百三十名左右。 当然, 这统计的指线大前境内, 像剑崖这等天下大宗, 不再统计行列。 含义默然。 其实, 只要到了资深九层, 服用助击单后, 便有机会突破助击期, 不过, 资深九层突破助击期, 的成功率态度, 只有不到两成。 一般修饰, 不到万不得已, 都会选择夯实境界, 增强底蕴, 突破到练器巅峰, 才伺机先到助击。 巅峰练器的修饰, 突破助击期的成功率, 在五成左右。 而到了传奇练器的修饰, 突破助击期的概率, 高达八成。 左列盘坐下来, 闭上眼开始调息。 即使机会渺茫, 但并未完全是零, 只要有一丝可能, 他便会参与进去, 抢夺玉京太虚令。 寒义站立在机米开外, 背负成瘾, 并未调息, 而是注视着地魔城, 眼中阴晕, 略有思索。 太像了, 真的太像了。 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游戏世界, 我们是玩家, 原始部落是NPC, 仓部族是小boss, 地魔城是大boss。 有意思, 真的有意思。 寒义摇摇头, 就算是像, 和自己也没什么关系。 当下自己的境界, 才练气漆, 距离能改造洞天的化神大能, 实在是太过遥远, 连想都无法想象。 一展察后, 寒义转头看向几百米外的一处山林, 三道人影, 从山林中穿梭而出, 站在山林边缘, 同样眺望地魔城, 其中一个, 还朝着寒义这边看来, 其双眸, 一瞬间转变为灰铜, 显然是一门比望气数, 还要高明的探测类法术。 接着, 双方各自收回视线。 又过了片刻, 一位青年, 出现在寒义两人另一侧几十米外, 青年血色长袍, 脸色冷漠, 眼中寒光凌冽, 扫了周围的人一眼, 物资盘坐。 寒义眼中淡金色闪烁, 继而眉毛一跳。 这位青年, 是一位传奇练气, 是吴晴宗的容额额额。 左列睁开眼睛, 脸色凝重, 沉声说道。 寒义心头闪过吴晴宗的资料, 已是了然。 吴晴宗, 是前周的宗门, 并未同白玉楼这等拥有原因期坐镇的宗门, 而只是一个铜玄丹宗, 血神宗一样, 门内至强者, 只是金丹七的宗门。 吴晴宗, 荣俄, 寒义将其容貌和名字记在心中。 因为乘坐仙周, 寒义来的时间是相对较快的, 在他和左列抵达之后, 周围的山林陆陆续续开始不断有修饰出现, 有独行修饰, 也有结伴形的修饰。 这其中, 出现的传奇练器越来越多。 在左列的介绍下, 寒义认识的修饰越来越多, 特别是那些传奇练器。 一个月后, 茂盛的山林连绵不绝, 不见尽头, 群山中的地魔城, 欧有魔吼声传来, 震动山林, 鸟兽无忌。 识人, 百人, 在寒义的感知中, 足有上百人, 可在他感知范围以外, 延伸向两侧, 还有无数的修饰, 或盘坐, 或站立, 或刚到, 每一位修饰身上, 都压制着自己的气息, 唯恐惊跑了猎物。 不过, 所有人都知晓, 不仅仅是人, 就连地魔城中的魔族, 也都知晓, 一场旷世大战, 即将来临。 魔族十二支, 已受召唤, 集结于此。 某一个时刻, 在地魔城中, 一道光束, 冲天起, 这道光束, 剧烈变化, 颜色转换, 突破群山云层, 直通天穹。 太虚光柱出现了, 欲经太虚令, 终于等到了此刻。 杀? 同一时刻, 一处山崖边, 八位修士, 气息轰然绽放, 搅动山间云雾, 风声一致之后, 陡然大作。 寒意眺望, 内心大震, 这八位修士, 巨都是传奇练器, 其中一位, 正是他在仓步族中, 见过一面的拖刀少女。 玉金山圣女, 少女不高, 一柄恐怖的银色巨刀, 妥于身后, 仿佛没有重量, 巨刀锁过之处, 坚硬的地面, 如豆腐般无声裂开。 是玉金山的传奇。 开始了。 左列站起来, 脸色兴奋至极。 那八位都是。 寒意疑惑道。 左列点点头, 玉金山的传奇, 当然不仅这八位, 不过, 玉金山内, 有一些传奇兴高气傲, 自认为无须玉金太虚令, 便可诸一等先机, 还有不少传奇修士, 或外出未归, 或闭关不出, 这八位, 应该是恰好有空, 闻讯赶来的。 玉金山的弟子, 进入朝真太虚天, 也是需要花费一定的宗门积分的, 不过比外面的其他修士, 要容易得多。 说到这里, 左列将眼中的羡慕之情甩掉。 不过, 鹿死水手, 还不一定。 七百年前, 便有一枚玉金太虚令, 被白玉楼的一位前辈获得, 那位前辈借此, 得以铸造一等先机, 晋升铸鸡期后, 九年金丹, 三十七年原因, 那位前辈, 便是如今白云楼的楼主。 韩逸震惊, 这么快, 九年金丹? 左列点点头, 没错, 九年金丹, 那可是九年啊, 不是九十年啊, 太恐怖了。 楼主他老人家, 住一等先机, 一朝蜕变, 先到长青。 所以, 韩道友, 这是玉金太虚令之争, 更是仙道之争。 仙道之争, 不容留情。 左列不再看韩逸, 往前迈出, 落下山头, 身形闪烁, 往地魔城掠去。 不仅仅是他, 此刻, 群山之外, 连绵不绝的山林中, 有无数的修士月初。 其中, 有韩逸见过的, 未见过的, 认识的, 不认识的。 入目之处, 剑仙, 战骑, 血袍, 长脊, 巨刀, 杀一碗如石质, 从山林铺开, 朝着群山中蔓延而去。 轰隆隆。 极远之处, 那座如远古巨兽般, 盘踞群山深处的地魔城, 大门轰然动开。 一尊足有七米多高的魔族, 身披一件黑色战甲, 仿佛晴天巨人般, 从巨大的城门走出, 其手中, 一柄古铜巨剑, 扛在尖头, 其身后, 魔族的大军, 黑压压往外涌出。 动! 一声沉闷的战鼓声, 陡然自城墙山传来。 动! 动! 战鼓声一声响过一声, 一声快过一声, 想在魔族身上, 让魔族体内魔血沸腾, 魔躯狂震, 战役攀升, 想在冲杀而至的修士身上, 让所有修士, 浑身一沉, 仿佛有千军之力, 重压在身。 杀! 寒义心中热血涌动, 如此场景, 恍如一幕想象中的仙魔之战。 浩瀚, 惨烈, 不同于真正的仙魔之战, 这一场, 人族修士拥有不死之身。 原本寒义还有所顾虑, 他带进来的法器, 如果在厮杀中被毁掉, 或者遗失, 或者他被杀的时候, 恰好法器在外, 并未收回储物贷, 那等他回归太虚幻境, 法器自然丢失。 这是他的顾虑, 当然, 他也明白, 进了洞天世界, 必然没有万无一失的说法。 但此刻, 他突然明白了左列所说的, 先道之争, 不容留守。 这里的留守, 是对异族的留守, 是对其他修士的留守, 也是对自己的留守。 权力以赴, 才为之不留守。 寒义有点后悔, 应该把金光梭也一并带进来, 如此, 才是自己的巅峰战力。 某些时候, 自己格局小了, 这一点, 他不得不承认。 但人无完人, 又岂能万事周全。 事已至此, 他如果死了, 再降临一次, 便会回到赤芒部落附近, 再赶来地磨城, 黄花草都凉了。 此刻, 从极高处往下看, 便能看到, 黑暗群山中, 盘踞无数亿万万年的巨城洞开, 一尊身高达七米的魔族, 扛着古铜巨剑, 走出城门, 在他身后, 无数魔族, 从两侧涌出, 扑开。 而从山林中, 冲出来的人族修士, 数量不多, 只有两千多人, 但每一位, 都是炼气九层的修士, 其中, 一半以上都是炼气巅峰, 在炼气巅峰之上, 更有足足五十多位传奇炼气, 灵光和魔躯, 在接触的一刹那, 便狠狠撞在一起。 顿时, 战鼓声, 魔吼声, 呐喊声, 冲锋声, 阴暴声, 血肉撕裂声, 法器爆炸声, 轰然大作。 同一时刻, 地磨城最深处, 一尊巨魔睁开眼睛, 巨大骇人的眼眸中, 浮现一道深藏了上千年的 渴望眼神。 轰, 古铜色巨剑砸下, 巨剑之下, 灵光微微闪烁, 巨剑举起, 一滩血迹。 这一剑, 直接将一尊炼气巅峰级修士, 砸成肉泥, 将其爆发的法器, 直接砸成碎片, 连法器自爆的威力, 都直接镇压下去。 杀, 两道灵光, 腾空而起, 绞杀向这尊魔族, 这是两柄由剑仙驾驭的灵剑, 灵剑杀气腾腾, 撞在魔族战甲之上, 却哀鸣一身, 被崩弹回来。 不过, 这一剑, 也在齐战甲上, 留下了一道裂缝。 继这两道灵剑之后, 有七八道攻击, 于肩不容发之际, 落在这道裂缝中, 将战甲直接炸开一道口子, 直接轰在魔区之上。 吼! 巨魔吃藤, 巨吼声中, 古铜色巨剑, 横扫而过, 将一尊玄空的三足金顶, 直接砸飞, 几十米之外的一位传奇练器, 受到极拼法器的反噬, 一口滚烫的血液, 喷洒而出。 喂完, 砸飞金顶后, 巨剑速度未减, 横切而过, 将一位传奇, 拦腰切断。 传奇之后, 六位修士, 同样遭难, 被恐怖而纯粹的力量, 穿透身躯, 瞬间化为筛子, 继而化为虚无。 这一恐怖的一幕, 让魔族士气高涨。 下一刻, 杀! 足足有三十多位传奇, 围杀而至, 这些传奇练器, 手中的法器, 都是极拼法器, 每一击, 都相当于助击七一击。 三十道攻击, 趁着巨魔手中的巨剑力竭未拉回来, 已经齐齐落在奇魔区之上, 头颅, 胸口, 躯干, 战甲, 喉咙。 一刹那间, 最恐怖的灵能以巨魔为中心, 向四面八方席卷去, 被逼迫得近的一些巅峰炼器, 直接连身形都控制不住, 被余波直接先飞, 虽不至于重伤, 但五脏六腑, 仿佛一味般难受, 骇然脸色, 以致极限。 灵能风暴, 被一股狂风吹散, 现出巨魔的情况, 已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面对三十多位传奇炼器的急火, 相当于三十多位助击器的轰杀, 就算是金丹七都可能殒名, 何况一尊被限制了魔区的魔族。 不远处的寒意, 刚杀了一位血魔, 抬起头来, 正瞧见着惊天一击, 不由的眼皮狂跳。 蚂蚁多了, 都能咬死大象, 更何况这巨魔, 也并非大象, 众传奇, 不若太多。 他转身, 看向战场的另一侧, 只见几十位玄丹宗的弟子, 结成临阵, 正在一位传奇修士的带领下, 仿佛一柄尖刀般直插向地魔城。 那位传奇修士, 并非他在仓部落见到的青龙风安心, 而是此次玄丹第二位传奇练器, 地榜第一, 白虎风的耕长虚。 那临阵中, 寒意还看到了熟悉的何凤迪。 在更远的地方, 同样有修士, 集结成临阵, 杀戮魔族, 汗不畏死, 朝着巨城快速推进。 寒意身形一闪, 躲过一道石斧攻击, 成隐剑掠过, 将一位炎魔洞穿, 未等其爆发, 便折返而回, 将其头颅割下, 一气呵成, 游刃有余。 杀! 他跳往城门位置, 足足有七位可遇空飞行的修士, 在此时, 已经登上了城门, 其中, 包括两位剑仙, 还有曾有过短暂一战的 灵战宗谢金山。 而在城门之下, 玉金山的几位传奇炼器 同样不弱, 已杀入其中, 这些人身后一条血路铺开。 寒意身形一闪, 青身术已经是施展到极致。 既然要争, 那就不能犹豫, 不能前, 为狼后为虎。 他躲过一位阴魔的袭杀, 躲过一道金魔的金光神通, 为座停留, 冲入洞开的城门。 城内同样已是杀戮场, 不断涌入的修士, 将祖兰的魔族杀死, 再冲向地魔城深处。 那里, 一道顶天立地的光束, 散发着致命的诱惑。 寒意身形一顿, 在他前方, 一尊五米高的研磨战里, 其双手握着一柄黑色巨斧, 巨斧并未有多精致, 而是显得粗犷, 但这柄法器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那气息甚至比这尊研磨 还有浓郁一筹。 寒意脸色一沉, 身形一闪, 就要绕路离去, 却发现已来不及, 身后一道破空声, 仿佛能预测到自己的躲避方向般, 劈卡而落。 六柄匕首在寒意转身前, 已是先一步, 飙射而出, 朝着巨斧冲去。 咻! 当!当! 六柄匕首, 接连被崩退。 哼! 巨斧一顿, 劈卡未停, 但接着, 这一组的短暂时间, 寒意已经横移出去四米多远, 巨斧劈卡而下的进风, 掠过脸, 让他脸色大变。 好强! 他暴退十米, 亲手一招, 便将被崩散四处的匕首, 收了回来。 不过, 他发现其中一柄匕首, 竟然在笔刃上, 已是出现了一个缺口, 这发现, 让他脸色更是难看。 传奇, 这研磨, 绝对和人类的传奇, 炼气实力相当。 寒意内心闪过, 进入朝真洞天之后, 遇见过的魔族, 测算了下, 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三米魔族, 强于滋身九层, 弱于巅峰炼气, 而四米魔族, 则完全是巅峰炼气, 到了五米, 也就是眼前这头魔族, 便已是相当于人族传奇炼气, 而突破到六米, 也就是当初黑魔族仓步族的族长, 已是超过了传奇, 需要众多传奇炼气集火, 才能灭杀。 寒意再退, 他并不是不能和传奇一战, 只不过被挡在这里, 他就不能去抢玉京太虚令了。 可十几米外, 那头五米高的炎魔, 怒吼一声, 石斧已经劈来, 其速度并未受到其体型的限制, 甚至不比寒意施展轻身术要慢。 寒意脸色一沉, 不再转头, 而是轻贺一声, 手中的成影剑掠过一道流光, 比巨斧还快, 瞬间从这头传奇炎魔脖梗掠过。 沙哑沉闷的撞击声传来, 寒意凝神望去, 瞳孔猛缩。 那被成影剑划过的炎魔脖梗, 竟然只是掉落了一些岩石碎屑, 并未对其造成更大的伤害。 是了, 是法器的原因。 寒意内心一紧, 已是明白其中原因。 严格意义上, 这是他第一次 同相当于传奇炼气的魔族厮杀, 在此之前, 他也有两次同传奇炼气碰上。 一次, 是万妖山脉中, 从血神宗血神子寒虚小隔空队玩, 他第一次感受到传奇炼气的恐怖。 第二次, 则是上次在黑魔族祖地山里, 他被临战宗谢金山堵上, 唯一的一柄中品剑气七星剑, 也只是让那杆青色战旗停顿了半夕, 接着便被卷死。 而不管是哪一次, 实际上, 他都几乎毫无反手之力。 这些年来, 寒义观看传奇炼气的战斗次数倒是不少。 不过, 真正轮到自己上了, 才发现在传奇炼气面前, 如果没有极平法器, 那基本上不堪一击。 传奇炼气, 可不是当初寒义在天青城遇到的炼气八层, 这些修士站在炼气最极限的位置上, 使用的都是极平法器。 而寒义这一柄剑气, 成影剑虽然是顶尖上品法器, 但上品就是上品, 距离极平虽然是一线之差, 但在威力上却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系列念头不过差哪儿过。 想通这一点, 寒义眼中闪过绿色, 他收回成影剑, 落入背后, 接着再收回六柄匕首, 从储物袋中拿出了另一件中品剑气, 赤霞剑。 这是他带入洞天世界的第二柄中品剑气, 之前那一柄七星剑在面对谢金山时已经自爆, 为他争取了一线时间吞下太虚令碎片。 接着, 神念狂勇附着于赤霞剑之上。 杀! 赤霞剑拖拽着恐怖淡红色的光芒, 刚启动时便突破音速, 发出恐怖的暴鸣声, 直接冲向炎魔那两只可怖的眼珠。 炎魔怒吼, 巨斧先一挡, 却见赤霞剑在刹那间速度在提, 躲过闪过的巨斧, 已是逼近炎魔眼睛三米之内。 炎魔的眼眸中, 一道灰白的光芒飙射而出, 这是炎魔的天生神通, 石化。 不过, 十几米外的含义, 其目的本来便不是重创炎魔, 更不是杀死炎魔。 他又自知之明, 没有金光缩, 自己不可能单独凭借一柄上瓶法器成影剑, 一套中平法器封魔匕首, 将这尊等同于传奇炎气的炎魔杀死。 既然如此, 那便, 阻他一阻, 剑斥霞剑已逼近炎魔头颅三米, 含义脸色闪过狠色。 爆! 这一刻, 他毫不犹豫地引爆了这柄剑气。 同一时刻, 含义从储物袋中又拿出了两张灵符, 一张灭神符, 毫不犹豫, 一甩而出。 灭神符无火自燃, 刹那化为灰烬, 另一张, 盾行符, 拍在身上。 在剑气自爆, 灭神符发动的下一刹那, 含义已是无声盾行出百米之外, 刷的一下, 消失不见。 下一刹那, 剑气才完成自爆, 碎裂的剑气化为剑雨, 在恐怖的灵能风暴下, 冲向炎魔脸面。 不过, 一道灰色的光芒一闪而过, 这些如同剑雨的碎片, 只是移动了一米, 便直接凝固在半空中。 同时, 灭神符发动, 无形的波动, 钻入炎魔的头颅, 让其仰天咆哮, 灰色的光芒更是从眼眸中倾泻而出, 所过之处, 万物化为白灰石炎。 跑出去三百米左右的韩裔, 脸色一寒, 身后那极速攀升的恐怖气息和咆哮, 让自己心机万分。 传奇, 这就是传奇。 韩裔第一次对传奇, 有了更准确的认知。 怪不得能硬生生在炼气巅峰之上, 又开辟了一个不存在的称号。 当时他以为自己能力战传奇, 但此刻回想, 自己还是太自信了些。 神秘之地的那尊黄金仙士, 只不过是天宫造物, 和修士比起来, 威猛有余, 但变化不足。 而且那考核中, 黄金仙士只会被动防御, 完全没有进攻, 要是其进攻, 韩裔估计自己撑不住三息。 接下来, 韩裔更加谨慎, 为了不被拦阻, 遇到了四米高的魔族, 都快速甩开。 而遇到了五米的魔族, 则是利用多余的法器和灵符, 为自己争取时间, 让自己逃离。 轰隆隆。 地魔城深处, 一座高尾宫殿轰然倒塌, 撞它宫殿的是一尊身高九米的地魔。 在地魔尸体周围三百米内, 三十多道身影, 散发着凌厉的杀气, 磅礴的灵气, 席卷碰撞, 毫不退让。 这是三十多位传奇练器。 参加这一次争夺玉京太虚令的五十多位传奇, 足足陨落了二十位左右, 只有三十多位, 活着站在了这片一片 已是废墟的宫殿上。 奇怪了, 太虚光柱为何还在? 盘坐半空, 临战中的谢金山疑惑道, 此刻, 他身前的战旗已经只剩下四柄。 为了这一战, 他自爆了五柄战旗, 也就是五件极平法器, 可见旗下了多大的重重。 据我了解, 这位应该是魔族的魔帝了。 按照洞天世界的规则, 杀死太虚令所在一族最强者, 太虚光柱便会散去, 献出太虚令。 难道我等杀错人了? 另一位女修传奇, 新红的眼眸, 扫视全场, 她举起一只手, 轻轻一点几十米外的魔帝, 未见其法器, 压榻了宫殿的尸体, 骤然四分五裂, 化为一块块碎片, 地血未见腥臭, 反而有一股神秘的心香。 如带出去, 可炼为高等级丹药, 可培育灵直, 可给体修服用, 增强肉身。 不过, 和玉京太虚令相比, 这尸体便不值一提。 死透了。 传奇女修脸色疑惑, 寒义赶到的时候, 见到的便是那身高达到九米之巨, 仿佛远古巨人般的尸体, 被神秘的力量, 切割成一块块。 辽阔的广场中间, 那连绵的宫殿已成废墟, 废墟连通广场, 其面积足有上百个足球场那么大, 尸体在废墟中间, 寒义在广场边缘。 而广场边缘的寒义, 依旧能闻到废墟中, 自那碎裂成块的尸体中, 散发出来的新香。 可惜了, 试炼要炼丹的好东西啊。 寒义将视线从膜地尸体上移开, 扫视四周。 在尸体附近, 三十几道传奇炼器, 间隔或进或远, 分立四周。 在广场边缘, 五百多位修士, 并不避回身形, 站立边缘, 气息已而不发。 众人静默, 坐等变化。 恰在此时, 一道血色的光芒, 从已经四分五裂的魔地尸体中浮现出来, 接着, 以众人完全反应不过来的速度, 震散向四面八方。 嗡! 同一时刻, 血色的光芒, 从广场的边缘地面升起, 如同一块巨大的血布, 拉伸向天穷, 继而朝中间围隆起来。 这一张遮天蔽日的血色光幕, 仿佛一个血色的锅盖, 将广场盖了起来, 甚至将那一束玉京太虚令引起的光束, 都给包裹起来。 而那通关光束, 再被包裹起来, 隔绝了外面后, 便瞬间消散, 化为九枚令牌, 缓缓飘落。 同一时刻, 一声震动, 从魔地尸体废墟的下面传来。 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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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先是急促, 再是平缓。 广场内的众人, 已明白这声音究竟是何物。 心跳! 这是一位魔族的心跳声。 不过, 在刚才那血色光幕拉起的时候, 众人包括寒意在内, 都并未逃走。 在洞天世界中, 他们拥有不死之身, 何必逃走? 逃走了, 还怎么抢玉京太虚令? 废墟中的三十多位传奇, 在心跳传来的第一时间, 已经散开。 他们虽然不拒, 但也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 眼看着玉京太虚令即将出事。 如果这时候被干掉, 被踢除出局, 那便是天大的遗憾。 哄! 魔地尸体下方的废墟, 突然从下网上炸开一口通道, 那平缓的心跳声, 一下子便变得更为清晰。 哒哒哒! 一尊魔族踩着陷落的废墟, 逐渐走出来。 这尊魔族面容苍老, 但其身高, 却是含义见过的最高之魔族, 足足十米的身高, 站起来俯瞰众人, 仿佛顶天立地的魔神般。 齐刚一走出来, 并未看向众人, 而是抬头看向半空, 继而咧嘴一笑, 先是轻笑, 再是大笑, 继而狂笑。 出始时, 众人并未在意, 不过随着其咆哮大笑, 一股恐怖的气势, 生疼而起, 众人瞬间骇然, 就连退出去几百米的众多传奇炼器, 都已是色变。 灵界太? 不可能, 朝真太虚天, 不可能还有灵界太的一族存在。 一位站在虚空, 并未见其欲使任何法器的青年修士, 看清这尊魔族, 惊呼一声, 脸色已经不是难看那么简单, 而是略显恐惧。 大师兄, 你说的灵界太是? 在青年六米之外, 玉金山圣女, 拖刀少女疑惑道, 被拖刀少女称为大师兄的青年, 深吸一口气, 陈生快速解释道, 灵界太, 便是到达这个世界规则界面设置的最高实力, 只差一步, 便能突破这个世界的规则, 而如果突破这个规则, 这一族, 便能破开世界壁垒, 离开此界。 理论上, 灵界太虽然存在, 但在三千年前, 已经被祖师进一步压制, 在这个世界上, 魔族的魔区最高, 不再是灵界太的十米, 而是九米。 因为, 灵界太太危险了, 说不定异族突然便能借助外物, 绕过规则限制, 从而突破到十米以上, 一旦突破, 世界规则不再压制, 朝真太虚天, 便会极其危险, 至于危险具体指的是什么, 祖师并未说。 青年修士的话, 虽然没有很大声, 但在整个广场的人, 都听得清, 众人一听, 也只是对这头十米高的魔族的凝重, 并没有畏惧。 小娃娃, 你竟然还知道灵界太, 不过, 不管你知道什么, 你们, 都得, 死。 死自未落, 这尊十米高的恐怖魔族, 便已是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青年生前, 一拳轰出。 苍老的面容, 并未影响其志强的实力。 时间反复被凝固了一般, 站在青年对端广场的韩翼, 无法形容这一拳, 不到十分之一刹那。 他只是看到新出现的十米魔族, 移动, 不, 因为其速度太快, 在韩翼面前, 就如同瞬移, 魔族瞬移到玉金山练气器大师兄面前, 然后一拳轰出。 整个广场的空间, 突然一震, 压缩到极致的力量, 以魔族拳头为初始, 向其前方, 呈扇形辐射开。 那青年身上, 其身上疯狂闪烁着光芒, 光芒被狂暴的力量淹没, 吞噬, 消散。 轰隆隆, 只有距离青年稍微远一点的脱刀少女, 被鱼波震飞, 其他三位更远的传奇练气, 则是惊骇到尸声。 玉金山青年修士身后, 隔着上千米的, 站在广场边缘的练气巅峰修士, 足足有七十多位, 同样眼睁睁看着狂暴的力量, 刹那间跨越上千米, 急速掠过。 站在魔族背后方向的广场边缘的寒意, 有某种大恐怖在心头陡然浮现, 一出现便真挚之高点。 这种恐怖, 之前在黑魔族仓步族的时候出现过一次, 可那一次和这一次又有不同, 那一次, 寒意心头浮现的大恐怖是在临死一瞬浮现, 即使再高, 也有线。 可这一次不同, 他是眼睁睁看着那位魔神, 一拳打出一片千米宽的空白区域, 这片空白区域, 在上一十分之一刹那前, 可还站着三位传奇练气, 七十多位练气巅峰修士。 寒意找不到此语可以形容, 因为他觉得恐怖已经不足以形容这一拳了。 哈哈, 你们都得死啊! 让吴来告诉你们, 让恐惧来得更猛烈些。 此果世部传之几古时代, 乃是此方世界刚诞生时, 某一位先天神圣的先天灵宝, 可隔绝天地, 可隔绝天地啊! 所谓隔绝天地, 便是说, 此方果世部内的空间, 已经和外界的空间规则, 完全不同, 在这里被我杀死, 你们的神魂, 便归我了。 而不是回到你们口中所谓的太虚幻景。 恐惧, 对, 没错, 我嗅到了恐惧的味道。 不过, 还不够, 这种死亡前的恐惧, 越多越好, 神魂和血肉, 才可铸就我的魔神之路。 杀了你们, 突破你们强加的灵界态, 无便可离开此界, 顿入万界, 从此, 不再受到限制, 魔道畅通。 我已经足足等了上千年了。 似是为了让众多牢笼内的人族修饰, 感受到真正死亡的恐惧, 这尊魔族将此地的真相, 将他策划了无数年的阴谋告知。 说到这里, 这位十米高的苍老魔族已不再狂笑, 反而恢复了平静, 刚才他一出来变狂笑, 那是压抑了上千年的情绪。 此刻, 这种无用的情绪已经宣泄一空, 是时候坐等年死众多虫子, 铺救自己的魔神之路了。 而此刻, 当这尊魔族说完这些话后, 在场还活着的人, 转头看向那一拳轰出来的扇形地带, 其上, 血迹密布, 有些比较靠边的, 并未被这一拳彻底轰灭成积粉, 而是保留着少部分的尸身。 正常在洞天世界, 修饰死了, 朝真印记起作用, 太虚体回归太虚幻境, 不可能存在尸体。 而此刻的尸体, 无不再映衬着这位魔族所说之人, 便是真的, 一想到死在这里, 不会在太虚幻境中复活, 众人瞬间慌了。 几百位巅峰炼器, 有一些转身欲逃, 倒却被血色光幕挡住, 不管他们怎么攻击, 甚至自爆法器, 都无法让血色光幕动弹一二。 同样有传奇炼器, 转身, 急兵法器轰在血色光幕上, 却是同样的结果, 光幕依旧, 甚至连一丝痕迹都未能留下。 而轰出一拳, 站在原本青年前方位置的苍老魔族, 并不想快速收割, 而是让恐惧的气氛再浓郁一些, 如此, 他突破的把握更大。 联手, 杀了他。 玉金山修士中, 存活下来的四人, 有人轻贺一声, 眼中杀气攀升。 地魔城, 广场之上的所有人, 都是经历过无数厮杀的修士, 在尝试无法破开血色光幕后, 自然知晓此刻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他们没法真正验证是否在此地死了, 能否在太虚幻境中复活。 他们爷爷并未全盘相信这尊魔族的话,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 在这一刻, 有同一个想法, 杀了他。 而苍老魔族, 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几百位炼器修士的攻击, 他想要一次次击溃这些人族修士, 将这些人神魂中的恐惧激发出来, 如此才是最优质的养分。 上千年都等得起了, 不急在这短暂的一刻中。 哼! 所有人联手, 而且不仅仅是三十多位传奇炼器, 还包括几百位巅峰炼器。 产生的狂暴灵能, 就能经单期都不一定说敢接下来, 但此刻, 站在广场中间的这尊魔神, 只是伸出手, 猛地扇过。 剑光, 灵能, 法器, 术法, 神通, 灵符, 通通如撞上天幕般, 破碎, 破碎, 再破碎。 寒意并未袖手旁观。 这时候, 如果还坐看风云, 那才叫淳不可及。 上瓶顶尖法器, 成影剑同样拖叶出淡红色的光芒, 突破, 突破, 加速, 再加速, 神念狂涌而出, 却在那晴天巨掌之下, 破碎。 狂暴的力量, 一闪而过。 寒意附着在成影剑上的神念, 瞬息间便被碾碎, 连在关键时刻引爆成影剑都做不到。 喉咙一阵甜热, 以上涌的血液被他强压下去。 不行, 这已经是魔神的范畴, 远远超过炼气七修士的范畴, 就算是再多人都无济于事。 只有想办法, 逃出去了。 寒意内心惊骇, 刚才他的攻击只是数百道攻击其中之一, 有人催动法器, 有人以灵符袭杀, 有人激发战旗之力, 甚至有传奇修士, 直接将一箭及凭法器自爆。 可无数攻击, 巨都毫无效果。 寒意此刻已明白, 联手一战, 已经失败。 他抬头看去, 在联手失败后, 有修士转头攻击血色光幕, 力图劈开一个缺口, 再逃顿离开。 有修士则是不断继续攻杀苍老魔族, 但不管哪一种攻击, 都被轻易抹掉, 就算是真的能落在苍老魔族身上, 看上去也丝毫未伤其分毫。 寒意眼中并未绝望, 就像在神秘之地的洞府时一样, 即使看似绝境, 但肯定会有生还之机。 对, 欲经太虚令。 在这里, 如果说还有什么和动天世界有关联的, 那一定便是欲经太虚令。 能让欲经山都回收, 并付出参悟一等先机, 这等天大先缘的代价, 这欲经太虚令, 必定不简单。 寒意心中念头转动, 也只能活马, 当死马医了。 他抬头看向之前血色光幕合拢之后, 光束消散, 缓缓往下飘落的九眉太虚令。 此刻, 那九眉太虚令, 已是降至二十米左右。 寒意一挥手, 六柄匕首悬浮身侧。 却, 六柄匕首, 无声腾空, 并未分散, 而是首尾衔接, 笔直冲去, 速度极快, 甚至比某些极平法器还要快。 论威力, 寒意的匕首, 只是中平法器产生的威力有限, 甚至在此刻的光幕内完全失去作用。 但如果单单论速度, 欲剑术达至登峰造极的他, 欲使匕首的速度, 丝毫不弱于传奇, 练起修士。 和他相同想法的并不少, 两柄灵剑同时腾空, 比寒意的匕首晚一步飞空, 但却早一步将两枚玉金太虚令截获。 灵剑带着玉金太虚令, 折返回来, 落入两位御使第二柄灵剑腾空的剑线。 寒意并未理会这两人。 寒意紧随其后, 将第三枚玉金太虚另用两柄匕首夹住, 快速折返, 朝自己方位标射而回。 就在此时, 一声冷哼, 因为脸色苍白, 显然受了伤的传奇修士, 突然预示一柄血色长剑, 血剑斜插向天, 恍若流光, 就要将寒意的匕首斩碎, 截获玉金太虚令。 寒意脸色不变, 他只是奋出一柄匕首, 迎了上去, 毫不犹豫地将之引爆, 封魔匕首的自爆, 将血剑一组。 加着玉金太虚令的其他匕首, 已经同其拉开一段距离。 寒意低头看去, 和一位手臂搭了, 领袍染血, 脸色冷立, 满眼杀气的青年修士对了一样。 南斗神功, 浮悠, 寒意脸色泛冷, 对方是传奇练气, 但在这生死之间, 唯一可能的一线生机, 他不会拱手相让, 必将死斗。 几百米的浮悠, 深深看了寒意一眼, 收回视线, 那柄兽足的血剑并未降落, 而是继续腾空, 朝着第四柄玉金太虚令而去。 同一时刻, 法器交织, 不断腾飞, 或结, 或蓝, 或斩, 都加入争夺玉金太虚令的行列。 不远处的十米魔族, 只是轻蔑一笑, 并未阻拦。 挣扎得越欢, 死的时候便越绝望, 这是他希望的。 二十米的垂直距离, 寒意足足以三柄封魔匕首自爆, 才将玉金太虚令拿到手, 可见这期间的争夺有多剧烈。 不过, 此刻尚未不安全, 远处有传奇练气修饰, 朝自己掠来, 近处, 三位陌生的巅峰练气, 已是眼睛一片血红, 催动法器, 朝他轰纱而至, 留给他的时间短暂地不够思考。 玉金太虚令入手, 和之前得到的太虚令碎片不同, 这是一块温热的玉块, 玉块约抹二十公分, 颜色是青色, 玉块之上, 并未有任何痕迹, 乍一看, 这就是一块未经雕琢的天然淋浴。 吃下去, 寒意发狠, 张嘴欲吞, 恰在此时, 一道肃木板正的声音, 响彻在整个血色空间。 师爹, 别往火了。 紧接这道声音的, 是另一道听起来, 略显懒散的声音, 放心, 都在计划之内。 谁? 原本眼神戏血, 准备看人族修饰那头的魔族, 瞬间爆喝一声, 浓烈的血气, 冲天而上, 其一掌横扫而来, 欲要将广场上, 所有人族修饰图面, 一掌网上, 似要撑住血色光幕。 恰在此时, 一道倾笑, 响彻血色空间。 接着, 一道轻袍人影, 出现在半空之中。 轻袍人影看不出面貌, 但其出现的刹那, 整个血色空间, 连时间都停止了。 寒一欲抬头, 视线分叉, 一半在朝着自己掠杀而来的其他修饰身上, 一半欲往高处看去, 却未完全抬起。 果然, 你们这些魔崽子, 真是杀不光啊。 这道轻袍人影, 随意念叨了一句。 接着, 这轻袍人影语气一转, 似有喜意。 不过, 果尸部啊, 找了好久了, 原来在这, 此物和该与我有缘。 至于魔崽子, 自然是该死。 下一刻, 他轻轻一挥手, 未见风云, 却有一道光落在那撑开手臂。 为了今日策划了上千年的十米高魔族身上, 其凝固住的魔躯, 瞬间灰飞烟灭, 连积粉都不存。 抹去, 不管是魔躯, 还是神魂, 就连一丝可能存在的血肉, 都在这一道光下, 彻底磨灭。 再接着, 轻袍人影伸出一只手, 往下一扯, 围拢广场的血色光幕, 便真的仿佛一块不一样, 被瞬间拉下, 急速收缩后, 化为一块血色不快, 被轻袍人影收起来。 收好血色不快后, 其身影看了下方停滞的空间一眼, 眼眸中有神光浮动, 只见广场边缘处, 那些被魔族所杀之人的血肉身躯, 迅速转而虚幻, 血肉聚消。 收回视线, 其身影才逐渐虚化, 引入这方洞天世界。 随着其身影的消散, 似有鲜言落入凡尘。 天上白玉京, 十二楼五城, 显人扶卧顶, 结发寿长盛, 无乃玉京山, 李长生, 哄, 停滞的时间, 轰然恢复正常。 韩逸在电光火石之间, 来不及震惊, 因为杀鸡已至。 肩不容发之际, 他将已经送到嘴边的 玉京太虚令收入储物袋中, 接着又要将封魔匕首 收入储物袋。 不过, 一道残破的战旗 已经从天而降, 就要将它定在原地。 韩逸只来得及 收起两柄封魔匕首, 第三柄却直接从腰间跃起, 斜向上洞穿他的头颅。 其身体和储物袋 瞬间化为虚幻, 消失不见。 那柄被他预使着 斩杀自己的匕首, 飞出去上千米, 插在广场的地面, 直墨笔柄。 谢金山收回战旗, 脸色深深看了 太虚体消失的含义一样, 又是你, 我记住你了。 接着, 他又抬头, 看向高空, 闪过一丝敬畏之色, 接着转身, 毫不犹豫, 加入争夺其他玉京太虚令的行列之中。 刚才那恐怖至极的魔族被杀, 出现的那一尊 自称李长生的玉京山修士 究竟是何等身份? 这些信息 并未先占据广场上 练习期期修士的心思, 因为甚至没有时间让他们震惊。 在危机解除的第一瞬间, 所有人都加入 争夺玉京太虚令的行列, 停滞了的厮杀, 继续, 扩大。 有人得到玉京太虚令离开, 有人未将玉京太虚令收入储物袋, 就被定住身形, 瞬间被打杀, 那抢到太虚令的修士, 同样被激活。 一场危机落幕, 一场盛宴再起。 韩逸只觉得眉心一阵剧痛, 在出现时, 已经回到了太虚幻境, 眼前是一大一小两团朝真印记, 他心念一动, 太虚体出现, 在太虚体身上, 一个储物袋也随之回归。 韩逸从储物袋中, 拿出那一块青色玉石, 见其还在,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拼了那么久, 也算是阴差阳错之下, 得到了一枚玉京太虚令。 这其中, 运气成分至少占了八成。 如果没有那血色光幕, 和那十米高的魔族, 引起的这一番惊变, 他要在三十多位传奇练气手中, 抢到一块玉京太虚令, 可能性不是说没有, 但绝对微乎其微。 确认玉京太虚令还在, 韩逸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不免对刚才那一场危机, 心有余悸。 而在星际之中, 又有震惊伴随。 魔族, 果实部, 血色光幕, 隔绝天地, 玉京山, 计划之中, 李长生。 韩逸并未深入思考, 只是了解了表面, 而正是这些表面的东西, 便已经令他感到震撼不已。 那李长生该不会就是改造 朝真太虚天的化神七秀是吧? 罢了, 涉及那等通天彻地的强者, 我怎么猜都猜不透。 不可好高骛远, 还是关注自我妥当。 一趟洞天试炼, 亏了一柄成影剑, 还有四柄封魔匕首, 希望这玉京太虚令, 能够给我来个大惊喜。 韩逸想了想, 从本体储物袋中, 将金光缩拿了出来, 放进太虚体上的储物袋,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接着, 神魂遗体, 转身跨入光门中。 光影流转, 重唤天地, 寒意出现在赤芒部落中, 他二话不说, 直奔屋的石屋。 一路上, 他看到很多降临者, 也就是修士的身影, 这些修士, 聚在一起, 谈论着关于刚刚发生在地魔城的一切。 这些人, 都是死在地魔城内, 又重新降临的修士。 可惜, 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到达地魔城, 死了的话, 太虚体降临, 只会到原始部落, 如再敢去地魔城, 肯定已是来不及。 含逸放缓脚步, 并不显得太急躁, 而是便走便听。 玉金山祖师, 化神七, 李长生, 灵界太, 魔族, 果施部, 玉金太虚令, 得主, 无数关键词, 被含逸捕捉到。 他再不停留, 走进屋的石屋。 足足一盏茶的时间后, 他紧绷着脸色, 走了出来, 寻了个无人的地方, 一拳打穿硬堂穴, 身体化为虚无, 重新回归太虚幻境。 再次睁开眼, 他迫不及待地聚向出太虚体, 从太虚体身上的储物袋中, 将刚兑换得到的灵物, 拿了出来。 含逸并不放心, 继续待在洞天世界, 指不定就可能会遇上某些精通精神控制的传奇修士, 到时候控制着他, 让他将刚兑换到的灵物交出去, 岂不是万般拼命, 到头来一场空。 这种可能, 几乎为灵, 但兑换的灵物, 关系到他的未来, 一丝可能都要掐灭。 从储物袋中拿出来的是一只诡异的石虫, 石虫并未有丝毫生机, 就算是用旺气术观察, 都看不到点滴气息。 平平无奇, 太过平平无奇, 将这石虫丢在路边, 寒逸都不会看一眼。 这便是能改善根骨的灵物。 寒逸浮现在赤芒部落屋的石屋中, 屋赤芒拿出这石虫的时候, 那脸上的纠结, 让其原本苍老的面容, 显得更加可怖。 那眼神, 寒逸认得, 比上次他卖太虚令, 而得到朝真印记的时候, 还要示人。 那是将最重要的宝贝, 拱手送人的不甘不舍眼神。 不过乌能得到一枚玉金太虚令, 他就算是将自己的性命搭进去, 都在所不惜, 虽然不舍, 但最后还是交给了寒逸。 寒逸将玉金太虚令递给乌的时候, 乌那脸上的笑意, 让他都觉得害怕。 不过, 这一切都和他无关, 不管玉金太虚令对原始部落, 对乌意味着什么, 都和他无关了。 他想要的, 便是改善根骨的宝物, 也就是眼前这一只诡异石虫。 乌并未告知这石虫的名字, 但却告知我使用方式。 不愧是原始部落, 连使用方式, 都是如此简单粗暴。 寒逸想都不想, 本体伸出手, 抓起这只石虫, 也不管石虫干不干净, 便直接塞入嘴里。 入嘴之后, 竟然没有寻常灵物的感觉, 连味道都没有, 咀嚼了几下, 就像是咬碎石头一样, 吞入腹中。 一刻钟后, 寒逸并未发现, 体内有任何变化。 不像血骨灵花, 当初服用血骨灵花后, 寒逸能感受到灵花入体后, 身体那种明显的雀跃感。 而这石虫, 没有, 一点变化都没有。 只不过神念的凝视下, 进入身体后, 这石虫便被强大的内脏笑花掉, 化为养分, 消失无踪。 就这, 这屋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寒逸眉头一皱, 甚至有点坐不住了。 自己这么拼, 连成瘾剑都折损, 封魔匕首也折了三柄, 丢了一柄, 只剩三柄, 这代价对他来说, 不可谓不大。 如果最终得到的, 只是一块长得像虫子的石头, 那就是天大的笑话。 不过, 寒逸想了想, 还是定下神来, 无应当不会骗他, 可能是这石虫的材质特殊, 需要一定的时间。 担忧也无济于事, 寒逸转移神魂, 准备从储物袋中拿出法器, 却发现储物袋中, 已经没有中品级别的剑气了。 一剑, 极拼法器金光缩, 一剑, 上品法器, 银庄镜。 想了想, 寒逸将银庄镜和刘云剑转移过去, 想了想, 觉得自己格局还应该更大点, 便将金光缩也放入临时储物袋中。 接着, 太虚体就要跨入光门, 重新回到赤芒部落, 但下一刻, 他愣住了, 进不去。 太虚体还是那个太虚体, 光门还是那个光门。 不过, 太虚体那准备迈进光门的腿, 竟然仿佛触碰到墙壁般, 无法进入。 怎么回事? 从来没有人告诉他怎么办, 但寒逸并未慌乱, 在异常的情况, 他都遇见过, 慌乱解决不了问题。 就在此时, 光门刷的一下, 收缩成一个光点。 接着, 寒逸发现自己的神魂, 自动回归本体, 而以本体的视线看去, 太虚体重新变化为一个光团, 其身上的储物袋掉落下来。 寒逸心念一动, 将储物袋接住, 收回本体。 接着, 朝真印记直接崩散, 消失在太虚幻境中, 未等他反映, 太虚幻境陡然一散, 光影转换, 寒逸已是发现自己站在玉京湖旁, 在他周围, 是其他玄丹宗的弟子, 而所有人的脸上都是一片茫然。 怎么回事? 我才刚在原始部落复活, 怎么一下子就重新回到太虚幻境, 再一闪, 就又出来了? 眼看我就要杀死一尊一族, 怎么转眼间就出来了? 发生什么了? 我也不知, 寒逸也茫然, 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 肃静, 傅玄旭轻暗虚空, 所有的声音都在这一掌平息下来。 事情有变, 玉京山通知, 这一次的洞天试炼到此结束。 我们启程回踪, 傅玄旭的眼眸中同样有疑惑闪过, 不过, 以他的实力, 在玉京山内并无法探寻太多。 何况, 玉京山圣地, 这次竟然如此大方, 将购买洞天试炼名额的钱给退回来了。 这, 和玉京山一向的霸道截然不同。 不是玉京山, 就是朝真太虚天内, 肯定发生什么大事了。 走! 傅玄旭放出渡劫仙舟, 大秀一挥, 将所有弟子全部卷起来, 借着仙舟的指引, 顿入仙舟内部。 另外两位, 同样升空踏上仙舟, 仙舟原路归去。 途中, 仙舟上。 傅玄旭, 福仓海和苏长空将所有弟子都聚起来, 询问朝真太虚天中发生的事情, 地榜第一的耕长虚和地榜第二的安心, 将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都一一到来。 其他前三十的炼气巅峰弟子, 前一百的其他资深九层弟子进行补充, 将众人进入朝真太虚天中发生的事情, 进行复盘。 每一位弟子都讲了自己的经历, 当然, 这些经历并不涉及太虚令, 有太虚令地兑换了灵物, 或者提升了神魂的悟性, 自然不会说。 至于兑换宝物后, 怎么从洞天世界拿到太虚幻境, 那就是各凭本事了。 不过, 这一次的洞天试炼满打满算, 也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众人就算有天大的本领, 都很难如寒一这边, 先得太虚令碎片, 再抢玉京太虚令。 这不仅仅是实力, 而且还有运气的成分在其中。 看来, 应当并非玉京山出事, 而是朝真太虚天出事了。 结合众多弟子的讲述, 傅玄旭沉吟了一番, 推断道。 不过, 你们也无需灰心, 虽然只有两个月, 这一趟能遇上玉京太虚令, 历练的强度和难度, 比数倍, 数十倍于上一次, 历练的效果, 可能反而更好。 傅玄旭欣慰道, 接下来, 一时无话, 众人在仙舟上散去, 各自打坐, 消化这一次短暂剧烈的洞天试炼收获。 寒义盘坐某一处角落, 同样开始盘散。 首先, 是自己的得失, 折损了剑气和匕首, 得到了那只可改造根骨的神秘石虫, 还得到了一小块朝真太虚天的本源之气。 没错, 原本变换成太虚体的招真印记, 被太虚幻境收回了, 可寒义从屋那里兑换来的, 给储物带用的那个招真印记, 却留了下来, 出了太虚幻境后, 脱离了备用的储物带, 重新变化为一团虚幻的光团, 此刻正在寒义的主储物带中, 静静悬浮。 得失之间, 一时难以比较。 而除了自身之外, 他也复盘了地魔城的那一战, 最后提炼出最简介的事件说明。 在那一次朝真太虚天之主, 玉金山化神七大能的神秘修士李长生, 灭杀十米魔族, 得到果实部后不久, 整个朝真太虚天便直接关闭, 将所有人都清退。 这让寒义浮现出一个词来。 版本升级。 如果将洞天世界比喻成网游世界, 那果实部就类似于补丁, 得到果实部的李长生, 便是后台维护人员, 在打补丁之前便需要暂时关停服务, 打完补丁, 升级完版本后再重新开放。 这一套推算, 寒义隐约觉得便是朝真太虚天的真相。 寒义摇摇头, 这些距离他此刻还是太过遥远。 寒师殿, 你可有收获。 原本脸色高冷的冯静宇凑过来问道, 其身上, 比启程的时候, 无形中更加杀气腾腾, 不经意将的气息流露都隐藏着杀意。 这是沉浸在杀戮场中被杀或者杀人, 无形中演化而出的气质。 其实, 不光光是冯静宇, 此时仙舟上的所有人都是如此, 就连寒义都很难压得住杀意。 这等气质需要回到宗内, 过上一两个月才会慢慢平淡下来, 收敛犹新。 寒义摇摇头, 亏了, 法器都折在里面了。 冯静宇点点头, 继续念叨。 也是, 我这等资深九层, 都抢不到一块太虚令碎片, 何况寒师弟你, 别灰心, 下一趟动天试炼, 也许你就到我这个境界了, 甚至比我强, 到时候, 未必不能得到太虚令碎片。 不过, 这一次我并未去参加欲经太虚令的争夺, 而是两个月都耗在火魔部落中, 我对自己有自知之明, 欲经太虚令, 绝不可能落入我手, 与其如此, 何必浪费时间。 对了, 寒师弟, 你死了几次, 我在洞天世界中, 足足死了三十多次, 真是酸爽啊。 说到死亡此时, 冯静宇周深的杀气, 不可抑制地震荡起来。 降临后, 从部落屋的口中, 打听到关于洞天世界的消息后, 恰好部落, 最近的火魔族, 一处不足地出现了太虚光柱, 我同一些道友赶到之后, 被一头火魔直接烧死, 我不信邪, 降临后再去, 足足被杀了七次, 我才将之杀死。 不过, 那太虚令也早就被人抢走了, 扎都不剩。 杨尼武左右的火魔, 一只手就能捏死我, 嘿嘿。 本来只是安静听着的寒意, 突然眉头一皱, 深深看了冯静宇一眼, 接着又转身看向周围, 先见之上的其他人。 冯师兄, 你的状态不太对, 你发现了没? 寒意沉声问道, 他最开始没想到这方面, 但刚才听到冯静宇唠叨的话, 突然才闪过这个念头。 厮杀的次数, 强度提升了, 确实会在短时间内, 急速提升厮杀技巧, 练就一身杀气。 但这里, 有个致命问题, 厮杀多了, 死的次数多了, 便会对死亡缺少更深的敬畏感。 简而言之, 死着死着, 就没那么畏惧死亡了。 这有好的一方面, 那就是, 真的在生死厮杀时, 汉不畏死, 能发挥出更强大的战斗力, 爆发力。 但也有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 会极大削弱修饰, 对死亡的敬畏之心。 韩逸突然回想起两个多月前, 在登上仙舟前, 他从冯敬宇口中, 得知第一届洞天世界的内门弟子, 足足有六成的人, 在这十二年中陨落。 这比例高得吓人, 如今看来, 根源竟然在这里。 他恍然大悟, 同时又有些庆幸, 自己在洞天世界中, 除了自杀的三次, 满打满算, 也就是在第二次降临后, 争夺太虚令碎片时, 被灵战宗谢金山杀死。 第一次死的时候, 他还有心计不已的感觉, 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因为是自杀, 有准备, 并未有那种感觉。 韩逸推测, 如果那种被杀的心计感觉 一直多次持续, 自己对死亡会变得越来越麻木, 这种麻木, 在可以无限复活的洞天世界中 并无不妥, 但到了外面, 却问题极大。 甚至可以说, 死得多了, 道心有缺。 韩逸将视线从冯敬宇身上拉回来, 看向三位站在仙舟尽头的金丹七, 修士身上。 连他都察觉到了, 这三位金丹七修士, 不可能不知道。 其中缘由, 也不难猜, 洞天失恋这种行为, 虽是亚苗助长, 又何尝不是在短时间内, 催生出更强的弟子, 更多的助击七。 是非对错, 他并非当权者, 不好评论。 身旁的冯敬宇, 眉头皱起, 似在思考。 韩逸轻叹一口气, 将自己的推测告知他, 冯敬宇露出思索之色, 却并无悔意。 怪不得, 怪不得上一届动天失恋的师兄, 死了那么多。 不过, 这种机会, 千载难逢, 这点副作用, 与这桩机缘相比, 便可忽略。 韩逸定定地看着冯敬宇, 没想到冯敬宇丝毫不在意, 这等致命缺陷。 转念一想, 他也明白了。 自己有金手指, 有熟练度, 只需要安安稳稳发育, 就能越来越强, 这是自己最大的仙缘。 可其他人并没有, 像穿越前的原身, 像此刻还是练气五层, 还在外风打拼的正海, 像好不容易晋升练气七层的官敌, 别说大的仙缘, 就连皮毛仙缘都很难寻获。 而冻天试炼, 玄丹宗花费巨大的代价, 这本就是一桩高等级的仙缘, 每一个内门弟子都拼尽全力, 挤尽前一百。 甚至, 就连金丹七太上长老都亲自下场, 在第一届试炼后, 提出每个金丹七太上长老, 多一个额外的名额, 不算在一百名额之内。 如此可见, 冻天试炼的名额有多么珍贵。 韩逸哑然失笑, 自己这是诸门, 酒肉无限, 其他人可是饿得快冻死了, 怎么可能在乎这点副作用? 仙道之徒在于争, 仙道之争, 不容留守, 对自己同样不留守。 韩逸对这句话的理解更深刻了。 他朝着冯敬雨拱了拱手, 倒是将冯敬雨搞糊涂了。 接下来, 冯敬雨不再念叨, 选割了位置, 开始消化此趟所得。 而让韩逸诧异的是, 又有一人, 走上前来, 是何凤迪。 何凤迪可是两次, 参与过洞天试炼的修士, 韩逸如今有点后悔, 当初在踏上仙舟前, 应该提前去询问他, 关于这一次洞天试炼的内容, 不过好在进入洞天后, 又遇到了白玉楼左裂, 也算是阴差阳错。 韩逝帝, 这一次可以收获。 何凤迪问道, 韩逸摇头, 那只诡异石虫, 他不可能对外说, 而除此之外, 确实没啥收获, 还折损了自己最珍贵的法器。 还是时间太短了, 当些,想必韩逝帝必定可以获得太虚令碎片, 让悟性提升一大截。 何凤迪并未怀疑韩逸的话, 虽然他在黑魔族那里遇到韩逸, 也见识过韩逸亲手斩杀等同于练器巅峰的四米黑魔, 不过, 当时在黑魔仓部族中的传奇, 足有十几位, 韩逸就算是再强, 也不可能比得上传奇, 没抢到也是说得过去。 韩逝帝的实力, 真是让师兄我惊叹啊。 当时你在仓部族时, 我亲手将你斩杀一位四米魔族, 就算是我对上了, 都逃不了好。 等回去了宗门, 有空韩逝帝要出来多交流交流。 何凤迪语气略显复杂地说道, 何凤迪这一趟是上来打招呼的, 说他见过韩逸杀死四米魔族, 便是表明自己没有任何恶意, 又说回去后, 邀请韩逸出来多交流, 便是想要联络感情。 同强者搭上关系, 这是情理之中。 韩逸并未拒绝, 何师兄太看得起我了, 我也是凑巧, 才有那等发挥, 换了其他地方, 死的一定是我。 不过, 师弟我一向不喜太过热闹, 还请何师兄见谅一二。 另外, 一先摘上的零酒不错, 有空, 我请何师兄好饮一场。 韩逸的意思也比较好理解, 他并没直说自己很强, 态度谦逊, 表示自己喜欢低调, 让何凤迪不要将他的事情说出去, 最后一句, 邀何凤迪喝酒, 表明并未拒绝联络。 何凤迪脸色一喜, 楚师妹说过, 韩师弟是苦修士, 看来果然如此, 怪不得有如今这实力, 佩服佩服。 好, 等回归玄丹宗, 师兄我来请客, 就定一先摘。 又聊了几句, 何凤迪带着笑意离开。 韩逸盘坐下来, 他并不厌恶这种攀附强者的行为, 在修仙界, 或者说在哪一个世界都是如此。 攀强, 不可悲, 欺弱, 才可恶。 何况, 自己还不是强者。 这一次, 再无人来打扰。 韩逸和往常一样, 进行一番总结。 他先是将在洞天世界中, 两个多月的点点滴滴都过了一遍, 前后反复推敲, 直至并无一落为止。 接着, 又将洞天试炼的损失和收获 在心头列举出来。 损失的主要是灵符和法器, 灭神符, 成影剑, 七星剑, 赤霞剑, 四柄封魔匕首, 还有其他下品剑器等。 而收获的, 就是两样。 一个从巫手中得到的光团, 在修仙界称为朝真印记, 在洞天世界, 叫做本源之气。 一只从巫手中兑换来的, 可提升根骨的石虫。 本源之气, 还在他储物带中, 而石虫已经被他吃完消化了。 不过, 石虫的效果有待验证。 除此之外, 还有剑士上的收获。 太虚幻境, 魔族, 李长生, 果施布, 剑牙剑仙, 南斗神宫, 玉金山, 白玉楼, 灵湛宗, 大前。 总结了洞天世界的经历和得失, 接下来就是计划。 毫无疑问, 回到玄丹宗, 必须要重新购买一柄剑器了。 如果有匕首的话, 也需要购买一套。 而且, 这一次, 匕首至少都得是上瓶法器, 才能满足他的需求。 甚至, 如果有机会, 需要买一柄极品法器, 不过自己兜里的钱不够, 寒义盘算着储物袋里的东西, 那些可以卖掉的, 到时候卖了, 攒钱买法器, 或者, 把金光缩卖了。 买一柄更适合自己的极品剑器。 寒义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念头。 仙州急速, 行踪不定, 来时崇山峻岭, 归途万水千山。 从乾州东南方位, 跨过大半个乾州, 越过乾蜀交接, 踏入蜀州, 再横跨诸多郡城, 才可置玄丹宗。 不过, 在踏入蜀州, 地处临辅郡时, 仙州突然顿住, 站在仙州前方的三位太上长老, 其中, 浮沧海和苏长空突然凌空飞起, 直入云霄。 片刻后, 又重新落回仙州, 不过, 两人去, 三人回。 和他们一同回来的, 还有玄丹宗宗主, 袁顺。 袁顺的脸色平静, 看不清什么, 只用神石和其他金丹七太上长老交流。 不过, 袁顺上了仙州后, 仙州的速度突然往上又提了三成, 快如奔雷闪电, 周围的云海, 下方的山川湖泊急速闪过。 袁宗主竟然在这里, 看来,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难道是钓鱼执法? 可鱼儿不上钩? 寒义内心浮现这个念头, 要不然不好解释, 袁顺突然出现, 仙州又突然提速。 接下来, 一路无事。 且因为仙州提速, 原本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归途缩短了七天。 在仙州上, 寒义还试验了一番自己的修炼速度, 发现并无变化。 那从乌对话而来的石虫, 被身体吸收后, 仿佛石沉大海, 未见效果。 寒义颓然, 但也无计可施。 回到玄丹宗, 毫无意外, 这一次依旧举办了盛大的观摩大会, 内外封诸多弟子, 通过幻仙境, 观看仙州落地, 百多名弟子归来的场景。 一番轰轰烈烈的仪式后, 各归各家。 时隔三个多月, 韩义重回青龙峰, 踏入自家的庭院时,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穿越已有二十年出头, 他也只有回到玄丹宗属于自己的庭院, 才有家的感觉。 接下来, 韩义清算了自己所有的东西。 未开箱的储物袋, 六个, 其中四个得知道福城外的劫修, 一个是道福城的刘衡, 一个是在万腰山脉中杀死的一寺大前公侯子寺的十几青年。 极拼法器一件, 金光梭。 上品法器一件, 银庄静。 中品法器若干, 其中并无剑器。 下品法器, 没有, 都卖了, 唯一留下的一柄剑器, 都被韩义自曝在洞天世界了。 灵符中, 灭神符一张, 银雷符两张, 盾行符两张, 爆裂符若干。 盘算完法器灵符, 韩义接着又盘算了下灵石, 储物袋中, 足有两千八百多中品灵石, 这些灵石, 有两千多是从金光梭原来主人的储物袋中开出来的。 极拼法器的价格在一千中品灵石以上, 如果我购买一柄寻常的极品剑器, 两千多灵石应该足够了。 至于我的日常修炼, 实在没有灵石, 那就将不用的法器都卖掉, 银庄镜也不是不能卖。 好, 就先这么定了。 第二日, 韩义便出了门直奔赤阳方式九龙商铺, 这一次, 坐镇店铺的并非何方威, 而是另一个炼器九层的掌柜。 一番询问, 韩义得知何方威已经掉到斗法风的分店去。 韩义眼神一闪, 谢过之后并未选择卖法器, 而是退了出来。 熟人都宰一刀, 不熟的, 估计要被死里宰, 韩义可不犯傻。 只是稍稍犹豫了片刻, 他竟自往斗法风而去。 自己的实力已经不弱, 整个宗门除了长老及以上的筑机器修饰, 其他的他都不畏惧, 就算是地榜第一的庚长须和地榜第二的安心, 如果遇上了, 他手握金光缩也敢一战。 实力便是底气, 此时揭开面具, 面对何方威, 已经无妨。 如果到了自认无惧筑机以下其他修饰的现在, 他面对一位只是炼气九层的寻常掌柜, 还畏畏缩缩, 怕头怕尾, 那他这先就修到狗身上去了。 到了斗法风, 依旧是如火如荼的场面, 而且, 因为洞天试炼的影响, 内外风的其他弟子都表现得极其狂热, 这种狂热会持续一段时间才渐渐平息, 恢复正常。 韩一经自走向斗法风外围的商铺, 走进其中一间挂着九龙商铺的店。 斗法风的九龙商铺, 要比赤阳方式的小山一些, 毕竟这里汇聚了太多的修饰, 称得上寸土寸金。 何方威看到韩一, 眼眸中闪过一丝意外之色, 不过, 其脸上那熟悉的笑意并未改变。 道友, 可是卖法切, 买灵符。 何方威脸上挂着笑, 这句话别人只当是寻常, 不过, 在韩一心头, 却不由称赞其一声高情商。 这句话一出, 便表明何方威是认得韩一的。 不管是从行为动作, 还是穿着打扮上认出来韩一, 还是在此之前, 他早已调查过韩一的身份, 这些都不要紧。 卖法器, 也买法器。 韩一沉声说道, 双方都未点破, 但都已知晓。 何方威脸色喜色大帐, 道友, 雅士琴。 雅士内, 双方落座, 韩一先是将原本留着备用的, 比如刀器, 长枪啥的法器, 一一拿出来卖掉。 不过, 这些法器, 大部分都是下品, 最高的, 也就是中品。 何方威一番估价后, 韩一觉得价格厚道, 便也应远了下来。 想了想, 韩一又将银装镜拿了出来。 何方威眼睛打大亮, 果然让老朽我撂中了, 银装镜和该归九龙商铺啊, 道友, 感谢感谢。 道友, 你放心, 上次的承诺依旧有效, 交易中, 只收你手续费, 不赚你钱。 何方威笑得眼睛都半眯了起来, 将银装镜放在手中, 左瞧右看, 视若珍宝, 爱不离手。 片刻后, 何方威将银装镜放下, 陈寅道, 银光珠估价600中品零食, 银扇估价560中品零食, 而这一件银装镜, 老朽估价还要更高, 720中品零食。 道友, 这是杰我所能, 给出来最大的诚意了。 韩逸总觉得, 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 回想了下, 才记得当初卖长脊和银银扇的时候, 何方威也是这么说的。 但他并未揭穿, 因为以他的了解, 何方威说的也没错, 他给出来的这个价格, 确实是很有诚意。 韩逸内心一喜, 加上720中品零食, 自己手头上的零食, 足足有3500中品零食, 这笔钱, 绝对足够购买一柄极品剑气了。 见韩逸点头, 何方威松了一口气, 他确实是在维持和韩逸的关系, 这价格, 确实是他的顶格出价, 如果换其他掌柜, 最多只会给到650中品零食。 别小看这多出来的70中品零食, 换算成下品零食, 也及7000块下品零食, 都可以购买一件很优质的中品法器了。 确定好价格, 何方威效益更浓, 因为他知道买卖才做了一半。 道友, 是否还是购买上品剑气? 韩逸摇摇头, 何方威一愣, 极品法器。 见韩逸点头, 何方威呼吸一致, 脸色闪过震惊之色, 缓缓站起来。 极品法器, 每一件都极其昂贵, 而且都未在老朽身上, 如果选中, 需要先交押金, 三日之后才可来取。 道友且别急, 何方威的脸色变得郑重无比。 他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个浴盘, 这是一个流影浴盘, 放于桌上后, 他度入法力, 浴盘上空, 在微微闪烁后, 便出现了一件法器的影像。 烈火剑, 极品法器, 朱镕峰烈火长老的武器, 不过, 前些年他外出遭劫, 后来宗门某一位太上长老外出, 将其法器寻了回来, 这柄极品剑器, 自带火属性强化, 施展火属性法术时, 增幅最高可达四成。 寒意宁神看去, 这是一件通体火红色的剑器, 剑长接近一米五, 剑身宽厚, 其上有神秘的纹路蔓延, 剑柄同样是焰火般红焰。 只看影像, 只觉得不凡, 倒是看不出来 其极品法器的特性。 寒意沉默。 何方为法力一转, 玉盘上空投射而出的影像变化, 出现了第二柄剑器。 八荒剑, 荒气宗出品, 极品剑器, 以特殊矿石, 天青矿为主材料, 其特性是锋利无比, 轻便如红毛, 玉枝如玉峰, 施展火属性剑术时, 最多可增幅三成。 这柄剑器, 剑身青色, 剑柄黑色, 剑身细而长, 剑刃上寒光凌冽, 隔着影像都能察觉其锋利无比。 韩义点点头, 这柄剑器, 倒是不错。 影像再变。 轻平剑, 极品法器, 是宗内某位陨落了的太上长老的遗物, 材质未知, 特质是坚不可摧。 这一柄剑器, 剑身和剑柄造黑, 在剑体之上有一朵青色莲花附绕齐上, 以这个角度看过去, 仿佛并未开封。 这三柄剑器, 都是极品法器, 但韩义对第三柄剑器, 却更为在意, 因为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如雷贯耳。 轻平剑。 剑含义疑惑, 何方威解释道, 没错, 轻平剑, 此剑的名字, 还是基于剑锹的一块玉牌上所写。 韩义点点头, 并未多做评价, 而是问道, 何掌柜, 这三件剑器, 作价如何? 何方威将玉盘收入储无带。 极品法器, 正常情况下, 只有助机器, 才能发挥出其真正的威力。 而在练器器弟子中, 只有传奇练器, 和极少数体质特殊, 无比器和法器的练器巅峰, 才能发挥出八九成威力。 道友可要想好, 极品法器一旦卖出, 盖部退还, 这条规矩, 并非老朽我定的, 而是九龙商铺之主定的, 老朽我也说不上话。 好了, 说回价格, 话到这里, 购买的风险, 该提醒的, 他也提醒了, 接下来, 便是交易的问题了。 烈火键, 价格, 5300中品零食。 八荒键, 价格, 3700中品零食。 清瓶键, 价格, 2800中品零食。 以上的价格, 如用上品零食购买, 可优惠一成, 比如烈火键, 用上品零食购买, 可以在53块上品零食的基础上, 优惠530中品零食, 也就是5块上品零食, 合计48块上品零食。 其他两柄剑器, 等同于上。 如果选定, 需交三成的押金, 三日后, 到此提取法器。 韩义并未立刻做决定, 而是沉樱片刻, 开口问道, 何掌柜, 我想请问下, 柜店还有成套的匕首法器吗? 哦? 封魔匕首, 何方威并未说下去, 而是恍然地点点头。 韩义既然购买极品法器, 那他便猜测, 是韩义有实力玉食极品法器, 这说明上品剑器, 也满足不了韩义的需求, 何况只有中品品杰的封魔匕首。 这套匕首, 虽然材质特殊, 又出自荒器宗炼器大师之手, 不过, 他的品杰依旧只有中品, 威力即使再大, 也不可能追赶得上极品法器。 何方威在一瞬间, 闪过诸多念头, 并未将疑惑提出来, 作为掌柜, 他只需要提供交易的方案即可, 其他的, 不在他职责之内, 多问, 便是过见。 而刚才韩义踏入九龙商铺后, 何方威并未用忘气术等法术, 探查其气息, 因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 再者说, 修士大多会脸稀数等改变气息的法术, 虽然这一次并未在赤阳方式, 韩义并未戴面具, 但何方威并未随意猜测韩义的真实境界。 有倒是有。 不过, 老朽目前手里掌握的法器资源中, 并未有上品以上成套的匕首, 只有一套中品级别的匕首法器。 那一套匕首法器, 比封魔匕首还远远不如, 应当不入道友的眼。 韩义刚亮起的眼眸, 又恢复了平静。 不过他想了想, 还是开口询问, 如果价格合适, 便一起买了。 多一门交易, 何方威自然乐意。 他从储物中拿出一个铜色盒子, 打开盒子, 其中, 九柄匕首尽至其中。 这九柄匕首同样是黑色, 但和封魔匕首相比, 要短上一些, 笔身更细窄些。 这套匕首, 名为九犁匕首, 名字取自上古人族部落, 但不管是老朽, 还是其他剑气大师鉴定, 都认为, 这只是一套寻常的中品匕首。 封魔匕首, 当时卖给道友, 是三万下品零食, 也就是三百中品零食。 而这一套匕首, 虽然有九柄, 但价格上, 要低上不少, 只需要一百八十块中品零食。 道友, 你看如何? 韩义看着这套匕首, 已是下定决心, 要将这一套匕首买下来。 自天清城的一名一岸双匕首杀敌法, 再到万腰山脉的匕首, 分化为杀法, 再到朝真太虚天中, 匕首自爆阻敌法。 韩义觉得, 自己对匕首的使用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这套匕首, 有九柄, 足够自己使用了。 好, 买了。 何方威也不意外, 将黑色盒子盖上, 推到韩义身前。 至于极品剑气, 他并未催促, 而是等候韩义做出决定。 韩义静静地考虑一盏茶的功夫, 衡量众多, 才终于是点点头。 他衡量的, 并不是临时够不够, 剑好不好用的问题。 而是买了这一柄极品剑气, 那他的实力, 在宗门的高层眼中, 可能便会暴露。 不过, 走到这一步, 暴露已是迟早的问题, 自己也早就进入宗主元顺的视线, 相信九龙商铺背后的浮沧海, 也应当知道自己, 毕竟上次, 自己便卖过乾坤袋。 除此之外, 韩义又盘算了自己的实力, 如果没有极品法器, 凭借自己登峰造极的技能, 即使御史寻常中品法器, 都能杀死巅峰炼器。 在朝真太虚天中, 他就凭借一柄下品法器, 和一柄中品法器, 杀死一尊四米高的, 实力上等同于巅峰炼器的黑魔族。 而如果面对传奇炼器, 就算是拥有上品法器, 都无济于事。 他的实力, 面对巅峰炼器, 丝毫不拒, 面对传奇炼器, 暂时毫无胜算。 处于如此尴尬的地步, 上品法器, 对他来说, 有和没有, 已是差别不大。 而唯有极品法器, 才能让他拥有撼动和对抗传奇炼器的实力。 清瓶剑, 我买清瓶剑。 何方威并无意外, 刚才他一边介绍的时候, 看寒衣的表情和眼神, 便已经有所推测。 道友是要以中品零食, 还是上品零食交易? 中品零食。 好, 清瓶剑, 价格, 2800中品零食, 负三成押金, 则是840块中品零食, 加上九离匕首, 合计1020块中品零食, 减去道友刚才卖法器所得的零食, 抹掉零头, 道友先交280中品零食, 三日后来提清瓶剑, 再交1960块下品零食。 道友, 你对这账目可有意义。 寒衣估算了下, 两次加起来, 自己要交2300左右的中品零食, 而自己手头上有2800零食, 绰绰有余, 还有500多可留下来修炼。 片刻后, 寒衣走出酒龙商铺, 储物带中, 少了零食, 多了酒梨匕首。 他本来想直接回庭院, 却发现斗法风中心附近, 阵阵喧闹声传来。 寒衣并无凑热闹的心思, 不过, 这种情况一般是发生了大事, 了解一番还是需要的, 指不定就可能有涉及到自己的情况存在。 他寻声走向斗法台的位置, 却发现来往众人, 剧都脸色蕴藏幕火。 拦住一位有过一面之缘, 同为青龙峰的炼气七层湿地, 含义询问一番, 了解发生何事后, 顿时瞠目结舌。 有长老真的死啊? 炼气七层湿地, 其眼睛中同样有愤怒, 在愤怒中还有不易察觉的恐惧之色, 他拱了拱手, 便重重离去。 含义站在原地, 略微失神, 但很快回过神来, 看斗法风这情况, 刚才那位失帝所说, 应当不假。 游巫死了, 曾进入朝真太虚天, 机缘巧合之下, 获得神秘火属性体质, 在斗法台上, 两日之间, 连败众多炼气巅峰修士, 在几年前, 更是一举铸鸡仙道, 一跃成为铸鸡七长老的游巫, 三天前, 死了。 死于挑战血神宗铸鸡七修士, 一位叫莫问的刀修, 三天前, 太白骏, 斩龙罐, 游巫见指莫问, 却在其三刀之下, 身陨, 浑散, 剑碎。 碎剑火腻, 已由诸葛无忧太上长老带回宗门, 方才宗内正式宣布其死讯。 天榜除名, 众人惊怒。 寒义看向斗法风中心位置, 并未上前, 而是匆匆转身, 下了斗法风, 快速回到青龙峰, 踏入庭院, 紊乱的心, 才逐渐平缓下来。 谈坐于近视, 并除杂念, 良久, 寒义才吐出一口浊气, 眼中恢复平静。 仙道无情, 断不可大义, 不可狂妄。 游巫之死, 也算是对我敲响了警钟。 寒义虽然未见过游巫, 但这些年, 游巫之名如雷贯耳, 听得他耳朵都起茧子了。 年少成名, 一战惊人, 筑击登天榜, 这每一件, 无不是让人羡慕的大事件。 不过, 正合了那个词, 生死到消。 所有荣誉, 随他死去, 化为虚无。 青龙风, 易仙斋。 何凤迪一口引进杯中烈酒, 烈酒中灵气在胸中炸开, 让他喉咙一阵酥麻。 他放下酒杯, 他眼中, 那如怒涛般汹涌澎湃的情绪, 逐渐平息下来。 到头来一场空, 又有何用? 坐在何凤迪对面的, 是一席藏青色长袍的韩义。 韩义的脸色, 自始至终都是平静, 平静中, 还有着思索。 三天前, 游巫之死, 在玄丹宗掀起了惊涛骇浪, 愤怒有之, 颓废有之, 浓烈的情绪, 让韩义都察觉到异常, 匆匆回归青龙丰庭院。 三天下来, 这种情绪才逐渐消散, 恰好今日下午, 到了提取清平剑的时候, 韩义又顺便在一大早, 约了何凤迪出来喝酒, 这是他在仙舟上, 答应何凤迪的事情。 何师兄, 你说宗门为何将这个消息宣之于众? 为何不隐藏消息呢? 毕竟, 这等消息, 一旦宣布, 必定打击内外丰所有弟子。 韩义在这点上, 确实不太理解, 按照他的理解, 这种对宗门极度打击的事情, 都是秘而不宣的才对。 可玄丹宗却施施然宣布出来, 而且宣布之后, 任由情绪发酵, 却丝毫不阻拦, 其中, 太过反常。 韩义不相信宗门高层想不到这一点, 从先魔之战后, 这十几年来, 一系列的动作都表明宗门高层, 布局深远, 绝不短视。 所以, 韩义觉得这里面绝对有自己没看透的关键。 何凤迪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 不过, 由师兄之死, 确实对那封弟子打击很大, 韩师弟应该不知道, 这三天来, 斗法封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冷清。 但我这些年的经历, 宗门必有后招, 过一段时间, 我们便知晓。 愤怒归愤怒, 灰心归灰心, 何凤迪却也相信, 宗门做事, 不会无地放食。 对了, 韩师弟可知, 楚师妹去了何处? 何凤迪询问道, 韩义摇头, 表示他也并不知道。 一仙斋的灵酒确实不错, 不愧第一那封, 比白虎封的灵尊楼要强上一筹。 韩师弟接下来有何打算? 何凤迪又喝了一杯灵酒, 他口中的灵尊楼, 是设在白虎封上的酒楼和一仙斋类似。 打算? 韩义斟酌着这两个词, 修炼。 唯有修炼, 提升实力, 实力才是这个世界的基石, 我得努力突破到炼气九层。 韩义认真说道, 一旦突破到炼气九层, 修为在上一层楼, 按照他的估计, 炼气之下, 他几乎无敌, 就连筑击都能一事。 不过, 就算是修炼到炼气九层, 该低调的, 还是要低调。 游屋多强, 还不是被人三刀斩落, 转头成空。 先到漫长, 该争时必须争, 该低调时必须低调。 何凤迪举起的酒杯微微一顿, 眼皮一跳, 接着又狂惯了自己一杯。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人比人气死人。 他可是拼死拼活, 才晋升巅峰炼气的境界, 没想到比他还强的寒义, 竟然接下来的打算, 是突破炼气九层。 瞧瞧, 这说的是人话吗? 片刻后, 饮酒各欢, 杯落人散。 寒义走出一仙斋, 下了青龙风, 再上斗法风, 入目之处, 和何凤迪说的一样, 前所未有的冷清, 甚至比斗法风最初设立时, 还要冷上三分。 踏入九龙商铺门口时, 寒义还看到, 何方威无所事事地, 在闭目养神。 见有人踏入店铺, 才睁开眼睛, 见识寒义, 眼睛大亮。 道友, 今后你多时? 迎进雅士后, 何方威并未磨迹, 直接从储物袋中, 将一个青色长条状盒子拿出来, 推到寒义眼前。 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寒义小心翼翼地, 掀开盒子, 其内一柄长度约莫一米二的剑气, 静静放置着。 一打开盒子, 一股灵力, 带着毁灭一切的气息, 扑面而来。 如果是炼气低层修饰, 在这柄剑无形中散发出来的气息下, 不说肝胆剧烈, 也会心生畏惧。 而寒义显然不会。 他凑近, 细细打量其剑气, 三天前何方威拿出来的预盘, 只是虚影, 虽然看得清晰, 但也不可能有当面观察来的细致。 剑翘和剑身都是造黑色, 剑身上有青色的莲花附绕剑身, 除了莲花之外, 再无他物。 剑翘上系着一块玉牌, 牌子上写着两个古字。 清平。 寒义抚摸着剑身, 甚至还射下剑刃, 发现这柄剑冷冰冰地, 有一种巨人千里的错觉, 剑刃并不锋利。 他轻弹剑身, 一道沉闷的响声随之响起。 玉盒之下的桌子骤然破碎塌陷。 寒义手及眼快将玉盒盒上抱在手中。 抱歉, 一时手痒, 忍不住。 寒义脸色浮现歉意。 何方威大大方方, 无妨, 看得出来倒有真实爱剑之人, 这柄清平剑也不算埋没了。 寒义将清平剑收入储物袋, 接着便付清余款, 走上商铺, 他赶着回去试验一番这柄极品剑气。 而且, 清平剑这名字和脑海中某位通天彻地的大人物关联, 即使只是巧合, 也让他兴奋不已。 寒义走后, 一位老者从商铺楼上走下来。 如果寒义在此, 必定能认出来这人, 便是随队前往玉金山圣地的宗门太上长老之一, 浮沧海。 祖师! 何方威恭恭敬敬站在一次, 浮沧海并未坐下, 而是走到门口, 看了一眼寒义离开的方向, 收回视线。 极品剑气, 真是后生可畏啊。 这件事, 除我之外, 不可再对外说, 清楚了吗? 何方威赶紧应下。 祖师, 这寒义, 据我调查, 境界上只有炼气八层, 不久前还去了洞天时间, 他和宗主的关系是, 寒义的过往表现让何方威太过震惊, 恰好趁着这个机会问问, 如果寒义和袁顺关系更深, 那九龙商铺就要调整对待寒义的态度了。 这个问题, 我也想知道。 但是, 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双方并无血脉关联。 何方威了然, 疑惑再起, 炼气八层就有如此实力, 又能自行购买极品法器, 其实力, 就算没有巅峰炼气, 也应当有滋身九层, 不知道此人会不会享受游乌之前享受到的待遇。 这一次, 浮沧海并未回答, 而是眼眸中同样有思索之色, 视线从外面收回来。 如果寒义再来寻你交易, 一切照旧, 价格该是多少, 便是多少, 无需另力处理。 说完, 浮沧海便迈不离开。 何方威抬起头, 眼中羡慕, 天之骄子啊, 希望寒道友不是下一个游乌。 另一边, 回到庭院, 寒义开启阵法, 走入锁灵阵中, 打开盒子, 将清平剑提起来。 从重量上来说, 清平剑和其他剑气一般无二。 轻弹剑声, 沉闷的声音再起, 长剑所指, 两米外的地面突然炸开, 这一次, 寒义已有心理准备。 接着, 他神念涌出, 包裹清平剑, 用玉剑术驱使, 长剑疏忽, 标射而出, 未有一丝破空声, 静谧地几乎察觉不到。 三十米之外, 锁灵阵外的一棵寒义随手种下的梨树, 突然歪斜倒下。 噗! 在梨树之后, 一道轻微的破土声音响起。 寒义赶到的时候, 便看到整柄清平剑已经起柄没入地下, 不由得脸色大喜。 快! 太快了! 而且, 速度这么快, 竟然爆发出来的声音这么小, 甚至启动时, 连我都察觉不到, 这是何等特性? 寒义神念一卷, 清平剑从地底拔起, 悬浮在他身前。 再次走入锁灵阵后, 寒义开始用各种办法实践。 速度, 硬度, 锋利度, 神念的承受度, 以离火剑绝御史时的形态, 威力的加成等等。 三天后, 寒义走出锁灵阵, 眼中的惊喜, 简直满意而出。 这三天, 他不仅仅试验了一番清平剑, 就连九离匕首都操控了一天。 而结果, 让他很满意。 清平剑就不用说了, 这柄剑虽不显锋利, 但发动时无声无息, 剑身坚硬无比, 速度又快地夸张, 甚至不压于 以速度为核心力量的金光缩。 至于九离匕首, 名字虽以上古人族部罗命名, 可到底只是寻常中平法器, 虽比不上封魔匕首, 但也会成为含义不可缺少的助力。 这九离匕首, 以他的神念, 可全部御史。 而如果是封魔匕首, 他目前, 也只能御史六离, 还不能完全掌握七离。 可惜, 封魔匕首已经只剩下三离, 威力上, 三离其出, 也丝毫威胁, 不到传奇练器。 至于九离匕首, 含义只将之荡成战术武器, 关键时刻, 可直接自爆, 争取时间。 这一招, 经过洞天世界一番试验, 出乎意料, 效果上加。 试验了这两件新入手的法器, 含义回到静世, 开始修炼。 七天后, 他睁开眼睛, 眼中略有惊喜, 但并无确定。 在出了朝真太虚天后, 含义在归途中, 身处仙周上, 也在修炼。 不过, 那接近一个月的时间中, 他并未感觉到自己根骨有何变化。 吸收灵石时, 该浪费多少, 还是浪费多少, 真正融入体内法力的灵气, 三成左右。 这比例, 便是三属性真灵根, 吸收灵气的比例标准。 如果比例达到四成, 便是二属性真灵根的水平, 而达到五成以上, 则是天灵根, 或者一灵根的水平。 当然, 以上提到的灵气吸收, 是身体法力匮乏, 继续补充的情况下, 吸收的水平比例。 如果是身体法力圆满的情况下, 吸收的更少, 不过这种比例, 依旧固定。 此刻, 距离离开洞天世界, 都已经一个多月了。 寒义原本以为那诡异石虫, 便是乌匡骗自己的把戏, 那东西, 可能真的, 就是寻常的石虫, 并未丝毫作用。 他原本已经不抱希望, 但就在刚才, 他却察觉到, 身体吸收灵气的比例, 有所提高, 比原来的水平, 稍微提高了一些。 不多, 但却实实在在地提升了。 寒义按那下激动, 他隐约察觉到自己的蜕变, 开始了, 在服用石虫之后的一个多月后, 开始有了变化。 他站起来, 走进后院的锁灵阵, 开始不断释放蜂墙树。 一个个蜂墙树, 倾斜而出, 在他身前铸造出叠加在一起的蜂墙树。 一盏茶后, 寒义才将体内的所有法力, 全部释放一空。 强忍着身体的虚弱感, 他回到静室, 拿出一块中品零食, 深吸一口气, 神念完全关注着自身灵气的吸收情况。 闭上眼, 全力运转火钢玄弓。 两个时辰后, 手中的中品零食, 硬生而碎。 寒义睁开眼, 眼睛的亮度更上一层。 再来, 不断地消耗身体法力, 再用零食补充法力。 半个月后, 寒义不再消耗法力, 而是不断吸收零食, 这样吸收会浪费的更多, 但盛在能缩短修炼时间, 以零食换取时间。 一个月后, 寒义睁开眼, 眼睛的惊喜已不再夹杂怀疑, 而盛确信。 果然如此, 根骨, 提升了。 那诡异食虫, 竟然需要一个多月, 才能彻底发挥功效。 一成, 足足提升了一成的吸收灵气比例。 换算过来, 我已是从三属性真灵根, 真正跨入二属性真灵根的范畴, 临时管购的情况下, 境界的推进, 足足快了一倍。 一倍啊! 原来测算, 修炼到炼气九层, 还需要四年的时间, 如今只需要两年了。 想到这里, 寒义站起身, 走出近视, 眺望云海。 真, 仙道可欺, 强化版。 他原本还想着和以往一样, 去青龙崖释放下情绪, 但一想到好几次在青龙崖边, 都遇到宗主元顺, 便打消了念头。 借着这股劲头, 他继续修炼, 力图争取炼气九层。 其实, 寒义并不是不想走科要溜。 不过, 能给炼气七科的丹药, 绝大部分都比不上中品零食来的给力。 毕竟, 能用中品零食, 如此不要钱的疯狂修炼, 在内门众多炼气七弟子中, 都找不到第二位。 况且, 他本身就是炼丹师, 自然知道科要溜的危害, 前期突破, 后期依赖, 这种依赖, 是多重叠加形式的,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选择。 寒义再一次闭关的同时, 玄丹宗在新政之后, 又连续新增了三条政策。 第一条政策, 护航计划。 每年在炼气巅峰以上的内门弟子中, 选出十位, 赐予助击丹, 太上长老互道, 辅助其助击。 这政策有效期三年, 也就是总共会有三十位助击妻弟子, 得到此等护航待遇。 第二条政策, 顾问长老计划。 宗门从外部引入顾问长老, 包括经丹妻和助击妻。 顾问长老, 没有实权, 只是虚名, 甚至可以不需居住在玄丹宗内, 但每年玄丹宗都向其提供一定的修仙资源, 甚至包括宗门密库中, 某些对助击妻和经丹妻都极其珍贵的高品质丹药。 当然, 虽然并未对外公布, 但双方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约束条件。 第三条政策, 新封主计划。 重新树立外封108座, 内外门弟子可参选外封封主, 由宗门统一安排, 原来外封的封主同样有权报名。 这一计划, 相当于是重新将外封封主进行洗牌, 剔除失位素餐的封主, 让更强者顶上, 封主的修仙资源比寻常内门弟子可要丰厚得多。 已经选定, 任期三年。 此政策颁布后, 内封九层以上的修室都封了。 在寒义闭关半年后, 护航机会第一期开启, 十位选出的练器巅峰修室, 其中包括两位传奇, 先后尝试着突破到助基期。 而即使有助基丹供应, 太上长老护道, 这十人中也还是有两位突破失败, 虽然捡回一条命, 但也意味着先到之路断绝, 只能退而当管事或者执事。 同年, 有一位金丹七修室和七位助基七修室, 成了玄丹宗的顾问长老, 这几位都是蜀州南阳郡 或者洛峰郡内的修仙家族老祖, 家底清白和玄丹宗一拍即合, 各取所需。 同年, 第一届新封主计划, 如火如荼开展, 整个宗门又重入狂热气氛。 第二年, 护航计划也有七位练器巅峰修室, 成了助基七, 三人未能成功先到助基。 同年, 又有十位助基七修室, 加入玄丹宗, 授予顾问长老名誉, 得享部分长老资源。 这一年, 距离血神宗和玄丹宗全线冲突, 已是过去了十四年。 距离寒义穿越, 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 寒义, 也四十三岁了。 玉恒剑, 大潜历四千八百七十一年。 玄丹宗, 青龙峰, 青龙宫, 寒义和燕儒并排行走。 此刻的寒义, 距离他穿越, 已有二十二个年头, 其容貌, 和二十二年前, 刚穿越的时候相比, 只是更加成熟沉稳, 并未显得沧桑。 走在他身旁的燕儒, 其脸上, 同样未有很重的岁月痕迹。 不过, 这些年来, 玄丹宗的动作之多, 实实在在影响到了全宗门的所有弟子。 他脸上的高冷, 已经不再,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历经大事件的淡然。 韩世帝, 没想到你, 竟然修炼如此之快, 这才几年不见, 便已经突破到了炼气九层, 实在是可喜可贺。 燕儒的曼妙身材, 连藏青色的衣袍都遮盖不住, 温和的笑脸上, 满是对韩义的羡慕。 他虽然也刻苦修炼, 而且苦修的难度, 比韩义要强上几倍, 暗地里咬牙坚持, 这么多年下来, 也才刚刚突破炼气八层。 反观韩义, 境界越高, 修炼的速度越快, 简直是不合常理。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他也只是羡慕和替韩义开心, 并未有其他想法。 谢谢燕师姐, 不过燕师姐也突破了炼气八层, 接下来炼气九层必然没问题。 韩义接过相互恭维, 问道, 对了,燕师姐, 楚师姐回来了没? 燕儒摇摇头, 未曾见过。 这几年来, 燕儒并未多关注楚经末, 但如果有事上百虎恭, 也会随口询问相熟的弟子, 楚经末是否归来, 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 对了, 韩师姐, 你既然已突破炼气九层, 何不争一争外风风主? 韩义出关后, 已经知道宗门三条新政策, 但他对此并未上心。 虽然当了风主, 在修炼资源上有一定的倾斜, 但同样, 也多多少少也会被牵制住, 对别人来说, 得失不好计较, 对他来说, 得不偿失。 我这个人, 习惯闭关修行, 风主, 不适合我。 燕儒笑笑, 他差点忘了, 从他在小关海丰认识韩义以来, 韩义一向都是苦修的状态, 一年也见不到几次。 两人又聊了一下近况, 主要是燕儒在说, 韩义在听。 韩义能有什么近况, 不过是修炼, 再修炼罢了。 半个时辰后, 燕儒离去, 今日是韩义出关, 恰好碰到燕儒, 才聊了会并未专门叙旧。 韩义下了青龙峰, 拐上斗法峰, 斗法峰上已经恢复了两年前的盛况。 随着护航计划和新峰主计划的开展, 内门弟子涌现出更多的巅峰练气修饰。 以前地榜上只有前三十是巅峰练气, 而如今这个范围已经扩大到前五十了。 韩义对这三条政策剖析过, 也有自己的思考。 分析问题直达本质, 这三条政策的本质都是为了造就 筑基期以上的高端战力。 第一条, 宗门大举赐下筑基单, 还让太上长老护法, 便是为了每年都有筑基期修饰诞生, 而且目标数量还不少。 这一条是内部催化。 第二条, 顾问长老计划则是外部补强。 当然, 这种补强的契约关系并不牢靠, 但含义未知其中详情, 如果是他, 一定会在这契约中添加诸多约束条件, 以保证后续的合作顺畅, 不被被刺。 第三条, 新封主计划, 这一条政策是为第一条政策服务的, 成了新的外封封主, 同样可排上地榜, 得到筑基单, 得到太上长老护法。 简而言之, 这三天政策都是为了在高端战力上, 能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大的突破, 这个突破主要是数量上的。 宗门的政策是一环扣着一环, 如今这三条应当是接近收尾了。 含义不由地感慨一声, 他将仙魔大战之后, 宗门的每一项政策都梳理了一边, 发现不管是内外封大比, 还是童元寿宗联合大比, 还是万妖山猎杀任务, 动天试炼, 斗法封, 新政颁布, 这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培养出更多更强的炼器器弟子。 而这样的弟子基础, 在结合新风主计划, 最终目标便是为了护航计划, 让宗门的铸鸡器战力有了数量上的大突破。 视线从斗法台收回来, 含义收敛心思, 走向九龙商铺, 掌柜还是何方威, 不过和几年前相比, 何方威显得更加苍老了些, 只是那双眼眸依旧是闪烁着明亮的金光。 席客呀, 道友请进。 看到含义, 何方威笑意拉满, 赶紧将含义迎进雅士。 有些法器, 需要处理。 含义将储物袋中自己用不到的法器拿了出来。 这些法器, 是自己在前不久晋升九层后, 将原本六个未开的储物袋的禁制破除后得到的部分法器。 他实在没办法利用起来, 还不如直接卖掉。 碎云塔, 紫光盒, 流沙中。 含义拿出来的大多是下平法器和中平法器, 上平法器只有一间碎云塔, 得知道夫城外那群结修。 一盏茶, 结算完款项, 含义并未购买新的剑器, 准备离开。 道友, 且慢。 何方威叫住含义。 道友两年前不是曾询问过高等级匕首的消息。 老朽一直在留意。 一个月后, 在同城会有一场拍卖会, 拍卖会上会有一套顶尖上平法器级别的匕首。 此消息经老朽验证, 可靠性极大, 道友如果有意前往, 可持九龙商铺的名帖前去。 何方威将一张琴帖给韩义, 韩义也不客气, 接过来收入储物袋, 拱手道谢之后便离开九龙商铺。 回到青龙峰庭院, 韩义将琴帖又拿了出来。 翻看了看, 脸上露出迟疑之色, 终是为下定决心, 便将琴帖收入储物袋。 两年前, 韩义确实想要购买一套, 至少是上平法器级别的匕首, 不过九龙商铺并未有对应的法器, 而是只有一套中平法器级别, 比封魔匕首还要弱上一筹的九黎匕首。 韩义后来试验了一番, 九黎匕首, 确实普通, 对炼器七层的修饰来说尚且可用, 对已经突破到炼器九层的他来说已经作用不大。 如果有顶尖上平法器的匕首, 韩义还是很想入手的。 只不过, 对如今的他暂时不及。 近视中, 他开始盘点自己现在的所有法器。 极平法器, 金光缩, 青平剑, 上平法器, 盘龙剑, 中平法器, 封魔匕首, 三柄, 残缺, 九黎匕首, 九柄, 齐拳, 烈焰刀, 问鼎枪, 啸天剑, 下平法器, 若干剑器, 刀器。 这其中, 上平法器盘龙剑来自万腰山脉纳, 手持长脊的壮硕修士, 烈焰刀, 问鼎枪, 啸天剑来自道福城外的结修。 韩义前不久开的六个储物袋中, 属道福城刘家刘恒的储物袋中的灵器最少, 只有一件下平法器, 而且还不是他能用得上的。 不过刘恒的储物袋中, 灵石倒是不少, 足足有七万多下品灵石, 让韩义都眼前一亮。 韩义猜测刘恒的法器, 应该是都在神秘之地的仙服考核中损害了, 但灵石没法用上。 而他之所以犹豫是否下山购买上品匕首, 也是因为他多了一柄上品法器, 盘龙剑。 对目前的他来说, 法器已是够用, 再多一套匕首, 不过锦上添花, 而非雪中送炭。 片刻后, 韩义将法器收入储物袋, 又开始盘点自己当前身上的灵石。 持己修饰储物袋中中品灵石并不多, 出乎韩义的意料, 只有五百多中品灵石, 可除了中品灵石之外, 其储物袋中尚有一块上品灵石。 此上品灵石用衣玉盒装着, 含义将之拿出来观摩了下,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上品灵石和了解的一般无二。 灵石整体是灰白色的, 不过在灵石的内部有一片淡紫色, 如指甲盖大小的印痕, 这便是上品灵石的外观, 而传说极品灵石则是通体紫色。 另外一个属于道夫城留家留恒的储物袋中, 则是七万多下品灵石, 换算过来, 也就是七百多中品灵石, 单从上品灵石以下的价格衡量, 甚至要比持戟修饰要多一些。 而另外来自杰修的储物袋, 其中的灵石并不多, 四个储物袋加起来, 也就是三百中品灵石, 四万下品灵石。 折算下来, 含义得到一块上品灵石, 接近两千的中品灵石。 这两年的修炼, 他将原本自己身上的五百多中品灵石, 都消耗完了。 这两千中品灵石, 恰好能直接蓄上, 免除他为修炼所需的灵石而烦恼。 盘算完法器和灵石, 含义看向浮现在眼前的淡红色虚幻面板。 姓名, 含义, 寿命, 43149, 境界, 炼气九层, 17100, 功法, 火钢玄弓, 圆满8100, 技能, 炼丹术, 炉火纯青49100, 灵虚指, 登峰造极11斜杠100, 御剑术, 登峰造极23斜杠100, 轻身术, 登峰造极19斜杠100, 火盾术, 登峰造极9100, 龟西术, 炉火纯青65100, 风墙术, 炉火纯青39100, 离火剑爵, 炉火纯青49100, 脸西术, 融会贯通29斜杠100, 旺气术, 融会贯通11斜杠100, 制服术, 初窥门径29斜杠100, 刚穿越的时候, 含义21岁, 而如今, 他已是43岁, 放在上辈子, 这个岁数已成中年, 而在修仙界, 他的面貌还只是青年, 而在连续两次奇遇先缘之后, 他的根骨已经蜕变到了二属性真灵根的地步, 相当于是内门除几个别天灵根外最优秀的弟子, 突破到炉气九层, 他的兽元也增加到149岁, 正常情况下, 炉气7的兽元极限便是在原本百岁的基础上增益甲子, 也就是160岁, 除了兽元和境界变化, 技能上, 防御法术中, 火盾术已经突破到了登峰造极, 而峰强术也真至炉火纯青, 除此之外, 脸稀术等其他法术也多多少少有了些许进度, 含义收起熟练度面板, 脸色虽平静, 但眼中难免振奋, 深吸一口气, 接下来的计划便是为助击做准备了, 最最重要的便是助击丹了, 含义眼中思索, 助击丹获得有多重办法, 第一种便是立功, 为宗门立下大功, 有机会获得, 第二种是宗门积分, 但含义了解过, 那等积分让他都望而却步, 而如今, 有了第三种便是护航计划, 只需要进入地榜前十, 获得每年十个的护航名额便可得到宗门免费提供的助击丹, 还能得到太上长老的护法, 而最后一种, 那便是自筹助击丹, 可以自己炼制, 可以下山拍卖, 可以通过宗门内私人商行购买, 不过, 如果通过商行或者拍卖会购买, 那价格, 贵得离谱, 甚至比一般的极品法器都要贵上许多, 含义之前同和方威打听过, 那等拍卖的助击丹, 价格最高可以炒到八千中品零食, 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 助击丹的最低价, 也在四千中品零食以上, 以他口袋里满打满算的两千中品零食, 绝无可能买到, 含义如果将手中的两件极品法器卖掉, 应当是可以买得起助击丹, 特别是金光缩, 就算是在极品法器中, 都是大名鼎鼎, 应该卖得起高价, 不过, 如今含义才出入炼器九层不久, 卖法器,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考虑, 他如今考虑的方式, 就算是对传奇练器修饰, 都是最难的那种方式, 而这种方式, 对他来说, 却成功率很高, 那就是, 自己练丹, 一方面, 含义不想受制于他人, 或者为了一颗助击丹, 高调争夺地榜, 最重要的是第二方面, 随着境界的提升, 特别是以后晋升到了助击期后, 自己的修炼资源, 不够了, 在练器六层之后, 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顺畅, 很大一方面是天青城, 万腰山脉, 道福城三趟外出, 让他得到三大批储物带, 康他人之铠, 成就自己, 但这样的路子, 可三不可四, 人在河边走, 失邪在所难免, 从长远来看, 还是需要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财路才行, 所以, 他决定回归老本行, 炼丹, 炼丹术, 炉火纯青四九一百, 按含义的理解, 炉火纯青的炼丹术, 炼制住鸡蛋, 基本上不可能成功, 所以他当务之急, 便是将炼丹术推进到登峰造极, 而一旦踏入登峰造极, 韩义猜测炼制住鸡蛋的成功率, 就算不高, 但绝对保证自己不亏, 只要赚, 就能干, 未雨绸缪, 在定下计划后, 韩义便前往青龙宫, 随着境界突破到炼器九层, 韩义购买原材料, 也不再想着偷偷摸摸前往那封方式, 而是直接在宗门管理大店购买, 这样购买的价格, 还能因为它是内门弟子, 而优惠些许, 时隔两年, 他在踏入青龙宫, 在一位值班直视的震惊中, 直接购买了一千份的金银单元材料, 外加兑换了一千斤零沙, 这可不是寻常的氧气丹之类的, 而是对炼器九层, 在锤炼法力方面, 都有很大作用的金银单, 一如金银单的原材料, 包括价格十块零食的零草零药, 包括丹炉消耗的零食和零沙, 其价格在23下品零食作用, 而炼制成功后, 市场价高达200下品零食, 韩义购买的这一千份原材料中的零药零草, 足足花了它一万下品零食, 也就是一百中品零食, 相当于他此刻全身零食的二十分之一, 投资不可谓不小, 也可见其决心之大, 他要用这一千份材料, 将炼丹术的熟练度, 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层次, 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之时, 那位震惊的侄士才回过神来, 叫住了他, 韩师弟, 宗门记录显示, 你自从晋升了炼器七层后, 还未完成内门弟子的任务, 韩师弟是否要接下任务, 以免有不良记录? 韩义恍然, 他差点都忘了这回事, 在玄丹宗, 外门有最低积分要求, 而内门同样有内门的任务, 只不够, 内门的任务, 强制性不高, 可以传一起完成, 而如果长时间不触发, 会有直视上门提醒, 这是宗门的规矩, 韩义当然不好违背, 他想了想, 炼丹推进度也不急于一时, 便点点头, 有没有炼丹的任务? 韩义问道, 他接下来要干炼丹术熟练度, 如果有炼丹任务, 相得应张, 自然最好。 值班直视, 翻开任务记录本, 有, 丹剑峰有一个炼丹任务, 要求境界在炼七八层以上, 辅助炼制一种叫做杨霞丹的丹药。 杨霞丹? 没错, 对了, 下面补家备注了一条新的要求, 要求该弟子, 有过炼制杨霞丹的经验。 值班直视抬起头看向韩义, 见韩义摇摇头, 便将这任务接过, 又找到了新的一条。 这还有一个炼丹任务, 不过, 这个炼丹任务, 是顾问长老陆长老发布的, 要求内门弟子前往蒙山城, 为期一个月, 教导其族内弟子炼丹。 蒙山城? 没错, 顾问长老陆霞, 其家族便是蒙山城的修仙家族, 这个任务, 常年有效, 而且, 报酬上, 比寻常的炼丹任务, 要高不少。 不过, 陆长老要求接任务的弟子, 必须是炼器九层以上, 而且, 炼丹术需要经过其考核, 才算是正式接上任务, 如果考核不通过, 陆霞长老也会给予来回一趟的报酬。 含义沉淫了片刻, 不是因为任务的内容, 而是因为任务的地点, 蒙山城, 他穿越后, 下派的地方便是蒙山城。 还有其他可选的炼丹任务吗? 值班直师又翻了翻, 还真又找到了另一个炼丹任务。 这还有一个任务, 骆丰郡, 南淮城, 顾问长老顾至景, 需要一位内门弟子辅助, 只说是辅助炼丹, 会无偿提供丹方, 并提供原材料, 并未细说具体炼制何种丹药。 这任务, 报酬很丰厚, 甚至比第二个任务要丰厚些。 含义眉头一皱, 为何没有无需外出的寻常炼丹任务? 值班直师解释道, 含师弟有所不知, 如今宗内的任务, 不管是炼丹还是其他, 如果是简单些的, 已经发布, 很快便被抢走。 这几年内门弟子热情高涨, 对宗门积分, 修仙资源都较之以往, 更加, 嗯, 更加热切。 这三个任务, 也是因为各有门槛, 或需有特定的炼丹经验, 或需外出并精考核, 或任务并不明确, 才暂时未有人接走。 含义了然, 这意思是, 现在宗门内门任务很抢手, 看来新政之后, 特别是护航和新丰主计划启动后, 内门弟子的竞争, 在各方各面都很激烈, 就连任务都需要抢了。 含义又看向目前这三个任务, 想了想, 选择了第三个任务。 最主要的原因, 是洛峰郡南淮城, 距离同城很近, 刚好之前何方威给了他一张拍卖会的请帖, 说拍卖会上, 可能会有顶尖上品级别的匕首拍卖。 原本他还在犹豫, 并未想要前往, 如今, 刚好有任务这事, 去都去了, 便正好走一趟。 而顾佳这任务, 含义也好理解, 可能是顾佳得到了某些神秘单方, 但自己又无力炼制, 遮遮掩掩求助玄丹宗炼丹师, 唯恐单方传开。 如果所料不错, 含义到了后, 顾佳会先要求他已到新发誓, 对单方进行保密, 不可泄露之类的。 而对含义来说, 如果接的这个任务不合适, 自己便拒绝就是, 再往同城跑一趟, 参加一趟拍卖会, 能买下来就买, 买不下来就算了, 当见识一番也好。 一来一去, 花不了两个月时间。 洛峰郡属于蜀州十三郡之一, 从面积和实力上来说, 只是寻常。 同城属于洛峰郡内的大城, 在整个洛峰郡可排入前五。 而南淮城和道福城, 都是寻常仙城, 距离并不远。 听到南淮城, 含义心头想起道福城, 又想起罗云州的死, 还有在罗家林田中, 那通往神秘之地的光门。 那开启光门的钥匙, 那一块刻着碎竹二字的黑色牌子, 此刻还放在青龙峰庭院的某处隐秘之地。 含义接了任务, 并不需要任何准备, 便禁止朝白虎峰而去, 青龙峰上并无方式。 而白虎峰距离青龙峰最近, 更有方式, 含义在白虎峰市中, 租用了前往洛峰郡的非洲。 当然, 和之前他同罗云州前往道福城一样, 并未单独租用, 而只是顺路。 三天后, 非洲停落洛峰郡的飞云城, 这座仙城同样是洛峰郡的大城之一, 不比同城小。 含义从飞云城又花了四天时间才到了南淮城。 南淮城, 顾家。 含义表明身份, 走进顾家。 顾家是南淮城的三大驻姬修仙家族之一。 顾家驻姬七修士, 顾志景, 一再去年成为玄丹宗的顾问长老, 如此, 他才有在宗门发布任务的权利。 接待含义的, 当然不可能是顾家定海神针顾志景, 而是顾家当代家主, 顾通玄。 顾通玄是除了顾志景之外, 顾家的最强者, 有着巅峰练气的修为, 而且, 看上去不显老迈, 如有住击丹, 住击的概率应当不小。 玄丹宗, 青龙丰弟子, 含义, 见过顾家家主。 含义自曝家门。 顾通玄脸上带着儒雅温和的笑意, 对含义能前来顾家, 表示非常荣幸, 将含义迎进家门。 双方落座后, 含义先是疑惑道, 顾长老此刻可是在顾家。 含义口中的顾长老, 自然是玄丹宗的顾问长老, 顾志景。 顾通玄摇摇头, 家父有事, 并未在南淮城, 炼丹一事, 已经交由我全权处理, 含道友大可放心。 含义点头, 接着, 在不想耽误时间, 开门见山说道, 那好, 顾家主, 有何炼丹的需求, 你便直接说吧。 顾通玄见含义如此直接, 也未惊讶。 在拿出单方钱, 不出意外, 顾通玄让含义一道新启事, 不可泄露顾家单方秘密, 含义应声许诺。 接着, 顾通玄才郑重地 拿出一张单方, 推到含义面前。 含道友, 单方在此, 你看, 含义并未推迟, 拿起单方, 单方入手, 材质特殊, 应当是某种瘦皮制作而成, 单方之上, 写满银头小字, 扫了一眼, 足足有上千字。 不过, 含义一看便知道, 这张单方是经过超转的。 含义宁神看去, 果然, 单方无名, 而且, 炼丹所需的材料, 有几样只标记了序号, 并未写具体的药材名称。 含义闪过一丝疑惑, 便将这疑惑问出。 顾通玄解释道, 含道友有所不知, 这单方, 是我爷爷从外面买来的, 连原材料都一起买来, 买来的时候, 有一些便只有序号, 并未标明是何等药材。 但这单药, 确实是我顾家所需, 这一点, 无庸置疑。 含义疑惑未消, 顾通玄这等解释, 未免太过牵强了些。 不过, 这可能涉及顾家的秘密, 含义并无意打听, 他只需要炼丹即可。 将疑惑放下, 含义细细看单方来, 前前后后看了三遍, 在心中自己测算, 含义才确定下来各项炼丹的细节点。 这单方看炼制的手法比较特殊, 这是一种复合丹。 所谓复合丹便是同时需要两种 甚至两种以上的不同灵丹, 同时服用才能发挥效果的丹药。 而这单方上写明需要炼制阴丹和阳丹, 只有将阴丹和阳丹一起服用, 才能发挥这种丹药的效果。 复合丹的炼制方式, 含义在此之前确实见过, 不过, 他并未曾亲手炼制过, 但看着单方上的炼制方式, 含义测算了下, 以自己的炼丹数水平应当不难。 此丹药炼制不难, 不过, 我无法保证一次性便能炼制成功。 如果炼废了, 也不意外, 顾家主需考虑清楚。 含义不想大包大揽, 该说的风险还是要表明。 顾通玄并未犹豫, 而是脸色大喜, 看含义刚才的表情应当是极有信心, 为了炼制成功这丹药, 就算是炼费再多, 他也认了。 好, 含道友不亏是玄丹宗高徒, 如此便有劳了。 含义眉头一皱, 他总觉得顾通玄的态度太过爽快了下。 想了想, 他开口询问顾家这单方的原材料有多少分, 得到顾通玄的答案是十分。 含义便又加了个条件, 顾家主, 这样吧, 如果我炼制失败五炉, 那便交易中断, 这次的任务算我失败, 如何? 至于多出来的五份材料, 可以另寻他人, 或者重新在玄丹宗发布任务。 他这是设了个预值, 防止出现双方扯皮的事情, 虽然扯皮他也不怕, 但总归浪费时间。 顾通玄这一次同样没有犹豫一分豪, 豪爽点头, 好, 就依含道友。 韩义只觉得, 这便是其性格, 并未做他想。 接下来, 顾通玄将顾家后院, 一处独立的庭院安排给韩义, 让其能静地下心来炼丹, 不被打扰。 同时, 又将五份炼制这种复合丹的材料, 运送到庭院中。 韩义并未即刻炼丹, 而是花了一天时间调息, 第二天, 在庭院内布下简单的防御阵法后, 又告知顾通玄没有自己的允许, 不可让人打扰自己后, 便开始炼丹。 一尊八角金色丹炉, 被他从储物袋中拿了出来, 放置在房间中间。 接着, 便是炼丹的常规前置步骤, 灵炭、灵沙、灵石、调丹火等。 完成前置步骤后, 韩义便将炼丹的原材料摄取过来。 炼制这丹药, 需要炼制阳丹和阴丹, 韩义先炼制的是阳丹。 阳丹的主材, 是一种名为猎魂草的灵植, 斧材足足有几十种, 只有一种是用符号标注, 这是一瓶黑色的药水。 韩义打开瓶盖, 将药水用法力包裹着, 倒入丹炉石, 不知为何, 竟似乎听到婴儿的尖叫声, 他手抖了下, 差点将药水洒落。 不过, 在细听室, 却并未见丝毫异常。 以他如今的境界和心性, 幻听绝对不可能。 那么, 问题一定出在这用符号标注的黑色药水之上。 这东西, 有点邪乎。 韩义心中微微一寒, 但并未停下, 而是继续炼制。 片刻后, 丹炉一阵晃动, 一股黑色的烟气, 陡然从丹炉顶部冒出。 韩义双手一顿, 缓缓收回双手, 接着, 便丹炉中的废丹用一个灵带装好, 放在一侧。 稍微调息后, 继续炼丹。 第二次, 韩义同样听到了那如婴儿般的尖叫声, 这一次, 他有心理准备, 并未出现手抖的情况, 不过, 却眉头深深皱起。 片刻后, 丹炉在阵, 黑烟翻滚, 韩义拂袖将之吹散。 他的表情变得无比凝重。 这材料不对, 绝对有问题, 这种材料, 他虽未曾见过, 但以这种材料炼制的丹药, 他在丹书上看过, 岂有一个统称, 邪丹。 所谓邪丹, 但是用活人或者死人的肉身, 神魂为主材或者辅材, 炼制而成的丹药。 这种丹药, 有伤天和炼制成功后, 冥冥之中, 无形削弱了炼丹师的气韵, 只有极个别走投无路的炼丹师, 才会炼制。 而如今, 韩义便怀疑, 自己在炼制的这种丹药, 便是邪丹。 他设过第三份杨丹的材料, 双眸中浮现淡金色的光芒, 接着, 手指一弹, 近风一掠, 瓶盖被打开。 在打开的瞬间, 韩义便看到黑色浓郁的药水中, 仿佛有无数的气泡冒出, 这些气泡如果用寻常肉眼看, 绝对看不出来, 不过在旺气数之下, 却是秋毫必现。 而在这些气泡中, 一个个缩小到极致的婴儿冒出, 发出凄厉的嘶海声。 接着, 黑色药水中仿佛有一股神秘不可抗拒的力量, 将气泡通通拉回黑色药水, 再无丝毫生息。 在看清气泡中的东西时, 韩义手一抖, 直接将黑色药水丢出去, 黑色药水落地后, 发出腐蚀地面的吱吱声, 那股婴儿的尖叫声再起, 转瞬又消失, 地面上只有一个空瓶子和一滩黑色水渍。 这时候, 韩义的脸色已经不是凝重了, 而是难看了。 果然是炼制的邪丹。 该死! 韩义长生而起, 却又缓缓坐下。 怎么敢? 顾驾怎么敢? 炼制邪丹, 可是连大前仙律都规定的死罪, 他就不怕被人发现。 而且, 竟然还敢在玄丹宗发布任务, 如果玄丹宗弟子折损在此, 必定引起玄丹宗调查, 这可没那么容易遮掩, 一旦捅破, 便是生死足灭的下场。 韩义深吸一口气, 接着, 便将其他原材料都摄取过来, 一一查看。 杨丹的炼制原材料中, 主材并无问题, 而辅材只有那个 以标号标记的黑色瓶子有问题。 可英丹的炼制, 却连主材都用标号标记, 含义检查了主材, 已经不是难看, 而是怒火中烧了, 因为英丹的炼制, 主材和辅材中, 足足有九种, 是从活人的肉身, 或者神魂中取来。 如此有伤天河, 已经不是含义 能不能炼制的问题, 而是, 他要怎么举报顾家的问题? 没错, 他并没有被怒火将理智冲垮, 顾家可是有助击妻修士, 而他虽然晋升炼器九层, 可却从来没有和助击妻修士斗法过, 自然需再谨慎。 对他来说, 能避免, 还是要避免, 实在避免不了, 他也不拒。 等自己离开了, 眼前这些原材料, 和这一张单方, 便是证据。 只需交给宗门, 或者直接交给大钱, 顾家便再无生存之机。 含义拿出一个新的备用储物袋, 将之前炼废的两炉丹药, 先用灵袋装起来, 接着放入新的备用储物袋中, 然后再将其他三份羊丹的材料, 和五份阴丹的原材料, 放入备用储物袋中。 最后, 将这个备用储物袋, 放进逐储物袋中, 又收起丹炉, 便盘坐原地, 开始闭目调息。 他准备等夜幕降临后, 再悄悄撤掉阵法, 顿离顾家, 在向大前官方匿名举报之。 不过, 就在他刚闭上眼睛的时候, 在房门外, 突然一声敲门上出来。 韩道友, 韩道友? 声音是顾通玄的, 韩义听到这话, 眉头深皱, 他在此之前, 便已经告知顾通玄, 在他炼丹期间, 切勿打扰。 这可是炼丹师的大忌。 顾通玄活了这么久的时间, 绝不可能连这一点都不知道。 这其中, 问题就很大了。 韩义并未以最大的恶意揣摩他人, 不过, 在他刚发现炼制的丹药是邪丹之后, 顾通玄便直接敲门, 这其中, 不说没问题, 傻子都不信。 韩义并未回答, 而是又将自己踏入顾家之后的点点滴滴, 都过了一边, 最终凝聚在豪爽的顾通玄身上。 豪爽? 不, 并非豪爽, 在韩义提出可能炼废的风险后, 顾通玄想都不想, 便应许这种风险。 在韩义提出炼制五炉后, 如果还失败, 便不再炼制, 全当任务失败之后, 顾通玄同样如此。 此刻想来, 再往后退, 当韩义看到那张单方时, 便已经有诸多问题。 以标号标记, 明显便是为了不让人知道其材料的名称, 这其中就很让人寻味了, 这些都是破绽。 韩义轻叹一声, 自己还是大意了些, 但他并非先知, 而且随着自己实力提升到炼器九层, 筑基期以下的修饰, 他都无惧, 不像以前, 那么小心翼翼, 考虑的角度自然不同。 放在以前, 韩义须仔细推敲, 反复验证, 而放在如今, 他只有一个标准, 筑基期以下的危机, 都可应对。 想清楚这一点, 韩义也不再沉默, 他走出近视, 推开庭院的门, 走了出去, 却见顾通玄已是退出去二十多米, 在他身侧, 站着两位顾家的祖老, 这两位祖老, 同样是练气巅峰的境界, 身上自有一股威势散发出来。 韩义抬头看向周围, 眼眸浮现淡金色的光芒, 一闪而过, 内心却微微沉。 振乏, 顾家后院, 此处独立的庭院周围, 已经被布下了阵法, 这目的已是昭然若揭。 顾家主, 这是何意? 我才刚调戏完毕, 正想要拿出丹药来练丹。 你们这番打扰, 万一搅我心神, 乱我练丹步骤, 练出废丹, 责任可不归我。 韩义脸色一沉, 脸上怒意涌现, 甚至怒斥出声。 顾通玄对此, 只是轻笑一声, 韩道有, 何必故意这么说? 你在庭院中的做的一切, 都已在我眼里。 顾通玄手中一番, 便出现一面同色镜子, 镜子中, 有着韩义刚才在庭院中所做一切的影像。 韩义内心一沉, 看来顾家早有准备, 此事无法善了。 顾通玄将镜子收起, 韩道有, 你现在转身回去, 继续炼制阴阳补魂丹, 就当不知道这丹药的内情。 如此, 顾家不仅不会为难你, 而且还可给你一份远远超过你预料的报酬。 你看, 如何? 阴阳补魂丹。 韩义是首次听到, 顾家要炼制的邪丹的名字。 假如我不从呢? 韩义抬头, 看向周围的阵法, 脸色突然平静下来, 刚才他出声怒斥, 只是抱着一线机会, 万一顾家还不知道自己知道炼丹的详情, 自己可伺机而动, 可没想到顾家同样准备妥当。 不从, 这就由不得韩道有, 踏入我顾家家门, 你不从, 也得从。 顾通玄的脸色, 突然变得凶利。 韩义看向顾通玄, 脸色疑惑, 顾智景不在南淮城, 就凭你们三位炼器修饰, 竟敢专断, 干下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算是杀了我, 玄丹宗一番调查, 也绝对会发现, 到时候, 顾家必定遭受灭族之祸。 这是韩义一直没想通的地方, 也是他在此之前, 放松警惕的主要原因之一。 顾智景不可能为了坑骗一位炼器七炼丹师, 让整个顾家陪葬, 这大大的说不通, 韩义不管是怎么想, 都没法想通其中要点。 顾通玄并未回答韩义的疑惑, 而是直直看向韩义, 韩道友, 再给你一次机会, 蛇身回去炼制阴阳补魂丹, 如能炼制成功, 大家相安无事, 你还能得到一大笔报酬。 如果拒绝, 那只好将你打杀后, 将你神魂炮制成补魂丹的材料, 继续发布任务, 总会有玄丹宗的炼丹术, 肯炼制阴阳补魂丹的。 至于说, 会不会被玄丹宗发现, 派助基七长老前来调查, 韩道友, 这一点, 你可以死心, 顾驾既然敢这么做, 那便会将支援的天衣无缝。 韩义突然眉头皱起, 顾长老真的不在南淮城, 顾通玄并未回答, 而是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被自己忽略了, 但仔细盘算又并未有丝毫问题, 难道凭借自己三位炼气巅峰, 还能让出入炼气的韩义逃走不成? 眼见韩义并无合作意图, 他抱贺一声, 杀了他。 其手中一番便有一张灵图出现, 灵图不过巴掌大小, 轻轻一抛就化为虚幻, 急速扩大成十米左右的巨大灵图。 虚幻的灵图中突然鬼哭狼嚎, 五头畸形的恶鬼浮现, 顶尖上瓶法器, 五鬼图, 他身旁的两位足弟同样激发法器, 手中的法器也都是上瓶法器。 就在此时, 一道青黑色光芒, 一闪而过, 古通玄心头一寒, 扑斥, 这声音并不大, 只是如同纸张被戳破的细微声音。 但就在声音响起的瞬间, 五鬼图突然狂震, 灵图上五头现形的恶鬼, 刚一浮现, 其虚幻的身体便一僵, 接着, 刹那消亡。 那一张刚激发展开的五鬼图, 也急速缩小, 重新化为八掌大小的法器本体, 摔在地上, 只不过法器之上, 一个碎裂的洞口, 显示这件法器已是损毁状态。 而身旁两位足弟的武器, 其中一柄刀器, 刚拿出来便见青黑色光芒闪烁, 刀器从中折断, 只剩刀柄。 另外一件法器, 是一件上品剑器, 不过, 同样布了刀器的后尘, 当场折断。 这是, 极拼法器? 不好。 顾通玄轻贺一声, 就要从储物袋中拿出东西, 不过, 他快, 那道青黑色光芒更快。 刷的一下, 便从其眉心洞窜而过, 接着, 再轻轻一扫, 激发出两道青黑相间的剑光, 将两位脸色惊骇的顾家阻牢斩灭头颅。 青黑色光芒折返, 落入韩裔后背。 极拼法器, 清平剑。 既已出手, 韩裔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而且, 他之前的大义,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知道顾智景不在顾家, 那整个顾家并未有能够让自己忌惮的修饰, 还和拒之友。 韩裔闪身落在顾通玄三人身边, 将折损的法器和储物袋都收起来, 丢出三张爆裂符, 将三人化为灰烬。 接着, 闪身离开。 果不其然, 笼罩住后院庭院的阵法, 只是一个屏蔽型阵法, 屏蔽声音和灵能波动, 和韩裔在青龙峰上的锁灵阵类似。 说起来, 从顾通玄抱贺杀了他, 再到韩裔离开阵法范围, 也才仅仅过了不到两夕。 脸膝术运转到极致, 韩裔几个闪烁, 便出了顾家府邸, 走在南淮城街道上, 片刻后便出了城门, 往同城而去。 他原本是打算直接向南淮城大前官方修士, 举报顾家的, 但在杀死顾家三人后, 他并不好解释, 万一弄巧成桌, 将自己搭进去, 反而麻烦。 所以他打算等回到玄丹宗, 再向宗门举报之。 而他这一趟前往同城, 并不是去参加拍卖会, 而是只有同城, 才会有跨郡城的运输非洲, 登上非洲, 他便能回到南洋郡, 再则路回归玄丹宗。 不过, 在他出了南淮城小半天, 距离同城还有一半的距离时, 突然, 一道显得苍老, 却怒气冲天的爆合声, 从天而降。 轰隆隆。 一道寒怒出手的袭沙, 轰在原来寒义的位置上。 不过, 在半空中的灵气波动发生时, 寒义便已经是一个闪身, 暴退三十多米。 灵能风暴未散, 一位老修, 降落下来。 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年修士, 其身上一股独属于 铸鸡漆修士的威严攀升而起。 不过, 在威严之中, 寒义敏锐地察觉到了一股 即将腐朽的味道。 在下寒南, 乃天一宗修士, 敢问大人, 无辜袭杀我所为何事? 我这一趟下山前, 师尊曾说, 会有一位强大的铸鸡修士将我错认, 但最后误会解除, 逢凶化疾。 大人是否将我错认为寒义了? 我那包地阴邪狡诈, 作恶多端, 我两同包生, 气息累同, 总有修士将我错认为寒义, 徒增误会。 请大人明辩。 寒义心中压抑着紧张之色, 这种紧张是炼气期修士 面对助击期的紧张并未有多大的破绽。 而在刚才那习杀落下时, 他便已经想通这其中要点。 来者, 如无意外, 应当是顾家家主, 玄丹宗顾问长老之一, 顾志景。 顾志景刚一落下, 便听到寒义的话, 不由得微微一愣, 满腔愤怒, 煞食一致。 他手中掐着一道黑烟, 松开手后, 黑烟飘起, 化为箭头, 指向寒义。 寒义被黑烟指中, 心头一寒, 但并未做其他动作。 顾志景, 往侧面走过去十米, 黑烟箭头同样转动, 继续指向寒义。 接着, 他更是绕了一圈, 黑烟箭头始终都指向寒义。 被黑烟指着的寒义, 脸色不变, 不过心中, 却已是一尘。 顾志景猛地抬头, 眼中的愤怒, 脚趾前更甚。 无耻小鬼, 连老夫都敢骗, 看来, 杀人定然是你。 能杀死通学, 你实力不弱。 不过, 小小练气, 也敢在老夫面前胡扯。 死。 顾志景, 一指点出, 一道幽黑光芒一闪而过, 跨过几十米之距, 就要落在寒义身上。 这是一道类似于灵虚指的法术。 在这黑光迸射而出时, 寒义便已是浑身一沉,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盯上了自己, 自己即将大难临头。 不过, 他的经验同样丰富无比, 在铸鸡老修, 也就是顾志景那个死字未落时, 便已经将一道火盾树撑开。 砰! 黑光将火盾树撑开的火焰盾牌直接砸碎, 但也接近历劫, 同一道火盾树之后的青黑长剑碰撞在一起, 被轻易崩散。 青黑长剑一闪而过, 速度极快, 悄无声息, 略过几十米。 弹出一指的顾志景, 脸色微微一变, 刚才那一指, 已经有它五成十例, 就算是巅峰炼气遇到了, 都只有死路一条。 炼气和助击, 并不能单单用法术量的堆积去弥补差距, 法术和神识已经经过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 先到助击, 先到助击, 理论上, 助击期修饰, 才是真真走在先路之上。 而炼气期, 无论做了多少准备, 都是徘徊于先路边缘。 不过, 有这么一些比助击期还稀少的修饰, 能以炼气硬抗助击。 传奇炼气, 这不是一个境界, 这是一种荣誉的称号。 在玄丹宗, 两年前, 助击期修饰有七八十位, 可传奇炼气仅仅两位。 虽然这两年快速变化, 可宗门内的传奇熟练, 不增反减, 传奇炼气的多寡, 和宗门的实力有关, 但并未强相关, 玄丹宗短气内, 炼气巅峰增多了, 可并不见得, 传奇也增多。 顾志景脸色一变的同时, 那崩碎了其一纸黑光的青黑长剑, 已经无声掠来。 极凭法器, 虽无声息, 但顾志景却轻易辨别出那常见的气息, 赫然同自己所用法器同一个级别。 在耸然一惊之后, 便又浮现贪婪之色, 压下贪婪之色后, 脸色又是一变。 炼气九层, 竟然拥有极品法器, 这不由得他多想。 不过, 含义杀他顾家之人, 而且, 还已经知晓顾家炼制阴阳补魂丹的秘密, 不管身份如何, 也为先杀死他了。 刹那之间, 顾志景双手一翻, 有一尊九层黑色小塔出现在手中, 他咬破指尖, 血液抹在黑塔上, 接着, 染血手指指向寒意。 顿时, 便有一道黑血, 从黑塔中飙射而出, 黑血一出, 便散发出腥臭血液的气息, 让远处的寒意微微一变。 黑血一卷, 便欲要将青瓶件包裹住, 几十米外的寒意, 在这一瞬间, 察觉到不妙。 助击器修饰的手段, 他在此之前, 见识过得有限, 但这不妨碍, 他将警惕心提到最高。 神石猛地狂涌而出, 附加在青瓶件上, 登峰造极的御剑术, 让这柄极品剑气, 瞬间速度又提高了一成, 以狂飙姿态, 将散发出诡异气息的黑血破开, 直接降至顾志景面前。 这一刻, 两人同时脸色变化。 顾志景脸色大变, 已是不敢相信刚才所见一幕, 但他能将南淮城顾家 从一个寻常的炼气修仙家族 带到如今的助击器修仙家族, 自有他的果感和狠辣。 他一条手指直接炸开, 血液狂涌入黑塔之中, 从黑塔中一只血手伸出来, 以寒意都反映不过来的速度, 横拍而过, 直接将急速的轻平剑拍飞。 不过,拍飞这一柄极品剑气 已是血手能出现的极限, 疏忽只见已经缩回黑塔中, 再无声息。 而寒意脸色的变化, 则是略有不置信。 因为这位助击器修仙, 在他眼中只有一个字能形容, 那就是弱。 弱的不像是助击器, 他恍然大悟。 刚才这位助击老修出现时, 那一股威严中暗藏着的腐朽气味, 和他在道福城中看到的 大前青天间的那位助击器老修一样, 虽没有那位青天间老修的大线将至, 但也相差不远。 这是仙道走下坡路, 寿元将近的表现。 阴阳补魂丹, 顾家, 邪丹, 老修, 助击器, 大线将至。 这些关键词, 仿佛连成一条线, 呈现在寒意面前。 不过, 寒意总觉得缺了一个最关键, 原因, 为什么是玄丹宗弟子? 心念浮动之间, 寒意已经双指一并, 被拍飞的轻平剑, 已是重新落回自己的后背。 接着, 身体轻轻晃动, 已是暴退, 登峰造极, 轻身术。 刚才一番尝试, 对方奈何自己不得, 可自己杀死对方, 也做不到。 而且还不知道对方有何压箱底的绝招, 不如退去, 反正这固制井也死定了。 而那咬牙崩碎了手指的顾制井, 眼中杀气暴涨, 并未善罢甘休, 就要重新发动攻杀。 却在此时, 一声冷哼声, 从高空而落。 够了。 接着, 一道人影, 瞬息出现在两人中间。 不管是暴退开准备偷走的寒意, 还是要发动攻击的顾制井, 都停了下来。 接着, 两人的反应截然相反。 顾制井惊叫一声, 转身便逃, 而寒意则是猛地松了一口气。 来人竟是曾有过一面之园的浮沧海。 浮沧海见顾制井亡命狂逃, 只是微微摇头。 接着, 一挥手, 半空中, 骤然火光大盛, 眨眼间已是一条火龙浮现。 火龙一窜, 便跨过几百米, 瞬息间将脸色惊骇的顾制井吞噬。 一声诡异的尖叫声从火光中攀升, 这声惨叫并未来自顾制井, 而是来自其手中的那件诡异黑塔。 不到三溪, 不管是顾制井, 还是其手中的那件诡异黑塔, 甚至就连顾制井身上的储物袋都已经化为灰烬, 未有丝毫痕迹留下。 火龙回归, 瞥了寒意一样, 寒意觉得这条火龙, 其炽热的双眸中仿佛有灵质般, 接着, 火龙钻入浮沧海袖中。 从浮沧海那一声冷哼开始, 到其收回火龙, 不多三溪之间。 三溪前, 顾制井欲要追杀寒意, 寒意自认赢不了, 但逃走不成问题。 三溪后, 顾制井已经死的一点痕迹都没有, 人生变化, 转瞬未知。 拜见浮诗伯, 之前杜劫仙舟上, 冯静宇称浮沧海为浮诗伯, 寒意也学知。 浮沧海看向寒意, 并未说话, 而是仔仔细细, 仿佛看一块蒲玉般, 将寒意看得发毛。 良久, 才说道, 不错, 非常不错, 怪不得原宗主, 让我跟着你出来一趟。 不愧是他看中的人, 眼光比我等, 高得太多了。 寒意心中一跳, 脸色露出诧异之色, 原宗主。 浮沧海点点头, 走吧, 关你索性方向。 你这一趟, 可是要去铜城, 去铜城可有要事, 如果没有, 那边随我归宗吧。 寒意本来便是, 要通过铜城仙剑, 回到南洋郡, 听到浮沧海的话, 顿时回答, 弟子此行, 是准备直接归宗。 好。 浮沧海单手一番, 手中出现了一艘仙舟, 仙舟抛至三米多高, 看上去只有一条寻常的小船般大小, 它先是踏上虚空, 站在长度只有四米, 宽度在两米左右的仙舟上。 寒意轻轻一跃, 落在仙舟后面。 仙舟腾空, 加速, 再加速, 不到三西, 便已是加到极快的速度。 而让寒意诧异的是, 这艘仙舟, 其速度极快, 可却丝毫察觉不到狂笑的风声, 站在仙舟上, 竟连晃动都察觉不到, 仿佛站于陆地上一般。 景色山河, 顺息间跨过。 好宝贝! 寒意内心可望之, 似是看出寒意对他这艘仙舟的想法, 浮沧海笑了一声。 这是万仙格出品的苦海仙舟, 是一艘中品法宝, 价格可不便宜, 就算在卖多少银系列的法器, 都买不到这样的一艘仙舟。 听到银系列, 寒意眼皮一跳, 他早已知道, 九龙商铺背后的靠山, 便是眼前这位太上长老。 浮沧海知道自己在九龙商铺的买卖, 理所当然。 浮沧伯, 弟子心有疑惑, 赶请浮沧伯解惑。 寒意拱手请求。 浮沧海点头, 寒意便将这一趟出门的疑惑提了出来, 特别是顾家的所作所为。 浮沧海也猜到寒意的疑惑, 这本来便也是他要告诉寒意的。 此事, 复杂。 浮沧海第一句话一出, 寒意便心头一跳, 能让浮沧海都说复杂的, 那绝对是大问题。 一番解释下, 寒意脸色已是凝重到了极致。 这一切都要从顾问长老这一政策说起。 当玄丹宗颁布这条政策时, 越来越多的修士, 特别是南洋郡、 洛峰郡、 太白郡的修仙家族都心动, 越来越多的助击期修士加入玄丹宗。 而感受到压力的, 自然便是和玄丹宗敌对的血神宗。 二十年之期即将来临, 玄丹宗的动作不少, 血神宗的应对自然也频繁。 顾家的这一次变故, 其根源便是血神宗的渗透, 而且并未直接出手引诱顾家, 而是利用邪修将阴阳补魂丹和原材料卖给顾家。 阴阳补魂丹是一种邪丹, 其最大的功效便是可增加寿源。 但顾智景已到仙道末图, 就算是邪丹, 他也会冒险一搏, 按照邪修的说法, 服用了阴阳补魂丹, 顾智景可以再维持巅峰战力三十年。 如果顾智景倒下了, 顾家失去助击修士, 必定遗落千丈, 甚至因为南淮城的另外两家助击期修仙家族的打压, 可能危机重重。 而多出三十年的时间, 他可以撑到顾家再出一位助击期修士。 所以, 他干了。 至于为什么要玄丹宗的炼器妻炼丹师来炼制, 不过是邪修的其中一个要求, 按照那位邪修的说法, 他和玄丹宗有仇恨, 恨不得每一个玄丹宗弟子生死。 不管来的炼丹师是谁, 不管帮不帮顾家炼制阴阳补魂丹, 这位来到顾家的玄丹宗弟子, 最终都只有死亡意图。 顾家也知道这个原因有些胡扯, 他们隐约猜到了这背后必定有更深的原因, 不过, 为了顾治锦, 这显顾家得冒。 另外, 在韩义刚踏入顾家时, 其实顾治锦是在顾家的, 不过, 韩义前脚刚到, 顾治锦便后脚出门, 而且, 他的体型和气息全部伪装的和韩义一致。 接着, 他出了南淮城, 直奔同城, 他要以韩义的身份在同城中制造一起生死盗销, 连尸体都被毁灭的事故, 来遮盖韩义的真正死因。 这也是当初顾通玄所说的, 韩义之死, 他们会做得天衣无缝, 保准玄丹宗查不出来。 可没想到, 韩义并未寻常出入炼气七弟子, 一见斩灭顾家三位炼气巅峰, 当顾治锦制造完韩义死在同城的假象后, 赶回南淮城, 才惊怒地发现顾家三人生死, 而那位名为韩义的玄丹宗弟子, 已经不见踪迹, 接着, 他便用追魂术, 一路追着韩义到此。 这, 便是事件的经过。 而本来下山处理顾家这件事的, 是另一位内门的筑基七修士, 毕竟, 顾家这事, 也就是顾治锦南对付些, 说大并不大。 血神宗暗地里搞了很多事, 顾家这事, 不可能由太上长老福沧海亲自处理。 不过, 阴差阳错之下, 韩义接下了这个任务, 一直关注着韩义的元顺, 找了福沧海, 让他下山, 跟一趟。 最开始, 福沧海有些不以为然, 但在顾家, 见到韩义一剑斩灭三练器巅峰, 又在刚才, 见韩义一剑破开顾治锦的极拼法器一击, 逼得顾治锦断指。 这彪悍的战斗力, 已经直接体现出, 韩义已有传奇练器的战斗力。 出入练器九层, 便有传奇练器之威。 如果晋升滋身九层, 晋升巅峰练器, 那其战斗力, 岂不是连一般的铸鸡漆修饰, 都可斩于剑下。 福沧海不得不感慨, 元顺的目光之好, 让自己望尘莫及。 元宗主, 含义迟一道, 福沧海脸色一正, 你对元宗主的疑问, 老夫无法代为作答, 等到了玄丹宗, 你自可去询问。 对了, 两年前, 你不是到九龙来询问匕首法器套装吗? 老夫手中倒是有一件匕首套装。 这套装并不在九龙售卖行列, 属于老夫的私人珍藏。 你看看可合适。 福沧海轻轻挥手, 寒义身前便悬浮着一个玉盒, 玉盒金色, 有一种高贵的气息散发。 寒义微微一愣后, 便缓慢掀开金色玉盒。 玉盒中, 六柄金色的匕首, 放置其中一股厚重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股气息比寒义曾经的顶尖上品法器, 成影剑还要强上几分。 此匕首套装名为天都匕首, 是老夫从大前先廷所得。 虽然品阶只有上品, 但其威力却不输某些极品法器, 对你来说再合适不过。 天都匕首寒义吞了吞口水, 说不想要是骗人的。 不过, 如此贵重的法器, 弟子买不起。 含义也很直接, 扶沧海微微一笑, 这套法器就当是老夫送你的。 含义并不意外, 扶沧海能拿出来, 还能抢买抢卖不成, 八成是送了。 不过他内心还是有些犹豫, 这犹豫很快便消失不见, 接着心头一松, 金丹七修士都说送了, 自己还犹豫, 扭扭捏捏捏, 实属不应该。 如此, 那便多谢扶氏伯了。 含义收下, 便是和扶沧海有了更深的关系。 在以往, 他在九龙商铺都是交易, 钱货两清, 而收下扶沧海送的法器, 自然和交易不同。 含义知道, 这匕首其实就是一种投资, 表明扶沧海看好自己能够走得更远, 筑基期乃至金丹七, 而他自己, 也并未在扶沧海面前表现造作和畏惧。 仙舟的速度, 要比寻常的大型运输仙剑快得多。 当天, 在日落之前, 远处巍峨的玄丹山脉, 便已经映入眼帘。 片刻后, 划破云海的仙舟, 已是落在青龙峰上, 放下寒义后, 扶沧海收起仙舟, 朝寒义点点头, 便重新飞升而起, 破开云海, 踏入玄丹宗主峰, 玄丹峰。 寒义站在原地, 等了片刻, 并未见袁顺出现, 便只好信心然走回自己的庭院。 这一趟外出, 时间上很短, 满打满算, 也就是去的时候, 乘坐仙舰花了些时间, 在顾家和归途的时间最短。 说实话, 他到现在, 还有些糊涂, 怎么接了炼丹任务, 出个门, 也会遇上血神踪, 邪修, 顾问长老, 这等错综复杂的事情。 自己就想安安稳稳地修个仙。 轻叹一声, 含义将所杀顾家三个人的法器和除戴拿出来, 法器都已经被轻平剑斩破, 卖不起高价, 但蚊子腿也是腿, 上平法器, 即使是被斩灭成两截, 也比一般的下平法器卖得贵。 而三个储物袋, 含义花了两天的功夫, 磨灭掉其中神念禁止, 看清储物袋中东西后, 还是有些意难平。 储物袋中, 临时寥寥无几, 但属于顾通玄的储物袋中, 有好几十分炼制阴阳补魂丹的材料, 这让含义愤怒不已。 材料丢入新的储物袋, 和之前在顾家所得的材料放在一起, 然后出了一趟门, 直往内封之一的柱绒峰。 柱绒峰上, 有一方圆十米的地火, 地火炽热, 最是克制阴邪之物, 在外的弟子, 如果得到阴邪之物, 都会拿到柱绒峰销毁。 销毁完储物袋中的邪单材料后, 含义又跑了一趟斗法峰上的九龙商铺, 将被清平剑斩灭的废弃法器卖掉。 道友, 这段时间可是收获不少, 想必营业状态上加啊。 何方威调侃着说道, 随着交易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偶尔会开些玩笑。 含义翻了翻白眼, 营业个鬼, 他又不是节修。 而如果说他只是被动自卫, 何方威也绝对不幸, 便只好沉默了。 何方威黑黑一笑之后, 便收起玩笑, 脸色微微一速。 道友, 可是准备参加山海巨仙会? 含义诧异, 山海巨仙会? 这又是何事? 你不知道。 何方威才反应过来, 从了解的情况看, 这位道友在宗门外, 虽然是一位杀神, 可在宗内, 可是苦修士, 鲜少外出, 甚至很多宗门的盛会, 都会直接错过, 比如内外封大笔等。 道友, 你可真是潇洒, 庭院一关, 只顾修仙, 不闻窗外事。 何方威叹了一声, 便又继续说道, 山海巨仙会, 可是大事情, 比以往的任何一次, 事情都要大得多。 这不是玄丹宗的盛会, 而是全大前仙国的盛宴。 道友之前在洞天试炼时, 应当去过玉金山了吧。 玉金山是大前两圣地之一, 而和玉金山地位等同的, 便是万兴海。 山便是玉金山, 海即是万兴海。 山海巨仙会便是由玉金山和万兴海联合举办, 大前仙国境内, 所有宗门包括仙国本身都会参与进去的盛会。 山海巨仙会百年一届, 而最近的这一届在不久后后举行。 说到这里, 何方威突然又想到什么? 距离宗门和血神宗的二十年之期, 还有六年。 听说每百年一次的巨仙会, 持续的时间都在两三年左右。 等参加完这次巨仙会, 我玄丹宗便要准备重新同血神宗对上了。 何方威的语气有些低沉, 韩逸听完, 同样沉默。 十四年前, 血神宗横压太白郡, 抢夺众多矿脉, 韩逸还被强行征兆, 派往天青城。 一夜之间, 那外门弟子, 死伤惨重, 就连筑基期修士都陨落了好几位, 可谓全线溃败。 虽然经过十四年的变革, 玄丹宗已经今非昔比, 但血神宗又怎么可能原地踏步, 坐等玄丹宗反扑? 以韩逸这些年的了解, 隐隐觉得战事在起后, 玄丹宗绝对逃不了好。 不过, 他才练气九层, 天塌了, 自有高个子盯着。 山海巨仙会, 到底是要做什么? 韩逸颇有兴趣, 能让大前境内两座圣地联手的大会, 必定不简单, 绝不可能是邀和众多修士坐下来喝茶。 具体详情, 老朽也不知道, 只知道和东海妖族和铸鸡丹有关。 东海妖族? 铸鸡丹? 韩逸曾在藏书馆上看过一本书, 叫做《东海妖文录》, 写这本建文录的是玄丹宗一位未署名的修士, 但根据书上的内容看, 应当是一位境界在金丹七的太上长老, 书中记录了他在东海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妖兽和妖修。 不过, 和铸鸡丹有关系, 这倒是出乎他的意料。 老朽听闻, 宗门会让某位太上长老带队, 五位铸鸡七长老, 五位链鸡七弟子随同, 前往万兴海参加山海巨仙会。 而且, 参加巨仙会的链鸡七弟子, 虽然危险重重, 不过三年后顺利回归后, 更是能获得护航计划同等的待遇, 不仅能得到铸鸡七, 而且, 更是能得某位太上长老护法。 最近斗法封上, 又是一阵热闹, 便是和这事有关。 何方威又补充说道, 含义恍然, 怪不得他刚才进入商铺前, 察觉到斗法风尚, 天地人三绑前, 气氛异常热烈, 他便猜到又有事情发生。 而这些事情, 原本他觉得都和他无关。 含义可是身知妖族的厉害, 妖族体魄强大, 很多一种妖兽拥有天生神通, 如果晋升妖修, 比一般铸鸡七都要强大些。 在万妖山脉中, 那头血色巨虎, 可是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不过, 山海巨仙会竟然和铸鸡丹有关, 这就容不得含义不关注了。 他可是, 准备炼制铸鸡丹的, 这也会成为他未来的来钱渠道, 而且是主渠道。 但为何山海巨仙会关系到铸鸡丹, 何方威也并不知晓。 片刻后, 他走出商铺, 想了想, 还是凑过去斗法台附近, 一番打探下来, 有用的消息, 寥寥无几, 和从何方威处听到的大差不差, 便只好作罢。 回到青龙峰庭院, 寒义衡量了一番, 还是吸了去争夺山海巨仙会的名额。 虽然奖励很有诱惑, 能得到铸鸡丹, 不过, 这其中的危险肯定不小, 毕竟这涉及到两大圣地, 三大宗门, 全大前仙国, 零零总总的原因, 铸丹, 铸鸡宗门, 参加的人绝对不少, 甚至, 传奇练气也会扎堆出现。 在此之前, 他只是去了一趟朝贞太虚天, 便见识到那么多的传奇, 那还是全大前仙国的一部分, 想必, 那些传奇, 有大部分都会去参加山海巨仙会。 他虽然心头不惧, 但每个传奇都是极其特殊的, 针对上了, 能赢一场, 是实力, 能赢两场, 是运气。 而在此之后, 可不一定能一直赢下去。 寒义不认为自己是仙道骄子, 但就算是仙道骄子, 夜路走多了, 也容易扑街, 这是难免的。 他不想去, 可有人想要他去。 玄丹风, 是玄丹宗主风, 更有宗门密库在其上, 自从一甲子之前, 便被一层浓郁至极的云雾笼罩住, 外人无法窥探。 只有宗主元顺, 和其他八位太上长老, 才可自由出入, 其他助击期修士, 如要进入, 还需宗主或其他八位太上长老首肯。 助击期以下, 只有极个别的炼器妻弟子, 能有机会踏入玄丹风。 而今日, 他迎来了只有出入炼器九层的寒义。 宗主召见, 不知是何事? 寒义心头盘旋着这一疑问, 缓缓走上玄丹风的山路。 前方云雾厚重地, 完全看不清其中有何古怪。 不过, 既然是宗主召见, 寒义便觉得直接踏入其中, 应当无碍。 这也是, 他同青龙宫那位助击期长老, 再三确认过了。 而那位前来告知他宗主召见的长老, 并未随他前来, 只是让他直接走入云雾即可。 这笼罩着玄丹风的云雾, 实际上便是一道阵法, 而且还是一道四阶的阵法。 这阵法是玄丹宗花了大价钱买进, 甚至能短暂抵挡住原音七修饰的阵法。 寒义怀着疑问, 踏入玄丹风外的云雾中, 眼前云雾扑面而来, 浮面而过, 浓郁到仿佛沐浴在灵泉中的舒爽感, 瞬间传遍全身。 光影流转之间, 一角之差, 眼前已是换了一番天地。 寒义此刻站在一座宫殿之前, 宫殿不大, 甚至比青龙宫要小上一半, 这是玄丹风的主殿, 也是宗门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玄丹殿。 进来, 一个声音从玄丹殿中某个侧殿内传来, 是圆顺的声音。 寒义不敢怠慢, 跨过宫殿大门, 玄丹殿前厅中间有一位老者, 盘坐蒲团, 见寒义迈进宫殿, 只是朝他看了一眼, 这一眼并未有丝毫意向产生, 就如同寻常烦人的一样。 但寒义不敢怠慢, 躬身行了一礼。 弟子, 青龙风寒义, 拜见诸葛师伯。 盘坐着的这人, 便是太上长老诸葛无忧, 他见到寒义, 只是微微点点头, 继续闭上眼睛, 化为一尊雕像。 寒义行了一礼后, 便拐入圆顺声音传来的那个侧殿中。 圆顺同样盘坐蒲团, 身上同诸葛无忧般, 未见丝毫仙道气息, 但寒义依旧不敢怠慢。 弟子寒义, 拜见宗主。 圆顺微微点头, 和前面几次见面一样, 并未拐弯抹角, 而是直接开门见山。 山海聚先会开启在即, 我想让你去, 你意见如何? 含义诧异。 他诧异的, 并不是圆顺让他去山海聚先会这一件事。 结合之前浮沧海跟随他前往顾家一事, 浮沧海透露出圆顺对他的关注, 这种关注绝对不是闲着没事干, 显然是有目的的。 所以, 在上山之前, 他便有所猜测, 圆顺是让他去做某件事情, 而当下宗内的大事, 应当只有山海聚先会一事。 其他事情, 都和出入炼气九层的他无关, 不管是新风主计划, 还是护航计划, 他都未到炼气巅峰, 硬塞给他名额, 也未到时机。 这些不是他诧异的方面, 他诧异的是, 此刻的圆顺, 其语气, 竟然是一种商量的语气。 一位宗门至高宗主, 竟然问韩逸, 你的意见如何? 这才是韩逸的诧异所在。 不过, 他念头一转, 浮现出在此之前, 几次遇到圆顺的场景, 确实都没有直接摊派任务的情况, 唯一一次有后续的, 还是圆顺将一个极其珍贵的洞天试炼名额给到他。 弟子愿意前往, 韩逸攻身硬道, 不管他愿不愿意, 不管圆顺是否真的在咨询他的意见, 他这时候都得是愿意了。 圆顺点头, 并无意外。 此次万星海之行危险很大, 但机遇同样不小, 你有何需求都可提出。 这一次, 韩逸并未拒绝, 知道这是圆顺给自己的好处, 这时候提点需求并非不可。 想了片刻, 韩逸眼睛一亮, 弟子炼丹术有所突破, 对助击丹很感兴趣, 但苦于无法买到助击丹方, 不知宗门可否提前赐予助击丹方。 韩逸之前便了解到, 宗内长老到了助击期后, 是有权得到宗门助击丹的丹方的, 不过, 对于炼气期, 如果要拿到丹方, 那是不可能, 因为炼气期修士, 基本不可能炼成助击丹。 哦? 圆顺颇为意外, 他只关注韩逸的修行实力, 对他的炼丹术并未知晓太多, 这其实也归咎于韩逸的谨慎。 好, 既然你有此信心, 那便提前将助击丹方赐予你。 不过, 助击丹方所设颇广, 不可轻易外传, 切记切记, 韩逸赶紧应下。 说来也巧, 你们此次前往万兴海, 参加山海巨仙会, 也同助击丹有强关联。 圆顺见韩逸提到助击丹, 便也解释道, 山海巨仙会每百年举办一届, 而其举办主要和东海妖族有关。 其实, 用另外一个名字来解释, 巨仙会更为恰当, 那便是山海斩妖会。 万妖山脉你去过了, 这条山脉便是一条通道, 从西北通向东南, 直抵东海, 将东海妖族和西北妖神山连通。 西北妖神山自有大秦仙国对付, 而东海妖族则落在大秦仙国身上。 每隔百年, 万兴海都会举办巨仙会, 妖全大秦修士, 共同斩妖, 斩灭东海妖族, 以免东海妖乱。 而助击丹的其中一类丹方, 便是以妖修内丹为主才, 进行炼制。 具体的, 你看到助击丹方便会知晓。 所以, 不管是为了斩妖, 还是为了得到妖修内丹, 全大秦的修士, 都将齐聚万兴海。 当然, 你们这一次随对的炼气七弟子, 主要是对付些许妖兽, 并不会直接对上妖修。 而且, 这虽说是斩妖会, 但也是展现宗门实力的机会。 助击七以上修士, 代表一个宗门的现在, 炼气七弟子, 代表一个宗门的未来。 所以, 才需要炼气七随对。 元顺一番解释, 寒义终于明白了这一次的任务。 片刻后, 元顺又交代了要主要的事情, 寒义便退出侧殿, 朝指守玄丹峰的诸葛无忧太上长老行了一礼, 便离开宫殿。 从玄丹峰内, 往外看, 丝毫看不到任何迷雾的存在, 寒义沿着下山的路走到山脚, 在跨过一道无形却存在的隔墨后, 再往后看, 玄丹峰又恢复了那幅云雾缭绕, 神秘不清的模样。 自从一甲子前, 玄丹峰便半封闭起来, 这其中一定有缘由。 寒义摒弃无用心思, 回到青龙峰, 直奔青龙宫, 找到火凤道人, 表明来意。 火凤道人是青龙峰的长老, 而且, 还是一位极其强大, 境界在铸击巅峰的长老, 位列天榜第一。 修炼近视中, 火凤道人盘坐蒲团, 寒义只是粗略打量了他一番。 火凤道人只是其道号, 其真实的名字从不对外公布, 可能只有宗门太上长老才知晓。 这是一位看起来, 岁数在知天命阶段的道人, 一头火红色的头发, 极其惹眼, 传说火凤道人拥有某种火属性的体质, 兼知其拥有天灵根, 一身火法, 惊天动地, 甚至能短暂同刚入金丹期的修饰斗法, 而不落下风。 道人嘀咕了两声, 便从储物带中将一块看上去崭新的传法御盘丢给韩义。 此转功御盘只是一次性的, 你看完之后, 御盘内的内容便会消散。 记住, 知道了筑基丹方内容后, 切不可私自抄路外转, 不然宗门必定追责。 韩义脸色一喜, 赶紧道谢。 然后迅速退出近视, 赶回自家庭院。 准备妥当后, 韩义便将传法御盘贴于额头处, 顿时, 一篇丹方便涌入心头, 让韩义瞬间明白了, 筑基丹如何炼制。 包括材料, 环境, 步骤, 细节问题等等。 良久, 韩义才恍然, 为何元顺说东海斩妖会会和筑基丹有关? 传法御盘中的筑基丹方, 其实有三篇, 也就是说炼制筑基丹, 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 以白玉笼汁为主材炼制, 所选白玉笼汁需要百年份以上, 还需服以数十种珍贵药材, 才可炼制。 白玉笼汁是一种较为名贵的灵植, 其种植条件很苛刻, 需要在三阶以上灵脉主节点上, 才可存活, 会汲取灵脉灵能, 成型后颜色上通体呈白玉色, 外形上呈现龙的形态, 顾名白玉笼汁。 玄丹丰九座内丰虽然都是三阶灵脉以上, 不过都不敢大面积种植, 以免灵脉退化成二阶, 而且种植的间隔时间都较长, 这让宗门内的白玉笼汁存量一直很紧张。 第二种, 以妖修内丹为主材, 服役十几种珍贵灵药, 进行炼制, 这一种铸鸡丹的炼制, 因为妖修内丹本身较之白玉笼汁要狂暴得多, 并不好控制, 容易榨炉, 承担率不高。 但是, 妖修内丹的获取, 较之白玉笼汁更为直接, 直接斩妖即可, 这便要涉及到东海斩妖会, 也就是山海巨仙会了。 第三种, 复合丹, 需要五种丹药同时服用, 才能产生铸鸡丹的功效。 而五种复合丹, 需兼顾金, 木, 水, 火, 土五行, 这五种丹药的量和质, 都需要做到协调一致, 传法预盘中, 虽然给出了一种搭配, 但也显明了, 不到万不得已, 不可使用复合丹。 以上三种, 第一种铸鸡丹炼制成功的概率最高, 也最是容易炼制, 但是主材难得, 第二种铸鸡丹的主材相当容易, 但炼丹成功率比第一种低一些, 炼制难度更大些。 而第三种, 炼制难度其实最是容易, 不过所花时间最长, 炼出来的复合丹, 在铸鸡的时候, 成功铸鸡的概率最低。 大宗门一般使用第二种方式铸鸡, 散修或者某些没法买得起铸鸡丹的修仙家族, 才会选择第三种, 用复合丹冒险铸鸡。 含义将已经失去效能的一次性传法预盘放下, 脑海中, 已经将这预盘内的内容全部铭记心中, 以他炼弃九层的神魂记忆力, 只要不死, 基本上不可能遗忘。 白玉龙之在宗门方式中, 从未公开售卖过, 有机会问问何方威, 看看九龙商铺可有渠道。 如果宗门买不到, 可以到大前拍卖会或者商行购买, 比如说万仙格, 价格应当不菲。 至于第二种方式, 需要用到妖修的内单, 也就是妖单。 而妖修的实力, 相当于人类修饰的铸鸡漆, 以炼弃七挑战要修, 大概率是死路一条。 第三种方式, 暂时不考虑。 而除了材料难得之外, 炼制铸鸡丹, 还需要有强大的神识, 炼弃七七的神识根本不够, 即使在荣耀阶段可以, 到了最后一步, 承担的步骤, 也会因为神识不够, 而无法凝聚承担。 怪不得铸鸡丹如此神秘又昂贵, 根源便在于, 他的炼制主材和难度, 都不是炼弃七七能设计的。 寒义叹了一声, 却并未气馁, 至少知道了铸鸡丹方, 目前炼制不了, 等自己先到铸鸡了, 便有机会了。 而自己趁机在炼弃七七, 将炼弃端术正门技能, 推进到登峰造极之上, 等得到了铸鸡七, 神识增强了, 达到炼弃的要求, 再得到妖修内丹, 或者白玉龙之, 便可以开炼炼丹了。 一旦炼制成功, 每多一枚铸鸡丹, 都足以让他财富水涨船高。 在搞清楚了铸鸡丹的秘密后, 又知道, 接下来要前往万兴海, 参加山海巨仙会。 寒义并未立刻投入炼丹中, 而是修炼起离火箭绝。 他当下身上的技能中, 防御上火盾术, 攻击上林须止, 御箭术, 身法上青森术, 都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层次。 他审视剩下的其他技能, 只有离火箭绝, 如果突破到登峰造极, 对他的修为增幅, 才是最高的。 所以, 接下来寒义的日常, 便是修炼离火箭绝, 推进其层次。 不过, 半个月后, 离火箭绝距离登峰造极, 还相差甚远时, 寒义便被通知, 即将启程前往万兴海, 参加山海巨仙会。 这一次, 并未有同之前前往洞天试炼一样, 搞一个高调的仪式。 而只是通知寒义在第二天前往玄丹峰。 一日, 但寒义和上次一样, 踏入云雾后便出现在玄丹峰上。 在他附近, 已经有三位炼气七道奇, 三人见他出现, 目光闪烁。 片刻后, 第五个炼气弟子出现, 五人相互介绍了一番。 这四人都是炼气巅峰境界的内门弟子, 三位男修, 一位女修。 三位男修分别叫赵瑞达, 费青, 苏燕, 女修叫施冷艳。 其中, 赵瑞达, 费青, 施冷艳都是几年前参加洞天试炼的修士, 和寒义算是有过一面之缘, 而苏燕是首次见到寒义。 几人都是玄丹宗内门的佼佼者, 在互相介绍一番后并未深入交流, 而是各自站于四周等候。 片刻后, 另外五位筑基七修士出现, 其中天榜第一的火凤道人同样在炼。 在十人聚齐之后, 太上长老诸葛无忧便从玄丹丰宫殿走走出来, 扫视众人一圈, 做了些说明主要是此次需主要的风险和其他事项。 大体和之前袁顺交代的事情等同, 其他人也明显了解过其中详情, 并未见意外。 接着, 杜杰仙舟再次出现。 这艘仙舟可变换大小, 这一次人数不多, 并未有上次前往玉京山石大。 十人登上仙舟, 仙舟破空而出, 玄丹丰的云雾, 拉开一个口子, 仙舟滑过后, 口子重新合上。 目标, 万兴海。 大前仙国, 前舟东南位置, 有一圣地, 名万兴海。 万兴海, 毗邻东海, 兼有镇压东海妖族之义务。 从蜀州的玄丹宗, 抵达前舟东南方位, 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甚至比去玉京山还要远些。 不同于上次去玉京山, 众人并未真的见识到玉京山的全貌。 而这一次, 隔着时机里, 含义第一次见识到圣地的壮阔。 一座悬浮于东海之畔的巨大仙岛。 没错, 就是悬浮, 并未有擎天之柱之称, 就这么孤零零, 仿佛失去重力般悬浮于半空中, 高度约抹百米左右。 仙岛之上, 仙风蕙翠, 云雾缭绕, 仙气弥漫, 连绵的宫殿群, 点缀于仙风之上, 密密麻麻, 一眼看不到边。 匆匆一瞥, 便见修饰腾空, 欲气而行, 仙舟穿梭, 并不少见。 好一派仙家气象。 单单从面积看, 这座仙岛可以称之为一片大陆, 比玄丹宗的占定面积要大上一百倍不止。 那些腾空而起的修饰中, 步伐金丹, 甚至元阴七大修饰。 东海妖修众多, 百年斩妖一次, 这百年中, 一种妖兽突破成妖修, 甚至金丹七, 元阴七妖修都曾出现过。 不过, 那些修成人形的妖修都会趋利避祸, 往东海深处而去。 本次斩妖会, 炼七七的弟子, 在近海和深海中间的岛屿上猎杀妖兽, 而筑基七以上的修饰, 则深入东海斩杀妖修。 不管是斩杀妖兽, 还是妖修, 所获战利品都归属自己, 无需上缴。 而且, 在斩妖会后, 万兴海还会是你们斩杀妖族的多寡, 排名之后进行奖励。 极品法器, 无暇灵丹, 筑基丹, 上品灵石, 甚至法宝, 极品灵石都在奖品行列。 所以, 此次虽然危险重重, 不过, 同样是一桩机缘。 危险不仅是妖族, 而且包括同行的修饰, 你们需警惕其他人。 机缘, 不仅包括妖族的肉身内丹等, 还包括万兴海的赏赐。 仙舟之上, 诸葛无忧沉声说道, 抬头看向万兴海, 眼中闪过一丝渴望。 玄丹宗的灵脉, 只有玄丹峰是五阶, 而在万兴海, 则有九阶的灵脉, 那可是全大前两条九阶灵脉之一, 就算是露一点出来, 都足够玄丹宗几万年不愁吃喝的。 按照巨仙会的议程, 分上下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岩法, 第二部分是斩妖。 岩法, 则是展示各大宗门修士的实力, 按照网界的情况, 主要是大前仙国, 两大圣地, 三大宗门, 和七个原因期修士宗门上场斗法, 点到为止, 不会分生死。 这便是岩法。 第二一程是斩妖, 所有修士都会得到一块玉界, 玉界有流影记录功能, 随身携带, 接着, 随万兴海的修士, 前往指定海带, 将所能见到的妖兽妖修斩灭, 然后等待万兴海修士, 重新接引即可。 岩法是铺垫, 斩妖才是目的。 诸葛乌忧说到这里, 便不再说话, 因为已经到了。 仙州在仙岛外围十公里之地, 便筑停下来, 诸葛乌忧飞上前去, 同飞升而至的一位中年修士交谈了几句, 片刻后, 重新飞回仙州。 走! 我们在秉字区23号庭院。 诸葛乌忧手中握着一块暗金色令牌, 神识激发令牌, 便形成一道淡金色箭头, 指示着仙州。 十公里之距, 放慢了速度的仙州, 足足花了一刻钟的时间, 才跨过。 在这一刻钟中, 仙州上的众人都脸露震撼之色。 如果将玄丹宗比作山傲处的小宗门, 那么万兴海便是如同仙庭般的圣地。 在跨过这十公里的范围中, 众人足足见到了五位元英七修士, 二十多位金丹七, 至于助基七, 那则数不胜数, 因为能预计飞行的至少都是助基七。 当然, 这其中的元英七和金丹七 并非都是万兴海的修士, 有一半是大前仙国各个门派 来参加本次展妖会的。 在仙州落在庭院的最后时刻, 一个浑厚的如同真正仙人的声音, 响彻整座万兴海。 清须道君大驾光临, 万兴海不胜欢迎。 刚落下庭院的众人猛得一惊, 抬头看去, 就连诸葛无忧都并不例外, 定定看去。 只见一位光头副刀中年人, 从万兴海仙岛深处走来, 每一步落下, 虚空巨兜一阵, 灵能在其脚下, 凝结出五彩光滑。 看清这中年人的模样后, 众人巨兜心头一颤, 神魂中陡然浮现血海刀山, 胸利之气, 充斥胸口, 不杀不痛快, 杀意磅礴, 难以自禁。 悟看, 静心, 诸葛无忧最先正拖出来, 脸色一变, 再不敢抬头看去。 接着一声轻贺, 将众人拉回现实, 所有人都猛地低头, 不敢再看, 胸中杀意, 才渐渐平息, 脸色才缓缓恢复过来。 这么厉害, 看了一眼, 我就差点沉沦进杀戮地狱了。 费青低沉惊呼, 其他人也脸色变化。 就在此时, 高空中, 有仙灵之气飘散, 有一尊道人, 从天而降, 落在仙岛之上, 其里于虚空, 丝毫没有烟火气, 看不出深浅。 但是如果有人用神石, 扫过其所站立的地方, 便能震惊地发现, 那个地方, 空无一物, 但眼睛所见, 却又完全不同。 玉金山, 华神七大能, 清虚道君。 修仙界中, 金丹可称真人, 元英称真君, 而元英之上的华神, 则想道君之欲。 七沙道君, 切! 两位华神七大能, 站在仙岛上空, 周围的其他修士, 都动弹不得。 等降落而下的清虚道君, 随着七沙道君, 走入万星海深处, 众人才纷纷松了一口气。 而在仙岛某个区域, 秉字区23号庭院中, 众人才刚抬头看, 可此刻, 仙岛之上, 再无华神七大能的丝毫未能。 华神修士, 可称大能, 想欲道君尊称, 在修仙界, 便是半仙。 我被修士, 当以此为目标。 诸葛无忧眼中有光芒, 说了几句, 便回过头来, 吩咐众人在庭院中, 各择一处静视落榻。 寒义选了一处静视, 关上房门后, 内心依旧有些不平静。 这就是华神道君, 相比较我来说, 不,不仅仅是我, 就连金丹七的诸葛无忧, 化神七道君, 便是仙人。 清虚道君, 不知道是大前仙国的, 还是玉金山的大能。 七杀道君, 就是那个光头副刀中年人了。 与我来说, 仙道一途, 任重而道原矣。 寒义轻叹一声, 接着便收敛发散的心神, 开始修炼, 在万兴海不好修炼, 离火见绝, 他便只好推进界了。 半个月后, 万兴海正式开启巨仙会, 诸葛无忧带着十位玄丹宗修士, 乘坐非洲, 遵循万兴海的指引, 出海十里, 在一座巨大的平坦海岛上, 举办巨仙会的上半场, 研发。 海岛面积约莫方圆十里, 如果是对凡人来说, 自然是极大的, 甚至可容纳一座极小的城镇。 不过, 在修士面前, 这座海岛只能用将就来形容。 这一次, 万兴海的指引, 只是指引到这座无名海岛, 并未给出具体位置, 诸葛无忧寻了一处海岸边缘着陆, 接着便收了仙舟。 山海巨仙会的上半场, 巨仙, 我等寻常金丹七宗门, 只需观看便可, 一般情况下, 并未有我等的事。 不过, 如果有人腰战, 或者寄仰, 也可上前尝试一番。 不过, 面对一国二圣三大宗的修士, 要做好落败的心理准备。 就连我, 上去了, 也是有败无胜, 这一点, 并非不可承认。 诸葛无忧沉生说道, 言语中并未有丝毫不甘, 而是对自己实力的真实认知。 他虽然是玄丹宗, 仅次于宗主元顺, 和另一位金丹八层太上长老 并列实力第二的修士, 但在此等修仙界的盛会上, 却依旧不够看。 众人并未有异议, 就连含义都心无波澜。 自己曾在朝真太虚天, 一窥大前修仙界的天骄, 如果没有熟练度面板, 那些天骄, 随便一个都甩自己无数条街。 而那, 只是大前修仙界的一部分, 还不是全部, 如今的才可算是全部。 玄丹宗的到来并未引起波澜, 他们也并非第一个到来的。 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 陆陆续续有宗门到达, 能参加巨仙会的除了宗门外, 还有伞修, 修仙家族等。 实力上, 万兴海对参与者并未限制, 就算是一位练气八层的伞修, 想要参加巨仙会都是欢迎的, 而且也无需请柬这等邀请函, 只要在这期间抵达万兴海, 说明要参加山海巨仙会便可得到执意。 血神宗的人来了。 五位练气修仕中, 相对话比较多的费青轻哼一声, 众人寻声看去。 在相隔两千米的位置, 另一次海岛边缘, 十几位修仕降落, 这些修仕, 聚斗一身血袍, 浑身血气浮动, 杀意散发。 当玄丹宗的修仕看过去时, 血神宗的人也同样看了过来。 无形的对抗, 在半空中碰撞, 只是瞬息便又收了回去。 寒意眉头一挑, 他在血神宗的修饰中, 并未见到曾经的血神子, 寒虚小。 而站在一旁的费青, 接下来的话, 便解开了寒意的疑惑。 血神宗的传奇练气, 真的源源不绝。 上一代的血神子, 有三位是传奇练气, 在他们晋升助击期后, 这一代, 竟然又涌现出两位传奇练气, 真是该死。 费青脸上杀意腾腾, 明显想起被血神宗弟子追杀的某些不愉快场景。 两位, 应该就是那两位了。 寒意看向在血神宗中, 两位气息比另外几位练气巅峰修饰, 要高上一截, 甚至有些神秘莫测的修饰。 见寒意看向对方两位传奇, 费青解释道, 站在左边的, 叫曾子玄, 是一位刀客, 师承玄丹宗助击期修饰, 莫问, 没错, 就是斩游巫师兄于刀下的莫问。 站在右边的, 叫薛和, 是一名剑客, 其实力, 传闻比上一代的血神子寒虚小, 还更胜一筹。 说到游巫, 费青脸色凛然。 这些年来, 寒意也隐约猜到了, 玄丹宗公布游巫之死, 便是给玄丹宗所有弟子一个警惕, 将磨刀霍霍, 认为以他们如今宗门的实力, 血神宗已经不足为惧的内外门弟子, 甚至很多长老都浇上一盆冷水, 从得意自满中唤醒过来。 前路艰难, 需万分谨慎。 正因这个代价, 如此之大, 才让权宗上下, 如此深刻, 直达神魂。 曾子玄, 薛和, 寒意将两人的名字和面貌记下, 接着又问道, 对了, 费师兄, 我们玄丹宗, 这一代可有传奇恋妾。 费青并未诧异, 之前寒意介绍中, 众人便知道, 寒意是一位苦修士, 常年闭关, 对恋气妻弟子, 还只停留在地榜的排名上。 当然有, 这一代修士中, 吴辉师兄, 已在一年前突破恋气巅峰, 得冠传奇之名, 只不过, 吴辉师兄恰好有要事在身, 不便前来。 而上一届的传奇恋气, 地榜前二的耕长虚和安心, 已经突破住基期, 得想长老之位了。 含一点点头, 他在出关后, 也至少稍微了解过, 一番地榜的排名, 除了极个别熟悉的人外, 并未对地榜所有人都了解。 而他了解的人之中, 何凤迪, 已是升至地榜第九, 如果按照宗门新政之一的护航计划, 何凤迪是有机会, 得到第三年, 也就是最后一批的名额的。 接下来, 越来越多的宗门降临, 到最后, 一国二胜三大宗的修士, 同样降在海岛之上。 只不过, 这一次, 这些强大宗门的修士, 并未散发骇人的气息, 而是收敛全身气息, 给万兴海一个面子。 巨仙会正式开始, 一位万兴海员因真君修士, 站在海岛最中央上方虚空, 朗生说道, 欢迎各位, 参加本届山海巨仙会。 一番漂亮的开场白之后, 便是眼法环节, 一位身穿蓝色长裙的少女, 款款走向岛屿中间, 声音婉转, 如仙下凡, 万兴海, 苏婉晴, 有请诸位道友赐教。 一位少年, 从大前仙国修士团中脉步走出, 脸上带着笑, 一身紫巾长袍, 衬托得其尊贵无比。 大前, 庞拳, 声音刚落, 两人同时消失, 无理之外的费青, 陡然一声尘呼, 好快。 一路上相对沉默的女修士冷艳, 则是快速说道, 苏婉晴, 是万兴海一位原音真君的关门弟子, 一身谁属性道法, 以真挚化镜, 兼之又是谁属性天灵根, 相得一张, 在传奇练器中, 可排万兴海前舞。 庞拳是大前帝君第九代孙, 学的是大前帝君成名道法, 天眼帝绝, 当然, 只是炼气篇, 但也非同小可。 众人哑然, 没想到施冷艳竟然如此博学。 我也是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 从各方面收集到消息, 恰好知晓罢了, 针对上了, 绝非他们一和之敌。 施冷艳摇摇头, 语气平静, 寒义却听得出来, 其心头必定复杂。 就在施冷艳解释的这会儿, 场上胜负一分。 只见苏婉晴一道水牢树, 引东海海水, 化为九重玄中, 将庞拳困于其中, 任其道法多魂后, 竟然都打不通。 眼罚本就是点到为止, 只是转瞬, 水牢撤走, 未见火气。 庞拳也未灰心, 只是笑笑, 走回大前仙国团位置, 不过, 在他恰好转身而过的这一刹那, 寒义正好瞧见, 其脸上一抹阴沉冷色, 一闪而过。 这位大前帝君第九代孙, 绝非善语之人。 接下来, 各路传奇练器, 接连上场。 苏婉晴在第三场, 输给玉京山的一位冷峻青年, 这位冷峻青年, 又输给赤霄剑宗当代剑子, 而这位修炼了引剑术的剑子, 又被玉京山的练器二师兄击败, 最后万兴海的一位传奇, 同其斗法九世, 不分胜负。 周围的议论声纷纷, 寒义却不断在心中衡量, 自己遇上了这些人, 胜负如何? 片刻, 寒义摇头, 场上的斗法, 只是浅尝折止, 并未生死相斗, 自然不好, 以致衡量胜负, 便也作罢。 传奇演法完毕, 接着, 便是筑基七演法, 而能上场的, 都是站在筑基七这一境界的巅峰修士, 每一道法术都更加凝聚, 不显浮华。 接下来, 金丹七, 元英七, 甚至化神七逐一上场。 不过, 到了元英七, 基本上只是三招之内, 而且并未见输赢, 只是道法的碰撞。 而出现在场上的两尊化神七大能, 也是在寒义等人抵达万星海的那一天, 出现的七杀道君和清虚道君。 他们的斗法, 则是更让人看不懂, 漫天紫色光芒和陡然浮现的血海, 轻轻接触, 只是一吸便结束。 研法短暂, 含义等人的境界还是太低, 并未有多少收获。 不过, 一旁的五位筑基七长老和诸葛无忧, 则是满脸喜色, 收获颇多。 接着, 那位万星海支持斩妖会的元英真君, 便重新出现在海岛中心虚空中。 研法结束, 接下来, 请诸位协助, 斩妖。 说到斩妖, 这尊元英真君头顶之上, 陡然浮现一条虚幻的大河, 大河汹涌, 每一滴水都如有千君之重, 只是看一眼, 寒义等人便觉得浑身一沉, 不得不移开视线。 接下来, 半空中出现了一艘巨大的仙舟, 是万仙阁的昆鹏仙舟, 这可是极品法宝级别的仙舟。 等下我送你们五人上仙舟, 到了仙舟, 听从分配即可, 等完成划定区域的斩妖任务后, 等待昆鹏仙舟接你们回来即可。 这段时间, 按照网界的经验, 短则两年, 长则三年, 切勿急躁。 临行前, 诸葛无忧又嘱咐了几声, 视线逐一扫过五人, 最后落在寒义身上, 并未说什么, 便又收回视线。 接着, 大手一挥, 便冲天起, 将寒义等人送上昆鹏仙舟。 仙舟之上, 由万兴海的修士, 分给每人一个御界, 然后, 在其介绍下, 寒义知道了更多详情。 万兴海毗邻东海, 有斩妖之职, 而东海, 又分近海区域、 深海区域和中间地带。 近海区域, 一般属于万兴海弟子的历练之地, 就算真的有妖兽妖修, 也早就被斩杀殆尽了。 而深海区域, 则是强大妖修的修行之地, 这片区域最是浩瀚, 甚至远比大前仙国的的面积大, 每一次斩妖会都不可能走遍整个东海, 只是粗略扫荡一遍。 而近海和深海中间区域, 则主要分布着零零碎碎的海岛, 海岛之上, 妖兽众多, 甚至有不少诞生天生神通的一种妖兽。 而炼器七弟子, 他们主要的任务, 便是近海和深海的这片区域。 片刻后, 仙舟启程, 其速度比寻常金丹七修士还要快得多, 用了一天的时间才渐渐停下来。 在仙舟下方是一座海岛, 不, 用岛来形容, 实在有些不妥, 这座海岛的面积极大, 实在是太大, 一眼望不到边, 只不过和浩瀚东海相比, 确实就是个寻常岛屿。 停下的仙舟, 有一位炼器修士被点到名字, 接着, 仙舟上的金丹七修士便将其带落仙舟, 又重新回到仙舟, 仙舟启程, 再停, 再放, 再启程, 如此反复。 每个人的位置都不尽相同, 而且是被随机摊派。 在斩妖结束后, 每个修士身上分配的一个御界都会激发出定位功能, 让仙舟将其接回, 而御界同样有流影功能将所斩杀的妖兽录下影像, 以做斩妖凭证。 当然, 万兴海保护修士的隐私, 御界的影像功能可开启, 也可关闭。 在第十九座巨大岛屿时, 轮到寒义, 他被带着落下岛屿, 站于岛屿边缘的沙滩上, 那位带他下仙舟的金丹七修士, 重新飞上仙舟, 仙舟化为流光, 一闪而逝。 这座海岛的标号便是十九, 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可真不短啊, 本次斩妖会并没有规定需要斩杀多少妖兽, 而且, 妖兽体内没有妖单, 对我而言, 意义并不大。 再者说, 这一次传奇修士那么多, 我就算是全力以赴, 也不一定可获得前几名, 何况, 即使有机会获得前几名, 我也不一定会选择。 连演法都是一国二胜三大宗的表演场, 如果真有寻常金丹七宗门的修士冒头, 是福还是祸, 尚未可知。 游巫之死, 历历在目。 与其斩妖, 不如修炼。 没错, 这便是寒义最开始的打算, 在哪里修炼都行, 而且, 自己并不打算高调扬名, 能苟住, 就先苟住。 参加这一次斩妖会的势力太多, 更是有敌对宗门血神宗的修士, 这里可不是, 朝真太虚天, 寒义如果真的冒头了, 接下来, 暗箭难防。 内心再次确定了这一计划后, 他便走入岛内。 岛屿无名, 面积巨大, 寒义准备寻一处可栖身的山洞, 再向征兴猎杀几头九界的妖兽, 接着便是修炼, 推进度。 按照他的推测, 自己资质提升, 加上火钢玄弓以真挚圆满之境, 突破到滋深九层, 也就是炼气九层的进度, 在五零一百以上, 大概还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而突破到九零一百以上的巅峰练气, 则需要四年左右。 这座海岛, 如此巨大, 寻一处安稳之地, 应当不难。 寒义悄然走进茂林之中, 参天巨树, 遮天蔽日, 将苍穹都遮掩住, 茂林有黑, 有稀稀疏疏的重蚊声, 茂林深处, 时不时传来阵阵兽吼, 兽吼中夹带的强大威压, 让周围的寻常野兽伏地站立。 含义手持青瓶剑, 身形闪烁在山林内, 一头三米长, 手臂粗的蛇腰猛地从暗处窜出, 却迎上了无声扫过的青瓶剑, 顿时将其从头部剖开, 腥臭的暗红色血液撒了一地。 应当是一头三阶妖兽, 外围的妖兽太弱了, 我还是进去深处瞧一瞧, 等稍微清理一遍, 再返回寻个山洞修炼。 三阶妖兽的血肉, 价格并不高, 含义只将蛇胆和蜕变的三片蛇鳞收了起来, 其他的都丢弃原地。 一炷香后, 含义遇到了第一头七阶妖兽, 轻松斩杀后, 含义继续推进。 八阶, 九阶。 含义杀了三头九阶妖兽后, 便不再前进, 而是往后退去。 以他估算, 自己此刻, 应当还未抵达这座海岛的中心位置, 在中心位置, 应当会有最顶尖的九阶妖兽, 甚至诞生了天生神通的一种妖兽, 和处于蜕变边缘, 妖丹未宁的半步妖羞。 不过, 到这里, 已是最为恰当。 含义准备往后退去, 但却脚步一顿, 一头火红色的异兽, 不知何时, 已是出现在了他身前二十米的位置。 这头异兽, 体型大小, 和曾经在万腰山脉见到过的巨虎差不多, 不过, 其毛发更为貌森, 艳艳如火, 从异兽的外形看, 似虎, 似豹, 似狮, 似狮, 似而非, 如果真要形容, 像极了上辈子的家猫。 妖兽种类千千万, 这个族类未有生殖隔离, 随着时间的推进, 不断地演变出更多品类出来, 含义也不知道, 眼前这头异兽巨猫, 究竟是何等品种。 但既然遇上了, 绝无可能就这么退走了, 就算是自己想走, 这头异兽, 也不可能看着自己离开, 而无动于衷。 含义并指, 清平剑已经无声掠出, 比流光还快, 肉眼难见。 刷! 巨猫未指, 一柄长剑无声划过, 只不过, 长剑锁过之处, 并未有丝毫阻挡之物。 什么? 含义脸色微微一变, 那异兽所在的位置, 残影缓缓消散。 快, 比自己的御剑术还快。 含义脸色变化, 而战斗本能, 已经先一步做出反应。 一道蜂墙术和火盾术相互叠加, 一瞬间火界风势, 轰然而起, 化为一堵密不透风的风火相间的防御墙。 砰! 一道利爪, 砸在含义前方防御上撕裂了蜂墙, 但被火墙挡住, 献出一头火红巨猫一兽, 其裂开的巨嘴中, 獠牙凶利。 含义毫不怀疑, 如果被咬一口, 自己整颗头颅都得搬家。 在巨猫受阻的这一瞬间, 含义已是大手一挥, 三柄匕首, 标射而出。 匕首金色, 笔之曾经使用过的蜂魔匕首, 要小上一只左右, 但匕首上散发出比蜂魔匕首更加凌冽的杀意。 浮沧海赠送的顶尖上品法器, 天都匕首。 天都匕首总共有六柄, 以含义如今的实力, 可完全御史, 但却有些吃力。 他测试过, 御史三柄能发出来的实力最强。 咻! 金光一闪, 两柄匕首被巨猫躲过, 但第三柄却擦过巨猫的肋下, 一道血液飙射而出。 巨猫吃疼一声, 眼中属于妖兽的胸利之气更甚。 不过, 寒义既已占了先手, 自然不会让巨猫再次成胸。 前面被巨猫躲过的匕首, 陡然一转, 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巨猫旋转, 而且方向相反, 第三柄匕首在给巨猫留下一道伤口后, 同样绕圈。 远远看去, 仿佛三道金色线圈, 悬浮着落在巨猫四周。 巨猫显然也察觉到了凶险, 猛吼一声, 叫声并无家猫的温和, 反而透露出凶蛮之气。 金色线圈, 以他趋利避害的本能, 不会去碰, 于是一跃而起, 就要挣脱开这三个线圈, 再一抓撕裂这头可恶的猎物。 就在他窜出的同时, 一道青黑剑光滑过线圈上方的位置。 或者说, 在他还未跳起时, 剑光便已经发动, 只不过巨猫速度太快, 甚至比剑光还快, 就仿佛他故意挡在剑光前一般。 扑斥, 青黑剑光, 一闪而过, 已成幻影的异兽, 突然现出身形, 其头颅中, 一道贯穿伤, 因为太快, 未见血迹。 不过, 青平剑已在洞穿时, 已将其头颅中的一切, 都已震得粉碎。 巨猫异兽, 轰然落地。 韩逸将剑剑平息, 不再转圈的三柄天都匕首说回来, 又将青平剑收入背后剑鞘, 看向死在前面的巨猫异兽。 他将玉界开启, 留下一段异兽生死的影像, 又关掉。 接着, 韩逸定定地观察着异兽, 他总觉得, 这头异兽不简单, 想了想, 便将异兽整只收入储物袋, 这头异兽很大, 足足占据了一个新的储物袋, 好在韩逸储物袋够多, 放得下。 这头异兽, 估计是这座岛屿中, 最强的异兽了, 毕竟, 拥有天生神通的一种, 本就稀少, 东海妖族即使再多, 也不能一种扎堆。 没错, 刚才这头异兽, 展现出来的速度, 连韩逸都一时骇然, 他猜测, 这应当是一种天生神通, 专精速度的天生神通。 幸好他的手段有多样, 在阻了异兽一瞬后, 便瞬间用天都匕首困住他, 又给了他一个唯一的缺口, 这个缺口, 便是刻意留给异兽的死路, 这才一举将其斩杀。 换作其他巅峰, 练其修士, 早在第一照面, 便被异兽撕裂了。 收起异兽尸体后, 韩逸在仔细查看了周围, 发现再无异兽出现, 便谨慎地往后退, 足足退出十里之地, 到了海岛外围, 距离最开始自己降落的位置, 只有一公里左右, 才寻了个隐蔽的巨大树洞, 做了些伪装, 布下一套刚好笼罩这个树洞的引灵阵, 便盘坐下来修行。 三天之后, 一声雷鸣, 将韩逸从修行中惊醒过来。 树洞外, 风声和雨声混淆在一起, 在雷鸣中若隐若现。 树洞本就昏暗, 不知是深夜还是白昼, 寒逸漠然, 突然有一种孤寂的情绪浮现, 这丝情绪只是刚一出现, 便被寒逸斩断。 接着, 他又站起来检查了下布置的引灵阵, 发现并无问题, 便重新回到树洞中间盘坐。 手中的灵石, 化为滋润身体的灵气, 滴水石穿, 巨沙成塔。 七天后, 一声惊天动地的兽吼声, 震得树洞沙沙作响, 寒逸猛地站起来, 心头闪过一丝金句。 这兽吼声, 绝对超过了妖兽的范畴, 而是妖羞了。 这海岛上, 竟然有一头妖羞, 幸好我并未太过深入。 之前在仙周上, 万兴海的修饰也解释了, 这近海区域和深海区域的中间带, 虽然妖兽极其稀少, 但并不是说没有, 说不定就可能会有不怕死的妖羞, 躲在某座岛屿上, 一旦被发现, 虽然能杀得了些许练器修饰, 但也绝对难免一死。 遇到了, 无需多言, 逃命即可。 不过, 这兽吼声, 有些熟悉, 和我之前斩杀的那头巨猫一兽, 几乎一致。 难道砍了小的, 来了老的? 寒逸心头一震, 心有不安。 又过了半天, 巨兽吼叫声消失, 寒逸心头的不安, 才渐渐消散, 继而继续修行。 一年半后, 树洞中的寒逸睁开眼,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盘坐着的身体周围, 已是堆积了一片碎裂零食。 一年半的时间, 技能未有变化, 不过, 境界上, 却有了显著的进度跨越。 寿命, 45149, 境界, 炼器九层, 55100, 寒逸测算过, 炼器九层, 境界上, 如果进度达到了50%以上, 便属于滋身九层范畴, 如果达到了90%以上, 便是巅峰炼器。 也就是说, 他此时的修为, 已是滋身九层。 寒逸缓缓站起, 身上的气息沉稳如山, 脸上一抹自信, 如果不是在此地, 他大概会放声大笑, 一疏身体压抑许久的情绪。 当他炼器六层时, 他能斩杀手持金光缩的炼器八层。 当他炼器七层时, 能在万妖山斩杀滋身九层的持己灵体, 双修修士。 当他炼器八层时, 朝真洞天中, 杀炼器巅峰, 两次从传奇修士手中夺取太虚令碎片。 当他出入炼器九层时, 杀顾家三位巅峰炼器, 只是须鱼之间更敢硬抗筑鸡老修, 宜然不惧。 而此时, 他已是滋身九层, 如果顾志锦再次当面, 寒逸觉得自己能斩踏于剑下。 而其他传奇炼器, 就算是一国二胜三洞天排名前列的传奇炼器, 寒逸都自觉即使赢不了, 也能不败。 寒逸自认, 只要不是筑基中期以上的修士, 他已立于不死之地, 即使落败, 也可从容离去。 穿越二十四灾, 默默发育至今, 寒逸的实力终于诱上了一个新台阶, 而实力便是底气。 撤掉树洞阵法, 寒逸往外走。 幽暗的茂陵中, 依旧和一年半前一般无二, 过了一年半, 距离斩妖会结束已然不久, 也应该会回去做准备了。 寒逸朝着一年半前被放下的位置走去, 片刻后便来到了岛屿边缘, 站在巨树下, 身后是幽暗的茂陵, 身前是阳光炽热的海滩。 他朝着御界度入法力, 御界顿时轻轻一闪, 这是开启了定位功能, 那艘混棚仙舟如果要接人便会在上方停留, 接着寒逸便可回去了。 寒逸盘膝坐下, 继续修炼, 等待被接回的这个时间段, 可长, 可短, 长的可能需要一年半, 短的也就是小半年。 七天后, 寒逸猛地睁开眼, 看向海岛之外。 一位身穿天蓝色长裙的女修, 踏浪而至, 却如履平地, 不沾水渍, 只是眨眼的功夫, 便从一个模糊的影子, 真正踏上这座海岛。 是万兴海的苏婉晴, 寒逸眉头一挑, 并未起身, 也没说话, 只是将视线收回来, 不再关注, 不管这位万兴海的传奇修士, 来这座海岛做什么, 只要不惹他, 都不关他事。 至于踏浪而行, 基本上到了练气中阶都可以做到, 如果速度要更快, 还能以法器辅助, 水中毕竟不是空中, 在水面上, 可借助水的浮力和法器的力量, 做到快速前进。 至于欲空飞行, 在练气期, 则是少数天赋异禀的修士, 才做得到。 这一次斩妖会, 昆蓬仙舟将众人一个个放在海岛上, 有的海岛, 放一个人, 有的海带, 则是放两三个, 最大的海岛, 更是足足十几个。 不过, 这些参与斩妖的修士, 在灭杀完本岛屿的妖兽后, 都可离开岛屿, 前往其他岛屿, 进行斩妖, 或者说, 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抢怪的行为。 在韩义看来, 这苏婉晴便是来抢怪的。 只不过万兴海的传奇练器, 也需要抢怪。 这个疑问, 只是一闪而过, 韩义并未深入考虑, 便将疑问丢弃。 因为, 这些都和他无关。 苏婉晴登上编号第十九的海岛后, 翘眉轻轻一蹴, 他自然注意到隐蔽着坐在某棵巨树下的韩义。 其眼眸中, 顿时有碧蓝色的波光轻轻一晃, 这明显是一道类似于旺气术, 但比旺气术不知高明多少倍的探查法术。 这人, 应该是玄丹宗的修士, 名字叫韩义。 不过, 一年半前, 他还是出入炼器九层, 这过了一年半便已是资深炼器, 看来, 资质应该不错。 作为东道主, 苏婉晴对这次参与 斩妖盛会的炼器七修士都有基本的了解, 他并未朝着韩义的方位走去, 而是直直朝着岛内走去。 他这次来是为了斩妖, 而且是为了斩灭一位真正的妖修。 这位妖修, 其本体, 是一头火黄妖。 据他得到的消息, 在一年半前, 这头火黄妖便出现在这第十九号岛屿上, 在同当时海岛上的几位传奇修士一战, 杀死众多炼器巅峰修士, 和一位传奇后, 在至少三位传奇的围攻下, 重伤逃顿。 在此之后, 众多传奇修士, 仿佛嗅到血腥味的鲨鱼, 疯狂围追, 截杀这头受伤的火黄妖。 这是战绩的最好证明。 而那头火黄妖也悍不畏死, 并未逃向深海区域, 反而好似在寻找仇人般, 将方圆上万里的海岛都走了个遍。 杀人, 顿逃, 再杀人, 再顿逃。 而且, 坐镇这片区域的一位原鹰真君, 不知为何, 知晓此事后, 暗中追上那头火黄妖后, 不过并未出手, 而是任由其逃走, 似乎有意拿着头要求考验这片区域的炼器修士。 而那头火黄妖都转一圈后, 又回到了这座第十九号海岛上。 苏婉晴的脸色, 凝重之中, 又浮现一抹炽热的战役。 水, 至柔亦至刚。 在此之前, 他在第十七号岛屿上, 围堵过那头东黄妖一次, 不过, 那头妖修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快得他刚追上, 便又被逃走, 实在是遗憾。 不过, 这一次, 苏婉晴自信能将之拦截住, 杀死这头妖修, 以炼器, 杀妖修, 必定可夺得一等功劳, 得到圣地诸多奖励。 别看他是传奇炼器, 可万辛海的传奇炼器, 也非常多, 而且, 毕竟炼器尚未仙道助击, 圣地投入的资源, 虽比其他宗门要多得多, 但对他这等天之骄子来说, 还不够。 他还需要亲自出手, 不断夯实自己的仙道之路, 以一等仙击, 踏入助击期, 才能走得更远。 怀着此等坚定杀戮之心, 苏婉晴, 毅然踏入茂林中, 而盘坐在巨树下的韩逸, 在苏婉晴踏入身后茂林一刻钟后, 突然又睁开眼睛, 看向另外一侧的海面上, 眉头一挑, 颇觉得意外。 又是一位传奇, 而且, 还是一位剑仙。 在另一边, 一位传奇修士, 预见而来, 剑笑今天, 从距离韩逸300米左右的地方, 冲入茂林中, 一闪而没。 一刻钟后, 韩逸沉默着, 看向岛屿外海面上, 脸上已经不是疑惑, 而是确信了, 确信这座岛屿, 应该发生过, 或者即将发生什么大事情。 第三位了, 海面上, 一位青年, 踩在一块黑色金属板上, 预知渡海, 在靠近岛屿二十米左右, 轻轻跃起, 落在沙滩上, 其所踏的金属, 随着跃起, 插在其身旁。 韩逸定神望去, 那哪里是一块金属板, 那其实是一柄异常宽厚的黑色大刀, 大刀宽度, 足足有半米长, 长度更是有三米多长, 看上去就像一块金属板般。 这样的武器, 韩逸只在朝真太虚天中, 那位玉金山的圣女身上见过, 不过, 那位圣女, 其拖着的巨刀, 也只有两米左右, 而此刻插在沙滩上的巨刀, 则足足有三米长, 令人骇然。 青年也注意到韩逸, 他朝着韩逸走来, 走出去击米后, 才伸出手, 身后插在沙滩上的巨刀, 咻的一声, 刀柄落入其手。 未见这青年怎么用力, 看上去异常巨大的黑刀, 就这么被他轻松扛在肩膀上, 显得异常不和谐。 韩逸眼皮一跳, 这家伙必定天生神力, 或者是灵体双修, 才可能看上去, 这么毫不费力地举刀扛肩。 这位道友, 请问, 这可是第十九号岛屿? 青年走到韩逸三十米的位置, 停了下来, 朝着韩逸问道。 早已站起来的韩逸点点头, 没错, 这便是第十九号岛屿。 请问道友, 这十九号岛屿, 可是发生何事? 苏婉晴出现, 韩逸可当特例, 剑仙出现, 就不再是特例了。 而就连三位传奇出现, 那表明, 这就是异常。 火皇要修重伤, 已经逃入此岛, 这次狡猾得很, 这次, 某一定不能让他逃走。 这位传奇解释了一番, 朝韩逸拱手后, 便物质踏入茂林。 韩逸站在原地, 脸色思索。 刚才的简短交谈, 双方都未报自己名号, 不过, 这位扛刀青年, 不认识韩逸, 可韩逸却认识他。 这位是太虚宗的传奇练器, 名为申缘。 不过, 在此之前, 申缘的法器并未拿在手中, 韩逸并不知其法器, 竟然是这样一柄恐怖的大刀。 火皇妖, 一年半, 辗转周围万里, 重归十九号岛屿。 韩逸瞳猛地一缩, 他突然想起来, 一年半前, 那一声惊天动地, 让巨数都摇晃不已的售吼声。 那时候韩逸便猜测这瘦吼声的本体, 极可能是妖羞。 而且, 听其声音, 和自己所杀的那头巨猫一兽相似, 当时自己还怀疑是杀了小的, 来了老的。 看这情况, 还真的是被自己猜中了。 此地, 不能呆了。 如果单单只是被一头妖羞盯上了, 而且, 还是一头重伤的妖羞, 韩逸并不觉得事情有多严重。 以他此刻的实力, 杀一头刚蜕变的, 重伤的妖羞, 成功的概率不小。 但现在麻烦的是, 众多传奇汇聚而来, 这意味着, 一旦他出手, 实力曝光, 必定引起瞩目。 而以玄丹宗当下的环境来说, 引起瞩目的代价不可预估, 可能会得到某些大人物的赞赏, 也可能换来的是, 血神宗不计代价的袭杀。 韩逸堵不起, 还不如早早远离这漩涡, 将自己摘出来。 韩逸看了一眼背后的茂林, 古树参天, 静密得有些不正常, 仿佛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接着, 他回过头, 走向沙滩, 身后的清平剑腾空而起, 就要往前落入水中, 韩逸借此, 可渡海之另外的岛屿。 不过, 就在他清平剑刚腾空之时, 骤然看向前方, 脸色猛得一沉。 一道人影从海面上, 激掠而来, 其脚下, 隐没于水中的一柄血剑, 散发着滔天的杀戮气息。 这是一柄杀戮之剑。 血神宗, 薛河, 韩逸脸色冒着危险的光芒。 而欲见而至的薛河, 同样以看清韩逸的面容, 其脸色, 未见波澜, 只是散发出的杀意 和脚下的血剑 相互映衬, 浓烈磅礴礴。 瞬息之间, 两人的距离已是仅有百米, 海面上的薛河一跃而起, 水面上血剑已是先踏一步, 急掠而出, 以声音爆, 轰然乍响, 声音刚起之时, 血剑已逼近寒意面前。 在薛河眼中, 前面这位玄丹宗修士 已是一位死人。 杀之如同踩死一头脚下, 无关紧要的虫子, 这样的虫子, 自己曾经也才死过多只, 在不久前, 同样才死一只。 他跃起的身形, 在半空中已经稳住, 并未看向脚下, 而是看向前方, 古树参天的茂林, 那里, 才是他的战场。 哄, 一声恐怖的爆炸声, 从视线下方传来, 薛河视线下移, 猛的一缩。 只见伴着自己多年的那柄血剑, 已经以更快的速度, 崩塌而回, 即将落入水中。 嗯? 极凭法妾? 未等他震惊, 一道清黑剑光, 已是斜着飙射而至, 剑光无声, 但其上的杀鸡, 比自己的血剑更上一筹。 不好, 这家伙不对劲。 薛河脸色终于变了, 全身汗毛乍起, 手中一道红色灵光闪过, 他已是凭空挪移出去十米, 在他原来制空的位置, 一抹衣角, 飘落下去, 那道速度比自己血剑还快的见光, 堪堪同自己擦身而过, 如果再晚一步激发这道灵光, 自己刚才就得伸手一触。 想到这点, 薛河的脸上已不仅仅是难看, 而是惊骇。 有多少年了, 有多少年自己没有被逼到如此凶险的地步? 只是刹那之间, 死亡危机降临, 同自己擦身而过, 自从自己得冠传奇, 就算是对上寻常铸鸡漆修饰, 自己虽然偶尔狼狈, 但绝无此刻如此危险。 惊骇之后, 便是愤怒。 此刻, 他身体已经处于滞空状态, 不过, 这不妨碍他在这短暂的刹那时间展开杀招。 死! 其手中已经出现了一张灵符, 同时, 那柄被崩飞的血色长剑, 已经重新跃起, 破开空间, 邪果滔天血浪, 以更强悍的姿势碾压而来。 刚才薛河当含义是滋身九层, 血剑只是出了一击, 虽也是全力欲使, 就算是巅峰练气都得生死当场, 但总体而来, 自己连五成实力都没发挥。 可他没料到刹那之间, 自己血剑被崩回, 就连自己都差点被削, 这让他惊怒的同时, 也凝重到了极点。 接下来这一招, 便是全力, 而且还服以灵符。 沙滩下的韩义, 脸色平静, 但也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每一位传奇, 都是特殊的, 能冠以传奇之名, 绝对不好对方。 在薛河拿出灵符时, 韩义便已经释放了四个封墙术, 两个火盾术。 接着, 他的神念狂涌而出, 一闪入天的清平剑, 直接消失不见。 在薛河激发灵符的同时, 一道清黑剑光, 仿佛雷电般, 披露而下。 时间在这一刻, 仿佛凝固了一般。 剑如闪电, 从薛河头顶, 穿刺而下。 快,快,快, 快得连薛河都没料想到, 这一柄刚同自己擦身而过, 给自己带来死亡危机的剑气, 竟然能这么快便折返。 当剑光洞穿薛河时, 他眼眸依旧死死盯着韩义, 没有一丝自己将死的预感。 同一时刻, 薛河手中的五雷神符已经燃尽, 虚空一声炸响, 一道惊雷从天而落。 这一道是真正的雷霆, 而非刚才那块似闪电的剑光。 雷霆落在韩义的位置上, 发出阵阵暴鸣声, 窜动的雷光肆意而出, 轰破叠加而且的风墙术, 轰碎登峰造极的火盾术, 但也已经威力十不胜一。 其余威, 被韩义一道零须指, 碰撞后彻底消亡。 而早有准备的韩义 也在部下重重防御后, 电光火石之间往侧面 移开一米左右。 雷光熄灭后, 他身上也多了些烟火器。 韩义随手躲过速度虽快, 但以后继无力的血剑浑身一抖, 便将这一缕烟火器掐灭。 说起来, 从薛河月上半空, 血色长剑极略而来, 再到薛河生死, 期间有三十个刹那, 超过一瞬, 未打两瞬, 也就是满打满算, 不到一秒的时间。 胜负便已落定, 生死也已经划分。 薛河大义吗? 大义。 但如果正面厮杀, 韩义觉得自己 也能将其头颅斩落。 只不过, 薛河的大义 让这场战斗结束得更快, 甚至对韩义丝毫没有损伤。 而韩义也首次体验到灵符的威力。 看刚才的情况, 薛河手中的灵符应当是五雷神符, 而且是一阶极品灵符和阴雷符威力相当。 只不过, 韩义占了先机, 就算是面临五雷神符, 都将之扛了下来。 心中将这一短暂 却凶险的过程盘算了一遍, 韩义迅速走上前, 看向从半空中 跌落下来的薛河尸体。 其头颅上, 一个血洞, 贯穿全身, 直达下体。 韩义看得心头一凉, 内心打定主意, 以后绝对不随意腾空, 遇上实力比自己弱的人还好, 遇上实力强过自己的人, 那就是活靶子。 他将薛河的储物袋 和插入沙滩, 伸入沙滩下一米左右的 血色长剑收入储物袋, 想了想, 又丢下一张爆裂符, 将其尸身毁掉。 接着, 便要渡海离开。 不过, 就在此时, 一声售吼声 从身后的茂林中响起。 一尊身高在四米, 体长达到七米的巨腰, 从茂林中狂奔而出, 其身上狂暴的气息, 震动的虚空都抖动不休。 含义转身看去, 瞳孔一缩, 这尊巨腰的体型 和自己一年半前所杀的巨猫异兽一样, 只不过要大上一大圈。 果然, 这妖羞, 和我所杀的异兽, 有关系。 幸运的是, 巨腰并未奔着它而来, 而是被众多法器 碾杀着撞倒谷树, 逃出茂林。 就在巨腰出现之后, 七八道身影已经紧随其后, 各种杀招就要落于巨腰身上。 轰隆隆。 今天的爆炸声, 将茂林边缘的谷树直接移灭干净。 那一头原本重伤, 早已无法维持人体, 献出妖兽本体的火黄妖, 厉笑一声, 笑声暴力, 并无丝毫惬惬意。 接着, 她的身形微微一闪, 速度快地, 只捕捉到一丝残影, 便已经消失在诸多杀招之下。 火黄妖天赋神通, 下一刹那, 杀! 巨腰已是移动出百米左右, 落在一位刚准备渡海离开的青年身旁。 这位青年的身旁, 还有一团爆裂燃烧成灰烬的不明物体。 青年当然便是寒意, 而此刻, 她脑袋只是猛了一瞬, 便立马反应过来。 这也未免太凑巧了些。 不过, 就在巨腰出现的刹那, 她的心中已是警惕到了极点。 危险, 这可是一头妖羞被围杀了这么久, 竟然还能强撑下来, 其实力该有多强大, 就算是重伤, 自己也不可放松一丝警惕。 就如同黑暗森林法则一般, 此刻的寒意并不期望这头巨腰 因为自己不出手而放过自己。 这种期盼就是将生死权交给他人, 愚蠢至极。 最正确的做法, 或者说唯一的做法便是杀死他, 倾尽全力, 毫不保留地杀死他。 杀之, 能活, 不杀, 等死。 薛河的大义还没过去实习, 寒意可不敢犯傻。 于是, 刹那反应, 刚入窍的青瓶剑再次跃起, 青黑之光一闪, 快得已是连剑身都看不清。 同一时刻, 寒意的手中已是出现了第二件极瓶法器, 金光缩。 金色光芒微微一扫, 便如同在海滩上划出一道笔直的金色彩虹, 从寒意手中直抵火黄腰。 未完, 两张灵符出现在手中, 一张灭神符, 一张阴雷符, 灵符同时燃镜, 神秘的波动, 从寒意指尖向前扫去。 这一刻, 寒意火力全开, 比在神秘之地时强大了不知多少倍, 比至刚才沙削河拿出来的实力同样翻倍不止。 而另一边, 火黄腰发动天赋神通后, 出现的这个位置并未随意, 而是故意选定, 因为他也看到海边有一位人族修士, 而且, 腰修对人族气息比较敏感, 这位落单的人族修士, 看上去并未有后面那些修士身上的气息墙。 杀之, 轻而易举, 能多杀死一位人族修士, 而且, 只是轻轻一抽的瞬息, 他自然乐意去做。 他并未转头看去, 只是一条带着血迹的火红炽热腰尾, 一抽而过, 空气便爆开, 响起一阵呼啸声。 在他料来, 这一抽会和以往一样, 这些脆弱的人族修士会整个人爆开, 他身上的血迹有一小部分是他自己的, 大部分都是沾褶上被自己咬死, 才死, 抽死的人族修士血液。 不过, 下一瞬, 一道金光被眼角捕捉, 这道金光的速度极快, 被捕捉的时候, 已是到了眼皮底下, 火黄妖内心一惊, 身形一闪, 往前窜出。 哄, 金光闪过, 将巨妖的尾巴轰断一截。 火黄妖只觉得尾巴一疼, 他明白, 自己强悍的腰体, 受伤了。 这一刹那, 火黄妖心头怒火熊熊燃烧, 他转身而过, 就要怒吼, 以自己强悍的腰体, 一声怒吼, 都可将这修士直接震死。 却在此时, 一道针对神魂的无形波动, 扫过其脑袋, 以其蜕变的腰时, 仅仅只是一阵剧痛, 这剧痛, 刹那之间便被他强压了下来。 换作寻常, 并未有其他问题, 但在此刻, 却已足够致命。 虚空一阵乍响, 一道雷鸣声陡然乍响, 雷霆自虚无中窜出, 轰落巨妖身上, 雷光乱窜。 不过, 这因雷浮的强悍一击, 对已是蜕变成妖修的火黄妖, 也仅仅只是, 让他的身形一阵晃动, 皮毛之上, 多了些血迹, 并未致命。 吼! 灭神浮之下, 火黄妖痴疼, 本能地伴养天嘶吼, 因雷浮之下, 火黄妖本体微微一麻, 虽然这持续的时间, 连一刹那都不到, 不过, 含义要的, 便是这一刹那。 却在此时, 一点青黑光芒, 映入其同龄般的妖眸, 光芒一闪而落, 他只是觉得眼皮一痒, 便已是脑袋大震。 一道剑光, 从其下颚贯穿而出, 没入地下, 足足三米多深, 卡在一块巨大石头中, 才止住了下探之势。 含义急速喘气, 刹那退出十米之远, 身形还在退。 退的过程中, 他轻轻一招手, 地下的青瓶剑, 才将巨石震碎出一道窝口, 咻的一声, 从地下穿梭而起, 落入自己背后的剑桥之中。 说起来, 从巨妖发动天生神通, 从众多传奇手中, 逃窜出百来米, 到了含义身旁。 再到巨妖随意一抽, 含义全力爆发, 金光缩,灭神符, 阴雷符, 接连发动, 巨妖躲过金光符, 硬汉两道一阶极品灵符, 吃藤之中, 仰天嘶吼, 腰体一麻。 从天而降的青瓶剑, 从其眼眸中刺落, 将巨妖头颅脑浆绞碎, 从下额处贯穿而出, 直没入地。 这一系列动作, 也才三个弹指的时间, 在这三个弹指的时间内, 追来的诸多传奇练气, 也已经跨过百米之距, 杀招就要朝巨妖轰落, 不过, 却硬生生止住了。 杀一头死去的妖羞, 那功劳, 也不可能是自己的。 韩逸刚才的暴退, 一方面是, 防止这巨妖没死, 后续爆发, 另一方面, 也是防备着其他传奇练气, 出手十连它一起笼罩进去。 就在此时, 那一头头颅有贯穿伤的巨妖身上, 突然有一道虚幻的影子浮现, 这是一头缩小版的巨妖, 这巨妖一出现, 先是刹那弥漫, 接着脸色猙獰, 就要朝着韩逸扑去。 火黄妖的妖魂, 可是好东西啊! 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从高空中响起, 那刚扑出来的妖魂已是被定住, 接着, 仿佛被什么东西直接吸上高空, 消失不见。 一道青山身影从高空中缓缓落下, 其身上的威势, 让沙滩附近的所有修饰都内心一颤。 这是一尊元英七真君。 韩逸停下身行, 恭敬行了一礼, 其他人同样如此, 就连遇见凌空的一位剑仙, 都落到下面, 以表尊敬。 拜见古西真君。 苏婉晴和另一位万星海的传奇修士, 恭身拜见。 古西真君点点头, 扫了一圈落在死去的火黄妖身上, 又看向退得比较远的韩逸身上。 你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韩逸抬头, 回真君, 我是玄丹宗, 韩逸。 蜀周, 玄丹宗。 古西真君点点头, 赞赏到不错的实力, 当即你一大功。 接着, 古西真君并未多停留, 身体飞上高空, 疏忽离去。 他一离开, 众多传奇修士, 深深看了一眼韩逸, 似要将韩逸记在心头, 接着, 纷纷离去。 只有那一位扛着巨刀的青年修士, 走上前来, 某是太虚宗申缘, 韩道有, 你实力够强, 可当某的朋友, 如来太虚宗, 某请你喝酒。 说完, 便也不等韩逸回话, 便将手中的巨刀往海里一丢, 身体一跃, 落在巨刀上, 直接把巨刀当冲浪的道具使用, 速度比海浪还要快得多, 仿佛一颗低空掠过的炮弹般, 将海水压得翻滚向两侧。 不到三溪, 原本灵能狂暴的海滩, 重归平静。 海滩边上, 一具巨大的妖兽尸体, 在尸体不远处, 还有一滩刚燃烧殆尽的黑色不明物体, 距离两者, 约莫五十米之地, 韩逸沉默站着。 而在海滩的另一边, 横飞出去几百米的金光梭, 掉落在茂林边, 将沙地炸出一个三米深的大坑, 沙石刷刷落下, 掩埋了金光梭的头部, 只有尾部闪烁着金光。 迅速跑过去, 将掉落的金光梭收回储物度, 接着才回到巨妖尸体位置, 想着怎么处理这头巨妖尸体。 突然, 他想到什么, 心头猛地一颤, 脸色一洗。 妖丹, 真正踏入妖羞的妖泪, 体内必有妖丹。 韩逸并不急于从火黄妖体内将妖丹取出来, 这里刚经过一番厮杀, 而且自己还杀了血神宗的薛河, 不可久留。 韩逸将主储物袋都腾空了, 才足够放下这头妖兽。 接着, 扫过一圈, 又将已是烧成灰的薛河痕迹, 用海水冲刷了几遍。 如果不仔细探查, 连一丝痕迹都查不出来。 然后, 便预使着青瓶剑渡海离去, 到一半的时候, 将薛河的御剑丢入海中。 半天后, 韩逸登上第十八号岛屿, 走入山林边, 寻了个安全的树洞, 激发了御剑的定位功能, 才盘坐下来, 至此, 松了一口气。 接着, 韩逸开始复盘, 从看到苏婉晴开始, 到剑仙出现, 再到申缘, 接着, 薛河, 巨妖, 真君。 发生在第十九号岛屿沙滩上的事情, 实在是太快了, 快得韩逸完全没有其他的选择。 遇上薛河要杀他, 韩逸只能掀下守围墙。 遇上巨妖要抽死他, 韩逸也只能全力以赴, 连金光梭和两张一阶极品灵符都用上了。 杀死薛河, 韩逸还可以说游刃有余, 可面对已是越阶道妖羞的火黄妖, 韩逸在全力以赴的同时, 内心无比紧张。 毕竟, 这可是一头拥有天生神通的妖羞, 而且, 还是速度型妖羞, 要不是两种灵符组了一组, 自己的清平剑不可能将之灭杀。 而且, 最后, 那从巨妖尸体浮现的妖魂同样难缠, 在那一刻, 韩逸其实并无任何防御的手段。 因为论神石, 他的神石只是滋身九层的层次并未有多强, 如果妖魂入体, 对自己来说, 同样致命。 幸好, 那位道号为古希的真君及时出现, 将自己这危机化解于无形之中。 炼七七的神魂还是太弱, 而炼七七肉身死亡后, 神魂可短暂离体, 更是可行夺射秘法, 以后对上炼七七即使能杀之, 也需小心这一点。 这一趟归宗, 需要找机会练习一门神魂秘书, 确保同炼七七的神魂之战也不落下风。 这一战, 除了神魂之外, 可还有遗漏之处。 寒义又反复推算了几遍, 确认自己的应付是最佳的, 并未有遗漏后便收回心思。 接下来, 再无波折。 七天后, 玉界发出清光, 寒义站起来迅速冲出山林, 果然, 在高空上, 一艘庞大至极的仙舟已是悬浮在虚空中。 而早自己几步的其他修士, 也有几位等待接引, 见寒义出来, 只是目光闪烁, 并未上前攀谈, 寒义寻了个地方, 静静等候。 接下来, 山林中不断有人走出来, 一刻钟后, 一位金丹真人飞落下来, 将众人带上仙舟, 仙舟化光, 冲向其他岛屿。 三天后, 接完所有人, 仙舟回归万星海。 而早在仙舟之上, 玄丹宗的几位参加斩妖会的炼器七修士, 便已经重聚, 可来时无人, 此刻却只有三人。 韩义, 赵瑞达, 施冷艳三人对视一样, 聚都沉默。 毫无疑问, 失踪的费青、 苏燕, 如无意外, 已是陨落, 不是被妖兽所杀, 就是被其他修士所杀。 五去其二, 死亡率如此之高, 让人惊骇, 怪不得连玄丹宗宗主元顺和太上长老诸葛无忧, 都说此趟危险。 仙舟到了万星海, 韩义等人走回庭院过程中, 遇到了血神宗的修士。 血神宗参加斩妖会的炼器七弟子, 有八位, 包括两位传奇炼器, 不过, 在见面时, 韩义只见到对方无人, 其中, 传奇炼器曾子玄赫然在炼。 两宗之人对视一眼, 杀意暗藏, 并没有直接动手。 毕竟这可是万星海, 真动手了, 明显不把万星海放眼里, 这一点厉害关系, 两宗还是分得清的。 奇怪, 薛河不在, 难道死了? 赵瑞达眉头一挑, 先是疑惑, 继而冷笑。 死了好, 这一代血神宗仅有两位传奇炼器, 死了一个对他们也是伤筋动骨。 施冷艳同样脸色疑惑, 可有谁能杀的死薛河? 传闻中, 薛河可是比上一代的血神宗含虚小, 还要强上几分, 就算是其他传奇炼器, 遇上了, 即使不敌, 也可从容退去。 唯一的解释, 应当是遇上了妖羞了。 听说, 这一次有一头名为火黄妖的妖羞, 便在众多岛屿中肆虐, 也许, 薛河便是遇上了那头火黄妖, 也说不定。 说到这里, 施冷艳的脸色同样一冷, 血神宗的羞是死了, 玄丹宗的人自然欢喜。 回到庭院, 三人又交流了一番, 韩师弟这一次的收获如何, 我看你修为上又有精进, 应当是踏入滋身九层的阶段了。 赵瑞达看向韩义, 心头一动问道, 韩义点点头, 确实有收获, 而且还不小。 就单单斩火黄妖, 这收获便已是不小, 那位古希真君可是说记忆大功, 韩义心中还有些期待。 至于杀死巨妖, 暴露实力, 会惹来什么麻烦, 在巨妖闪烁出现在韩义身边时, 在生死关头前, 这些事情都已是无关紧要。 而且, 当时自己并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我这一次, 先是分配到第七号岛屿, 斩杀了五头九阶妖兽后, 那座岛屿便已经被搜刮干净了, 只好去了八号岛屿, 最后算下来, 九阶妖兽应该是斩了三十七头。 赵瑞达盘酸道, 施冷宴也细数自己斩杀的妖兽总和, 我在三十六号岛屿, 杀死三头妖兽, 其中一头还拥有天生神通, 接着, 辗转周围七八座岛屿, 一共斩杀二十三头妖兽, 其中有一次, 遇上了一头处于蜕变边缘的妖兽, 不敌顿陶, 幸好遇到了一位赤销剑宗的传奇弟子, 那位传奇, 敖战妖兽, 最终将妖兽斩于剑下。 说完这些, 施冷宴和赵瑞达都看向韩逸, 韩逸沉默了一瞬, 便开口说道, 我最开始在第十九号岛屿, 杀了三头九阶, 便心有所悟, 于是找了个树洞闭关修行, 修行了一年半出关后, 便到了第十八号岛屿, 接着, 便回来了。 就三头九阶? 赵瑞达诧一道, 韩逸点头, 那头火黄妖不算是九阶妖兽, 已是妖兽的范畴, 所以,理论上, 他说的话并没错。 只不过, 他不想让自己能杀死妖兽的事情传播开, 而且, 说起来, 说他杀死火黄妖, 只是对了一半, 那妖魂最后的攻击是被原音真君拦住了, 要不然, 祸福难料。 施冷燕看了韩逸一样, 眼神异样, 不过并未说什么。 三人又交流了一番, 便各自回庭院修整。 半个月后, 踏入深海区域的修士回归, 诸葛无忧带着五位铸鸡七修士前去, 回来时, 铸鸡七修士却只剩四人。 本次玄丹宗参与到山海居仙会, 足有十一位修士, 而在斩妖之后, 陨落两位炼器, 一位铸鸡, 只剩八人得以存活回归。 不过, 这在诸葛无忧看来, 已是侥幸。 山海斩妖既是先缘, 也是挑战, 其危险程度, 往往会因为参与者中 有一国二圣三大宗这些强大的势力, 而被忽略。 两百年前, 我以助击修为参加山海巨仙, 那一届, 在东海深处, 有一条青椒, 处于画龙边缘, 吞吃了参与斩妖的三位原因大修士, 而后, 在万兴海的一位化神七大能手下, 逃掉性命。 这两百年来, 万兴海和玉京山的诸多大能, 多次联手, 踏入东海极深之处, 都未能寻到那头青椒。 从这里, 你们应当便知道, 斩妖会的危险了。 大厅中, 诸葛无忧盘坐上手扑团, 旗下手, 四位助击, 三位练器, 逐一落座。 这一番道法指点, 是诸葛无忧给这次参与斩妖会 并幸存下来的修士开的小灶。 讲完这次斩妖会的兴致后, 诸葛无忧才开始讲道法。 即使韩逸的技能是熟练度面板自动提升的, 他也听得颇有所得。 韩逸请教了一番预见术, 一番听到下来, 更是发现熟练度面板上的预见术, 其进度, 整整提升了2%。 这一发现, 让韩逸对熟练度面板有了新的认识, 不靠肝, 靠自己领悟, 同样能提升进度。 不过, 韩逸觉得, 如果真的靠自己去领悟, 得到猴年马月才能进阶, 有系统不用, 才是傻的。 七日后, 众人按照万星海修士的指引, 前往某一座大殿, 进行任务结算, 按照斩妖的成果进行排名。 韩逸并未纠结, 是否应该将火黄妖的尸体拿出来, 因为他斩杀火黄妖, 本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而且, 那位古希真君同样知晓, 如果瞒着不报, 反而容易让人误会。 当天结果出来后, 斩妖榜, 炼气篇, 一个陌生的名字, 突兀地排在众多炼气期的第四位, 玄丹宗, 韩逸, 其备注只有一条, 斩妖修火黄。 听到这排名, 韩逸觉得意外, 他不是意外自己排得高, 而是意外自己排得低, 自己全力以赴, 而且借着火黄妖疏忽大意, 受伤之时, 手段尽出, 借助两张一阶极品灵符, 发动两件极品法器, 才能将妖修斩杀。 这其中, 实力占一半, 实机占一半。 不过, 严格上说, 自己斩杀妖修, 也只是杀死其妖体, 妖魂并不是自己灭掉的。 而这, 排位第四, 那排在自己前面的三位, 该有多恐怖的实力。 韩逸不禁感慨,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庭院中, 众人看向韩逸, 剧都脸色大喜, 韩逸这一番, 算是给玄丹宗掌了一波名气。 韩师弟真是深藏不落啊。 赵瑞达大喜之后, 语气有些复杂, 他想起来, 之前自己问韩逸, 斩杀了多少头妖兽, 韩逸说三头, 方才自己还以为他撒谎, 但仔细一想, 才恍然大悟, 韩逸说的是妖兽, 而不是妖修, 确实没错, 自己又没问对方, 杀死多少头妖修。 以资深九层, 斩杀妖修, 不管妖修的状况如何, 不管韩逸如何利用天时地利, 这都是惊人之举。 而另一边的施冷艳, 则是想到了另一件事。 当时他们回归时, 血神宗的修士中, 传奇炼器薛和并未在炼, 当时他们还在疑惑, 薛和死于谁的手。 此刻, 当施冷艳得知, 韩逸杀死一头妖修后, 不得不将薛和的死, 和韩逸关联起来。 能斩妖修, 那假如遇到薛和, 将之杀死, 这种可能性太大了。 施冷艳眸光浮动, 仿佛从未真正认识过 这位低调到几乎 在宗门中见不到其身影的尸弟。 韩逸 施冷艳心头深深记下这个名字, 觉得这一趟回去, 有必要查一查, 然后多多接触这位尸弟。 诸葛无忧, 同样脸色大喜, 这是韩逸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见到诸葛无忧, 露出此等脸色。 虽然未排进前三, 但第四也算是玄丹宗前所未有的排名了。 这个名次, 这一次的奖励必定丰厚。 等消息传到玄丹宗, 相信原宗主必定大喜。 其他驻姬七长老同样称赞不已, 在场中只有韩逸, 内心有些忐忑。 说实话, 他苟了这么久, 苟到了如今, 原本是想要一直苟下去的, 在第十九号岛屿上, 他寻了安稳山洞修行, 便是为了低调, 为了能够不受打扰的苟下去。 不过, 薛和的出现, 巨妖的出现, 打破了这种低调的生活, 让他曝光在众传奇练气, 和那位古希真君眼前。 等回到万兴海后, 自己并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如实上报, 自己杀死火黄妖一事。 接着, 便是排名公布, 位列练气第四。 这一切, 在巨妖发动天生神通, 出现在韩逸身旁时, 便已是注定了。 这一次, 他没有选择。 忐忑之后, 他便释然了。 冥冥之中, 命运的力量, 推了他一把, 自己顺着命运之力, 初剑, 斩妖, 仅此而已。 三天之后, 众人的奖励下发, 赵瑞达的奖励, 是1700中品零食, 而施冷宴的奖励, 则是1100中品零食, 两人大喜。 这一趟, 大赚, 要知道极品法器的价格, 也就是在1000到10000中品, 零食区间, 这一趟的收获, 已是相当于他们以往的全副身家了。 危险, 是真危险, 鲜元, 也是真鲜元。 万兴海给的, 实在是太多了。 而韩逸的奖励, 则是3000中品零食, 一件极品法器, 一枚助鸡丹。 这奖励, 无所谓不大, 甚至韩逸听到后, 都愣住了, 实在是给的太多了。 他到这会儿, 才理解当时诸葛无所说的奖励丰厚, 能被金丹真人说丰厚的, 那对炼气漆来说, 确实是难以想象。 其他助鸡七修士, 同样各有奖励, 就连诸葛无忧, 同样收获颇丰。 这, 就是圣地的底蕴。 诸葛无忧感叹道, 山海巨仙会, 并没有闭幕式这一说法, 在拿到奖励后, 众人于当天, 便重新乘坐诸葛无忧的杜劫仙舟, 离开万兴海。 飞出去十几里, 众人往后眺望, 一座巨大无比, 一眼看不到边界的巨大海岛, 悬浮在东海之畔, 来时众人觉得震撼, 走时, 结合这一次的盛会和得到的奖励, 震撼的程度比之前更甚。 这就是万兴海圣地, 这是一座比玉金山更久远, 能追溯到上古妖乱岁月的圣地, 真是让人敬畏。 火凤道人的眸光, 看向逐渐远去的万兴海, 感慨颇多。 韩义同样长身站立仙舟, 眺望万兴海。 这一趟, 虽然时间不短, 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修行之中, 满打满算, 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外活动。 而就是这一个月, 自己经历的事情并不少, 见识上更是上了一个台阶, 真正见识到了圣地的底蕴。 先导, 道军, 研法, 斩妖, 薛和, 斩妖, 真军, 排名, 奖励。 韩义收回视线, 盘坐仙舟, 开始消化这一趟的所得, 盘算接下里的计划。 这一趟, 他的名字上了斩妖榜, 在炼气片中, 排第四, 虽然好像除了玄丹宗众人喜悦之外, 并未有任何问题。 但韩义可没忘记, 二十年之期将至, 血神宗和玄丹宗的战端, 极可能重启。 不管是重启前, 还是重启后, 玄丹宗知道了自己的存在后, 绝对不可能熟视无睹。 明强, 案件必定接踵而至, 回程比来时花的时间更长, 诸葛无忧走的路并非来时的路, 而是有所改变, 仙舟下有时是大前仙城, 有时是连绵山川, 有时则是滔滔长河。 两个月后, 众人看到玄丹山脉在即, 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一次, 同样并没有举办仪式, 仙舟在玄丹宗降落, 袁顺亲自在玄丹丰大殿前迎接众人。 很显然, 他早已知晓斩妖的结果, 其视线直接落在韩义身上。 你可真是给我了一个天大的惊喜。 韩义。 仿佛看一块蒲玉一般, 袁顺的眼神让韩义陡然一寒, 他恨不得袁顺赶紧将自己忘掉, 有啥事, 不要想起他来。 虽然血神宗知道自己这好人, 但如果自己不出门, 不下山, 那所有鸣枪案件都无所遁形。 事实上, 这也是韩义的打算。 袁顺的视线落在诸葛无忧身上, 双方视线触碰, 神识交流, 连助击七长老都不知道他们交流了什么, 但想必是相对秘密的事情。 接下来, 袁顺说了一番鼓励的话, 便将众人遣散。 只有韩义被其留了下来。 韩义, 我知道你一向低调, 这一次你出手斩杀妖羞, 我相信你一定是被迫出手。 如你所想, 接下来的日子必定不平静。 所以, 我可以承诺, 接下来的四年时间, 可以让你毫不保留地投入修炼之中, 不再让其他人打扰你。 而且, 如果你有修炼的资源需求, 宗门可以一定程度地满足你。 袁顺这几句话, 让韩义眼前大亮。 资源需求满不满足, 说实话, 对当下的他来说, 并不是关键。 最关键的是, 前面那句不打扰自己的承诺, 这才是自己想要的。 多谢宗主成全。 袁顺大喜。 不过, 接下来袁顺的话, 却让韩义脸色一僵。 不过, 四年之后, 两宗必在起摩擦, 到时候, 你得出一把力。 袁顺脸色平静, 但眼眸之中, 却有虚幻的光芒浮动。 不是战役, 而是某种韩义看不懂的幻想。 四年之期说长不长, 但说短不短, 到时候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韩义也只好先行印象。 另外, 这有一套二阶上品阵法, 能挡住击七后七全力一击, 也能让你更加安心修炼。 袁顺将一套阵盘给到韩义, 韩义满心欢喜接过来, 并不推让, 直接塞进储物袋中。 宗主给的东西, 那得是多多一善啊, 拿了不手软。 韩义下了青龙风, 回到庭院, 立刻将这套阵法立起来。 这阵法, 是二阶上品防御阵法, 其名为七星玄园阵, 需要用七枚中品灵石, 才能启动这套阵法, 而一旦启动, 其防御能力, 异常强悍, 连助击后期的权力一击, 都很难破掉它。 在青龙风, 有和那封阵法勾连的庭院法阵, 再加上这一套阵法, 韩义就像是背上了 永远打不碎的乌龟壳, 安心程度更上一层楼。 布下阵法后, 韩义才将这一次 山海巨仙会的收获, 一件件摆在眼前。 三千灵石, 加上原先自己剩下的 一千多中品灵石, 合计有四千多中品灵石, 这笔灵石, 自不必说, 足够自己修炼到铸鸡期, 还有剩余的。 一件极品法器, 万兴海赐予的这件极品法器, 同样是一件剑器。 剑器通体银白, 剑名清拳, 意为其初剑之时, 发出的声音, 仿若清拳般清澈。 名字虽然比较平淡, 不过, 这柄剑器可以被万兴海 作为奖励下方, 其威力必不寻常。 韩义将之放入储物袋中, 用来荡清平剑的备用剑, 厮杀之中, 剑器如果超过自己 神石的感应范围, 丢掉联系再所难免。 就像之前在东海斩妖时, 韩义遇使金光梭, 轰击那头火黄妖, 被其躲避过去, 金光梭速度太快, 一闪而没, 距离太远, 自己都无法感应到一样。 在那种情况下, 如果韩义遇有其他疾病法器, 必定受制于他人。 而如果不全力用金光梭轰击, 而是控制着金光梭, 来回穿梭, 那速度肯定会较之 毫不流利的轰击, 要弱上一线。 强者厮杀, 瞬息万变, 一线威力, 便极有可能是 压跨对方的关键因素。 其中取舍, 个人自有衡量。 收好侵权剑, 韩义又看向筑基丹, 这是一枚淡金色的丹药, 丹药不小, 足有婴儿拳头大小, 丹药表面仿佛没有一丝瑕疵, 圆润至极。 这是一枚无瑕级别的丹药, 比寻常的标准品质筑基丹, 还要更上一阶。 韩义还未到炼气巅峰, 自然不会服用, 而且, 自己参加斩妖会, 宗门承诺给自己一枚筑基丹, 还有一个可以让太上长老护法的名额留着。 而且, 仙道筑基可环分层次, 一等仙基等。 韩义指住扩散的念头, 将筑基丹正中地收好, 放入储物袋中随身携带。 接着, 他便走到后院, 双手一挥, 将储物袋中的一具巨大的妖羞本体放了出来。 火黄妖。 巨大的火黄妖尸体, 落在后院中, 一股血腥煞气便弥漫开来。 韩义挥手一柄封魔匕首出现在身侧, 他微微一愣, 刚才只是习惯性地拿出来封魔匕首。 而实际上, 他身上如今有两套半匕首。 九柄九黎匕首, 六柄天都匕首, 还有不完全的三柄封魔匕首。 这套匕首, 伴随他从炼七六层走到了炼七八层, 韩义对他是有感情的。 只不过, 如今, 这套匕首, 他已经准备血藏了。 不过, 既然都拿出来了, 那便再用一次。 封魔匕首轻轻一转, 便钻入火黄妖的头颅顶部, 那个被轻平剑刺穿的血洞中, 一路下刺, 直接到火黄妖的腹部。 接着, 便在其腹部中寻找起来。 片刻后, 韩义心中一动, 封魔匕首碰到一颗坚硬的东西。 匕首破釜而出, 韩义亲手一招, 神面一卷, 那颗坚硬的东西便缓缓飞出来, 落到他手中。 这是一颗火红色内丹, 内丹大小, 比拳头要大上一拳。 韩义饮水将其洗干净后, 凑到眼前, 仔细观看, 除了一股淡淡的心香味之外, 并未见其他异常。 他尝试着度入一丝法力, 眼前这颗腰丹, 骤然有一股毁灭性的气息, 急速攀升, 吓得韩义赶紧撤掉法力。 这时候, 他才想起来, 妖修的内丹, 可是可以自曝, 内丹珍贵的一部分原因, 是妖修如果被逼入死境中, 便会不顾一切, 引爆妖丹, 同敌人同归于尽。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妖丹可以荡一次性的法器使用, 直接引爆, 轰炸敌人。 当然, 这种使用, 简单粗暴, 并非妖丹最佳用途。 妖丹的最佳用途, 是用来炼制助击丹。 万兴海赏赐的那枚无暇品质助击丹, 便是由妖丹为主才炼制而成。 韩义拿出一个紫色玉盒, 将取出来的妖丹装入其中, 郑重地放起来。 这一枚妖丹, 等他晋升助击期了, 将炼丹术提升到登峰造极了, 再行炼制。 接着, 韩义将巨大的火黄妖尸体收起来, 连同自己在万兴海斩杀的好几头妖兽, 他都要将之卖掉, 这些妖族尸体浑身都是宝贝、 血液、脑浆、五脏、骨头、瘦肉、 腰皮等在炼丹、炼药, 甚至炼器上都是广泛应用的原材料。 第二天, 韩义便直接前往青龙宫, 将妖兽和妖羞的尸体交给宗门, 兑换了积分, 足足得到了130多万积分。 按照宗门100个积分, 可兑换15块下品零食计算, 这一次, 他单单是这几具尸体, 便能兑换约莫2000中品零食。 这其中, 那一具火黄妖的尸体, 便足足超过110万积分。 而且, 这还是妖丹被韩义取走的原因, 如果算上妖丹, 这个价格要翻上好几倍不止。 见识妖羞尸体, 值班只是并不敢擅自做决定, 而是叫来了值班的长老。 长老一番鉴定之下, 定了这个积分。 说起来, 这位长老, 韩义还认得, 那是第二次他外出, 在天青城时候, 那位领队的助击妻长老, 名字叫古语。 古语显然认得韩义, 韩义在万兴海展妖修, 获得展妖榜练气篇第四名, 虽然内外封低阶弟子不知道, 但宗门所有长老都有耳闻, 所以, 古语对韩义并未端着长老的架子。 片刻后, 韩义离开庆龙宫。 这一次, 他并未将积分兑换成炼丹的材料或者零食等, 而是存着, 这些积分他已有安排。 回到青龙峰庭院, 韩义开始闭关。 这一次, 他打算闭关到炼气巅峰才出关。 根古的提升, 功法的圆满, 让韩义的修行在踏入炼气八层后, 速度较之炼气七层之前, 丝毫不慢。 这一切源自于他基础的夯实。 在万兴海修行了一年半, 韩义从初入炼气九层, 踏足资深九层。 而在他的预估中, 从资深炼气, 跨上炼气巅峰, 也就是进度条推进到炼气九层90-100以上, 需要大约两年半的时间。 闭关的此刻, 韩义已是45岁, 距离血神宗第一次发难, 已有16年, 距离韩义穿越, 已是24年。 修行无岁月, 不知道是袁顺的交代, 还是本身便没有他的事情, 这两年半, 并没人来打扰他。 这处庭院, 仿佛被人遗忘了一般。 两年半后, 庭院外, 那一块请勿打扰的玉牌, 悬挂在门前的一盏明灯上, 未有灰尘落下, 洁净依旧。 庭院内, 七星悬园阵无声开启, 并未有丝毫动静, 但如果真的有人能够破开 庭院自带的防御阵法, 踏入此间, 也无法短时间内 破开这个二阶阵法。 静视中, 一位青年, 盘膝而坐, 房间中, 灵气的浓郁程度 已经达到害人的地步, 如果是炼气低阶的修饰, 踏入此间, 必定全身细胞雀跃无比, 吸一口, 都能感觉体内法力显著增长。 某一时刻, 这位盘坐着的青年, 睁开眼眸, 眸光阴晕, 灵气浮沉。 青年, 当然是寒意。 他先是皱眉, 接着掐指一算, 明白时间只是过了两年半, 才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这一次闭关, 他并未留下外界念头, 关注着时间的流逝, 就和他刚穿越时, 因为修炼而错过了上脚丹药, 被外派下山的时候一样的状态。 不过, 这一次虽然未留念头, 但他体内的法力, 增长的难度变化, 将他唤醒过来。 眼前的半透明火红色面板上, 已有全新的变化。 姓名, 寒意, 寿命, 47149, 境界, 炼气九层, 91100, 功法, 火刚玄弓, 圆满49100, 境界栏的进度, 已经达到了九层的91%, 换句话说, 两年半的的时间后, 此刻的寒意, 已是炼气巅峰的修饰。 他缓缓站起来, 身体中的法力, 从质上并未有大的变化, 而从量上, 也只是增长了不到半成。 而就是这半成的增长, 仿佛触碰到了某个冥冥之中, 无形存在的天花板, 增长的速度, 开始变得迟缓无比, 甚至可以说, 实质不动。 炼气巅峰的修饰, 已是可随时筑击, 再修炼下去, 进度就算是达到100斜杠100, 对筑击的成功率影响, 都微乎其微。 而只有突破到传奇炼气后, 筑击的成功率, 才会跃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一般来说, 资深九层, 有两层成功筑击的概率, 而炼气巅峰, 则是五层, 至于传奇炼气, 则是八层。 不过, 如果要助一等先机, 则需要至少是巅峰炼气。 寒意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传奇修饰, 而且在传奇修饰中, 都属顶尖的层次, 在万兴海, 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传奇修饰, 并不是一个境界, 而是一个荣誉称号。 一般情况下, 是炼气巅峰的修饰, 将境界提升到100斜杠100, 然后在战斗力上, 又有新的领悟, 才可冠以传奇之名。 不过, 寒意是个特殊, 对他来说, 此刻, 他便可称传奇。 只不过, 他不知道, 自己驻击的成功率, 是按照炼气巅峰的的五成来算, 还是按照传奇修饰的八成来算。 这些, 都不重要。 等他将进度推进到100斜杠100, 成功率, 便是绝对的八成。 寒意拂袖, 近视的门嘎吱一声动开, 他起身, 身体周围的零食碎屑, 纷纷随风散去。 接着, 迈步, 出门, 小林虚风, 林虚楼, 郑海喝着酒, 脸上的喜意, 情不自禁流露出来。 韩师兄, 可算有时间来寻我喝酒了, 我还以为, 你早就叫我忘了呢。 郑海说着调侃的话, 嘴巴却没停下, 仿佛要将韩逸请喝的酒都喝光, 才愿意停下来盘。 韩逸骂了一声滚粗, 脸上却也多了一抹笑意。 他在出门后, 突然想起来, 好久没有联系郑海了, 又恰好想起来曾经的某个承诺, 便来小林虚风, 恰好郑海在风内, 便吆喝着一起喝酒。 这些年来, 连番闭关修行, 自己的状态一直是绷着的, 此刻, 心情轻松, 韩逸觉得心态上都有了细微的变化。 修仙难, 一张一池, 才可持久。 对了, 立风主去年攒下功劳, 对得一枚助击单, 已是助击成功了, 得享长老之位, 已是从小林虚风搬入小龙虚风, 当上小龙虚风的风主。 三年之期快到了, 小林虚风的风主之位空缺, 按照宗门规则, 会拿出来给宗门所有练气弟子竞争。 韩逸, 你上不上? 韩逸口中的立风主, 说的是立衡, 那是韩逸加入小林虚风的第二任风主, 没想到这些年来, 他也攒搞了积分, 后继勃发, 踏入助击期, 并不是自己在默默积攒实力, 其他人也一样。 不去? 为什么? 我算算, 你外派下山一次, 被强制征召一次, 去了万腰山一次, 还去山海巨仙会一次, 连续四次出去了, 你的实力, 肯定早就够了。 如果你说你已经住击了, 我都不会意外。 郑海大口喝了一杯酒, 又给自己倒满。 韩逸一听, 愣了下, 才反应过来。 郑海说的是, 自己每一次下山, 实力都突飞猛进。 虽然不尽相同, 但说的大差不差, 而且, 韩逸还去了道福城和南淮城, 这两次, 郑海并不知情。 对了, 你练气六层了, 恭喜恭喜啊。 韩逸语气一转, 连着恭喜道, 接着, 他丢过去一个储物袋, 说道, 这是一些零食, 零丹和法器, 你暂且用着。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资源, 可以直接找我。 等你到了练气巅峰了, 我再给你弄一颗注击丹来。 这便是韩逸的承诺, 只不过, 他这个承诺并未对郑海说过, 只是在心头默默许下。 郑海并没有跟韩逸客气, 神念叹入无主储无代, 惊呼一声。 这么多? 韩逸笑笑, 并不多。 是的, 韩逸给郑海的资源并不多, 里面也就是一万下品零食, 诸多零丹零药, 外加三柄中品剑气。 对如今的他来说, 这点资源确实是九牛一毛。 在以前, 他不敢拿出来, 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怕被人盯上, 只敢自己默默修行。 而如今, 他的实力便是底气, 实力到位, 底气足够了, 将自己的资源扣下来, 贪分一点给郑海, 在他看来, 已经没有风险。 你别多想, 安心修炼即可。 韩逸补充道, 郑海的脸色有些激动, 这些零食, 以他刚踏入炼气六层的修为, 确实已是一笔天大的仙缘。 那感情好, 咱俩这么说,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郑海并未推迟, 他知道韩逸的性格, 推迟, 反而不妥。 对了, 宗门最近有什么新的政策吗? 韩逸问道, 他闭关两年半, 一出关便直接找郑海, 并未去斗法疯那边, 但郑海这家伙, 挺热衷斗法疯的, 这些年, 一半时间在修炼, 一半时间在斗法。 没有, 宗门这些年, 反而眼期息鼓了斑。 两年前, 护航计划和顾问长老计划, 更是直接停了, 只有新风主计划, 还保留着。 不过, 这几年, 宗门的筑机七长老, 也够多了, 不算顾问长老, 就单单门内的长老, 已是突破了一百只数, 天榜上更是只排了前一百, 一百名之后那些, 未能上榜。 韩逸眉头一挑, 距离和玄丹宗的二十年之期, 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按理来说, 此时, 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为何宗门反而放松了警惕? 这其中, 绝对有自己不清楚的关键内幕。 对了, 关迪师兄已经练起八层了, 上次我在斗法风上遇到他。 郑海补充了一句, 韩逸点点头, 对于关迪的印象, 已经是记忆中的一个人影。 而且, 一想到关迪, 他就想到二十多年前, 外派到蒙山城时, 遇到的关迪的足书关圣。 当时, 自己刚穿越而来, 到了蒙山城悬火单铺, 此刻回想起来, 当时关圣对自己的态度, 未免太过友好, 其中, 绝对有问题。 不过, 到了韩逸如今这地步, 他并不想追究。 说起来, 也是蒙山城发生的事情, 奠定他的谨慎和低调。 两人又聊了宗门最近发生的事情, 韩逸便起身离开。 韩逸离开后, 郑海收起轻松的表情, 平静的脸色中, 显得有些复杂。 他虽早已明白, 自己和韩逸, 已是两个世界的人, 不过, 自己一直不认命。 而当韩逸拿出资源给他时, 他陡然释怀了。 韩逸, 先倒慢慢, 真想亲眼看看, 你能够走到何种地步啊? 轻叹一声, 郑海才重其脚步离去。 另一边, 韩逸下了小林须风, 回归青龙风, 在走上青龙风时, 却遇到了一位熟人。 何凤迪。 何凤迪一身悬袍, 刚从青龙宫出来, 见到韩逸, 眼神一闪。 韩失帝。 韩逸见是何凤迪, 回了一句, 和师兄。 何凤迪见韩逸并未太过见外, 没有叫自己和长老, 而是和师兄脸色一笑, 这说明两人的关系, 并未因为他已然驻姬而发生变化。 没错, 在两年多前, 第三批护航计划的十名弟子中, 何凤迪便已经上榜, 那一次, 他成功驻姬成为白虎风的长老。 韩失帝, 前些日子, 我还专门去你庭院寻你, 但发现你已闭关, 便不做打扰。 韩失帝可有要事, 如无要事, 随我去登仙阁喝一杯如何。 韩逸想了想, 左右无事便也答应了下来。 片刻后, 两人踏入登仙阁, 何凤迪还开了个担间, 担间在登仙阁三楼之上, 一般情况下, 也只为助击七长老服务。 而这, 也是韩逸第二次进登仙阁, 第一次踏入包间。 今日借合师兄的面子, 才一窥登仙阁的真正风采, 真是荣幸至极啊。 韩逸打开窗, 窗外, 云海飘渺, 仙气险踪, 微风拂面, 让他精神一震。 不过, 登仙阁虽然建在青龙峰边缘, 但却有阵法笼罩, 自然不会有狂风大作的情况发生。 真是好风景啊, 在这里看去, 玄丹宗的大好景色, 静收眼底, 白虎居于东, 朱雀坐落南, 玄武盘居北, 往后, 祝荣, 京亭, 赤阳, 富海, 剑丹五风, 层鸾叠杖, 争锋无限。 何凤迪笑了笑, 也知道寒意前一句只是调侃。 韩逝殿, 你的实力, 绝不下于我。 你踏入登仙阁, 更是登仙阁的荣幸才对。 对了, 韩逝殿, 你在万兴海, 一剑斩妖修, 这是, 宗内铸鸡长老, 可都是已经知晓的。 韩逝脸色并未有变化, 两年半前, 他在回到玄丹宗时, 便知道自己斩妖的事情, 肯定会传开, 至少宗门的长老, 肯定会知道, 甚至, 大部分炼器巅峰内门弟子, 都可能知道自己拥有传奇炼器的实力。 不过, 以他如今的实力, 也已不惧被人觊觎。 何师兄高看我了。 韩逝并未多言, 扮演上窗户, 坐回雅坐, 突然内心一动。 何师兄, 我听说这两年多, 宗门比较安稳, 并未有大事发生, 何师兄可有什么消息? 韩逝没有明说, 但何凤迪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他脸色一正。 韩逝殿, 你有所不知, 宗内虽然看上去安稳, 不过, 在暗地里, 争端已是在起。 哦? 韩逝眉头一簇, 恰好登仙阁内, 弟子端上灵酒, 肉食, 何凤迪顿了顿, 等人离场, 关上房门后, 才接着解释。 距离约定的二十年之期限, 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在内外封所有人都觉得, 争端会在两年后正式开启时, 实际上, 早在六年前, 便已经开始了。 六年前? 韩逝眉头再皱, 突然想起什么, 再问。 我记得六年前, 宗内发生了一件大事, 晋升长老的游巫师兄, 在那一年, 被血神宗的一位筑鸡欺斩于刀下。 难道? 何凤迪点点头, 脸上怒意一闪, 那一年, 游巫被斩, 玄丹宗众多弟子, 义愤填膺, 不过, 生气解决不了问题。 当冷静下来后, 众人才从游巫之死中, 汲取到更多的经验和教训。 当年, 在游巫被斩后, 韩逸恰好碰到他, 两人还在一仙斋喝了几杯。 没错, 游巫之死, 算是导火线。 这些年, 战火从太白郡, 烧到了南洋郡和洛峰郡。 而这种战火, 是仅限于筑鸡期修饰以上的, 对炼器期弟子并无感知。 韩逝典, 你以为宗门为何要启用护航计划, 和顾问长老计划? 那是因为, 宗门急需筑鸡期以上的高端修饰啊。 说到这里, 何凤迪举杯饮酒, 一饮而尽, 其眼中, 在一刹那, 有滔天杀意涌现。 韩逸虽不受影响, 但却有些诧异, 看来, 这些年来, 何凤迪在踏入筑鸡期后, 其实力, 必定突飞猛进。 护航计划, 顾问长老计划, 原来还有这一层原因在里面。 韩逸恍然, 何凤迪点头, 这些也是在我晋升筑鸡期后才知晓的。 对了, 韩师弟, 这些消息, 宗门暂时并不对筑鸡期以下的弟子公开, 反请不对外说。 韩逸自然知晓, 点头应许。 不过, 以韩师弟能斩腰修的实力, 我觉得, 让你知道这些, 也并无不可。 何凤迪语气认真, 而且, 韩师弟在斩腰之后又有精进, 想必实力上肯定已是更上一层楼了。 如果我是宗主, 必定将你拉去战场, 给玄丹宗那些狗崽子一个大惊喜。 韩逸心头一跳, 何凤迪提到的宗主, 算是韩逸最不想见的人, 每次见都有事情, 要不是韩逸命够硬, 估计坟头草早就几丈高了。 别, 可千万别, 我就想安安稳稳修个仙, 而且, 宗主已经答应了我, 在二十年之期到来前, 不会叫我干活。 哦, 看来韩师弟破得原宗主看重啊。 何凤迪有些意外, 不过, 转念一想, 韩逸这等逆天人才, 多些后代, 自是必然。 但是, 韩师弟, 师兄我提醒你一句, 你还需提前做好准备, 说不定什么时候, 站端再起, 就算你想要安稳修行, 宗门出了问题, 影响到的是每一个弟子。 从本质上看, 我们, 都是同一艘船上的人, 船塌了, 都只能裸涌。 何凤迪意有所指, 韩逸若有所思。 片刻后, 饮尽灵酒, 吃尽灵食, 两人约好, 以后有空长聚, 便各自离去。 韩逸这一次, 并未直接回归庭院, 而是去了青龙峰的藏书阁。 在藏书阁中, 韩逸找到一本书籍, 眼前一亮, 先到驻姬的基础知识。 没错, 他已是炼气巅峰, 说不定什么时候, 有所感悟了, 便能驻姬, 对这方面, 还需提前了解。 在此之前, 韩逸只是听过一等仙姬的传说, 对驻姬, 实际上, 了解的不多, 这次来, 他便是想要向全面了解驻姬知识。 抽出书籍, 书籍封面有些老旧, 显然颇有些年份。 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韩逸放开书籍, 入目一句话, 慢慢先到, 从驻姬史。 看清这一行, 韩逸表情显得郑重, 仿佛朝圣般继续翻阅。 接着, 第二页开始, 便是介绍驻姬的情况, 包括如何驻姬, 驻姬面临的问题, 先姬的分类等。 足足一刻钟后, 韩逸才将这本书看完, 之所以这么慢, 是因为他一边看, 一边思考, 一边归纳总结。 和尚书后, 韩逸缓缓吐出一口气, 心头对驻姬已有更深的理解。 接下来, 他将书籍放回去, 又找了几本关于驻姬的书籍, 查漏补缺。 然后, 又找了宗门内驻姬长老的某些心得笔记, 在驻姬时遇到的突发情况, 和如何处理突发情况等等。 足足花了两个时辰, 韩逸才走出藏书阁, 心头对驻姬至少从理论知识上已经得心应手。 驻姬最为关键, 用六个字形容, 便是渡三观, 过五节。 三观, 是肉身, 法力, 神魂。 其中, 服用筑姬丹后, 肉身一观, 一般情况, 标准已无问题。 至于法力和神魂, 则是关系到丹田。 人有丹田, 分上, 中, 下三丹田。 上丹田, 在两眉间应堂学深处, 乃是神魂所居之地, 又名十海。 中丹田, 位于檀中学以内, 也就是胸口位置, 是炼气期法力储存之地。 下丹田, 位于肚脐下三寸的官员学。 上丹田, 代表神。 中丹田, 代表气。 下丹田, 代表精。 炼气七修是, 法力存于中丹田, 而如果是凡俗的武夫, 可将凡俗功法中炼出来的真气, 储存于下丹田。 而住基时, 上中下丹田, 都会发生变化。 代表着神的上丹田, 在住基时, 并不会扩大多少, 而其中的神魂会蜕变, 神魂凝食, 神石壮大, 较之炼气七, 神石会壮大十倍左右。 十倍只是标准住基, 如果住的是一等仙基, 最高, 甚至可以到九十九倍。 代表着气的中丹田, 会急速扩大, 直到扩大到, 同代表着经的下丹田接触, 接着荣为一体。 中下丹田, 化为一体, 便有了新的名字, 其名, 灵海。 灵海中, 法力狂掌, 标准的倍数, 同样是十倍, 如果是一等住基, 最高可以到达九十九倍。 而这个标准, 不管是神石还是法力, 都市具体情况而定, 其决定元素, 有住基时所用住基丹的品质。 住基时的境界, 是资深炼气, 炼气巅峰, 还是传奇炼气, 还会根据有无特殊传承, 而定。 在度过肉身, 神魂, 法力三观后, 便是过五节。 五节分别为, 凡尘节, 天魔节, 情欲节, 因果节, 道心节, 其中, 各有艰难。 三观, 五节并不是按顺序来的, 而是同时开始的。 比如在中丹田和下丹田连通时, 住基之人, 便可能陷入凡尘节, 如无人护法, 沉沦凡尘不醒悟, 丹田破灭, 在醒悟之时, 道徒一悔。 而在三观五节之后, 浩瀚灵海中, 更可能有异象发生。 灵池众清廉, 灵鹤引仙悟, 神人做道工, 仙剑武乾坤, 酒窍金蝉鸣, 一旦灵海中有此等异象, 便证明其铸造的仙基, 便是一等仙基。 一等仙基的法力和神识的增长倍数, 在五十倍到九十九倍之间, 而一等仙基之下的修士, 主机后, 法力和神识的增长最高, 便是四十九倍。 一等仙基之下, 实际上, 还分了二等仙基, 三等仙基。 法力和神识增长倍数, 在二十九倍以上, 四十九倍以下的修士, 便是二等仙基, 在二等仙基以下, 都归属三等仙基。 而实际上, 一等仙基, 也是可以传承的, 传承的是意象。 传闻在圣地中, 有特殊的传承仪式, 可以将领海意象凝聚出来, 化为种子, 传承给到下一代。 当然, 接受传承的炼气七修士, 在度过三观五节之后, 各方面的条件, 都需要满足一等仙基的条件才行。 最后, 领海传承意象, 成就一等仙基。 至此, 仙道史。 这些, 便是寒义从藏书阁中, 总结归那儿来。 离开藏书阁后, 寒义又去了一趟斗法风。 斗法风上, 依旧如火如荼, 寒义站在天地人三榜前, 仔细看了一遍。 天榜排了一百名, 其中, 火凤道人还是第一, 和凤迪并未上榜。 地榜排了三百名, 第一名, 丹剑峰, 吴辉。 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两年多前, 前往万兴海时, 听费青说过。 而让寒义诧异的是, 这个名字在前几年寒义并未听过, 而以他的神魂强度, 看过的地榜名字绝对不会忘记, 可吴辉这个名字, 在几年前连上榜都做不到。 这其中, 就很耐人寻味了。 这吴辉身上, 必定有大秘密。 不过, 寒义并不想去深究, 每个踏上仙道的, 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秘密, 而自己身上的秘密, 更可能是玄丹宗最大的。 看完地榜, 再看人榜, 寒义欣慰一笑, 郑海竟然上榜了, 虽然名字并不高, 只在七十九, 但也算是踏入前一百了。 看完天地人榜, 寒义想了想, 并未去九龙商铺, 自己身上的临时充裕, 法器足够, 上千份金银丹的原材料, 也还没用。 身上虽然有各种法器, 不过, 却并不打算卖。 回到庭院, 寒义盘算了下自己的法器, 单单几瓶法器, 他便有四件。 金光梭, 清平剑, 清拳剑, 血色长剑。 清拳剑是万兴海的奖励, 而血色长剑, 则是血神宗薛和的法器。 至于上瓶法器, 除了原来一柄盘龙剑外, 还在薛和的储物袋中, 发现了一柄黑色的上瓶剑器, 剑身上有斩魔二字, 含义其名为斩魔剑。 下瓶法器, 便更多了, 大多数都是剑器、 刀器等。 而零食, 修炼刀练器巅峰, 本来消耗了不少, 但是去了一趟万兴海, 得到了薛和的储物袋, 又得到万兴海的奖励。 储物袋中的零食, 比之前又涨了一倍有余。 最后, 便是一枚无瑕级别的助鸡丹。 按照之前宗门的奖励, 他去参加斩妖会回归后, 在准备助鸡时, 可以获得宗门的一枚助鸡丹, 还可以得到一位太上长老的护法。 不过, 含义并不知道宗门的助鸡丹, 是何等品质。 如果是无瑕品质, 那便用宗门的, 如果只是标准品质, 那肯定是换成万兴海这一枚。 盘算完身上的法器、 零食等, 含义继续修炼, 为助鸡做准备。 就在含义为助鸡提前做准备之时, 距离玄丹宗四千里之遥, 古西郡, 汉阳山, 有意修饰, 凌空飞渡。 汉阳山只是一座小山脉, 在大前, 连前二十大都排不进去。 不过, 在汉阳山深处, 有一种林草, 名为牧羊草, 这是一种应用极其广泛的腐材林草, 能用来炼制寻常氧气丹, 也能炼制某些对金丹七有奇效的丹药腐材。 这位林空飞渡的修士, 如果含义在此, 必定能认得出来, 他便是玄丹宗的太上长老, 苏长空。 几年前, 玄丹宗第二届洞天试炼时, 带队的三人便是傅玄旭, 苏长空, 浮沧海。 苏长空此刻, 身着一袭白色长袍, 脚下并无法器, 便可林空而立。 当进入汉阳山深处某一个偏僻的山谷时, 苏长空朝着某处打出一道法力, 顿时青色光芒, 一画而过, 一个阵法现出原形。 这山谷是玄丹宗不止于此的秘密林药基地。 接着, 苏长空拿出一个阵盘, 法力度入, 阵盘发出青色的光芒, 同山谷中的阵法遥相呼应。 片刻后, 山谷阵法, 仿佛拉链般, 从中间拉开一个口子, 苏长空松了一口气, 踏入其中。 在其踏入阵法中后, 突然, 三道人影出现在山谷附近, 同一刹那, 一座更外围, 更强大的阵法将整座山谷笼罩。 苏长空已成瓮中之鳖, 不枉费我等, 在此等候三年有余。 一位身穿黑色战甲的修士, 站在虚空, 身后, 一杆长帆树起, 足足有三米高, 长帆黑色, 其上绘制着神秘的图案, 随着长帆飘动, 图案蠕动, 如果凑近了看, 才发现这哪里是图案, 这些图案都是一个个蜷缩起来, 表情异常痛苦的神魂。 曾道友, 此番我两宗合作, 玄丹宗再无一丝翻身的机会, 至于二十年之期, 只是针对我宗, 并未限制天魂宗, 自然不算违背大前。 另外一个站着的修士, 身后背负一柄血色长剑, 剑柄处黑色鬼头, 这是一柄鬼头血剑。 而第三个修士, 则是一位身材异常魁梧的中年人, 中年人穿着一套战甲, 裸露在外的手臂皮肤, 呈现古铜色, 其身边并未见有其他法宝。 可被称为曾道友的黑帆战甲修士, 却是看向这位魁梧中年人。 此番有李道友在此, 就算是没有我, 对付一位金丹初期, 也是手道青睐。 被叫做李道友的魁梧中年人, 只是往前踏出一步, 整个虚空, 剧都震了一阵。 狮子薄兔, 易用全力。 曾道友, 开始吧, 杀了苏长空, 在玄丹宗反应过来之前, 如有可能, 我们还要再杀一位金丹。 黑帆修士点点头, 既然李道友这么讲了, 那便开始吧。 黑帆一抖, 帆上的图案便在闪烁之后, 洒落而下, 瞬间变为三十多道黑影。 每一道黑影都气势恐怖, 不亚于助击漆, 甚至最中间有一道黑影, 更是有着金丹七初七的威势。 杀! 笼罩整座山谷的阵法, 陡然灵能狂暴。 一日, 一则消息, 传遍蜀州。 蜀州西南方位的金丹宗门, 天魂宗, 一旨通告, 控诉玄丹宗, 称其在古西郡汉阳上的一座药园, 被玄丹宗太上长老苏长空毁掉。 接着, 魔性大发的苏长空, 甚至屠露了天魂宗布置在那处药园的上千名弟子, 猖狂无比。 虽然在此之后, 苏长空已被随后赶制的天魂宗金丹七修士斩杀, 神魂俱灭, 不过, 此时, 天魂宗绝不愿善罢甘休, 要找玄丹宗给个说法。 消息一出, 蜀州哗然, 借口, 赤裸裸的借口。 当寒义得知这则消息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三天。 所以说, 现在玄丹宗最首先要面对的, 是天魂宗的发难。 寒义眉头一簇, 站在一旁的冯静宇, 脸色愤怒, 愤怒中却有一些无措。 对他而言, 不, 对所有玄丹宗的修士而言, 三天前, 便是天降厄运, 莫名其妙死了一位金丹七太上长老。 要知道, 在玄丹宗, 加上宗主, 也才只有九位金丹七修士, 而在宗门之外, 虽然总共发展了两位金丹七顾问长老, 不过, 荣誉前加上顾问一词, 如今宗门修士都发现, 双方也就是合作的关系, 真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出力多少是个问题。 所以, 满打满算, 相当于是九去其一, 一下子宗门就折损了一尊高端战力。 而且, 最主要的, 还是天魂宗的那封无耻通告, 颠倒黑白, 反咬一口, 让玄丹宗门人愤怒无比的同时, 也错不及防。 在此之前, 如今玄丹宗上下一心, 都有共识, 要全力对付的, 便是血神宗。 可如今, 突然在同血神宗约定的二十年之期, 即将到来前, 又横生之劫, 天魂宗竟然横加插手, 让人震怒不已的同时, 又有些茫然无措。 天魂宗, 位处蜀州古西郡, 三元郡, 主势力在古西郡, 这是一座从宗门整体实力上, 完全不逊色于血神宗的宗门, 而且, 其宗内秘书, 多是针对神魂, 手段诡异, 让人猝不及防。 因为天魂宗的术法特殊, 修仙界的其他宗门修士, 都不愿意同其对上。 没错, 如韩师弟所见, 宗门如今, 要面对的, 不仅仅是血神宗, 而且还要加上天魂宗。 冯静宇叹了一口气, 双面迎敌, 不容乐观, 站在他一旁的韩义, 沉默下来。 今日, 原本韩义士准备前往青龙宫, 申请用积分兑换一门神魂秘书。 他在万星海斩杀妖修时, 便总结出一条, 随着境界的提升, 不再是纯粹的肉体法力, 而涉及到更神秘莫测的神魂。 而且, 不管是近生助击期期过程中, 还是近生助击期后的炼制助击单, 强大的神魂都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甚至韩义了解到, 到了原因期、化神期, 如果肉体被毁, 单凭神魂便可存活, 无需夺赦。 可在他刚踏入青龙宫后, 便察觉到了宫内气氛极其不对劲, 沉重到令人窒息。 恰好, 一位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师兄, 从青龙宫内匆匆走出, 这位师兄, 便是同韩义一起前往玉金山洞天试炼的冯静宇, 拦住冯静宇后, 韩义才了解三天前发生了何等大事。 这些年来, 冯静宇也已从滋身九层, 晋升巅峰练气, 更是在地榜上排位四十一, 不过, 他对韩义的态度明显未那么随意, 而是有些敬畏。 韩义明显察觉到这这点, 但并未端着, 语气和神情都同多年前第一次遇到一样。 韩世殿, 我还有要事去处理, 先行告辞, 有空, 请务必赏脸, 让我请你喝酒。 冯静宇拱了拱手, 脸色不再高冷, 不知道是知道韩义的情况而不高冷, 还是这些年的经历, 让他性格都发生了些许变化。 韩义拱手应许, 便目视着冯静宇踏出青龙宫, 步履匆忙, 显然确实是钥匙在身。 韩义站在原地, 周围近处的内门弟子, 都是脸色凝重, 连脚步都显得有些凌乱。 天魂踪。 韩义念叨一声, 突然觉得这一趟出来的意义, 又更重要了几倍。 他原本便是来此, 兑换一门神魂秘蜀。 而听冯静宇的话, 明白了, 接下来玄丹宗势必会和天魂踪对上。 韩义可是在万兴海, 见识过妖修被斩杀肉体, 其妖魂可游离出体, 这属于神魂层面的攻击, 最是让人猝不及防, 要不是那位寻守真军在场, 韩义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天魂踪, 韩义并不陌生, 毕竟同是蜀州金丹七宗门, 虽然玄丹宗处于蜀州北部, 而天魂踪位于蜀州西南方位, 但这个宗门的神魂秘蜀, 在修仙界大名鼎鼎, 想让人忽略, 也不可能。 想到接下来, 如果真有战士, 必定会对上天魂踪修士, 那么, 即使是天魂踪的炼气修士, 想必在神魂上, 都一定比其他宗门的弟子, 要更具有威胁性。 那么, 一门神魂秘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且, 韩义内心有种急迫感。 在和血神宗的二十年之期到来之前, 天魂踪如此不寻常的举动, 没有血神宗的参与, 韩义是不幸的。 看来, 玄丹宗这么多年, 颁布诸多措施后, 血神宗也并未闲着, 在最后关头, 更是拉上了天魂踪。 就是不知道和玄丹宗一直关系不错的袁寿宗, 出手相助的决心和程度会怎么样。 韩义心头浮现众多念头, 明灭不定, 片刻后, 心头叹了一口气, 转身朝着青龙宫的直搬窗口走去。 在两年半前, 韩义将在万兴海猎杀的几头九阶妖兽, 和那一头火黄妖的尸体, 交与宗门, 得到了130多万积分。 这笔积分, 他并未当场兑换成其他修炼资源, 或者兑换成零食, 而是先存着。 因为在他计划中, 他会先修炼到巅峰练气, 再考虑修行一门神魂秘书。 不过, 当时为了能专心推进界, 他并未立刻兑换, 防止分心他用。 而这一次, 他本意就是来兑换神魂秘书, 又在刚才, 从冯静语口中, 得知天魂宗之事, 不由地对这一次的兑换, 更上心了。 片刻后, 韩逸在值班值事指引下, 走入今日值班的长老近视中。 韩逸眼眸一闪, 颇觉得意外, 这一位长老, 竟然又是古语。 古语见识韩逸, 眼神一闪, 问清缘由, 若有所思。 韩逸, 你应当是听到了天魂宗的事情, 才前来兑换神魂法术的吧? 韩逸并未否认, 不管原因是什么, 他来此, 确实是兑换神魂法术的。 古语想了想, 才缓缓说道, 对你而言, 神魂确实是一个最明显的弱点。 玄丹宗的神魂法术, 也就是魂术, 并不少。 不过, 能被寻常炼气期修炼的, 并不多, 因为射击神魂, 一般都是筑基期以上修饰, 才会使用。 在我宗, 一般炼气弟子, 可选择修习的魂术, 也就是两门, 金魂术和七秦魂印。 不过, 你的情况特殊, 你已是传奇, 可多选择一门, 九重魂塔。 第一门, 金魂术, 这是一门适合寻常炼气期修饰修炼的魂术, 上限不高, 胜在修炼难度同样不高, 寻常炼气后期的弟子, 都可修行, 而且入门并不难。 不过, 这一门精神术, 威力只是寻常。 第二门, 七秦魂印, 这是一门难度比金魂术更高的魂术, 这一门魂术, 需凝聚人的七种最强烈的感情, 喜, 怒, 爱, 爱, 呃, 欲, 每凝聚出一世魂印, 威力变上一个台阶。 七秦魂印, 修行难度不高, 以修饰最强烈的情绪, 凝聚魂印, 上限不低, 如真能凝聚七世魂印, 更能七魂合一。 不过, 这门魂术, 全靠修饰的悟性, 大多数修行此门魂术的修饰, 都选择入繁俗历练, 花费的时间并不短。 第三门, 九重魂塔, 这是一门异常强大的传承, 入门难度极高, 入门后, 会在神魂层面凝聚出一座九重虚幻魂塔, 随着修行, 这九重魂塔的每一重天都逐渐凝食, 而每凝食一重魂天, 便可以得到一世魂术, 魂术并不固定, 更显随机。 所以可以说, 这九重魂塔, 实际上, 用魂术来形容并不合适, 而是应该称其为一门传承。 另外, 每凝聚出魂塔一重天, 神魂便会蜕变一次, 蜕变九次, 神魂的凝聚程度便已接近原因期。 这是一门直达原因期的神魂秘术, 不仅仅适合练气期、 助击期, 就连金丹期、原因期都可修行。 不过, 我宗内, 修习这门传承的, 恰好无止之术。 据我了解, 只有宗主, 一位太上长老, 和三位助击期长老才修炼过。 这门魂术, 原本并未在恋气期开放行列, 因为宗主说过, 自古以来, 恋气期弟子中, 只有少数极个别的传奇修士, 才可入门, 其他恋气并未有先例, 不过, 你同样以具传奇实力, 已有资格习练。 一甲子以来, 宗门中, 但凡出现传奇恋气, 宗门都会推荐其修行这门传承。 因为, 这门魂术的修行, 传闻中, 还涉及到一等先机。 说到这里, 古语抬头, 看向寒意, 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一等先机? 寒意诧异。 没错, 寒意, 我想你, 应该也了解过一等先机的情况了。 正常情况下, 一等先机, 如果全靠自身, 天赋, 实力, 气韵, 根骨缺一不可。 而除了靠自身之外, 还有一种方式, 便是传承。 不过, 传承的方式, 虽可得一等先机, 但从本质上说, 灵海意象, 是继承的, 和自己的特质, 并不完全契合。 而不管是靠自己, 还是靠传承, 代表一等先机的意象, 都是在灵海。 那么, 说到这里, 古语顿了顿, 接着说, 既然中丹田和下丹田连通后的灵海, 可以产生异象, 为何上丹田, 容纳神魂的地方, 不能产生异象呢? 寒意浑身一震。 是啊, 在这之前, 自己从未有过这个疑问, 仿佛都是默认, 异象只会出现在灵海, 而上丹田, 也就是石海, 其中的神魂, 太过神秘, 在此等神秘之地, 再有异象, 确实难以想象。 古语剑含义若有所思, 接着说, 如你所想, 其实, 还有第三种铸造一等先机的方式, 不过这种方式, 从古至今, 能成功者, 实属罕见。 那便是以魂术传承, 在筑基过程中, 于上丹田, 也就是石海中, 凝聚神魂异象。 而九重魂塔这门传承, 传闻中, 便有此等逆天功效。 说起来, 这门魂术, 还和天魂宗有一定的关系, 这门魂术, 来自大秦圣地魂殿, 天魂宗的开宗祖师, 传闻中, 便是得到了, 从魂殿中走出的一位 元英七修士的传承, 修成诸多魂术, 才得以开宗立派。 这门魂术, 是宗主大人, 游历大秦时, 机缘之下所获。 而魂殿, 也并不介意自家的魂术流传在外。 三门魂术, 修行难度, 修行门槛, 下线, 上线, 都已经说与你听, 你可选择其中一门, 进行学习。 说到这里, 古语静静等着韩毅走出抉择, 而韩毅并未多做考虑, 他本来对异等先机, 已是不存幻想, 在朝真太虚天, 他将玉经太虚令, 兑换成了能改善根谷的石虫, 错过了异等先机传承的机会。 不过, 他并不后悔。 而在此之前, 他查阅筑基资料, 心头也对自己的筑基, 有大体的规划, 异等先机, 是不可能的, 自己的金手指, 熟练度面板, 只是作用于技能方面, 对境界, 对法力, 对丹田, 并无促进作用。 他原本的计划, 便是在境界上, 到了练气巅峰, 调整自身状态后, 赶在和血神宗20年之期来临前, 直接助击, 让自己多几分保命的手段。 不过, 听到第三种助击的方式后, 韩毅便心头狂跳, 技能也能助一等先机, 这岂不是说, 只要干熟练度, 便能得一等先机, 既然如此, 还有何纠结的? 谷长老, 我选择九重魂塔。 韩毅说道, 谷语不出意外, 点点头, 好, 有如此心切, 我果然没看错你, 九重魂塔秘书, 并未在我这里, 因为我也未曾修行这门秘书, 我需要先禀告上去, 这门魂术, 虚宗门积分一千万, 含义眼皮一跳, 一千万积分, 也就是一百五十万下品零食, 算起来, 便是一万五千中品零食, 就算是传奇修士, 都不可能拿得出来, 太过离谱, 不过转念一想, 这门魂术, 按照谷语的说法, 本就是给助基七准备的, 积分这么高, 也可以理解。 没等韩毅回话, 谷语便继续说道, 不过, 你也无需担忧, 这门魂术特殊, 所需的宗门积分, 可以奢欠。 韩毅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好像谷语早就料到了, 自己会选择九重魂塔一般, 这, 像是个圈套。 不过, 他相信, 关于一等先机, 关于魂术, 谷语绝不可能骗他, 等拿到手了一世便知。 既然是真, 就算有点什么问题, 韩毅也会选择这门魂术。 无他, 一等先机, 实在是太香了。 确定了选择这门魂术后, 韩毅的宗门积分, 被扣减了130万, 道歉宗门870万, 一笔巨债。 一日, 韩毅按照安排, 踏上玄丹峰, 这一次, 坐镇玄丹殿的, 是另一位太上长老, 其名为秦吾县, 在此之前, 韩毅只是见过一面, 并未实际打过招呼。 弟子秦龙峰韩毅, 见过秦师伯。 踏入玄丹殿, 韩毅朝盘坐殿中盘坐蒲团的, 一位中年修士, 躬身行礼。 中年修士睁开眼, 看向韩毅, 眼眸中闪过一丝异样。 袁顺向我们提过你, 听到第一句话, 韩毅眼皮便猛得一跳。 不过, 秦吾县并未多说, 九重魂塔的传承比较特殊, 需要以横圆鼓玉为载体, 才可刻录, 每一枚横圆鼓玉都不亚于筑姬丹。 而且, 将这门魂术引出, 需金丹修士护持, 才能成功。 一千万的积分, 在我看来, 少了。 你需珍惜这次机会。 坐下, 闭目, 凝神尽弃。 从秦吾县口中, 韩毅对这门魂术更加看重了。 能让金丹七都觉得兑换的积分便宜了, 看来是自己错怪了谷语, 自己确实占了便宜。 韩毅照做, 走上前去, 正对面盘坐秦吾县面前, 闭上眼睛。 殿内, 秦吾县左手一翻, 便有一枚古朴的紫玉出现在手中, 他轻轻一抛, 紫玉悬空, 接着, 一指点出, 一道幻影, 便从紫玉中浮现, 接着, 在秦吾县的控制下, 落向闭目盘坐的韩毅身上。 韩毅浑身一阵, 石海中陡然有一座虚幻的魂塔浮现, 魂塔至高, 却又飘渺, 似真, 似幻, 让韩毅有些捉摸不透。 不过, 随着这座虚幻的魂塔出现, 脑海中, 无数感悟, 浮现心头。 好了, 回去后细细品味, 不要辜负宗门的栽培, 回去吧。 韩毅睁开眼, 只见秦吾县一挥手, 便眼前一晃, 空间变幻, 已是出现在玄丹风下。 他朝着眼前迷雾般的玄丹宗, 躬身行了一礼, 接着便转身迅速离开, 回到青龙峰庭院, 他要赶紧将这门魂术给稳固下来。 韩毅回到庭院, 开启双重阵法, 踏入境室。 接着, 神念落入石海中, 在炼气修士踏入炼气后期后, 神念便能察觉到上丹田的存在, 上丹田, 即石海。 那是一片神秘的空间, 空间中混沌一片, 在混沌的中心位置, 有神秘所在, 那是自我, 也即神魂。 其实, 神念本就是神魂外延的无形波动, 不过, 炼气期修士, 因为神魂虚弱, 就觉得神念是单独存在的。 而随着炼气八层, 炼气九层的晋升, 这个自我越来越强, 神魂强大, 让神念变得越来越强, 能御史的法器越来越高阶。 到了筑基期, 人体三座丹田都发生蜕变, 上丹田拓宽, 石海急速扩大, 神魂也随之蜕变, 变得可动弹, 更可短暂离体。 这也是一般筑基期, 才会修行神魂秘术的原因, 因为到了筑基期, 神魂能动性变强, 才能承载魂术的施展。 而此刻, 当寒异神念进入石海中是, 模模糊糊中, 察觉石海最中间的位置, 有一座虚幻的高塔, 高塔看不清几重天, 而在高塔的最底部, 弱小的神魂盘坐在高塔之外, 神魂闭眼, 高塔虚幻。 寒异心念一动, 高塔底部前, 那弱小的神魂, 便强撑着睁开眼睛, 眼睛茫然, 因为太过弱小, 就连这睁眼的动作, 都显得不简单。 不过, 当睁开眼的神魂中, 映射出虚幻高塔时, 一道莫名的感悟, 便涌上心头。 寒异扶置心灵, 猛地睁开眼, 便看到刚调出来的淡红色虚幻面板上, 已有了新的变化。 姓名, 寒异, 寿命, 47149, 境界, 炼气九层, 91100, 功法, 火刚玄弓, 圆满49100, 技能, 炼丹术, 炼火纯青49100, 灵虚指, 登峰造极39100, 御剑术, 登峰造极46100, 青身术, 登峰造极38100, 火盾术, 登峰造极27斜杠100, 龟西术, 炼火纯青65100, 风墙术, 炼火纯青39100, 离火剑绝, 炼火纯青89100, 脸西术, 融会贯通29斜杠100, 旺气术, 融会贯通11斜杠100, 制伏术, 出窥门径29斜杠100, 九重魂塔, 初学炸链1%, 看清最后一行, 含义惊喜, 成了, 这一门神魂传承已在熟练度面板中显示出来, 接下来便是干熟练度的问题了, 而这方面, 自己熟啊, 不过, 干魂术的方法和寻常法术等技能还不一样, 含义尝试了一番, 才有所收获, 干这门魂术, 现阶段, 只要不断控制神魂去观看石海中的虚幻高塔即可, 虚幻高塔是传承, 而一旦将第一重天凝聚出来, 那这一重天便会成为自己石海中的异象, 也就是说, 在筑基前, 如果凝聚一重天, 便能铸造一等仙机, 冥冥之中, 含义有此明误, 古语所言, 确实不假, 得此结论, 含义大喜, 接下来, 他依旧闭关不出, 至于和天魂宗, 血神宗的争斗, 就算他出关了, 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与其担忧, 不如修行, 三天后, 石海中的神魂, 突然轻轻一震, 原本虚弱的身体, 凝聚了一倍不止, 每次睁开眼, 都不再是艰难, 九重魂塔, 出窥门禁百分之一, 二十多天后, 石海中, 神魂已经站起来, 来回走动, 神魂走到虚幻高塔前, 双手一捞, 却捞了片混沌, 这尊高塔, 仿佛不存在于石海, 只是一道虚影, 一道传承, 九重魂塔, 登堂入室百分之一, 三个月后, 神魂体上, 突然凝聚出一道藏青色的衣袍, 不再是无衣蔽体, 而随着衣袍的凝聚, 除大小之外, 神魂已和常人并无二样, 九重魂塔, 融会贯通百分之一, 一年后, 石海神魂再一次蜕变, 神念蜕变, 已经可以称神石, 神石在后背凝聚出一柄黑色长剑, 当然, 这柄剑, 只是神石的具象化, 可称魂剑, 可以用来攻击, 这证明, 韩义的神石, 已经强大到一定的程度, 九重魂塔, 炉火纯青百分之一, 八个月后, 也就是韩义闭关, 一年零八个月后, 他出关了, 他此次出关, 并不是因为修炼到了瓶颈, 而是因为, 玄丹宗和血神宗的二十年之期, 一致, 袁顺答应地, 让韩义心无旁骛修行四年, 也已到了时间, 不管如何, 他都应该出门了解一番, 出门后, 韩义选择先去斗法峰, 在玄丹宗, 斗法峰已是一个消息最为灵通的地方, 内外峰弟子聚集之地, 每天的消息有如海量, 上了斗法峰, 韩义心中一跳, 实在是因为, 斗法峰上太过冷清, 这些年扩展到六座的斗法台上, 连一场斗法都没有, 就连斗法峰外围的不少商铺, 都已是关门店门, 韩义觉得不妙, 敢往九龙商铺, 幸好, 九龙商铺并未关门, 其内, 何方威正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见到韩义出现, 疑惑道, 韩道友, 你, 你这是刚出关? 韩义点点头, 没错, 恰有所感悟, 便闭关了一段时间, 对了, 何掌柜, 发声何事, 斗法峰上, 为何如此冷清? 何方威摇摇头, 韩道友, 你这闭关的时间, 可不短, 宗门, 发声大事了, 听到这里, 韩义心头一跳, 一年半前, 天魂宗突然向我玄丹宗发难, 你可知道, 韩义点点头, 何方威便接着解释, 在那之后, 天魂宗植入太白郡, 想要将我宗在太白郡内的剩余产业, 全部占据, 幸好我宗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早有预案, 直接将太白郡内全部产业, 全部卖给大前官方, 让天魂宗无计可施, 在此之后, 天魂宗植入南阳郡, 但遭到了我宗和袁寿宗的联合抗击, 如今, 已是全线开战的状态, 斗法峰之所以如此冷清, 那是因为, 宗门八成以上的修饰, 不管是内峰, 还是外峰, 都随着宗门政令, 下山而去, 加入战场, 不过, 战事惨烈, 何方威显然了解某些内情, 心头沉甸甸, 据实而说, 怎么个惨烈法, 含义自然不会浮于表面, 要问清楚, 两人的关系, 这么多年下来, 已可算是朋友, 何方威叹了一口气, 死的人并不少, 天魂宗的弟子, 精通神魂秘书, 在斗法上, 占据上风, 而原本和我宗交情颇深, 联合起来的袁寿宗, 不知为何, 这半年来, 对南阳郡的支援, 已是悄然撤走一半, 另外一半人手, 也是出功不出力, 这让我宗陷入更艰难的困境中, 含义想到什么, 问道, 对了, 二十年之期已至, 血神宗可有异常, 何方威点头, 语气更沉重, 二十年之期已至, 但太白郡边界, 我宗根本过不去, 甚至战火也已经蔓延至南阳郡, 二十年前, 约定地将矿卖资产还给我宗, 也只是水中换月, 恍如泡影, 而且, 宗内更是发现, 天魂宗的入侵, 其背后有血神宗的身影, 我宗弟子, 进入战场后, 常常会遇到伪装成结修的血神宗弟子, 这也是我宗修士陨落的一大原因, 说到这里, 何方威的语气更显沉重, 而且, 一年前, 太上长老穆建旭, 在太白郡和南阳郡交界处, 遭到天魂宗宗主, 和两位神秘金丹七修士的习杀, 穆建旭杀死其中一位金丹七, 重伤逃回, 毕了死关, 到如今, 生死未知, 三个月前, 太上长老江湛, 更是在一处战场上, 被人习杀, 最后自爆身亡, 拖着对方一尊金丹修士, 同归于尽, 加上一年半前, 苏长空太上长老陨落于天魂宗之首, 我宗, 原先的九位金丹七, 如今战立, 已胜六位, 除此之外, 筑姬七修士, 也陨落了十几位, 更有十几家原本和玄丹宗签订协议, 成为顾问长老的修士, 单方面脱离协议, 这些墙头草, 以为脱离了就能安然无恙, 到头来, 不管是谁赢了, 他们都得死, 说到这里, 何方威冷笑一声, 寒意沉默已对, 心中在消化何方威说的这番话, 他的话, 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特别是第一句, 穆剑旭是宗门太上长老, 而且, 是那位以丹剑术, 突破金丹七的修士, 论实力, 在宗门内, 只排在圆顺之下, 算是宗门第二战力, 连他都遭受伏击, 被重伤垂危, 只能作死, 可见情况已恶劣到何等地步, 而江战, 则是另一位太上长老, 他更是直接战死, 如此说起来, 如今宗门, 已有两位金丹七, 死于天魂宗之手, 玄丹宗和天魂宗的恩怨, 甚至比之血神宗, 还要更深, 到底是什么原因, 天魂宗如此不计牺牲, 疯狂投入, 都要覆灭玄丹宗, 韩义实在是想不通, 这座宗门, 原本和玄丹宗并无恩怨, 也隔着不近, 玄丹宗在蜀州之北, 天魂宗在蜀州西南, 中间隔着好几座宗门, 舍尽求远, 实在是令人费解, 这些疑问, 只在韩义心头一一闪过, 便被他掐灭, 因为如今, 想这些, 已没有意义, 他整理了下思绪, 却听何方威继续说道, 不过, 木剑旭长老发飙, 江战长老战死, 众多铸鸡七长老, 炼七七弟子, 死战也让天魂宗和暗中的血神宗, 损失惨重, 这一个月来, 战线已经稳固住, 双方胶着, 我宗修士的压力, 比最开始时, 要少些, 寒义成生, 不可大意, 何方威点点头, 当然, 这么多年来, 我玄丹宗历经如此多磨难, 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玄丹宗, 想要灭掉我宗, 需要有同富皇权鬼界的觉悟, 何方威脸上杀气腾腾, 这是韩逸第一次见到, 如此杀意流露的何方威, 这一位年迈的炼器九层修士, 在担任九龙商铺掌柜之前, 可不是软弱之人, 韩逸接着沉默起来, 而他沉默, 只是因为, 他从何方威的身上, 看到了一种情绪, 一种宗门其他人都有, 而自己却比较少的情绪, 那就是对宗门的归属感, 何方威如此, 何凤迪如此, 郑海如此, 他遇到的这些宗内修士, 都对宗门有一种归属感, 而不是看到宗门有难, 想着出功不出力, 甚至直接逃走的, 不负责做法, 这大抵便是修仙界对宗门的归属感, 而此刻的韩逸, 扪心自问, 自己对玄丹宗的归属感如何, 有吗? 有! 强吗? 强! 可否一同赴死? 不能! 这和韩逸是穿越而来有关, 和韩逸原本的性格有关, 和韩逸在修仙界的遭遇有关, 韩道友, 韩道友, 一声叫唤, 将韩逸从沉思中拉回来, 嗯? 我说韩道友可有下山的打算, 如今宗门继续强大的修饰支援, 如有韩道友加入, 在炼气期内便是一大战力, 不过, 韩道友如果加入战场, 也要小心些, 原本修仙界约定俗成的, 助击期不杀敌对宗门的炼气期, 这一条规则, 在日渐浓烈, 快要控制不住的战场上, 已经没那么适用, 下了山, 务必小心天魂宗和血神宗的助击期修饰, 韩逸应许, 道谢一声, 就要离开时, 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又多问了一句, 对了, 大前官方的态度如何? 何方威冷笑一声, 大前恨不得交战的几个宗门都死绝, 好占据我们的修仙资源, 哦? 难道他不怕玄丹宗和天魂宗厮杀, 导致蜀洲动荡? 何方威冷笑, 如今, 已不是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魔窟出现, 大前也伤筋动骨, 为了避免境内动荡, 才出面协调, 而如今, 大前恢复了元气, 对大前来说, 我们两家打生打死, 他才好出场收拾残局, 将两宗的资源收归大前。 韩道有, 你以为为何有二十年之期, 这本质上便是大前使的绊子? 我宗知道, 血神宗也知道, 但我们双方都不可能放手, 这不是太白俊那些矿脉的问题, 因为一旦放弃, 显得示弱, 那就不是一个宗门, 而是无数个宗门一起咬上来。 而在二十年之期, 血神宗拉上天魂宗, 将天魂宗挡在前面, 让大前在二十年前使的绊子, 暂时不起作用。 当然, 天魂宗愿意这么做, 这其中, 肯定有某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在里面。 寒义文言, 瞳孔猛缩, 如遭重击。 二十年前, 他只是单纯地以为, 这个二十年的使用期, 是血神宗提出来的, 想要长期占据矿脉的借口之一, 没想到, 这其中, 还有大前的原因在其中。 错综复杂, 寒义承认是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词别何方威, 他上了青龙峰, 走入青龙宫, 青龙宫内, 来往的弟子不少, 大多数都是形色匆匆, 脸色凛然, 有些人的衣袍上, 甚至带着些许血迹, 虽以干涸, 也显杀气。 寒义, 到塔顶来, 一个声音, 突兀地从寒义脑海中响起。 寒义一领, 这是神识传音, 而这个声音, 他并不陌生, 是太上长老傅玄旭的声音。 傅师伯, 弟子马上道, 寒义神识回应道, 咦, 你的神识? 傅玄旭的声音, 惊喜显露, 不过他并未追问, 传音中断。 片刻后, 寒义踏上青龙宫深处, 最高的那一座塔楼, 那是坐镇于青龙峰的太上长老修行之地。 寒义见到傅玄旭, 心头一惊, 因为此刻的傅玄旭, 明显气息不对劲, 就连他都能感觉得出来, 傅玄旭的气息紊乱, 明显有伤在身。 傅师伯, 你受伤了? 寒义心头浮现何方威说的战况惨烈, 此刻感受更深, 而且, 很显然, 有些厮杀, 只在住击期, 甚至金丹期修饰层面, 才被知晓。 傅玄旭并未否认, 而是目光炯炯, 盯着寒义。 你的九重魂塔, 突破了? 寒义摇摇头, 他的神魂, 虽然随着九重魂塔的修行, 发生了几次蜕变, 不过, 那一座石海中虚幻的魂塔, 依旧模糊, 就连最底部的一重天, 都并未凝实, 所以严格上说, 这门传承, 它并未真正突破。 只有凝聚出了第一重天, 领悟第一式魂术, 才算是突破, 到时候, 在突破筑基7时, 才有可能诞生神魂意象。 不愧是圣地的传承, 即使到了炉火纯青, 层次, 连第一重天都未能踏足。 见寒义摇头否认, 傅玄旭脸色并无失望。 就算是没突破, 但你的神石已经接近筑基7修饰, 此刻突破筑基7, 完全没问题。 加上你的境界已经是炼气巅峰, 如有我等护法, 突破的概率绝对超过九成。 傅玄旭盘算道, 而寒义文言, 眉头一簇。 傅世伯, 战士, 真的到了如此危急时刻吗? 傅玄旭的意思, 再明显不过, 他想让寒义尽快驻击, 然后下山, 加入厮杀, 从其言语中的急迫看, 山下的战士, 明显大不客观。 傅玄旭点点头, 语气沉重。 我想你应该, 也了解过如今的战况。 表面上看, 我踪守住了, 天魂踪在退走。 不过, 实际上, 退走的只是练气期低阶修士, 在筑基期和金丹七层面, 天魂踪大举压上, 加上血神踪的暗中截杀, 袁寿踪又早早退走, 还有某些散修, 推波助澜。 当前我踪面临的压力很大, 急需新生力量地加入。 说完这句话, 傅玄旭定定看向韩义。 不过韩义却摇摇头, 弟子根基未稳, 尚且未能筑基, 请傅师伯, 再给弟子一年时间。 韩义有种预感, 当他的九重魂塔踏入登峰造极后, 绝对能迎来最关键的突破, 这一层次的九重魂塔, 应当就能凝聚出第一重天, 领悟第一式魂术。 而且, 最重要的是, 第一重天魂塔的凝聚, 也表示着, 他突破筑基七时, 极有可能凝聚神魂层面的一等先机。 一等先机, 关系到他未来的先徒, 不容他放弃, 不到万不得已, 含义不想放弃。 傅玄旭眉头一皱, 即使身受重伤, 不过, 他的不佳心情, 也随着这眉头的一皱, 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 气势并未压向韩义, 但占于他身前的韩义, 却浑身一震, 差点忍不住跪下。 这种威势, 来得快, 去得也快。 罢了, 去吧。 傅玄旭挥手, 闭上眼睛, 再不看韩义。 韩义躬身行了一礼, 快速退出塔楼。 请不吝点赞,